过了好半天,唐轩才有些羞涩地走出洗手间 她的头发上还有水痕,显然刚刚在里面洗了个澡 本来唐轩就足够美了,可经过这没加强版培元丹的洗礼之后 她的美只能用惊心动魄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薛想和薛念哥哥直乐,唐轩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你们两个小丫头笑什么? 轩阿姨,现在你身上的味道就跟巴巴一样好闻了呢 薛念笑嘻嘻地说道 其实她的意思是指唐轩现在的身上有一股婴儿般的清香 这是身体剔透干净到一定程度后的表现 薛安身上也有这种淡淡的清香 这也是两个小姑娘最喜欢依偎在爸爸身边的原因 可唐轩却脸一红,低着头不敢说话了 薛安对此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坐下吃吧,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唐轩嘻嘻应了一声,然后便坐下了 那副乖巧顺从的样子,好似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唐轩嘻着的脸也越发地红润 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门铃声打破了这片寂静 唐轩如释重负,赶紧起身去开门 秦宇走了进来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各种玩具和零食 一见到薛响和薛念便笑道 两个小公主 你看我带什么来了 孩子终归是孩子 见到这么多新奇的玩具便开心地蹦了起来 谢谢秦宇阿姨 两个小丫头接过玩具后便跑到一边玩耍去了 这时候,秦宇看到客厅的桌子上还摆放着饭菜 不禁笑道 敢得这么凑巧啊 做得什么 这是 怎么这么香 薛安微微一笑 我做了几只螃蟹 尝尝 秦宇本想推辞 可从一进门 他就闻到了一股一香 秦宇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却从未闻到过这么奇特的香气 让人闻了便不禁食指大动 那我尝一口 秦宇拿起一个螃蟹腿 尝了一口后 眼前便是一亮 怎么样 薛安淡淡地问道 秦宇都来不及说话了 近乎狼吞虎咽一般 将这只螃蟹腿整个吃掉 然后才长出了一口气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实在太好吃了 唐轩也被秦宇这副馋样给逗笑了 将剩下的螃蟹装在碗中 轻声说道 秦小姐 这里还有 你都吃了吧 秦宇脸一红 弄得自己好像是来蹭饭的一样 可刚刚那螃蟹的味道 简直太香了 龙太集团旗下 就有几个大饭店 那的厨师 全都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厨 可跟这盘螃蟹比起来 那些大厨做得简直就是垃圾 此刻 薛安在秦宇的心目中 越发地神秘起来 这个人不但一身功夫高深莫测 还有这样令人惊艳的厨艺 秦宇很怀疑 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薛安不会的 不过秦宇也没忘记此来的目的 一边吃着 一边说道 薛先生 我爷爷见您的住处 有些太过逼则 便特地给您准备了一套别墅 也算是对您给予我们秦家 这么多帮助的谢意了 别墅? 对 就在云梦湖边 一会您要有时间 我带您过去看看 云梦湖是云梦别院 唐轩惊讶问道 对 就是那 你也听说过云梦别院吗 秦宇笑道 唐轩苦笑 现在北疆 还有谁不知道云梦别院呢 怎么了 薛安道 没事 只是这个云梦别院 现在在北疆很火 号称北疆最高端的住宅区 唐轩也是听医院里的 其他同事们偶尔提起过几次 只是这云梦别院可不是单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能住在那的人都是非富极贵之人 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云梦别院是秦渝家的 而且为了讨好薛安 秦家会直接送了一套出来 这等大手笔让唐轩也为之震惊 薛安倒无所谓 但秦渝的话提醒了他 现在自己回来了 唐轩就不便住在这里了 但唐轩也没有其他的住处 所以只能住在医院宿舍里终归有各种不便 而自己两个女儿越来越大 在这里住着也是有些别扭 因此薛安点了点头 好 那就去看看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看着 秦渝真恨不得将最后的盘子底都舔干净 因为太香太好吃了 不过 好歹他也是豪门千金 最后的一丝尊严阻止了他那么干 等下了楼 秦渝开着车带着薛安和唐轩 还有两个小姑娘前往市郊的云梦别院 这里离着北江市区并不算太远 开车十分钟左右便到了门前有严密的安保措施 当秦渝的车开到这里后 看守的门位全都齐齐尽力 车缓缓开入别墅区 虽然是冬天 可这别墅区中还是有很多精心培植的花朵正在怒放 环境优雅 一湖而建 光着周围的环境便足以称得上北江最高端的住宅区 不过天字一号别墅乃是秦渝特别开发的 自然和这些普通别墅还有不同 在云梦湖的边上有一座小山 小山不高 可跟周围的一马平川比起来 还是显得十分巍峨高耸 依着小山修建了一条盘山公路 天字一号别墅就坐落在山顶 车直接开到了山顶 等下了车后 唐轩都有些看傻了 站在这里 直接就能看到不远处的云梦湖 烟波浩渺如在眼前 而这别墅更是出自大师手笔 和这周围的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爸爸 这房子好大好漂亮啊 薛想和薛念 齐齐感叹 秦渝不无得意地看向薛安 想从这位薛先生脸上 看出些惊讶来 可惜 他失望了 薛安的神色平静如常 似乎这座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的别墅 只是一座草棚而已 事实上 薛安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他看来 这里的布局勉强算是合理 周围的风水也不错 远处的云梦湖的灵气 正好可以滋润这里的一草一木 可太简陋了 作为见过以星辰布阵 以星系为家 这等大场面的先尊 这里的布置 连个合格都谈不上 也就是能住罢了 别墅里面自不必说 一切的设施 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 两个小丫头一进来 注意力就被位于别墅一角的 小型游乐园给吸引了 秦渝心里有些得意 这个游乐园本来是没有的 但在准备送给薛安之后 秦渝立马便派人重新布置了下 结果果然奏效 唐轩则有些拘谨地看着 很多东西都不敢去触碰 薛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送给您的别墅 这是产权证明 已经转移到您的名下了 还有 这是钥匙 薛安没接 却对一旁的唐轩说道 喜欢吗 嗯 喜欢的话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了 这话一出口 唐轩的脸疼得就红了 秦渝则心中一震 这是要金屋藏娇吗 不过薛安接着说道 你总是住在宿舍也不是事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 至于我和想想念念 也会过来 不过老房子不能舍弃 老房子对薛安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是自己跟安岩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唐轩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薛安的手机响了 薛安接通之后 老谢带着哭声 在电话那头说道 是小安吗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说道 谢叔 是我 怎么回事 金居金居金放学之后 便被人带走了 到现在 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你胖姨都哭了半天了 我实在没办法 只能找你了 说到最后 老谢已经哭出声了 薛安一挑眉 谢叔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找金居 金居这个孩子 再见到你回来后 就将头发染了回来 而且再也没去外面胡闹过 我和你胖姨本来挺高兴 结果却出了这事 薛安沉声道 谢叔 你告诉胖姨 今晚 我一定让金居 毫发无损地回家 挂断电话后 秦宇问道 怎么了 需要我帮忙吗 薛安摇了摇头 然后对唐轩道 你和想想 念念在这待着 我出去下 嗯 薛安走出房间 闭上了双眼 神识扩散开来 开始搜寻 北疆这么多人口 去找一个谢金居 谈何容易 可这对薛安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谢金居 乃是罕见的纯阴之体 这对神识来说 就好像黑夜之中的一盏明灯般醒目 很快 薛安便搜寻到了目标 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然后整个人消失在了傍晚的夜色中 蓝火KTV 是北疆市的一座中档KTV 因为坐落在闹市区 同时价格不算太贵 所以生意十分火爆 薛安站在门前 看了看这座装修豪华的KTV 然后迈步走了进来 先生您好 请问您几位 可有预约吗 有服务生上前招呼 薛安摇了摇头 我来找人 那请问先生 您的朋友是哪位呢 我可以领您过去 薛安淡淡地扫了这名服务生一眼 服务生整个人便僵在了原地 一直到薛安离开了 他才恢复过来 同时出了满身的冷汗 这个男子的眼神 简直太可怕了 服务生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赶紧跑开了 薛安依照着神识中 谢晶晶的方位 直接上到了三楼 这里算是蓝火KTV的VIP区 薛安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包厢门前 这里的隔音做得极好 站在外面 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响动 可在薛安的神识中 谢晶晶就在里面 他推了推门 包厢门被反锁了 这时候 有保安过来问道 你干什么的 这里面是无少的包场 没什么事赶紧离开着 薛安神情淡然 没有理会这名保安 而是后退了半步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这包厢门可是纲目的 踢坏了自己 别怪我们没提醒你 这个保安 显然见惯了醉鬼踢门 所以不无嘲讽地提醒道 他以为薛安喝多了 准备用脚踹门 心想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但话音刚落 薛安猛然一拳击出 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保安被震的耳朵嗡嗡直响 然后便看到了他这一辈子 最为震撼的一幕 用纯钢打造的包厢门 在这个男子的一拳之下 发出了一声悲鸣 然后轰然倒地 烟尘四起之下 包厢中发出了一阵惊叫 怎么回事 妈的 这他妈谁啊 在这些怒斥声中 薛安漫步走进包厢 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最中间 双目垂泪的谢晶晶 不禁淡淡一笑 晶晶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这句话 让谢晶晶的眼泪夺眶而出 从放学到现在 这三个多小时 谢晶晶过得 简直是度秒如年 自从薛安回来后 他便决定 以后自己要好好的 不可再胡闹了 所以 他染回了头发 扔掉了那些奇装衣服 重新穿上了校服 可他的这些转变 却惹怒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谢晶晶的同学 同时也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 叫做吴泽峰 他家中有些钱 算是个小富二代 所以 靠着家中的势力 他在学校里 整天不务正业 就是泡妞打架 后来他发现了谢晶晶 这个漂亮女孩 让吴泽峰垂涎不已 可虽然当初的谢晶晶 十分地叛逆 但在女孩子的纯洁上 还是十分保守的 他费尽心机 也没得手 而这次 谢晶晶突然转了性子 不管他怎么叫 谢晶晶都不肯出来了 于是恼羞成怒之下 他便半胁迫地 将谢晶晶带到了这里 谢晶晶想跑 可这个地方的保安 十分尽责 吴泽峰也盯得很紧 他根本走不开 而这些陪着喝酒的所谓朋友们 全都想灌醉谢晶晶 谢晶晶明白 如果自己醉了 那么一切就都完了 所以 他想尽了借口 尽力拖延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谢晶晶逐渐绝望了 莫非今晚的自己 真的要毁在这里吗 安哥哥 你在哪呢 最绝望的时候 谢晶晶想到了薛安 可他的心又十分地矛盾 既希望薛安来 又不想他来 因为谢晶晶知道 吴泽峰在这附近颇有势力 听说和这篮火的老板也认识 安哥哥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和这些人斗 一直到一声巨响 房门倒下 薛安迈步走进来后 谢晶晶才又惊又喜地哭出声来 哪个女孩没幻想过 有一天 会有一个盖世英雄 架着五彩祥云来救自己呢 而此刻 薛安就是他的盖世英雄 卧槽 你他妈谁啊 坐在主位上的吴泽峰 满脸凶狠地说道 眼见得就要大功告成 报得美人归了 却出了这么一位 吴泽峰心中自然满是怒火 还没等薛安说话 谢晶晶突然站起来 双目通红地说道 安哥哥 你你走吧 谢晶晶深知吴泽峰的厉害 不但家里颇有势力 而且听说 他跟势力几个大混混都认识 而薛安又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斗得过吴泽峰 谢晶晶不想因为自己 而让薛安身处险境 实际上 此刻的谢晶晶 心中满是酸楚和感动 他能来救自己 这就已经足够了 谢晶晶不奢求其他的了 可他的想法 还是太过单纯 吴泽峰冷笑了几声 想走 这时 跟吴泽峰喝酒的这些男生们 纷纷站了起来 手里全拎着桌上的酒瓶子 不但如此 懒火的保安听到响动后 也纷纷赶了过来 吴绍 怎么回事 保安队长问道 吴泽峰冷声道 这个小子 踹坏了我们包厢的门 还扰了我的兴致 妈的 哪来的小子 这么不开眼 居然惊扰了吴绍 这保安队长一声令下 这些保安们 将门口堵住 然后团团围住了薛安 此刻 吴泽峰坐在沙发上 英智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他很喜欢这种 居高临下的感觉 尤其当他看到那些 弱者脸上惊恐的表情时 更是心中畅快 可这次 他失算了 因为他没有从这个男子的脸上 看到一丝一毫的惊恐 有的 只是嘴角那一抹嘲讽的笑容 好像 自己这些人才是弱者一样 吴泽峰的目光渐了 给我废了 他自还没出口 谢晶晶已经冲了出来 然后挡在了薛安前面 吴泽峰 你不就是想要我吗 我给你 但你要让安哥哥平安地离开这 谢晶晶颤抖着声音说道 吴泽峰眼前一亮 然后玩味地看着谢晶晶 哼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你倒是豁出去了 谢晶晶咬牙说道 这些你不用管 你得保证他能安全离开这 否则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碰一根手指头 说到最后 谢晶晶心中满是凄处 安哥哥 可能我们只能下辈子再见了 谢晶晶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将薛安送出去后 他就找机会自杀 吴泽峰这时候点了点头 可以 我答应你 但是我不答应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屋里为之一静 然后所有人都看向了说话之人 正是薛安 谢晶晶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安哥哥我 薛安轻轻拍了拍 这个傻姑娘的肩膀 微微一笑 不要说话 接下来看我的 谢晶晶还想说什么 可当他看到薛安 那如大海般深邃的眼神后 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 吴泽峰的神情越发阴沉起来 冷笑道 小子 你挺狂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薛安摇了摇头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然后薛安顿了顿 环视场中所有人 你们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这话出口 很多人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 吴泽峰更是看傻子似的 看着薛安 卧槽 还真有人不怕死的呀 给我废了他 保安和吴泽峰的 这些小弟 一拥而上 谢晶晶吓得一闭眼 心里最后一个念头 居然是 能跟安哥哥在一起 就是死了也值了 但想象中的痛楚没有出现 反而想起了一阵 如鞭炮般 噼里啪啦的脆响 谢晶晶迟疑地睁开眼睛 然后便看到了 让他鸣刻终生的一幕 这些气势汹汹冲上来的人 连薛安的衣角都没碰到 而薛安 只是简简单单地 击出了一拳 可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拳 却让整个包厢中 刮起了一股狂风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被薛安一拳轰飞 并将身后的人 一起撞飞了出去 一直等贴在了墙壁上 才一个个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不但如此 这堵厚重的混凝土墙壁 被这一拳的威力波及到 在摇晃了几下之后 便轰然倒塌了 烟尘四起 薛安覆手而立 神情淡然地环视全场 没有人敢说话 一片死忌中 吴泽峰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脑袋一时间 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一拳 就一拳便打出了 这样的气势 这个人到底是谁 现在轮到你了 薛安淡淡地说道 吴泽峰浑身一颤 惊恐地说道 你你别过来 我可是吴家的人 你不能杀我 薛安摇了摇头 我说了 我没兴趣知道你是谁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而后一行人走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名身材魁梧 面目争鸣的大汉 一见到这个大汉 吴泽峰好似看到了救星 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 熊哥 救我 这个人要杀我 还打伤了咱们KTV的好多人 大熊哥 蓝火KTV的大哥 这个人的出现 让谢晶晶的心里一沉 这可是北疆史都有名的大哥 此刻吴泽峰的脸上满是轻松的神情 然后得意看着薛安 在他看来 熊哥一来 这个家伙肯定完蛋 可这位大熊哥压根就没看吴泽峰一眼 好像他是一团空气一样 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吴泽峰一愣 然后就见这位大熊哥走到薛安近前 突然一弯腰 无比恭敬地说道 薛先生 哄 屋子里的人都震惊了 吴泽峰更是连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薛安看得大熊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认得我 大熊苦笑一下 那日在龙皇台 我作为凡哥的手下 曾经见过薛先生 薛安点点头 原来是杜凡的手下 杜凡 又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名字 可从薛安的嘴里说出来 却轻描淡写 好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大熊却浑身一颤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因为那天在龙皇台 他亲眼所见鲁坤的惨状 知道这位薛先生 乃是神鬼接近的人物 自己这个所谓的大哥 跟人家比起来 连个屁都算不上 此刻大熊心中满是恼怒 这个吴泽峰 自己找死就算了 还连累到我头上 那你现在来的目的是什么 阻拦我 薛安的声音淡然 可听在大熊的耳朵里 却好像炸雷一样 吓得他赶紧摇头 不不 吓死我也不敢 我只是 听说您来了 这才赶紧过来 听候您吩咐的 这近乎谄媚的话语 让谢晶晶的眼睛逐渐瞪大 看薛安的眼神 也渐渐复杂起来 自己的安哥哥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连这样的大哥 都得无比恭敬地陪着小心 至于吴泽峰 更是面色惨白 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他终于明白 自己惹到了一个 绝对不该招惹的人 自己刚刚居然还认为 人家是弱者 现在想来 真是无比的讽刺 而等薛安的视线看向他的时候 吴泽峰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磕头如捣蒜一样 薛先生饶命 薛先生饶命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色迷心窍 我不该对您的朋友下手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这次吧 谢晶晶眼神复杂地 看着跪在地上 诚惶诚恐的吴泽峰 曾几何时 这个人在学校里呼风唤雨 高高在上 此刻 却如丧家之犬 跪在地上 祈求饶命 大雄偷偷看了薛安一眼 见他神情淡然 心里便有些发紧 他怕薛安突然抱起 再把自己也给算进去 不过薛安显然懒地搭理他 只是慢慢走到了吴泽峰跟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吴泽峰浑身都在颤抖 胯下一热 一股尿骚味传了出来 薛安是被生生地吓尿了 其实我不想杀你的 吴泽峰暗松了一口气 心里则满是怨恨地想到 等我逃过这次 我一定找机会 将你和谢晶晶都给弄死 当然 他的脸上 还是一副惊恐至极的神情 可下一秒 他的这些打算 就全都落空了 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该死的人了 薛安说着 猛地一脚踩住了吴泽峰的脑袋 淡淡地说道 记得下辈子 别再这么嚣张了 说吧 薛安脚下一用力 噗 吴泽峰的脑袋被一脚踩碎 脑浆泵 鲜血横流 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弥漫开来 每个人都静若寒蝉地看着 大雄算是见过生死的人了 可看到这一幕 还是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头皮更是一阵阵发紧 薛安的危险等级 在大雄的心里 又高了好几倍 大雄暗下决心 日后如果有这位杀神在 自己就有多远滚多远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 事情了结 薛安神情平静 拽着一脸呆滞的谢晶晶 对大雄说道 我走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大雄忙不迭地点头 薛先生放心 一切交给我吧 薛安走了 这时候 大雄才如释重负地 尝出一口气 然后才发现自己浑身 都被冷汗浸透了 熊哥 这个死是怎么办 有人巧声问道 大雄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怎么办 自然是找个袋子装起来 送回吴家了 可如果吴家的人问起 大雄冷笑道 那你就告诉吴家 杀死吴泽锋的人 是连樊哥都惹不起的大人物干的 如果他们想报复 就去报复好了 只是 不要连累到我 是 大雄这时候 冲地上吴泽锋的死尸 脆了一口 装逼都不看清楚对象 死了也活该 除了蓝火KTV 撂翘的寒风 让谢晶晶清醒了很多 他有些惊惧地看着薛安 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他恨吴泽锋 可没想到 薛安居然真敢当众杀人 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是不是害怕了 薛安突然问道 谢晶晶默然 薛安一笑 刚刚那个包厢中 暗藏有十几枚摄像头 如果我今晚不来 后果你可以想象得到 谢晶晶心中一紧 想起曾经在落上见到过的 那些被偷录下来的视频 如果真是那样 自己这一辈子 就算毁了 薛安抬头看了看天色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这一路上 谢晶晶沉默不语 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谢晶晶忽然从背后抱住了薛安 安哥哥对不起 薛安的神情 隐藏在这凄冷的夜色中 过了片刻 才微微一笑 好了 都过去了 回去睡一觉 明天好好地做你的学生 谢晶晶此刻紧张的心 都要跳出来了 薛安身上那股淡然的清香 让她的心逐渐滚烫 安哥哥 其实我已经长大了 谢晶晶低声道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用手揉乱了 谢晶晶的头发 轻笑道 不管你长多大 在我眼里 你还是那个小孩子 老薛和胖姨 一直坐在屋里 瞧手一盼 当薛安带着谢晶晶回来后 老薛第一个蹦了起来 一把抱住了女儿 眼泪巴达巴达地掉了下来 这个汉子 不管平时如何地伪装 可从骨子里 他是最疼爱谢晶晶的 谢晶晶心里有些落寞 薛安的那句话 他知道什么意思 可今天的种种 谢晶晶都记在心里 那今天的一响 还有薛安的那句 送你回家 都是谢晶晶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反正我不管 难道喜欢一个人 也有罪吗 谢晶晶执拗的脾气 又上来了 胖姨这时候 拉着薛安的手 眼泪汪汪地说道 小阿 你让我和你谢叔 怎么感谢你啊 薛安一笑 胖姨 谢叔 晶晶就好像我妹妹一样 这些事 都是我应该做的 谈什么谢字 是是是 胖姨擦了擦眼泪 对了 你们没吃饭呢吧 老薛 你快别娘们唧唧地哭了 赶紧去炒菜 老谢擦了擦眼泪 好嘞 薛安本想推辞 可看老谢和胖姨那开心的模样 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饭菜很快就准备好 十分的丰盛 老谢更是拿出最后一瓶珍藏的老酒 亲自给薛安针满了酒 薛安知道 这是两个老人最朴素的感激方法 便笑着一饮而尽 谢晶晶在一旁看着 此刻的薛安 温儿雅 而刚刚的她 如地狱杀神 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她呢 老谢喝醉了 醉得一塌糊涂 薛安倒是越喝越清醒 其实只要她愿意 喝下一个酒场的 酒都不会醉 当薛安走的时候 谢晶晶送了出来 回去吧 本来低着头的谢晶晶 突然抬起头来 谢谢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一笑 谢什么 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谢晶晶深吸一口气 无比认真的说道 我不会放弃的 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 谢晶晶转身跑回去了 薛安站在原地 脸上的神情在夜色中 显得有些微妙 感情这种东西 果然连仙尊都无法控制 不过她的心境 早就磨练得如磐石一般 所以 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但这个夜晚 对某些人来说 却不是那么平静 吴泽风的尸体被送回吴家后 他的父亲吴卫东 瞬间老了几岁 然后暴跳如雷 是谁 谁干的 我要杀了他 给我儿子报仇 送回尸体的人 是大雄的德力手下 听到吴卫东这话后 不禁一阵冷笑 吴老爷子 我们雄哥让我给您带句话 什么话 您儿子死的也不算冤枉 因为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什么意思 难道我儿子就白死了不成 吴卫东满腔怒火 白死不白死的 和我们没关系 但雄哥说了 动手的人 连樊哥都惹不起 你自己掂量吧 说完这人便走了 吴卫东的满腔怒火 犹如被冷水泼过一样 瞬间凉了下来 樊哥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会是谁 莫非是秦家 吴卫东是知道 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的 也相信他死得不冤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自然是想着报仇血恨 但如果对方是连杜凡 都惹不起的人 那就得好好思量思量了 这时候 吴卫东的母亲也闻讯赶到 一见到自己宝贝儿子的尸体 不禁嚎啕大哭 然后一蹦三尺膏 一脸怨毒的吼道 谁干的 我要把他千刀万挂 猝骨扬灰 吴卫东面色铁青 一耳光就扇了过去 你你敢打我 这个满脸横肉的女人 不敢置信地看着吴卫东 吴卫东冷笑道 打的就是你 则锋变成现在这样 一大半都是你的功劳 报复 你倒是去啊 这个女人瞬间粘了 平时他欺负欺负一般人可以 可现在吴卫东的表现 明显是在说 对方可能是自己 根本惹不起的存在 他只能低头不语 吴卫东愣了片刻 然后颓然地说道 先装恋起来吧 报仇的是 以后慢慢再说 毕竟 儿子死了可以再生 但如果家族因为此事 而毁于一旦 那就全完了 薛安回到了别墅 此刻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客厅的灯还亮着 唐轩还没睡 正坐在沙发上等着薛安 见薛安回来了 他站起身来 吃饭了吗 薛安点点头 都睡了 刚睡着 嗯 那你也去睡吧 唐轩没走 还有事吗 薛安问道 嗯 明天我们医院要组织一次游玩 我答应 想想 和念念带他们去了 你你去吗 薛安本想不去 可看到唐轩那期待的神情 便不禁一笑 好啊 反正现在也没事 就当带着两个 小丫头去散心了 唐轩很开心 嗯嗯 唐轩回屋睡觉了 薛安坐在客厅沙发上 透过落地窗 可以看到远处的云梦湖 虽然夜色如墨 但对薛安来说 依然能一览无遗 此刻虽然已经入春 天气还是很寒冷 但云梦湖居然没有丝毫风动的迹象 薛安知道 这全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风水导致 这云梦湖就如同一座天然形成的大镇 而天字一号别墅所在的小山 便是镇严所在 不过这里的风水虽然极佳 但在薛安的眼中 还是有缺陷的 比如 这座小山的格局太小了 根本压不住这座云梦湖的气势 不知这座别墅的人 可能也看出了这点 尽可能地做了弥补 但都只是些小道把了 毕竟总不可能让一座山 凭空拔高吧 可其他人不能 不代表薛安不能 薛安走出了别墅 站于山巅之上 风吹得他衣袖作响 天空之上有阴云密布 似有春雨将至 薛安茉莉片刻 而后猛的一纵 这一纵便飞入了半空之中 然后薛安站立于云端 右手下岸 沉声喝道 天地听令 且 从地底传出一阵阵轰隆隆的闷响 这座小山便如被人强行拔高了一般 开始缓缓升起 薛安的面色也有些凝重 现如今 他的实力只能勉强做到这一点 若是以前 随手一指便能让平地生出大山 让沧海变成桑田 轰隆隆 春雷从天际碾过 风雨交加之中 这座小山被薛安硬生生提升了一百多米 本来不算高大的小山 终于有了些山的模样 薛安回落于山巅 略感疲惫 不过这还不够 薛安一直远处的云梦湖 淡淡地喝了一声 万水归宗 随着一声令下 本来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了一片巨浪 而后这巨浪冲着薛安一个跪拜 本来压伏不住的水气便突然温顺起来 这种水气乃是云梦湖多年来积攒的灵气 此刻蜂拥而至 整座山被这水气滋养起来 转瞬之间 整座山上本来枯萎的花草 重新变得清脆起来 而核心的别墅所在 更是被浓郁的水气笼罩起来 薛安索性又加上了些简单的护山阵法 让这座别墅真正成为了洞天福地 此刻 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笼罩了整个山顶 这都是精纯的水源精华 即便是凡人 居住其中都能延年益寿 忙完这一切 薛安有些疲惫地回到房中 看着两个睡熟的女儿 忍不住一人亲了一口 若说修道者本应逆天而行 断去凡俗情欲 可不管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薛安都不会放下自己所爱之人 承仙也好 成为先尊也罢 都曾为人 既然是人 就不要装着自己不是人 这便是薛安的承仙之道 唐轩工作的地方 乃是北江市最大的医院 今天是3月8号 俗称女生节 医院特意安排了这次旅游 算是给众多员工的福利 当唐轩到了医院的时候 其他人基本已经到齐了 轩 节日快乐 一名戴着金丝眼镜 相貌帅气的男医生 凑过来笑道 唐轩点点头 谢谢 轩 又是你一个人啊 一会坐我的车吧 我刚买了一辆新宝马 男医生十分殷勤地说道 唐轩却摇了摇头 不用了 今天我朋友过来 男医生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叫林欢 乃是海外归来的医学博士 进入这家医院 第一次见到唐轩后 他就被唐轩的金氏容颜所吸引 然后开始了狂热的追求 不过唐轩对他永远不冷不热 这让林欢有些挫败 要知道 他家在北疆也算上流了 加上长得也帅气 所以 从小他的身边就不缺女人 可从没有一个像唐轩这样 深深吸引着他的 但不管林欢怎么试图接近 唐轩都不为之所动 朋友 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林欢心里想着 眼神不禁有些阴沉 而此刻在不远处 几个女护士凑到一起 看着对唐轩大献殷勤的林欢 不禁有些嫉妒 这个唐轩有什么好 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吗 居然让林医生这么神魂颠倒 一个鼻子上长着几个雀斑的女生 恨恨道 这个女生叫罗静 一直暗恋林欢 可林欢对他根本就不来电 所以 他就将一枪怒火 全对准了唐轩 平时找到机会 便对唐轩冷嘲热讽 这次也不例外 他这几个同事都是他的闺蜜 自然帮着他说话 不禁纷纷点头 看他装纯的样子 我看了就气不打一出来 听说他为了朋友的孩子 一直不肯找男朋友 我呸 说是朋友的孩子 没准就是他的 这些恶毒的话语 飘到了唐轩的耳朵里 唐轩却没有什么表情 这些年来的风言风语 他都有些习惯了 有时候女人长得太漂亮了 就是一种罪 尽管他已经对所有的男生 都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还是抵挡不住 这些饱含极度的重伤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有车的开车 没车的坐医院安排的班车 咱们这次的目的 地是云梦湖 一个负责人说道 云梦湖 唐轩微微一正 然后有些啼笑皆非 自己刚刚从那里赶了过来 结果一会还得回去吗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毕竟只有一天的时间 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旅游 很多人都是自己开车来的 然后带着相熟的人一起去 这时候 林欢又凑了过来 轩儿 你看你朋友现在还没来 估计来不了了吧 要不坐我车吧 咱们一起去 唐轩儿摇了摇头 她说来 就一定会来的 又碰了一鼻子灰 林欢的脸上 不禁有些挂不住了 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 这个女人 怎么就这么不识台诀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朋友 到底什么来头 林欢心里盘算着 就在这时 薛响和薛念 蹦蹦跳跳地进来了 这两个小姑娘 今天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梳着一样的辫子 可爱得让人忍不住 都想抱住咬上一口 轩儿阿姨 两个小丫头 哪声哪气地喊道 唐轩儿宠溺地摸了摸 两个小姑娘的头 吃早饭了吗 吃了 爸爸熬的粥 可香了 薛念啥时候 都忘不了吃 这个时候 林欢面色有些难看 她听说了一些 关于唐轩儿的传言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她真的抚养了两个小姑娘 这两个小姑娘 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正在疑惑的时候 薛安走了进来 她的出现 让在场很多人的目光 都变得异样起来 尤其罗靖等人 更是一脸的兴奋 看到没 这个男的 没准就是唐轩儿的小情人啊 看着挺年轻啊 年轻有个屁用 你看穿的那衣服 罗靖可是极为擅长 从衣着上 看一个人的身家地位的 当她看到薛安 穿着一身 不过几百块钱的休闲装后 脸上不禁有些不屑 就找了个这样的男人啊 唐轩儿这眼光 也不怎么样啊 罗靖心里不无快意地想着 林欢更是满是敌意地盯着薛安 心中也在平头论足 论长相嗨嗨 无愤伯众 但穿着可是差得太多 越是比较 林欢的神情 就越是巨傲 这时 负责人过来问唐轩儿 薛 你怎么办 坐班车吗 唐轩儿探向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我带着他们两个打车过来的 这下罗靖等人 更是一脸的亲面 这是连车都没有啊 林欢这时候 觉得自己出场的时机到了 便走过来笑道 薛 还是坐我的车吧 唐轩儿摇了摇头 我朋友 林欢打断了唐轩儿的话 不无挑衅地看了薛安一眼 没事 我买的X5 连你这个朋友拉着也没问题 唐轩儿觉得不妥 薛安却淡淡地说道 好啊 我还没坐过X5呢 林欢心中冷笑 看来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一会看我怎么收拾你 林欢开过车来 十分殷勤地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薛儿 坐这 唐轩儿摇了摇头 我还是坐后面吧 说着 领着薛响和薛念 坐到了后排 林欢正在暗自咬牙 薛安却自顾自地上了副驾驶 淡淡地说道 开车 林欢瞬间有些恼火 这是拿自己当开车的了 可又不便发作 只好憋着火气 开车上路 在路上的时候 他一直观察着薛安 见他上车后 一直坐在那 神情平静 心里有些不屑一顾 看那样子 连个车都没有 装什么算 等一会到了云梦湖 我就让你好看 因为 昨晚下了一场雨 所以今天的云梦湖 更显得风景如画 众人下了车 女生们开始兴奋地去远处拍照 男生们则大部分站在湖边看风景 这时候林欢故意问道 这位朋友 敢问你在哪里高救啊 高救 薛安微微一笑 我没工作 哦 林欢意味深长地拉着长音 心里越发地不屑 原来是个在家混日子的主啊 那平时在家干什么啊 就是陪陪孩子 做做饭 看看风景什么的 薛安淡淡地说道 林欢和周围的同事 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 看来 这个家伙就是个什么 都不是的混话 然后林欢有意无意地看了看表 林医生 您这块表不便宜吧 林欢的一个同事问道 还行吧 二十来万而已 今天出来的匆忙 就带了这么一块普通的表 林欢淡淡地说道 罗静这时候 一脸花痴地凑了过来 林医生 听说你家在云梦别院 给你买房子了 林欢一脸傲然地点了点头 嗯 前两天刚买的 花了几千万吧 这一下 周围的人都有些骚动 听说这云梦别院的房子 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到的呀 林欢微微一笑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父亲费了好大的力气 最后花了很多钱请托关系 才找了秦家的一个朋友买到的 秦家 林欢说到这个称呼的时候 脸上的神情都变得恭敬起来 至于其他人 更是一脸的羡慕和震惊 那可是秦家 很多人只能仰望的豪门 林欢家居然能和秦家搭上关系 显然也不是一般家庭啊 正好这次 咱们来了云梦湖 一会我就带大家去我那看看 林欢朗声道 好 罗静第一个欢呼起来 他现在看林欢的眼神 炽热得恨不得能喷出火来 林欢却没理会罗静 而是问唐轩 轩 一会去我的别墅 我那有一瓶法国朋友送的红酒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到时候你尝尝 唐轩没有说话 依然看向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 好啊 反正也是无聊 那就去尝尝林医生的红酒吧 林欢心中越发的愤痕 看薛安的眼神 也越来越阴沉 这个家伙 太不适去了吧 得想个法子 让他知难而退 如唐轩这样的美女 只能自己这样的人才配拥有 林欢暗暗想到 罗静此时也十分地不爽 满脸急恨地盯着唐轩 恨不得现在就吃了他 就这样 在湖边玩了会 等快到中午的时候 众人又纷纷开上车 直奔云梦别院而来 这里的安保确实严密 虽然林欢拿出了钥匙 证明自己是业主 依然被一辆车一辆车的 查了一遍 而等来到薛安这边后 罗静故意躲到一边 准备看唐轩等人的笑话 可等薛安降下玻璃 这保安看到 是薛安等人后 先是一愣 然后立马一个标准的立正 见过薛 薛安摆了摆手 这保安将后面的话 咽了回去 罗静有些不解 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保安会这般动作 莫非 这个薛安认识这名保安 一定是这样 没准两人还是同事呢 罗静心里觉得这个理由 无懈可击 等开进云梦别院后 很多人都发出一阵阵惊呼 天啊 好漂亮啊 现在这个季节 居然都开着花年 这都是原意大师精心培植的 自然不怕严寒啊 而等众人来到林欢 买的别墅前后 很多人更是一脸的惊叹 林欢一脸骄傲地说道 这就是我的家了 大家进来吧 这别墅处在云梦别院的边缘地带 位置不算太好 可周围的环境和设施 已经很不错了 等进到里面后 很多人都眼花缭乱了 这些装修的材料 可都是从欧洲直接运过来的 光装修就花了一千多万 林欢得意地介绍着 并试图从薛安的脸上 看出一丝惊讶来 可从史至终 薛安都是一脸的淡然 这让林欢充满了挫败感 这个土包子 该不会吓傻了吧 林欢心里想着 午饭时间到了 林欢早有准备 特意买了很多的高档食材 还请了几个厨师忙碌了半天 最后盛上了一桌精美的饭菜 薛儿 哎 尝尝这个 这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牛排 林欢殷勤地介绍着 唐薛儿浅尝折纸 然后微微皱了皱眉 自从吃过薛安做的饭后 再吃任何的真羞美味 都觉得味同嚼辣 这时候 罗靖终于忍不住冷笑道 装什么公主啊 平时 你都不一定见过这种东西吧 毕竟跟了个穷光蛋 这话说得十分赤裸裸 很多人都为之色变 唐薛儿更是一脸怒火 只有薛安 神情平静 而这时薛响突然说道 巴巴 什么是穷光蛋啊 这句问话 让很多人眼嘴而笑 尤其罗靖和林欢 更是心中畅快 嘴角都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 自己的女儿都这么问了 看你怎么回答 薛安哑然失笑 先摸了摸薛响的小脑袋 然后指了指面前的桌衣摆设 淡淡地说道 这就叫穷光蛋 这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真的很多人都愣住了 罗靖第一个反应过来 一脸讥讽地笑道 哟 这年头 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林欢更是面色铁青 冷笑道 你什么意思 薛安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刚刚我可能没说清楚 林欢的神情稍有缓和 以为薛安要道歉了 可谁想到 薛安接着说道 你这里还算不上穷光蛋 毕竟穷光蛋是有自知之明的 而你连自知之明都没有 这句话 让林欢差点气出了脑溢血 罗靖冷笑道 要这么说来 这位先生家里 一定比这个更豪华 更值钱了 其实薛安并没有故意嘲讽林欢 因为在他的眼中 不光这里是穷光蛋 就是整个北疆 乃至整个地球 就没有地方不穷的 在那些资源丰富的星球 在那些占据绝大多数资源的 大门派之中 人们过的日子 是地球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相比起来的话 这栋别墅 确实连天字一号的一个厕所 都比不上 薛想这时候抢先道 反正我家里要比这里 还要大好多好多呢 大就是值钱吗 这可是云梦别院 罗靖讥讽道 林欢也冷笑道 那既然这样 不如让我们去薛先生家看看 什么才不叫穷光蛋 本来林欢以为薛安不敢答应 可没想到 薛安点了点头 也好 怎么去 坐车吗 太远我可不去 万一要是在山沟里 那岂不是很脏很危险 罗靖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不用坐车 走路就能到 走路就能到 林欢等人面面相去 这里地处市郊 最近的村镇也在四五里地之外 莫非 林欢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但玄疾又被自己否定了 怎么可能 绝对是自己想多了 能在云梦别院买房的 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己根本就没见过他 所以他绝不是住在云梦别院中 心里想着 林欢的神情越发轻松 那好 那咱们就去看看 这位薛先生的家是什么所在吧 薛安没理会他 自顾自地出了门 众人在后跟随 走了一段路后 薛安一拐 便直奔那座小山而去 林欢越走面色越是古怪 看薛安的神情也越发地不屑 如果说其他的房子 他还不知道主人是谁 可这栋坐落在小山顶端的天字一号 他简直太清楚了 这可是整座云梦别院 独一无二的山间别墅 地理位置独一无二 听说曾有中都的富豪出到了天价 但秦家就是不卖 听说是秦老爷子准备留着自己住的 而这个男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秦家的人 那显然只有一个可能了 那就是用这个来糊弄不懂的人 可惜 你遇到了我 林欢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看我一会 怎么拆穿你 来到山顶之后 天字一号别墅的红伟和气派震撼了所有人 包括林欢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别墅 跟这个比起来 自己那栋别墅 只能算得上勉强能住罢了 这就是我们和爸爸住的地方 薛祥十分骄傲地说道 很多人看薛安的眼神 开始变了 莫非他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富二代 但就在这时候 林欢上前一步 冷笑道 诸位 如果说其他的别墅 我还没有发言权 可这栋天字一号别墅 整个云梦别院的人都知道 这是秦家老爷子 留着自己住的地方 总不可能这位薛先生 就是秦老爷子吧 这席话一出 很多人全都恍然大悟 然后全都满脸的鄙夷和不屑 而此刻林欢看向薛安 一脸得意地说道 现在让我猜一猜 薛先生在这里干什么的 厨子 还是司机 薛安淡然一笑 你觉得呢 林欢冷笑道 再怎么说 这栋别墅 也不可能是你的 你胡说 这就是秦宇阿姨送给我爸爸的 薛祥一脸委屈地说道 秦宇 秦家大小姐 就你爸爸还能认识秦家大小姐 小姑娘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 林欢笑道 她认为自己赢定了 这个性靴的明显是想着装逼 可惜最后碰到了自己 这一下看你在唐轩面前还如何立足 可就在林欢得意洋洋之时 一个沉稳充满威严的声音 从众人的背后传来 薛先生 这里可还住得习惯吗 众人转头看去 就见从山下走上来一位中年男子 这男子面向端庄 神态沉稳 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启示 来的人是秦源 薛安微微点头 还行吧 就是这座山有些太矮了 我给拔高了一百多名 秦源上山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平时没有这么高啊 现在一听薛安这么说 不禁满脸惊愕 头一次听说山还能拔高的 不过薛安此刻在秦源的心中 就跟神仙没两样了 所以也只是一惊而已 不过灵欢可不认识秦源 见来了的男人 跟薛安一唱一和的 不禁冷笑道 悠喝 戏演得挺真啊 还带搭档的 秦源一皱眉 看了看这个灵欢 你是谁 灵欢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就是云梦别院的业主 这个家伙说什么 这天子一号别墅是他的 结果被我识破了 识破了 秦源看了看神情淡然的薛安 然后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禁说道 那你说 这天子一号别墅是谁的 哼 谁不知道 这天子一号别墅 乃是秦老爷子留下来自住的 他居然用这个来行骗 真是笑掉人的大牙 罗靖等人 进阶哄笑起来 在这些笑声中 秦源冷声道 没错 这天子一号别墅 本来是我留着自住的 可现在 我已经赠予了薛先生 这个有问题吗 全场一片寂静 而后灵欢冷笑起来 你赠给了他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一个清冷中 饱含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秦瑜自山下走了上来 俏丽的脸上满是怒火 灵欢不认得秦源 可他认得秦瑜 一见到是他 整个人便愣住了 秦瑜先走到了境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见过薛先生 薛安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然后秦瑜对秦源喊道 爷爷 爷爷 能被秦瑜这么叫的 全天下也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龙太集团的董事长 秦家的家主 秦源 灵欢就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这这怎么可能 这个看上去普通而平凡的男人 为什么会被秦家尊称为薛先生 而一直瞧不起薛安 并以此笑话唐轩没眼光的罗静 更是极度的眼睛都发蓝了 能让秦家都如此恭恭敬敬 这个男子显然地位极高 跟他比起来 灵欢算个屁啊 可这还没完 今天的天字一号别墅分外的热闹 只见山间小路上 又走上了一老一少两个人 老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年轻的则是一名亭亭玉丽的女子 等走到镜前之后 灵欢罗静这些人都傻了 来的居然是华行语 和华亭亭这爷孙二人 在北疆的医学界 人家算是宗师级的人物 这爷孙二人 静止从这群人身边走过 好似他们都是一团空气一样 而后华行语冲薛安一拱手 神态恭敬的像是个学生一样 见过薛先生 全场一片死寂 包括刚刚疯狂嘲笑薛安的人 此刻都觉得 好像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一样 灵欢更是打了个冷战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从始至终 薛安的嘴角 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原来 那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啊 而这时 秦宇转头看向灵欢 冷冷道 你刚刚说谁来着 声音中的寒冷 让灵欢一哆嗦 赶紧结结巴巴地说道 秦秦小姐 我实在不知道 这位就是老爷子是秦 秦宇上前一步 冷声贺问 这别墅 本就是我们秦家 无条件赠与薛先生的 你又算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质问 灵欢被问得张口结舌 只能呐呐地说道 我我错了 秦宇柳梅倒数 还想说什么 薛安却摆了摆手 算了 灵欢和罗靖等人 如文添籁 看来这个家伙 还是挺好说话的嘛 灵欢心里暗自庆幸 既然都知道错了 那还费什么话 让他们跪着下山吧 薛安淡淡地说道 跪着下山 灵欢和罗靖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这座山虽然不是太高 但要是跪着下山 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到的 薛安说完这句话 便领着薛想薛念 转身进屋了 唐薛儿深深看了一眼 这群所谓的同事 转身刚要离开 薛儿 求求您给薛先生求个情 这要是真跪着下山 我可怎么办 罗靖居然还好意思 找唐薛儿求情 是啊 薛儿 好歹咱们都是同事 何必闹得这么僵呢 很多人连声附和 唐薛儿轻力脱俗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厌恶 闹得这么僵 那我问你 一见面就对我跟薛先生 冷嘲热讽的是谁 众人哑口无言 唐薛儿又上前一步 盯着罗靖和林欢道 口口声声说 薛先生是穷光蛋的 又是谁 罗靖和林欢都慌了 尤其是罗靖 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一再地针对唐薛儿 就是因为吃准了这个女孩 脾气温柔 他认为 不管自己怎么样 唐薛儿都不会报复的 可现在他知道 自己错了 错得很离谱 唐薛儿转身也走了 秦渝冲着林欢淡淡地说道 我记得 你好像是姓林对吗 云梦别愿 不欢迎你了 秦渝扔下这句话 也走了 林欢颓然地瘫软在地 他知道 自己完了 不是因为那套房子 而是因为秦渝的态度 自己家在北疆 虽然算是不错了 但跟龙太集团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现在自己饿了秦渝 那就意味着 林家在北疆的所有生意 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都怪他 林欢的心中 突然升腾起无名之火 将一切的责任 都推到了薛安身上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一开始不显露出来 害得自己 最后成了这副模样 对 都怪他 林欢心里想着 脸上浮现出无比怨毒的神情 还让我们跪着下山 真是笑话 我凭什么跪着 林欢想着 转身往山下走 可走出没两步 就觉得一股距离 压在了肩头 扑通一下 他就跪在了地上 不管如何挣扎 都不能站起身来 不但是他 罗靖 以及刚刚几个嘲讽的 最为厉害的人 都觉得一股距离袭来 然后跪在地上 无法动弹了 其他人全都面面相去 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惊恐 这是什么手段 最终 林欢和罗靖等人 真的是一步一步跪爬下山的 而此刻 在屋中的薛安 正静静地听话行语 讲述一件事 就见话行语神情凝重 薛先生 我在海外的一个朋友 上午给我传来了一条消息 是关于您 哦 什么消息 指天老人与林已经出山 准备不日回国 然后参加四年一度的舞蹈大会 指天老人 情缘浑身一震 然后脸上献出骇然的神色来 情缘有些不解地问道 爷爷 指天老人是谁啊 情缘面色凝重 那是三十年前 纵横四海 未逢过对手的爵士高手 只是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听说已经死了 没想到还活着 话行语苦笑道 非但活着 而且活得还很好 还交出了两个徒弟 一个叫刘寿 一个叫于庆 这两个名字 让屋子里为之一静 只有薛安不为所动 面色淡然地坐在那 似乎讲述的 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话行语接着说道 这次雨灵出山 就是为自己两个徒弟之死 他已经放出话去 要在这次的五道大会上 会议会杀了他徒儿的人 那又如何 薛安淡淡地说道 话行语顿了顿 然后说道 薛先生 您虽然身具不是职工 可这位雨灵 也不是一般人 三十年前 我曾见过他一次 那时候的他 就已经踏入了逍遥 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 很多人传言他已经一只脚 迈入了天人之境 天人 这个称呼 本身就带着魔力 虽然都说 一入逍遥变为先 但只有进入天人 才算真的进入了 不可知的境界 从古至今 能踏入逍遥者 如天上繁星 可能进入天人 静者寥寥 这就说明 能迈出这一步很难 屋里的众人 都被话行语的描述所震慑 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而就在这时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 爸爸 什么是天人 能吃吗 不用看就知道 这次发问的是薛念 薛安哑然失笑 天人啊 天人就是用来 让我一拳打抱的 这句话 让话行语都惊住了 然后薛安环视全场 看到了秦源等人脸上的忧虑 不禁淡淡一笑 既然他要来会会我 那正好 我也想见识见识一大把年纪 才一只脚踏入天人的所谓高手 到底有多高 说这话时 薛安语气中 蕴含着无比强大的自信 让一旁的话听听 不禁有些目眩神谣 话行语却有些忧虑 他总认为 虽然薛安的舞蹈修为深不可测 可跟成名已久的指天老人这样的存在 还是有些差距的 对了 这次的舞蹈大会 在哪里举办 薛安问道 话行语和秦源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一口同声地说道 轻忙 薛安一挑眉 轻忙 嗯 这舞蹈大会 本来就是不固定的 今年轮到北疆后 因为市区总归有诸多不便 所以便放到了青芒镇那 而且 那里算是个旅游景点 可以带动更大的名气 话行语说道 薛安点点头 那好 到时候便过去看看吧 而在此刻 位于M国唐人街上 一栋古香古色的房子中 雨林正在喝着茶 老鱼头 真没想到你还能出山 坐在对面的 是个胡子花白的老者 再不出山 我的徒弟就被杀绝了 雨林冷声道 老者一正 然后叹了口气 我都听说了 于青那小伙子死的是可惜了 于家知道了吗 雨林摇了摇头 暂时还不清楚 等我手扔了凶手 便去领南见于家的人 老者点点头 需要回中帮忙吗 雨林摇了摇头 老鱼头啊 现如今这个时代日新月异 你也得当心啊 雨林傲然一笑 手突然一指 离着他们足有十几米远的一堵钢筋混凝土墙壁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孔洞 无声无息间出现的 就好像一开始就存在的一样 老者瞪圆了双眼 激动地说道 你终于踏出了那一步 雨林点了点头 老者叹了口气 真羡慕你啊 当初我若随你入山 没准现在 也能得大自在 天人便有三百年寿命 所以也被世俗称之为大自在 武道论坛乃是华夏武道界最为权威 也最知名的一个洛论坛 很多修武之人都会在上面交流心得 甚至偶尔的 还会有真人乃至逍遥的高手 来论坛上面指点迷惊 不过更多的时候 这个论坛里最多的还是这类问题 我明天去华山旅游 在悬崖上蹦下去后 会不会得到武功秘籍 在线等 挺急的 一楼 沙发 二楼 我觉得可以 不过听说这些高人们都脾气古怪 所以 你跳之前最好脱光衣服 这样成功几率大显 三楼 要是发问的人是个女的呢 四楼 那就求视频 五楼 同球 这些逗逼问题 也让很多人没事 就来武道论坛上闲逛 今天 李强习惯性地打开武道论坛 准备水一会 可今天的武道论坛 似乎有些异样 在最顶端 赫然是一个加精加量的帖子 四年一度的武道大会即将召开 天交榜将要重新洗牌 点进去后 里面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二楼 这次不抢沙发 天交榜上的师父们 谁能可怜可怜我 将我收走吧 三楼 我呸 楼上真是厚颜无耻 但我想说 带我一个 四楼 吃得少会暖床 球带 李强不禁一笑 他知道 四年一度的武道大会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重新排列 天交榜的排名 天交榜 乃是天下武道界公认的一个榜单 上面有一百人 这一百人 无意不是舞者中的佼佼者 这次 不知道又要出现多少新的高手 又会有多少老人 被无情淘汰 李强正在感叹 突然一个帖子 以火箭般的速度 窜上了头条 失踪三十年的 指天老人 重新出山 武道大会之上 要首刃杀徒之人 指天老人 这是谁 李强疑惑地点进去 然后发现 很多人都很疑惑 不过很快 就有版主回复了 版主 指天老人 乃是三十年前的顶尖高手 当时便是逍遥静的高手 曾经位列天交榜第三 后来失踪了 三十年未见踪迹 却不想这次出山了 同时有人回复到 刚刚得到消息 指天老人的徒弟 叫做于庆 这个消息 让众多有未知震惊 于庆 位列天交榜上第四十二名 这个名词虽然不高 可只要能入天交榜 就不是一般人 到底是谁 居然能杀了于庆 并且 惹得久已不出江湖的影视高手 重新出山 与此同时 还不停地有老一辈的舞者 开始科普 这位指天老人的厉害 渐渐地 很多有开始一边倒的倾向于指天老人 甚至还有人开始嘲讽这位 杀了于庆 却不敢露头之人 没准是用什么卑劣的招数获胜的吧 没准是 要不就是用枪 我也觉得不对劲 不然能杀得了这样高手的人 为什么一直生命不鲜 这些猜测 让形势越发地对薛安不利 可有一个人却看到了 并且义愤填膺地站出来 开始替薛安说话 这个人 正是谭东的女儿 谭小雨 她看到那些重伤薛安的话后 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对于薛安 现在的她 是极为服气的 所以 忍不住开始敲击键盘回复道 我是杀于庆之人的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位高手只用了一拳 便将于庆击杀 这一下 算是捅了马蜂窝 很多人开始冷嘲热讽 一拳 楼上的 怕不是在做梦 就是排名42的高手 有人能一拳击杀 呵呵 又一个不吹牛会死的 谭小雨气的脸都红了 又敲击道 不信 那好 我们打个赌 这次的武道大会 我赌我的朋友赢 输了的话 我我裸奔 有的回复瞬间暴涨 天 刚看了看 居然是位小姐姐 同看了 头像虽然模糊 但绝对有八分以上 瞬间对这次的武道大会 更期待了呢 立以贴为正 火前流明 落上因为这次的武道大会 掀起了滔天巨浪 但这些风波 薛安压根就不知道 她现在每天的任务 就是带着两个女儿 去湖边钓鱼 然后回来花样翻新地做鱼吃 今天 她坐在湖边 两个女儿正兴致勃勃地 在旁边挖沙子 不过这种难得的安逸 很快就被打破了 谭小宇神情名重地走了过来 她是问了情愚后 才知道薛安在云梦湖边 等到了之后 才发现薛安正 悠哉悠哉地钓鱼呢 薛先生 谭小宇低着头 恭敬地说道 薛安抬头看了她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找我有事吗 谭小宇咬了咬牙 然后说道 薛先生可知道 现在上因为你的事 已经天翻地覆了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摇了摇头 怎么了 谭小宇将事情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薛安听完了淡淡一笑 不置可否 谭小宇却有些着急了 薛先生 我父亲说您一身修为 可以通神 可毕竟这个指天老人 不是一般人 您可得当心啊 薛安点点头 还有其他的事吗 谭小宇突然有些恼火 自己好心好意地过来提醒 没想到薛安一脸 无所谓的表情 薛先生我觉得 您最好能出面回应一下 不然会让舆论 对您越发的不利的 薛安却好似没听到 反而看着眼前 这烟波浩渺的云梦湖 你看这湖大不大 薛安突然问道 谭小宇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很大 那你说 我这一干 能不能将所有的鱼都吊起来 谭小宇不明白 薛安想干什么 但还是摇头道 怎么可能 薛安淡然一笑 手握住吊杆 轻轻地一提 本来平静的湖面 突然开始沸腾 然后随着薛安慢慢往上提 无数条鱼 犹如被一只无形的巨手 拖住一样 逐渐浮出了水面 然后漂浮在了空中 这一幕 让谭小宇的呼吸 都为之停止了 而这时候 谭小宇才看清 薛安的吊杆上 压根就没有余线 薛安淡淡地说道 你们看他厉害 可在我眼里 他就如这云梦湖一样 虽然看起来很大 但还是太小了 离舞蹈大会 还有三天的时间 可青芒小镇 已经热闹起来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舞者 以及舞蹈爱好者 全都蜂拥而至 就为了看一看 尤其今年的舞蹈大会 还有着影视高手 重新出山 替徒儿报仇的噱头 更是引来了 很多人的好奇 此刻的青芒镇 行走在大街上的 一个不起眼的老头 可能就是一位 成名已久的舞蹈高手 各处旅馆酒店 更是全都爆满 老板们乐得眉开眼笑 恨不得每天 都是舞蹈大会才好 此刻 在越来酒店门前 缓缓停住了一辆路虎 然后从上面下来了 一男一女 这两个年轻人 全都衣着光鲜 神情巨傲 男子抬头看了看这酒店 有些轻蔑的一笑 算了 找了半天 也就这家酒店 还算上点档次了 凑合着住吧 女孩长得挺漂亮 只是神情冷傲 文言微微一皱眉 然后点了点头 好吧哥 也不指望这破地方 能有什么好酒店了 这两人都是 来自省城 说话的男女乃是兄妹 男的叫石浩 女的叫石竹丽 此次来青芒镇 自然也是为舞蹈大会而来 石浩自幼 便跟随名师学习那家拳 一身舞蹈修为 极为深厚 石竹丽也不错 一身的咏春修为 在女子之中算是佼佼者 只差一步 便踏入真人之境 一行人走进大厅 正好薛兰在这里 见到来了客人 便走上前来 你们这最好的套房是什么 给我们来两套 石竹丽冷冷道 薛兰歉意地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现在只有标准套房了 而且只剩下了一套 十号看到薛兰 眼前便是一亮 没想到 在这穷乡僻壤之中 还有这样轻力脱俗的女子 石竹丽有些不满 傲然道 钱不是问题 我们必须要最好的套房 快去准备 薛兰还要说什么 宋义走了过来 二位 现在客房都爆满 并不是钱的问题 您看 石竹丽冷笑一声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 现在就去给我准备 否则我砸了你的店 石家在省城也算名流 石竹丽自幼便娇生惯养 形势十分的嚣张霸道 宋义的笑容渐冷 几位 这个恐怕不好吧 石昊这时候冷笑道 我妹妹说的没听到吗 爆满就让其他人离开 反正我们注定了 这时 越来酒店的保安 见有情况 便围了过来 石昊一脸傲然 毫不在乎 他此次来青芒镇 可是雄心万丈 准备杀入天骄榜的 而且他自信 自己有这个实力 在省城 他打过很多的地下擂台赛 战无不胜 有金男小拳王的称号 所以对这些保安 他不屑一顾 就在气氛陷入紧张的时候 门外又来了一支车队 全是溢水的黑色奥迪 停在酒店门口后 从上面下来了一行人 等进了大厅 薛兰眼前便是一辆 急忙迎了过去 小安哥 来的人 正是薛安谭小雨 以及话停停一行 秦宇本来也想来 可临时有些事走不开 所以只得作罢 见到薛兰后 薛安微微一笑 两个小丫头 则一口同声地喊道 蓝宜 宋义也走了过来 十分恭敬的一弯腰 见过薛先生 这算是将十号一行人 给晾在一边了 十号盯着薛安 神情阴沉下来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这么大阵势 而且陪在他身边的女人 可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十号看得都有些眼花缭乱了 心中不禁更加的不满 看他身形单薄的 自己一拳就能击飞了 估计连个舞者都不是 凭什么这么多美女 都陪在这个小子身边 不过谭小雨 却注意到了石竹丽 不禁惊讶到 你是竹丽 石竹丽先是一愣 然后也认出了谭小雨 谭小雨曾经在省城的舞校 待过一段时间 和这个石竹丽 还曾住过一个寝室 所以自然认识 不过两人的关系 谈不上多好 但能在这里遇见 倒是有些意外 石竹丽娇精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小雨 你们这是 哦 这是我父亲 还有婷婷妹妹 我们来自然是来看热闹的 谭小雨刻意没有介绍薛安 因为她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在查 到底是谁杀了于庆 所以薛安的身份 最好少被人知道的比较好 原来是镇北武馆的谭馆长 石浩道也知道 镇北武馆的名头 但也只是轻描淡写的 一拱手而已 房间都安排好了吗 薛安这时候问宋毅 宋毅点头 薛先生 我知道您要来后 便都安排好了 特意给您留下了一套总统套房 方便您和两位千金住 薛安点点头 这个宋毅做事 倒是滴水不漏 可正要上楼 石竹丽有些恼怒地说道 你们不是说 没有总统套房了吗 凭什么他能做 这个质问 让宋毅的神色 变得难看起来 想当年他在中都 也是风云人物 多少首长大权的大人物 都对他毕恭毕敬 现在却被一个黄毛丫头呵斥 这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因为他是这里的老板 有问题吗 宋毅冷声道 石竹丽还想说什么 谭小宇为了不将事情激化便说道 算了算了 再给你们安排一套便是了 石浩则冷冷地看了一眼 上罗儿去的薛安 从始至终 薛安都没看他们一眼 因为在薛安看来 这二人连被自己注意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在石浩看来 这倒像是薛安怕了 估计就是个穷乡僻壤之中 手里有几个钱的土鱼而已 倒是他身边的女子都长得不错 比如那位华婷婷 充满了知性美 石芬和石浩的胃口 想着想着 石浩便打定了主意 等回到房间后 石浩便问自己的妹妹 这个谭小宇和你关系怎么样 石竹丽摇了摇头 一巴而已 那晚上邀请他出来吃顿饭吧 石竹丽有些疑惑 哥 你该不会看上这个谭小宇了吧 石浩嘴角浮现出一丝傲然的笑容 玩玩而已 他父亲不过是个正备武馆的馆长 跟我比 还不够资格 当谭小宇接到邀请后 不禁有些犹豫 他跟石竹丽没什么深交 可对方既然邀请了 不去的话 也有些不好 而且石竹丽说了 最好大家都去 谭小宇跟薛安一说 薛安倒是无所谓 反正还有三天的时间 如果这三天都窝在酒店里 自己倒是没事 可两个小丫头 估计受不了 那就去吧 薛安淡淡地说道 薛安既然说了 那话听听 当然也没意见 等到晚上的时候 青芒镇更是热闹非凡 舞者都是不拘小节的 尤其在吃饱喝足之后 更是容易出现各种争端 所以当薛安等人 行走在大街之上时 走不了几步 便能看到打架的 但这些人 一般都是歇会歇拳脚的普通人而已 打起来后 也没什么人为观 倒是薛想和薛念很是好奇 一直在四处观看 毕竟走在大街上的人 什么装扮的也有 有穿着中山装 拎着双截棍的 也有穿着日本和服 头戴斗笠手抱日本刀的 甚至还有几个 光着膀子的大汉喝醉之后 肆无忌惮地 在大街上摔跤的 这些情景 让两个小丫头 还以为来到了马戏团 薛安一直微笑地 跟在两个小丫头身后 陪着他们左看右看 这让石株丽心中 更加的不屑 毕竟薛安的这种表现 好似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石浩已经提前 在青芒镇最大的饭店 青竹居预定了包厢 等到了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青竹居的三楼 包厢临界的窗户开着 可以遥遥地看见 远处的青芒山 山峰袭来 让所有人为之一阵 觉得眼界开阔 心旷神疑 不过 这间包厢的价钱自然不菲 上菜之后 石浩频频对谭小雨 和话亭亭大献殷勤 唯独没有理会过薛安 这让谭小雨颇为尴尬 不时地看向薛安 但薛安并未在意这些 一直在专心地 给两个小丫头加菜 话亭亭却应对自如得多 她好歹也在社会中经历了几年 自然看得出 这个石浩没怀着好心 不过 她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 因此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淡然应对 可石浩却愈发地 被话亭亭的言谈举止所吸引 说到兴起 便提起了这次来青芒镇的目的 石浩借着三分醉意 一脸豪气地说道 我此次来 就是为天交榜而来 天交榜 谭小雨的神情 也不经移动 石浩接着说道 四年一次的舞蹈大会 本就是年轻一辈成名的好机会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最少也能杀进天交榜的前五十 这话说得有些大了 不过话听听 还是点了点头 那便祝您旗开得胜 石浩志得意满地喝下这杯酒 然后故意看向薛安 这位朋友来 舞蹈大会是要干什么 席间安静下来 很多人都看向了薛安 石浩立的眼神中有些不屑 他刚刚已经仔细观察过了 这个男人肯定没学过舞异 因为他的手纤细白净得 好似个女人一样 哪个舞者的手 不是粗糙宽厚 比如自己哥哥的手 因为常年席练大开杯的舞异 已经变形了 这就是习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薛安这时候放下筷子 淡淡一笑 我 没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带着孩子玩玩也 这话出口 石浩脸上闪过一丝不屑 然后都懒得去看薛安了 花小姐 明日选拔赛 我便要上场比试了 到时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看看 比如这位朋友 你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开开眼界 石浩志德意满地说道 薛安点点头 笑得有些意味不明 好啊 到时候一定去 这顿饭 石浩吃得十分畅快 尤其觉得和华婷婷的进展不错 最后带着醉意离开了 等回到月来酒店后 薛安领着两个女儿回去睡觉 华婷婷回到了屋中 谭小雨和她住在一个屋 婷婷姐 今天那个时候 估计是对你有意思啊 谭小雨笑道 华婷婷一皱眉 不屑道 一个蠢货罢了 我只是出于礼貌而已 没想到却得寸进尺了 那明天的比赛 去看她吗 华婷婷沉音片刻 薛先生去吗 谭小雨想了想 那得看两个小丫头的意思了 你没看出来吗 薛先生是个女儿奴啊 女儿奴就是用来形容 可以将女儿宠到天上的那种父亲 用在薛安身上倒也恰当 华婷婷不禁也有些玩儿 眼前则浮现出 那天在秦家 她第一次见到薛安的场景来 那个副手而立 神情淡然的男子 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华婷婷的梦境中 所以 这次来轻忙 她毫不犹豫地 也跟着来了 不过她也为薛安感到担心 听闻这次寻仇而来的人 乃是不识出的高人 薛先生说 只是带着孩子来玩玩 事情能有那么简单吗 华婷婷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只是她 包括薛兰 以及宋义在内的人 都有些担心 比如现在 宋义便在薛安的房内 神情凝重地说道 薛先生 这个芷天老人 可不是一般人 虽然她隐世三十年 生命不鲜 可我估计 她现在的实力 最少也能位列天骄榜前五 薛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突然淡淡地说道 我看薛兰的举止 似乎是在休息舞蹈 宋义一正 然后赶紧低头说道 薛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本来不想交给蓝小姐的 可她十分执拗 说什么也要学 无奈之下 我只好交给她一些基础的东西 说着 宋义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她现在对薛安 可谓静若神明 生怕在因为这件事 而饿了薛安 薛安却只是点点头 行了 我也没怪你 她既然想学 你就交点给她吧 是 宋义连忙点头 看起来 你似乎快要突破真人境 即将踏入逍遥了 是 宋义一惊 这些日子 她可没有荒废 一直在勤修苦练 前两天开始 她便隐约感觉到了瓶颈 这说明 她的一只脚 已经触碰到了逍遥的门槛 只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没想到 被薛安一眼 便看出来了 既然如此 那我便祝你一臂之力吧 说着 薛安猛然一抬头 眼中神光大胜 宋义就觉得浑身一震 然后眼神逐渐变得迷茫起来 啪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宋义身上的气势迅速开始暴涨 而本来苍老的面容也开始恢复年轻 很快 她便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 变成了三十多岁的模样 等宋义的眼神恢复清明之后 她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毕恭毕敬地说道 多谢薛先生成全 日后 宋某愿为薛先生赴汤蹈火 绝无二话 宋义之所以如此激动 是因为薛安现在的手段 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能力 随手便助人提升境界 这得是何等修为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那简直会引起轩然大波 要知道 卡在逍遥进门槛上的人数不胜数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存尽 薛安挥了挥手 行了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看你人还不错 便顺手帮一下 而且 兰儿我没时间管 你就多教教她吧 是 宋义低头恭敬地硬道 第二日 五道大会的选拔赛开始了 所谓的选拔赛 就是没有进天交榜的青年才俊们 需要通过选拔之后 才有资格向天交榜上的人发起挑战 擂台早就已经搭好 就在青芒山脚下 十号带着妹妹以及几个跟随 来到了擂台下 十号面色沉静 心中满是自信 石竹丽对自己的哥哥也充满了信心 正在台下准备的时候 薛安带着孩子 以及华婷婷和谭小雨谭东等人来了 十号一见到华婷婷来 精神就位之一震 朗声笑道 华小姐 谭馆长 华婷婷不动神色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谭东则对自己的女儿道 这个时候气势沉稳 看起来应该已经踏入真人境了 这么年轻倒是十分难得 谭小雨没有说话 而是在看薛安 她想看看薛安什么态度 可薛安一直在跟自己的两个女儿 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如果此刻有人听到这对妇女间的谈话后 一定会啼笑皆非 爸爸 这些人在干什么 好奇怪 薛想说着 指着那些正在热身的舞者们 薛安一笑 他们在热身 热身 能吃吗 薛念立马说道 薛安捏了捏薛念的小脸蛋 宠溺地笑道 你呀就知道吃 那为什么要热身呢 因为他们一会要打架 打架前总得热热身的 不然打起来后 容易输 薛安只有在面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时候 才会这么有耐心 哦 两个小丫头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 然后又问道 爸爸 那为什么要打架 因为他们嫌得慌呗 薛安淡淡地说道 选拔赛开始 因为人数众多 所以都是十对十对的同时进行 赢了的继续 输了的淘汰 这些舞者之中有本领高强的 但也有很多烂鱼冲术的 这一比起来 自然引来了很多笑声 不过越到后面 比试就越是真实和残酷 终于 轮到十号上场了 对阵十号的 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力量型舞者 不过十号一脸的无所谓 还十分装逼地 冲对方勾了勾手 这舞者被激怒了 上来就拼尽全力 可无奈 他跟十号的实力差距很大 没几招 便被十号一脚踢翻 下面的十竹力 一阵地欢呼 十号颇为得意地 看向华婷婷 却发现 华婷婷的注意力 根本就没在台上 而是正跟薛安说着什么 这让十号的面色阴沉下来 不禁又是一脚踢出 咔嚓一声 这舞者便被十号 一脚踢断了几根肋骨 这一下 让很多人都对十号怒目而视 可十号却毫不在意 并在后面的比赛中 出手越发狠辣 很快便杀出了选拔赛 赢得了明天 向天交榜上高手挑战的资格 获得胜利后 十号洋洋得意地 看向远处 心想 这次你们还不震惊 但一眼望去 却根本没看到华婷婷等人 只能摇摇地看到 薛安和华婷婷等人的背影 走走了 十号的神情变得无比阴沉 在省城 他走到哪里 都是众人的焦点 天之焦子般的存在 可等来到这里后 不管自己怎么表现 却好像都不能取代 那个带着孩子的男子 等明天 明天我杀入天交榜 然后我再收拾你 我要当着这些女人的面 让你跪在我面前 十号恨恨想到 而在此刻 远处的一栋楼顶之上 一男一女两个人 正站在上面 看着远处的擂台 这届的新选手们 实力好强啊 男子微笑着说道 女子一张俏丽的脸蛋上 满是冷漠 过了片刻才冷声道 不过都不是我的对手 男子叹了口气 我真搞不懂 你这样的女人 本来应该每天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为什么整天板着脸呢 女子看了她一眼 再废话 信不信 现在我就让天交榜上 少一个人 男子闭上了嘴巴 没错 他们两个 都是天交榜上的高手 一个是排名37的 血蝎子冷云 另一个则是排名38位的 一笑剑孔散 冷云看了看 远处擂台上的十号 这个人用的是那家拳 有几分火候了 算是个劲敌 不过不足为据 但冷云总是觉得怪怪的 因为他的直觉 感到了一股深深的不安 似乎有一双眼睛 正高高在上地 俯瞰他们所有人一样 这种直觉 让冷云浑身不自在 他这些年来 为了磨练自己 一直在中东等地区 做杀手 而这种在血与火之中 磨练出来的直觉 就过他很多次 所以绝对不会错 那又会是谁呢 尤其这股淡然 而高高在上的气息 让冷云从灵魂深处 感到了恐惧 即便是面对 天交榜前三的高手时 他都没有如此惧怕过 孔散这时候说道 这个男人 明天交给我了 冷云看了他一眼 然后往前一迈步 直接从四层楼高的楼顶 跳了下去 孔散有些尴尬 紧随其后地跳了下去 喂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好歹我也是 排名三十八的高手啊 那你也在我后面 就差一位而已 那也是在我后面 能不能说点别的 你排名三十八 五道大会 终于要正式开始了 经过三天的选拔 一共有三十人脱颖而出 他们将有资格 向天交榜上的高手 发起挑战 等到了这一天 山脚下的擂台前 早早地就挤满了人 而且 这次的擂台 经过了重新改造 变得更加结实和牢固 毕竟这次在上台 不光论胜负 而且绝生死 那不是天交榜上排名十九的 泰拳王陈通吗 他也来了 天哪 天交榜上排名第八的 翻天棍皇府天也来了 他这种级别的高手 往年根本不露面的呀 还有乐华仙子相兵 一笑剑孔散 谢蝎子冷云 这都是排名 极为靠前的高手们 今年的五道大会 这是怎么了 随着台下一阵阵的惊呼 今年的五道大会 逐渐拉开了帷幕 当薛安来到看台的时候 人已经差不多都到齐了 很多大富翩翩的男子 坐在看台的椅子上 身边往往还陪着一名 长相漂亮的女秘书 这些都是来自各地的富豪 毕竟能位列天交榜的高手 每一个背后 都有深厚的背景和视力 所以 这次的五道大会 不单纯是舞者的集会 还关系到了天亮的利益 而薛安的到来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不过大多数人在观察到 薛安衣着普通气势平平 并不像什么舞者高手后 便没什么人对他感兴趣了 薛安环是全场 正好看到十号正坐在后面 不过他此刻正全身贯注地 对身旁一名穿着脆色衣裙 气质高雅的女子大献殷勤 小仙子 当初我随着我师父 曾经拜访过你一次 没想到今天能在五道大会上 再次见到你 这女子便是被人称为月华仙子 在天交榜上 排名十八位的相兵 相兵神情淡然 并未太多在意十号 往年的五道大会 他都不会来的 只是这次 指天老人的重新出山 让他来了兴趣 便过来看看热闹 薛安的到来 他也看到了 不过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发现并不是什么舞蹈高手后 便不再注意 反而将目光投向 薛安身边的薛兰身上 咦 这个女孩气质纯净 倒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相兵眼前一亮 十号注意到了相兵的眼神 转头一看 发现是薛安 神情便阴沉下来 但看到华婷婷也来了 十号又恢复了笑容 站起身来说道 华小姐 这边 华婷婷本不想搭理这个十号 可薛安却静止走了过去 华婷婷和谭小宇互相看了一眼 只好跟在后面也走了过去 华小姐 快坐 十号十分热情地招呼着 然后介绍道 这就是月华仙子相兵 听闻这个名字 谭东等人不禁赫然色辩 天交榜排名十八位的高手 居然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子 看到众人震惊的表情 十号心中颇为得意 然后对相兵谈笑道 向仙子 这位就是华婷婷华小姐 她爷爷便是名满北疆的华神医 这位是镇北武馆的谭馆长 相兵摆了摆手 阻止十号继续往下说 然后看着薛兰淡淡的道 小姑娘 可有兴趣随我修武吗 这句话 让周围的人全都惊住了 月华仙子 这是要收徒了 一旁的石竹丽 更是极度的眼睛都发烂了 凭什么 凭什么是她 一个山野少女罢了 哪点比得上我 而谭东和谭小雨 也是心中一震 尤其是谭东 她深知 这位月华仙子的厉害 不禁也有些惊疑 可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有些害羞的薛兰 居然坚决地摇了摇头 没有兴趣 这句话让相兵 也有些出乎意料 不禁淡淡地说道 小姑娘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薛兰继续摇头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就算我要修武 也只会跟着小安哥 小安哥 众人一愣 然后看向了薛兰 莫非说的是她 可这个男子 一点出奇之处都没有啊 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 相兵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 不禁冷哼了一声 小姑娘 你可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薛兰坚定地说道 石浩和石珠丽 偷偷对视了一眼 然后满心地欢心 这下好了 让月华仙子记恨上 薛兰和这个小姑娘都完了 相兵又深深看了薛兰一眼 发现这个男子 除了十分沉稳外 确实没什么出奇之处 便面若寒霜地看向了擂台 薛兰淡然一笑 并未理会这个所谓的月华仙子 区区一个刚踏入逍遥境的女子而已 居然自称仙子 真是可笑 但谭东却有些忧虑 等坐下后 他悄悄在薛兰耳边说道 这个月华仙子出了名的小气 刚刚的事显然已经记恨上了 薛先生得多加留神 薛兰点了点头 此刻舞蹈大会终于正式开始 十号整理衣服 信心十足地上了场 他成绩算是中流 所以排在了前面 而他要挑战的 则是排名天交榜88位的一名男权高手 这两人的比试开始后 薛兰只看了两眼 便不再理会 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出 这名男权高手 虽然功夫不错 可显然不是十号的对手 果然 没过几分钟 这位男权高手 便被十号一脚踢下了一台 然后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就此身亡 场下不禁一阵骚动 十号一脸得意地站在台上 然后有裁判 宣布了比赛结果 十号获胜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 进入了天交榜 石竹丽自然大喜过望 然后狠狠瞪了薛兰这边一眼 心中想着 等大会结束 就收拾你们 十号更是站在台上 摇摇地冲薛兰 比划了一个歌喉的手势 可想象中的惊慌失措没有出现 有的只是薛兰眼神中的那一抹嘲弄 十号心中冷笑 我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比赛继续进行 因为事关巨大的利益和荣誉 所以没人敢放水 动辄便是杀招 残酷的比试 让很多看热闹的人 脸色都有些发白 终于 新选拔出来的五折挑战完毕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失败了 而失败的代价便是死 鲜血将擂台都染红了 但所有人都知道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因为即将出场的 将是排名前50的天交榜高手的对决 第一个上台的人 让台下一阵嘀嘀的惊呼 陈通 是泰拳王陈通 听说 这位陈通练习的 乃是最为残忍的古泰拳 并且获得了密法传承 和他对阵的人 不死极惨 这一下有热闹看了 他要对阵谁呢 陈通是个身材矮小的男子 赤膊穿着一件马甲 露出了如铁一般的肌肉 他站在台上 冲着看台上的相冰微微一笑 月华仙子 八年前我息败于你 现在我们再论高下 看台下的目光都看向了相冰 相冰冷哼一声 豁然起身 然后脚尖一点地 整个人如蝴蝶般 便先飞下看台 就这一手 便让很多人喝了一声彩 然后相冰走上擂台 看着陈通道 陈通 你还是不死心吗 陈通看着相冰 那纤细的腰肢填了填嘴唇 宁笑道 若是你肯跟了我 那我便不再计较了 痴心妄想 相冰怒吼一声 然后便一脚踢出 陈通一闪身 躲开了这一脚 然后宁笑道 小娘子 你真以为八年前 我是鸡不如人吗 只是当时我怜香西域罢了 现在便让你 见识见识泰拳的厉害 说着陈通 有如八爪鱼一般 膝撞肘肌 无所不用其极 开始的时候 相冰还能还手 可片刻之后 便被逼入角落 只能招架了 眼见的就要落败 相冰的脸上 闪现出惊慌之色 就在这时 有一人突然冲入战团 然后一手挡住了 陈通的拳头 另一只手 则挡住了相冰的攻击 都给我住手 此人沉声道 而与此同时 台下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是皇甫天 他也出手了 陈通一见是皇甫天 脸上献出一丝惊疑 然后说道 皇甫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皇甫天微微一笑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管管闲事 说着冲相冰一笑 陈通心中一沉 知道皇甫天 这是在偏袒相冰 可他也明白 自己的实力 和这位皇甫天 相差甚远 如果动手的话 自己根本没有胜算 所以陈通只能暗自咬牙 然后退到了一旁 相冰此刻盈盈下败 感激地说道 多谢皇甫大人 皇甫天的眼睛 一直没离开相冰的身上 听到致谢 不禁黑黑一笑 月华仙子 果然名不虚传 依我看 陈全王和你 也就是伯仲之间 这舞也就不必比了吧 可有人有意见吗 皇甫天淡然地 看了台下一眼 没人敢说什么 天交榜排名第八 这个名次 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可就在皇甫天 一脸得意地转身 刚要说话的时候 远处的青芒山顶隐隐传来了轰隆隆的声响 众人转头看去 然后便看到了惊世骇俗的一幕 就见有一人自高耸入云的青芒山之上 踏空而来 此人一边行来一边迎道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 贤人扶窝顶 结发寿长盛 声音激扬似野 让人听了 头皮都为之发麻 并且 此人看似行不缓慢 可在眨眼之间 便到了山脚之下 这等惊世骇俗的出场 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皇甫天 更是满脸的惊骇之色 只有到了他这个境界的人 才明白 这个鹤发童年的老者 到底有多恐怖 踏空而来 这可是只有进入天人之境的人 才有的神通 他莫非便是 而台下也有资历丰富的老人 见到来人后 便骇然出生 他便是指天老人羽灵 是羽灵 所有人都不禁倒抽 一口冷气 传闻果然是真的 这位指天老人 真的已经迈入了天人之境 从此之后 寿援五百 得大自在 羽灵落于擂台之上 神情淡漠地 看了看皇甫天等人 你们便是当今天交榜上的高手 皇甫天和相兵还没说什么 陈通已经冷笑到 哪来的糟老头子 后面的话没说完 而且也没机会说完了 因为羽灵只是屈指一谈 陈通的脑袋便轰然爆掉 死尸栽倒在地 这一手惊世骇俗的本领 让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震惊 排名十九位的泰拳高手 居然连一招都没挡住 皇甫天和相兵也是心中骇然 而羽灵已经看向了两人 然后摇了摇头 太弱了 然后轻轻一指伸出 整个擂台之上便如同刮起了一阵狂风 皇甫天怒吼一声 还想反击 结果直接被轰下擂台 摔在地上 一时动弹不得 至于相兵倒是没被打下台 但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眼中更满是惊骇 下去吧 老夫不打女人 羽灵淡淡道 至此 这位指天老人一出场 不过两指便杀一位败一位 风头一时无两 相兵低头下台 连回头看一眼羽灵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他实在被吓傻了 陈通的本事要强过他 可陈通都没动地方 便被这个恐怖的对手 一指弹爆脑袋 自己上去 也是一样的送死 羽灵站在擂台中间 环视全场 微微一笑 老夫便是羽灵 我的徒儿于庆和刘寿 被人所杀 我这次来 便是要当着天下人的面 手刃仇敌 全场一片死寂 羽灵很满意这样的反应 淡淡地说道 所以 请问谁是薛先生 薛先生 很多人反应过来 五道论坛之上 曾经有人说过 杀死于庆和刘寿的 是一名被称为薛先生的人 他来了吗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石浩和石竹丽这兄妹二人 看着台上大显神威的羽灵 面色也有些苍白 被石浩敬若神明的月华仙子 连和人家动手的资格都没有 便被赶下了台 高高在上的翻天棍黄斧天 更是一招便被轰下了台 这样的存在 让眼高于顶的石浩 都为之站立 这个老者 强得简直可怕 而且他口中所说的薛先生 会是谁 石浩心中正在疑惑 忽然觉得身旁有人站了起来 他扭头一看 发现是薛安 不经一皱眉 这个家伙 还真是不知死活呢 没见现在全场无人敢言语吗 他还敢站起来 但接下来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让他以及周围所有人都愣住了 爸爸 这个老头说的 薛先生是你吗 众人纷纷看向说话之人 然后才发现 是一名粉雕玉琢般的小姑娘 而且 身旁还有一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姑娘 居然是一对双胞胎 很多人心中不禁想到 可爱是可爱了 但这也太坑爹了吧 石浩和石竹丽这兄妹二人 更是心中冷笑 心想看你这下怎么应对 但接下来薛安的举动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薛安微笑着摸摸薛想和薛念的头 淡淡地说道 是啊 所以 爸爸要上台去了 嗯嗯 那爸爸加油 薛想和薛念 一脸认真的说道 石浩差点没笑出声来 他是薛先生 就他能是薛先生 很多人都用或疑惑或不懈的目光 看着薛安 薛安迈不要下看台 薛兰却一脸惊慌地拉住了薛安 小安哥 薛安看了看薛兰 微微一笑 乖 等我回来 相冰这时候不禁心中好笑 还等我回来 你以为自己还能回得来吗 真是笑话 相冰认为薛安此去必死无疑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所以 在薛安一步步上看台的时候 有些人都在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不过外界的一切都无法干扰到薛安 他慢条斯理地下了看台 又一步步走上了擂台 而雨林则一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薛安 一直到他上台后 雨林才淡淡道 你就是薛先生 薛安摇了摇头 然后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确切地说 我叫薛安 不管薛安也好 薛先生也罢 我的两个徒儿 是死在你手里 雨林逼问道 薛安点点头 没错 是我杀的 底下一片哗然 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薛安看起来普通平凡 根本不像个高手 甚至都不像个舞者 这个小子 该不会是失心疯了吧 没准是想出风头想疯了 底下人议论纷纷 雨林的神情 却逐渐阴沉下来 来之前 我还以为这位薛先生 肯定是位了不起的高手 没想到 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么说来 我两个徒弟 都是被你用阴谋害死的咯 雨林阴侧侧地说道 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 毕竟于庆也算是天骄榜前五十的高手 居然死在这个看起来 手无腹肌之力的薛安手里 若说其中没有阴谋 谁都不信 可薛安却摇了摇头 你说于庆吗 他太弱了 只接了我两拳而已 数字干儿 雨林勃然大怒 相兵在台下 更是嗤之以鼻 冷笑到 自己找死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怎么 不相信 那不如换你来试试吧 我也想知道 你这个做师傅的 能接我几拳 雨林冷笑一声 好 很好 你成功激怒了我 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 一股凛冽至极的杀气 猛然从雨林身上散发出来 台下众人全都骇然色变 谭东 谭小雨 以及话婷婷等人 更是面色凝重 知道这个雨林厉害 可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可就在这近乎沸腾的杀气之中 薛安覆手而立 微微仰起头 看了看逐渐阴沉下来的天色 淡淡一笑 看 起疯了 雨林冷哼一声 右手缓缓举起 然后轻贺一声 指天一剑 一道似乎贯彻天地的白光 从雨林的右手激发而出 然后以泰山压顶之势 直奔薛安而来 气势之强 甚至让这坚固无比的擂台 都开始摇摇欲坠 这如同仙人般的一剑 让所有的舞者 都面色发白 很多人自问 若是对上这一剑 只能束手待毙 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可就在这惊涛骇浪的一剑之下 薛安却不躲不闪 甚至嘴角还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 然后就在剑气即将挨到她的头顶之时 薛安突然一抬手 伸出两根手指 夹住了这气势如红的惊天一剑 一边是雨林以气化作的长剑 另一边则是两根纤细修长的手指 这两者之间的反差 极为悬殊 甚至给人一种 下一秒这两根手指 就会化为积粉的错觉 可偏偏 雨林的这一剑 再也无法斩下去了 这两根手指 就好像两座大山 压制的剑气 根本无法寸进 雨林神情一致 薛安却淡淡地说道 虽然比你徒弟强 但还是太弱了 说着薛安手指一加 啪 一声脆响之后 这柄器件被生生夹断 然后化为了乌有 满座街巾 相兵更是豁然站起 不敢置信地看着台上这一幕 雨林眼中也闪过一丝惊疑 但还是冷笑道 果然有点本事 可你还是得死 说着雨林食指揭出 食道器件直奔薛安而来 速度之快 甚至将沿途的空气 都给激爆了 薛安却依然没动 雨林心中欢喜 因为这器件 眼见就要插入薛安的身体里了 他甚至都看到下一秒后 薛安浑身是血地 躺在地上的场景了 可就在这时薛安却抬起头来 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 淡淡地说道 现在该我了 说着 薛安轻描淡写地抬起右手 冷然道 看我一拳动天地 这是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一拳 慢条斯理 不慌不忙 可就是这样一拳 却让雨林面色大变 往后击退 与此同时 台下所有人都觉得 天地好似突然倒转了一样 全都齐齐 摔落在地 至于擂台 这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擂台 此刻已经被彻底翻转过来 至于雨林 狼狈不堪地退到远处 呼呼喘着粗气 同时用无比惊慌的神情看着薛安 刚刚是身为绝顶舞者的直觉 告诉了他薛安这一拳的恐怖 所以他才击退 如果退得稍微慢一些 现在他已经身死其中了 而与此同时 台下的冷云 看着台上薛安那傲然而立的背影 牙齿都在打颤 没错 就是他 自己在大会开始前 感受到的那股高高在上的气息 就是来自于他 冷云连迟疑都没有 转身就走 因为他知道 这个男人 不是他或者任何人可以匹敌的 这这是什么拳法 雨林甘声道 声音中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 薛安收回了拳头 微微一笑 还不错 居然能躲开我这一拳 但还不够 说吧 一股惊天的气势冲天起 整个青芒山似乎都在这气势下微微颤抖 雨林最后一丝侥幸也消失了 他终于明白 自己跟这个男人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而是令人绝望的差距 所以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一个纵步便冲天起 想要逃跑 薛安这时候 却神情淡然地说道 想跑 可惜 太晚了 看我杀神六师第二时 分阴阳 时间都在这一拳下停滞了 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薛安 和他这惊世骇俗的一拳 好似一片混沌的天地 被这一拳轰过之后 突然变得黑白分明起来 这就是薛安 曾为仙尊之时的无上秘书 杀神六师第二拳 分阴阳 半空中的羽灵 吓得亡魂皆冒 不由悲鸣一声 大喊道 先生饶 命子都没说出口 这一拳便已经到了境前 羽灵连挣扎都做不到 就被这放在仙界 也是志强的一拳 给轰卫了粉末 而后这一拳于是威胁 冲天而去 哄 本来遮蔽了天空的阴云 被薛安这一拳生生击散 方圆百里之内 阴云四散 一片晴空 春日的阳光洒落下来 照射在每一张木凳口袋的脸上 这就是仙人吗 有人近乎身影地感叹道 没有人回应 因为所有人都傻了 此时 薛安收回拳头 淡淡地扫视台下 没人敢直视他的目光 尤其是月华仙子相兵 以及十号石竹丽等人 更是静若寒蝉 此刻 相兵的心中满是自嘲和惊惧 自己刚刚还嘲讽 人家找死 现在看起来是自己找死吧 怪不得这位小姑娘 不肯拜自己为师 跟人家这样的天然手段比起来 自己什么都不是 至于十号和石竹丽这兄妹二人 已经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了 尤其是十号 从一开始就没瞧得起薛安 认为她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可现在被眼前的事实 将脸都给抽中了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薛安总是用关爱智障儿童的目光 看着自己 因为自己确实有些智障 薛安回到了看台之上 谭东站起身来 十分恭敬的一抱拳 薛先生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冲着两个女儿 笑眯眯地说道 爸爸厉害吗 嗯嗯 爸爸你好厉害啊 不过那个会飞的老头 去哪里来啊 薛想问道 薛安抓了抓脑袋 思考了片刻 才笑道 他可能是觉得 这里太无聊了 所以回老家了吧 走 爸爸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嗯嗯 薛念一个劲地点头 薛安领着薛想和薛念离开了 薛兰毫不迟疑地 也跟了上去 而很多人则用复杂的目光 看着薛安的背影 有些人本来试图过去攀谈的 可涉于薛安身上的气势 全都不敢过去 谭小宇深深地看着薛安远区的背影 这时候 谭东在他旁边叹了口气道 连天人都被薛先生一拳打抱 莫非他已经踏上了 后面的话谭东没说出来 可意思已经很明显 谭小宇默然不语 走吧 回酒店吧 谭东说道 谭小宇和华婷婷等人都离开了 一直到他们都走了 相斌和十号石竹丽等人 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十号强笑道 仙子 这个家伙 倒是挺厉害啊 相斌冷冷看了十号一眼 转身便走 他已经决定了 以后见到薛安 便主动退避三舍 因为 他惹不起 至于十号这样的人 他根本懒得搭理 十号自讨了个没趣 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 这时候 石竹丽才苍白着脸说道 这位薛先生 不会忌愤咱们 找咱们的麻烦吧 十号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然后有些惊恐地说道 我们现在就走 离开这里 赶紧回家 薛安带着两个女儿没回酒店 而是来到了大街上 在转了几个弯之后 来到了一处学校所在的街道上 这时候 学校并没有上学 街道上冷冷清清的 但还是有几处小摊在营业着 薛安来到了一处小摊前 颇为感叹地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离开七八年了 可这里还是没变 小摊的摊主正在忙碌 一抬头看到了薛安 不禁一愣 要吃点什么 来两碗豆腐脑 外带卤蛋 记得不要香菜 薛安说道 好 稍等啊 摊主开始忙碌 薛安带着两个女儿 坐在长条板凳上 曾几何时 她经常来这个小摊上 喝一碗豆腐脑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 喝上一碗放上辣椒面 和老沉醋的豆腐脑 整个人从内到外 都会被这滚烫的豆腐 给熨烫得舒舒服服 豆腐脑很快就端上来了 薛念有些好奇地 盯着面前的豆腐脑 然后迫不及待地 咬了一勺吃了下去 死 薛念被烫得吐出了舌头 好烫啊 薛安黑黑一笑 然后用勺子 开始轻轻地翻动 这个不能着急 吃得快了 容易烫舌头 妇女三人 就这样坐在小摊上 自得其乐地喝着豆腐脑 而谭小雨回到酒店后 第一时间掏出手机 打开了舞蹈论坛 此刻舞蹈论坛上 已经被今天舞蹈大会上 发生的事给引爆了 指天老人身语 薛先生到底何方神圣 我和薛先生不得不说的故事 来自薛先生当年初中时 前排女生的口述 天人之境被一拳打爆 薛先生莫非已经是散仙 这些乱七八糟的帖子 充斥了整个舞蹈论坛 谭小雨则打开自己的帖子 深吸一口气 在下面回复了三个字 我赢了 很快 这个帖子就被版主发现 然后加金置顶 而回复的数量 更是指数级开始增长 前排膜拜大神 请问 作为薛先生的朋友 这位薛先生可有女朋友 呸 楼上的傻了吧 今天我就在现场 这位薛先生 可是带着两个双胞胎女儿的 天 带着女儿的奶爸 居然还这么霸道和厉害 我简直要失了 哪里失了 楼上金线小纯洁 请问薛先生收图吗 我想拜师 童想拜师 童 这些回复中 突然有人传上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 便是薛安站在擂台之上的侧脸 虽然离着有些远 显得有些模糊 可透过这张照片 还是能感受到薛安身上 那股浩然的气势 果然好帅 简直要疯了 长得又帅气 功夫还这么好 下面的回复更加疯狂 谭小宇却看着薛安的照片 有些吃了 与此同时 在千里之外的中都 一间布置的精致典雅的近视之中 一名美得好似动漫人物的少女 看着武道论坛上薛安的照片 不禁也呆住了 是她 怎么可能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少女一脸震惊 然后迅速在论坛中 搜寻一切关于薛安的照片 终于 她确定了 这个男人 果然就是失踪四年之久的薛安 她不由地勃然大怒 果然是渣男 无缘无故失踪了不说 还害得姐姐为你顿入空门 结果回来了 都不知道来找姐姐 少女满脸怒气 过了片刻才恢复了平静 然后沉声道 来人 门无声无息打开了 一名神态恭敬的老者走了进来 二小姐 准备车 好 去哪 青芒 五道大会结束了 指添老人的死 让很多人为之惊惧 也让后面的赛事进行不下去了 很多人悄悄地离开了青芒镇 但薛安没走 因为她还有些事没处理完 她没走 华婷婷和谭小雨也都留下了 只有谭东临时有事 离开青芒镇返回北江了 这天 薛安带着两个女儿去登山 谭小雨和华婷婷也跟着 山中的空气 纯净得 好像被洗过一样 此刻石井清明 青芒山附近几乎每天都下着懵懵细雨 可这根本无法阻挡两个小丫头的热情 一路走来 两个小丫头都在叽叽喳喳地笑着闹着 看着两个古灵精怪的女儿 薛安心里充满了丝丝暖意 巴巴巴巴 你看那是什么啊 薛祥指着远处的山谷问道 薛安看了一眼 哦 那是梨树啊 梨树 那有梨可以吃吗 薛念又精神了 薛安一笑 还没开花结果呢 怎么吃 那什么时候开花啊 薛祥问道 应该快了吧 开花的话 肯定很漂亮 薛祥有些向往地说道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不动声色地捏了一个法绝 他们此去的目的地 也在那片梨园 不过今年因为天气偏冷 所以到现在了 还没开花 可等他们来到了山谷之中时 令人惊艳的一幕发生了 满山的梨花 似乎是迎接他们的到来一样 在瞬间奇奇开放 洁白的梨花 好似让这座山谷 又下了一场大雪 薛祥和薛年愣了一下 然后便欢呼雀悦地冲进了梨树林 华婷婷和谭小雨则互相看了一眼 眼中全是震惊和疑惑 天底下 哪有这要巧的事 自己这群人来了 梨花便盛放了 莫非这也是薛安所为 华婷婷忽然想起在秦家的时候 薛安一夜之间让满院花草转绿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可以号令花草 让漫山的梨花开变 薛安带着众人来到了山谷中间 这里居然有一座道观 只是年久失修 显得有些破旧不堪 薛安走进道观 可能是脚步声搅扰了这里的清静 一个苍老慵懒的声音 从屋中传来 信众看看便去罢 若要不失 扫码现金都可 薛安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宅老道 你居然还没死 屋中安静了片刻 然后门枝压一声被推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名灰衣老道 嘴里还絮絮叨叨地说道 谁啊 听着声音这么熟悉 等抬头一看 正好看到嘴角含笑的薛安 不禁疑论 你你是 薛安点点头 宅老道 不认得我了 老道突然激动起来 小安 你居然还活着 可我记得我给你推演过好几卦 都显示 你已经不再认识了呀 薛安一笑 可能你的卦算得不太准吧 宅老道摇了摇头 十分自信地说道 我的卦一向很准 真是奇怪了 然后宅老道看到 跟着薛安的两个小丫头 脸上不禁浮现出慈爱的笑容 好漂亮纯净的两个小姑娘 我女儿 薛安自豪地说道 宅老道点点头 看得出来 然后转身进了屋中 过了片刻后 拿出了两个小手串 这可是经过我日夜送金加持的手串 可以驱除摆鞋 谢谢爷爷 两个小丫头 异口同声地喊道 嗯好 宅老道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这时候 他才发现了周围的异样 先是一愣 然后才满脸莫名其妙地说道 奇怪 明明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梨花都还没开啊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全都盛放了 薛安一笑 可能是欢迎我们的吧 说着 薛安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是我多年前欠你的离钱 宅老道毫不推辞 接过来后还笑着说道 当初你发誓说 肯定有一天会还钱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 你倒真做到了 这里面有多少钱啊 几千万吧 具体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薛安淡淡地说道 本来兴奋的宅老道神情僵住了 你你说多少 几千万吧 你是不是抢银行了 宅老道说道 薛安好气又好笑道 你觉得现在这年头 抢银行还能抢得出钱吗 那也是 连我这收不失 都只是扫码支付了 宅老道叙叙叨叨地说道 看得出来 他是很高兴的 不因为钱财 而是因为薛安的到来 薛安此刻心中也有些感叹 当年自己年少的时候 家中遭逢大便 他为了挣钱 经常入山采药 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这处梨花谷 然后见到了当时还是壮年的宅老道 这个宅老道 虽然有时候神圣叨叨 但还是挺同情薛安的 经常拿道观里的不失钱周己薛安 薛安当时就说过 会回来报恩 现在他做到了 薛安走进大殿 这大殿也年久失修了 显得有些昏暗 但神像还是完好的 这里面供奉的神仙很杂乱 有三清玉皇还有各路神仙 甚至在角落中还供奉着狐仙 薛安一笑 顺手抄起一柱清香 点燃后插进香炉 你怎么全插在一个香炉了 分分吧 宅老道说道 薛安一笑 不必了 让他们自己分吧 宅老道不以为然 可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 这大殿中的所有神像都在微微颤抖 好像在跟薛安致敬一般 薛安覆手而立 看着这些神像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些神仙都是真实存在的 薛安甚至和他们还打过交道 不过相比起靠着逆天行 一步步修道仙界的薛安来说 这些本土神仙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 只能依靠信仰之力来存活 一旦失去了信仰 就相当于死了 而薛安的一柱清香 算是给足了这些神仙的面子 所以他才会说 让他们自己去分 等薛安从大殿出来后 宅老道正磨刀祸祸地向鸡棚走去 他前段时间逮了几只野山鸡 一直养在鸡棚里 本想等着吃鸡蛋的 可今天薛安带着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来了 他自然要好好招待一番 不过 薛安看他那娴熟的杀鸡手法 不禁怀疑 这位老道 没事在山里经常自己开婚 两个小丫头 则兴致勃勃地 在各个房间里钻来钻去 挽起了捉迷藏 至于谭小雨和话婷婷 则都被周围这如话般的景色给迷住了 两个小丫头这时候来到了大殿之中 看着这些神像居然也不害怕 反而煞有介事地跪在菩团之上 菩萨保佑 巴巴以后都平平安安 薛想和薛念双手合十 十分认真地说道 可两个人的心愿刚说出来 这些神像似乎苦笑了一下 然后有缥缈的声音传来 不敢不敢 薛想和薛念两个小丫头 不经一正 姐姐 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 嗯 听到了呀 两个小丫头居然还不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貌似是这些神像在说话 薛想道 好厉害 薛念感叹道 其实他们两个不知道的是 他们刚刚的愿望 将这些神像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笑话 保佑先尊大人平平安安 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那么大能力吧 两个小丫头这时候 又将兴趣转移到了角落里的那个狐仙塑像身上 这个是狐狸吗 像是 拜一拜吗 当然 薛想带头领着妹妹刚要下跪 咔嚓一声 狐仙塑像居然声声裂了开来 响声将宅老道吸引了过来 咦 怎么回事啊 这宅像怎么会裂呢 宅老道百思不得其解 薛安却微微一笑 他知道怎么回事 肯定是这个狐仙怕自己的女儿给他跪下 干脆先自我了断了 毕竟他的女儿可不是随便跪的 晚饭自然还是薛安的手艺 野山鸡被薛安做成了叫花鸡 还用新鲜的石令野菜做了些精致的小菜 薛想和薛念吃得不亦乐乎 华婷婷和谭小雨也是埋头狂吃 没别的 实在是因为太好吃了 宅老道则掏出葫芦 先喝了几口自酿的梨酒 然后巧声对薛安道 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咋回事 薛安神色不变 朋友而已 宅老道一撇嘴 谁信啊 我怎么就没这么漂亮的女侍主做朋友 那是因为 你又愁又懒 薛安毫不客气地说道 宅老道也不在乎 嘿嘿一笑 继续慢条斯理地喝着酒 不时地还给两个小丫头加菜 看得出来 他对薛想和薛念 十分喜爱 晚饭吃完 两个小丫头跟着谭小语他们去屋里了 薛安和宅老道在院中相对坐 开始下棋 不过他们下的计不是围棋 也不是象棋 而是五子棋 宅老道的脸上不时显出为难的神色来 有时候还丝丝地直抽冷气 你又输了 薛安放下棋子 淡淡地说道 宅老道一脸郁闷 你这个小子 从一开始下这五子棋 我就没赢过你 何止 从一开始下围棋 到后来下象棋 你都没赢过我 现在五子棋你也不行 下次是不是得下军棋了 薛安道 呸 谁跟你下军棋 下次我和你斗地主 宅老道恨恨道 好啊 到时候希望你不要耍赖 薛安淡淡道 罢了罢了 去睡觉 宅老道打着哈欠进屋了 客房只有两间 谭小语和华婷婷住一间 薛安和两个女儿住一间 今天玩得太累了 两个女儿躺在床上 不一会就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薛安则坐在窗前的桌旁 慢慢喝着茶 外面阴云早就散去 月上中天 照得天地之间一片银白 过了不知道多久 忽然 一阵风刮过 然后有一个很空灵的声音传来 宅老头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正房的门猛地被推开 平素慵懒的宅老道 此刻却眼神清明 在走到薛安的房前时 宅老道神情名重道 不管看到了什么 都不要出来 我会保你们安全 记得 薛安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宅老道站在院中 仰起头来沉声道 无论我做什么 你们都不肯放过我吗 一阵节节怪笑传来 然后一男一女 突然出现在了院墙之上 男的高大威猛 神情冷漠 女的则娇小依人 长相甜美 这样的组合 给人一种很古怪的感觉 宅老头的神情 却越发凝重起来 原来是大块金刚牛一万 小手娇娘月小千 你们这两条鬼深夜到此 想干什么 月小千无嘴娇笑道 宅老头 怎么说不肯放过你呢 只要你肯交出寻龙盘 那么我们转身就走 再不打扰 宅老头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们这群人 打的什么算盘 尤其现如今 青芒山上龙气渐盛 显然交龙即将化形 你们这群家伙 便动了邪念 可我告诉你们 寻龙盘根本就不在我这 你们想依靠寻龙盘降服 交龙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月小千一阵荡人心迫地娇笑 然后说道 在不在你这 我们清楚 而且 你为了一条畜生 和我们万鬼门作对 不觉得有些不值得吗 这个世界本就没什么 值得值不得的 当年我师父 让我再次守候这条交龙 我便要好好看守 不管你们是万鬼门也好 牵鬼门也罢 都不要妄想染指 月小千的笑容见脸 淡淡道 宅老头 你可要想清楚了 就凭你的那点能耐 可不是我们两个的对手 而且 我似乎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宅老头的面色一变 然后沉声道 他们都是凡夫俗子 和这些是无关 无关不无关 不是你说了算的 不交出巡龙盘 那你就等死吧 月小千冷笑一声 大块金刚牛 一万怒吼一声 直冲而来 宅老头神情凝重 一闪身 躲开了这一状 然后开始和这牛 一万缠斗在一起 牛一万体壮如牛 可一时间 却也奈何不了宅老头 月小千冷哼一声 整个人突然消失在了月色之中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宅老头的身后 一掌便系在宅老头的后背之上 宅老头一个踉跌跌撞撞地前扑出去 差点摔倒在地 嘴角浸出了血丝 月小千冷笑道 宅老头 再给你一次机会 交不交 宅老头神情坚决 不可能的 那你就去死吧 月小千冷笑着举起手来 可就在这时 客房的门吱压一声 开了 别开门 宅老头大急 月小千和牛一万 则后退几步 沉着脸看着 薛安从门内慢慢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大晚上不睡觉 打打杀杀的 有意思吗 宅老头急道 薛安 这两个家伙不是一般人 你只是个普通人 和你没关系的 然后宅老头看向月小千 沉声道 你也看出来了 他就是个凡人而已 让他们走吧 月小千却一脸讥讽地笑道 你觉得 今晚还能有人活着走吗 宅老道大惊失色 你你们 可在这时候 薛安却拍了拍手 满脸赞同道 说得不错 今晚没人能活着离开这 宅老道简直要疯了 这个家伙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而且到现在了 还胡说八道 月小千却饶有兴致地看着薛安 你倒是个有趣的男人 一会儿我不介意先和你玩玩 再让你死 不好意思 我介意 薛安淡淡地说道 月小千的脸色阴沉下来 姑奶奶这是看得起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薛安摇了摇头 伸出了两根手指 你搞错了两件事 哦 哪两件 第一 你不是我姑奶奶 第二 我说的谁也走不了 是指的你们两个 你们今晚 走不了了 这话 让在场的几人 都有些恶人 月小千和牛一万面面相去 然后发出了一阵大笑 哎哟 真是笑死了 这年头什么人都有 一个身无数法的普通人 居然说不放过我吗 月小千一脸讥讽道 翟老到神情凝重 慢慢爬起来 认真地说道 薛安你快带着人走 他们两个我来对付 快 薛安不置可否 反而抬头看了看 如玉盘一般 挂在天上的月亮 此刻 月滑如水 春风浮动着梨花树 让人不禁觉得 这个夜美得不像画 这样的月色 其实更适合和姑娘们 谈谈人生 而不是打打杀杀 所以你们两个 真的很令人扫兴 薛安淡淡地说道 少废话 大快 弄死他 这个家伙 脑袋肯定有毛病 月小千沉声道 大快金刚牛 一万文言凝笑一声 又臂一用力 肌肉如龙蛇般囚结在一起 然后便冲了过去 薛安没动 好像被吓傻了一样 神色还是那样的淡然 牛一万嘴角 浮现出一丝冷笑 这一拳 估计能把这个小子 轰得扎都不胜吧 他已经闻到了 屋中有女子的香气 收拾完这两个家伙 自己就能好好地 发泄一番了 想到这 牛一万的心中火热 手中的尽头 又加大了三分 眼见的拳头 即将砸中薛安的左脸了 月小千甚至都懒得去看结果了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死定了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薛安的手突然伸了出来 挡在了牛一万拳头前面 砰 一声闷响 预想中的脑浆蹦裂没有出现 相反的 却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咔嚓声 然后便是来自牛一万的痛呼声 薛安纹丝没动 只有头发被牛一万的拳风吹得摇摆不定 可牛一万的拳头 在砸中薛安的手背之后 好像砸中了一堵铜墙铁壁 直接让牛一万的胳膊粉碎性骨折 牛一万大惊失色 下意识地转身想跑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这等悦色 杀人实在扫兴 不过你自己送上门来 怨不得别人 说着 他一拳击出 这一拳毫无技巧 甚至连个小孩子都不如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拳 却让牛一万根本无法躲闪 直接砸中了牛一万的脊背 牛一万没有动地方 反而从身上传来一阵阵如鞭炮般的脆响 在一阵霹里啪啦之后 牛一万浑身的骨节全都粉碎 只是靠着肌肉记忆才站着没动 薛安慢慢从他身旁走过 轻轻吹了一口气 牛一万轰然倒下 崛气身亡 从开始到结束 一共用了27秒 本来觉得胜券在握的月小千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薛安这时候朝着他森然一笑 现在轮到你了 月小千就觉得自己 好像被一头霸王龙盯上了一样 浑身的肌肉都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僵硬 他竭尽所能地急退 想着能尽快逃离这里 可他不管如何迅急地往后退 薛安永远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面前 月小千犹如被逼入绝境的野兽 悲鸣一声 然后将毕生的所学全都施展出来 试图杀掉这个可怕的男人 可他所有的举动 就好像小孩子舞剑 对薛安根本没用 这时候 月小千已经退到了院墙边上 他咬了咬牙 仰天尖叫了一声 白鬼夜行 一阵阴风刮过 天上的明月不见了 周围的一切都被浓重的黑雾所笼罩 鬼怪在黑雾之中行走 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这是他靠着压榨生命力 才施展出的秘书 这一下就得让他少活五年 可效果是极好的 至少这个可怕的男人 被黑雾给笼罩了 月小千长出了一口气 心中有些庆幸 这个男人简直厉害得可怕 但最终还是中了自己的圈套 死在了白鬼夜行之下 之所以这么笃定 是因为月小千还没见过 中了白鬼夜行 还能活下来的人 不管这个人是真人也好 逍遥也罢 甚至就算是天人 中了白鬼夜行 也只有死 翟老道怒吼一声 就想着过来救薛安 月小千冷笑道 翟老头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凡人 要不是姑奶奶厉害 差点也就着了你的道了 翟老头刚想说什么 就见如同巨蛋一般的黑雾中 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一只纤细修长 十分秀气的手 月小千愣住了 而后这只手猛然一撕 这浓得划不开的黑雾 便被生生撕裂开来 薛安神情淡然地 出现在了月小千面前 微微一笑 很有趣 可没用 月小千吓得肝胆剧烈 转身就跑 使出吃奶的力气跑 可他连墙头都没翻过去 就被薛安拽住了脚脖子 然后猛地往地下一摔 砰 月小千被生生摔断了 全身一半的骨头 还想抬头的时候 薛安上前一脚踩住了他的脑袋 淡淡地说道 别动 大大人饶命 月小千的声音都在颤抖 到现在他才明白 这个男子 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 翟老到这时候 也是一脸蒙笔 几年未见 这个薛安 怎么这么厉害了 我说过 今晚没人能活着离开 说着 薛安脚下便要用力 月小千吓得大叫起来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我是万鬼门的人 你杀了我 以后会永无宁日的 翟老到此时也说道 小安 这个人杀了无所谓 可他背后的万鬼门 十分不好惹 薛安淡淡一笑 我有个毛病 那就是 越不好惹 我就越要试试 说着 脚下一用力 啪 月小千的脑袋 被生生踩碎 翟老到也没想到 薛安会如此的杀法果断 正在迟疑 月小千的尸体之上 浮现出一层黑雾 在月色下逐渐扭曲 最后化为了月小千的模样 翟老到面色凝重起来 不愧是万鬼门的人 居然在死后 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化为了厉鬼 月小千的魂魄 一脸怨毒地看着薛安 我们万鬼门的少主 即将到亲马 到时候 你和这个宅老头都得死 说着 月小千的身形 渐渐变淡 准备逃离这里 他心中此刻满是愤痕 薛安的这一脚 将他好不容易找来的肉身 给毁掉了 相当于损毁了几十年的道行 可就在这个时候 薛安淡淡道 我说了 今晚没人能活着离开着 鬼也一样 说着 薛安猛然一伸手 半只手便探入了虚空之中 直接将即将消失的月小千 给抓了回来 月小千这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极度的恐惧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大人饶命 这是他留在世间最后一句话 下一秒 他便被薛安一直打散了魂魄 自此化为了虚无 魂飞魄散 最惨的下场 与此同时 一股火焰自牛一万 和月小千的尸体上升起 转瞬间便将尸体稍微乌有 翟老道看得眼皮直蹦 薛安这时候 掏出一个小瓶子 扔给了翟老道 这是什么 疗伤的 翟老道打开瓶子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 弥漫开来 翟老道精神一震 光凭气味就能知道 这丹药绝非反凭 他到处要玩 张口吞下 很快 一股热力在腹中化开 翟老道吐出了一口淤血 然后就觉得 整个人神清气爽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薛安坐在院中的石凳上 看着翟老道说道 这个万鬼门 是三个月前找上我的 为的就是从我这 拿到一件宝物 好对付青芒山中的一条 即将化行的蛟龙 薛安点点头 然后呢 然后我就没给他们呗 笑话 这条蛟龙 可是我师父的救命恩人 我师父临死的时候 特意嘱咐我 让我再次 好生看过这条蛟龙的 本来按照预期 它最少 也得百年之后才能化行 可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段时间 突然有蜕变的迹象了 要知道 蛟龙化行的时候 也是最虚弱的时候 再配合上巡龙盘 便有机会将这条蛟龙降服 蛟龙啊 那可是灵兽啊 所以 便有很多宗派动了心思 其中以万鬼门为罪 薛安明白 这些人所说的蛟龙 应该是青芒山黑水潭的那条 没想到 自己给了他一步 要修功法后 他的进度会这么快 马上就要化行杜劫了 这时 翟老道有些迟疑地说道 小安 趁着现在天还没亮 你赶紧带着你的女儿和朋友走吧 走 为什么要走 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 尤其这个万鬼门的少主 听说一身神通不可侧躲 薛安淡淡一笑 那我走了 你怎么办 翟老道有些深情地看了看 这座破旧的道观 从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此 开始的时候 是我跟师父 后来师父死了 我便自己一个人住 这么多年了 也有感情了 所以我不走 可你不一样 这件事和你无关 你在此只会受到连累 快去吧 这张银行卡面拿着 现在钱 对我没有意义 翟老道一脸郑重地说道 薛安没有接 只是看着翟老道 突然说道 你突然变得这么正式 让我觉得很不习惯 翟老道苦笑了一下 逃出酒葫芦 咕咚咕咚又喝了几口 我不知道你这几年都经历了什么 现在我已经看不透你了 但听我的 还是走吧 薛安转头看向远处 现在说这个 已经晚了 人已经来了 果然 没过一会 远处便传来了嘈杂的人声 翟老道神情一变 然后便恢复了之前那个 又脏又破的邋遢老道的形象 但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万鬼门中人 而是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 有老友少有男有女 全都穿着登山服 装备齐全 领头的是个一脸巨傲的男子 见院中坐着个邋遢老道 不禁说道 喂 老头 在你这住一晚 赶紧收拾屋子 说着 人给翟老道一打钱 翟老道没起身 只是黑黑一笑 不好意思 现在道观已经有施主在住了 你们来晚了 青年皱了皱眉 看向一旁坐着的薛安 然后说道 是你们住着呢吗 现在给我搬出去 要多少钱 这个青年显然财大气粗 薛安摇了摇头 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万事吧 好 青年毫不犹豫 薛安淡淡地道 给我一个亿 现在我就走 记得我只要现金 青年面色陡然一变 冷笑道 山里人莫非都穷疯了吗 这时候 有个中年男子 上前拦住了青年 冯少 大势为重 冯少阴沉着脸 不说话了 这中年男子 冲着翟老道一抱拳 道长 既然没有住的地方 那我们在道观附近 搭帐篷可以吗 翟老道点点头 这个自然可以 这支队伍随身携带的装备 都是最顶级的 不一会 便在道观旁边 搭起了一个专业的帐篷 翟老道这时候沉声道 看来 这水是越来越浑了 薛安不知可否 只是淡淡地道 水浑了 才好抓鱼 这个夜晚 注定是不平静的 青芒镇上来了一支 很诡异的车队 说它诡异 就是因为在车队中间 居然是一顶黑色的轿子 这种早就应该绝技的交通工具 居然重新出现在了 青芒镇的大街上 此刻 车队停住 有几名大汉 来到了轿子跟前 躬身迎接 轿连被掀开 里面走出了一名面色死白 眼中似乎有两团鬼火 在闪烁的男子 男子抬头看了看 矗立在黑暗中的青芒山 冷声道 月小千和牛一万 已经死了 几个手下面面相去 眼中都有些惊惧 男子嘴角浮现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似乎还有其他宗派的踪迹 可惜 我望鬼门看上的东西 只能属于我 走 进山 是 少主 男子转身回轿 然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轿子居然腾空而起 好似有看不见的东西 在抬着一样 迅疾地往山中行去 鬼抬轿 若是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惊呼出声 而在这群人进山后不久 又有几辆车 缓缓驶入了青芒镇 等车上人下来后 赫然是中都那位少女 有人已经进月来酒店打听过了 薛安早上便进山了 少女皱了皱眉 然后吩咐道 进山 跟随在他身边的 是几名沉默的黑衣男子 这些男子一个个身形不算魁梧 可那股杀气 却让人不敢小事 少女领着人也进山了 不过 等他们找到道观的时候 天早就亮了 昨晚先来的冯绍 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神情有些阴沉 他可是养尊处优惯了的 虽然这帐篷是最顶级的 但总归没有住在房间里舒服 他恨恨地来到道观门前 正好看到话停停和谭小雨谭笑着出来 冯绍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深山之中 能看到这样美丽的女孩 正在愣神的功夫 那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冯绍 该出发了 冯绍点点头 然后冲着翟老道说道 老道 这山中可有什么异样之处 翟老道神情如常 还没说话 薛安却说道 我知道 冯绍看向薛安 你 薛安点点头 是啊 你不是找黑水潭吗 中年男子眼前一亮 然后冲冯绍使了个眼色 冯绍心领神会 对 那你带我们去 放心 钱少不了你们的 薛安微微一笑 好啊 我也正想去看看 翟老道目光闪烁地看着薛安 他不知道薛安想干什么 几次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 就在他们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的时候 少女领着人赶到了 当他看到薛安的时候 脸上满是怒气 直接冲了过来 指着薛安的鼻子大骂起来 姓薛的 你这个混蛋 薛安都被骂愣了 有些奇怪地看着这个 好像动漫中的美少女的女孩 总觉得有些眼熟 少女冷笑道 怎么 不认识我了 行啊 失踪四年之久 回来后倒是过得不错呀 身边还有美女相伴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良心 我姐姐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居然都不知道愧疚吗 薛安浑身一震 然后想起了这个女孩是谁 安岩的亲妹妹 自己的小姨子 安晴 只是当初自己见到她的时候 她才十二三岁 是个小孩子 所以才没认出来 薛安不禁苦笑了一下 安晴 我确实没有抛弃你姐姐 这四年 我实在回不来 而且这几个 也不过是我的朋友 你姐 她还好吗 安晴冷笑道 现在知道问了 早干什么去了 我告诉你 我姐当初为了你和家族决裂 后来对入空门 就此下落不明了 薛安浑身一震 眼中暴射出寒光 下落不明 本来安晴还想说什么的 却被薛安这突然的气势所破 后面的话便说不出来了 只能点点头 没错 下落不明 我也一直在找他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面色正重道 不管我用什么法子 都会找到眼儿的 薛安现在的神识 还无法笼罩太远 可薛安相信 只要自己的实力再进一步 就可以直接扫描整个地球 到时候 不管她在哪 自己都要找到她 而且薛安有感觉 自己的老婆 现在一定就在某个地方 安晴本来气势汹汹地 来兴师问罪 可看到薛安的表态 她自己的心 倒先软下来了 而在这时 薛想和薛念 蹦蹦跳跳地 走到薛安身边 安晴一见到 这两个小姑娘 不禁神色大变 这是 爸爸 我们今天去哪娃啊 这声巴巴 让安晴站立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 这是我姐留下的孩子吗 安晴颤声道 薛安点点头 安晴的眼泪先流了下来 蹲下身说道 让小姨抱一抱 薛想和薛念 看着这个陌生的女孩 感觉有种莫名的清静 但还是摇了摇头 爸爸 她是谁啊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摸了摸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她是你们小姨啊 说这话的时候 薛安心中也满是感叹 当初自己曾经 跟着安言回过一次安家 就是那次 自己被整个安家所不容 因为当时的安家 没有人瞧得起自己 除了这个安晴外 全都对当时的自己 冷嘲热讽 后来 自己才愤然带着老婆 来到了北江 薛想和薛念有些害羞 但还是凑了过去 你是我们的小姨吗 安晴眼泪滚滚 点头道 是啊 那我妈妈呢 安晴都有些哽咽了 你们的妈妈去了一个 很远的地方 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了 嗯 小姨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薛想和薛念 十分乖巧地 给安晴擦着眼泪 安晴一把抱住两个小姑娘 心里七处难言 在安家这样的豪门 虽然锦衣玉食 可很多时候是很孤单的 自己从小就跟姐姐亲近 可后来姐姐身上发生的事 让她难以接受 尤其安言后来的失踪 更是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这次能找到两个侄女 她心里自然满是欢喜 冯潮潮抱着肩膀在远处看着 眼中还带着一丝残存的惊艳 第一眼看到安晴 冯潮潮就被震住了 不同于谭小雨和话听听的美 这个安晴 是那种让男人忍不住 有保护欲的美感 尤其配合那好像动漫人物的 绝美容颜 俗称极品罗莉 妈的 这个男的身边 怎么这么多美女 冯潮潮有些狠狠地想 等我大事办完 我就想办法 将这几个小娘们全受了 至于薛安 冯潮潮并未在意 她可是来自省城的冯家 在省城 冯家可是正经的豪门 而在省城 乃至北疆 都没有听说 有姓薛的豪门 所以她觉得 这个薛安 只是个普通男人罢了 冯潮潮并非舞者 也不是术士 这次来清芒 全是因为那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叫做左玉琪 乃是省城赫赫有名的 风水大家 就是她说 清芒山将有一宝县室 若是得了 献给家中 那么日后冯潮潮 必定会成为冯家的家主 这才是她不远几百里 跑到这山沟里的缘故 你们这是要去干什么 安晴这时候问道 薛安还没说话 冯潮潮已经凑了过来 满脸笑意地说道 你好 我是冯潮潮 省城冯家的人 认识一下吗 安晴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根本没搭理她 冯潮潮有些尴尬 还想上前 这时候安晴身边的男子 不动神色地上前 一把将冯潮潮挤到了一边 冯潮潮一愣 面色不由阴沉下来 冯绍 还是大势为重 我观这龙气越来越盛 还是赶紧去吧 左玉琪生怕坏了大势 赶紧劝道 冯潮潮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转身对薛安道 那黑水潭在哪 薛安淡淡一笑 就在前面 随我来 这时候薛响和薛念对安晴道 小姨小姨 我巴巴要带我们去看看大长冲呢 两个小丫头还记得黑水潭那条蛟龙 不过他们管她叫大长冲 冯潮潮心中冷笑 大长冲 身是好笑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安晴心中一动 点头道 那我也跟你们去看看 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 安晴临时地加入 并未让薛安有什么感觉 不过那几个沉默的男子 倒是让薛安有些兴趣 这几个男子身手显然都不错 而且一直默不作声 行动坐卧也一板一眼 莫非是军人 薛安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 从这梨花谷前往黑水潭 并不算太远 只是山路崎岖 所以走起来比较缓慢 薛安索性一手一个 将两个女儿抱在怀中 然后安不当车地走在最前面 这个体力 让安晴的几个护卫眼中光芒一闪 就在冯潮愁面色惨白 觉得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黑水潭到了 这里和前段时间薛安离去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等到了这里 左玉琪的神色便激动起来 没错 就是这了 蛟龙化形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机会 冯少 这次要弄好了 您不但能掌握冯家 还可登顶省城巅峰 冯潮愁脸色也激动起来 这时候 黑水潭的水开始沸腾 而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云密布 快了 快出来了 左玉琪喃喃自语 然后有些肉痛地从怀中掏出了一套小旗子 开始围绕着黑水潭插下 等插完之后 黑水潭的上方隐隐出现了几道红线 这时候 黑水潭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蛇头 蛇头之上两只鸡脚已经成形 而一对蛇目之中满是痛楚 这一幕让本来不以为然的安晴心神俱震 天哪 真的有蛟龙吗 开始的时候 安晴还以为应该是什么巨蟒 可没想到 真的是这样堪称神物的东西 而几个沉默不语的男子 更是立即将安晴护在了当中 天空之中 隐隐有轰隆隆的雷声 突然 咔嚓一声 一道巨闪直奔黑水潭中的巨蟒 这一击 让巨蟒痛吼了一声 然后扎入了黑水潭中 一股鲜红的血将潭水都染红了 在场中人很多人都被吓傻了 宅老道更是一脸的激动 蛟龙化形 师父 当初那条蛟龙马上就要登天了 可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更加巨大的闪电直奔黑水潭来 完全无视潭水的阻隔 直接冲了进去 地下一阵的震动 似乎有巨物在痛苦地挣扎 与此同时 第三道闪电又来了 第一道闪电叫画龙角 第二道则是退蟒皮 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 便是龙登天 只要撑过这一击 那么这条蛟龙便将彻底化形为龙 可就在这时候 被左玉旗布置下的小旗子开始闪烁 这道闪电似乎找不到了黑龙坛 开始在上方徘徊 然后居然就此消散了 左玉旗大喜 而巨蟒则猛地探出头来 虽然满身伤痕 但还是恼怒至极地冲着左玉旗咬来 冯绍 就是现在 冯朝愁也不傻 知道成败在此一举 所以大喊道 快 动手 跟他来的这些人 全都从背后的背包中 掏出了各种枪支 甚至还有一个火箭炮 这个装备让安晴也是一愣 居然能搞到这样的制式装备 这个冯家能量不小啊 开火 枪支对准了巨蟒开火 子弹打在巨蟒的身上 火花四箭 这样的硬度 让冯朝愁也是为之扎舌 不过也让他的心越发炽热 这要是能被自己降服 谁还敢惹 可巨蟒显然怒急 一张口 一道黑雾直奔冯朝愁等人而来 冯朝愁下得赶紧一滚 躲开了这一击 而在他身后的几个人 全被这黑雾侵蚀 干脆利落地化为了黑水 冯朝愁下得心惊胆战 左玉琪这时候 则面色凝重地 掏出了最后一件宝物 这是他准备多年的雄黄金石 专为对付即将化行的蛟龙 只要扔出去 那么这条蛟龙 就要被自己所用 左玉琪想到这里 不禁满心地炽热 其实他费尽周折来到这 说是帮冯朝愁 其实全是为了自己 可就在这时候 有人冷笑道 这蛟龙 是我万鬼门的 你们还不滚开 随着话音 一顶黑色的轿子 凭空飘了过来 这等诡异的画面 让冯朝愁等人纷纷侧目 左玉琪的脸色 则变得极为难看 万鬼门 可不是他惹得起的 而且 看此人来的声势 绝非一般人 轿子落地 万鬼门的少主 从中走了出来 环石场中所有的人后 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这条蛟龙 是我万鬼门的 其他人都给我滚开 左玉琪一见这个男子 头皮都有些发麻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万鬼门也得讲得先来后到吧 话音刚落 木齐冷哼一声 这么说 你是不服气了 左玉琪不敢说话了 冯朝愁却有些不服气了 冷笑道 哪来的小子 装神弄鬼的 万鬼门少主 木齐眼中鬼火大胜 一巴掌扇出 隔空便将冯朝愁扇倒在地 这一手 让很多人为之站立 我说话 你们最好听着 不然 小心我将你们都练成厉鬼 木齐阴策策地说道 而后他有些贪婪地 看着身受重伤的蛟龙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若是能将这条蛟龙降服 万鬼门定然无人敢惹 自己的地位 也将更加牢固 想到这里 木齐的心不禁越发炽热 然后 从怀中掏出几枚散发着幽暗光芒的珠子 朝着蛟龙便扔了过去 半空之中 这几枚珠子急速扩大 而后在几声震耳欲龙的爆炸之后 这蛟龙痛吼一声 身上的鳞片被撕裂开来 鲜血淋漓之下 蛟龙也彻底地暴怒了 一张嘴便是一团黑色的浓雾 直奔木齐而来 木齐冷笑一声 一挥手便有无数的冤魂 惨叫着 朝着蛟龙飞去 黑雾也被这些冤魂 生生抵消了 左玉齐等人看得面色惨白 这个木齐 居然如此的霸道 居然想依靠自身的实力 生生降服这条蛟龙 木齐的眼神 越发地炽热 可就在这时 他这些冤魂 突然惨嚎一声 然后便化为了乌有 然后有人轻叹一声 这么多冤魂附体 你到底做了多少念呢 木齐面色一沉 然后看向说话之人 只见薛安慢慢走到了场中 蛟龙一见到他 蛇目之中泛起了泪花 十分委屈地低吼一声 然后低下了头 薛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微笑道 这也是你应有之节 不过放心 我来了 蛟龙轻易地拱了拱薛安 而此刻 木齐和左玉齐等人 面色愈发地阴沉 逢朝愁 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怎么这条蛟龙 对薛安会如此轻敏 而翟老道 则目光闪烁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过其中最为震惊的 还是安晴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今天会看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木齐这时候冷笑一声 哪来的小子 不知道万鬼们办事 神鬼墨镜吗 薛安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你就是月小千嘴里所说的万鬼门少主 木齐一震 然后神色阴沉道 你知道月小千 那他 薛安点了点头 我杀的 木齐阴瑟瑟的一笑 很好 已经很久 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你是第一个 我会将你的灵魂炼制成阴雷 让你永世不得轮回 冯朝愁这时候 低声问左玉齐 左先生 阴雷是什么 左玉齐面色铁青 那是最为阴毒的一种手段 冯朝愁听完之后 心中居然隐隐有些高兴 打吧 打得越惨才越好呢 最好两败俱伤 薛安这时候淡然一笑 然后拍了拍一脸委屈的蛟龙 好了 等我收拾了这个家伙 便祝你登天 木齐冷笑一声 刚想说话 薛安手中出现了一团火焰 洁白的火焰熊熊燃烧着 木齐一愣 脸上显出一丝惊惧的神色来 他对这团火焰感到了一丝本能的恐惧 薛安这时候淡淡道 看你身上怨气冲天 便可知你形势很毒 今日 我便收了你 木齐不屑地一笑 别以为这点东西便能怎样 看我万鬼是星 随着话音 天空都为之一暗 而后无数的冤魂 直奔薛安而来 旁边看着的左玉齐和安晴等人 都为之面色苍白 实在是因为这声势太过害人 薛安没动 木齐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估计是被吓傻了吧 木齐心中想着 可就在这时 薛安猛然一抬头 手中的火焰陡然扩大 然后一拳击出 哄 这些冤魂连惨嚎都没来得及发出 便化为了乌有 木齐一愣神的功夫 薛安淡淡一笑 现在 该你了 说着 他已经到了木齐进前 然后一巴掌扇了过去 木齐本想闪避 可浑身的肌肉都僵硬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薛安的巴掌扇了过来 啪 一记脆响 木齐被声声扇飞了几十米远 落地之后 可出了一大口鲜血 然后满是骇然地看着薛安 薛安这时候副手而立 摇了摇头道 太弱了 木齐满脸的阴毒 突然一抬手 都给我死 跟着他来的那些手下 瞬间都倒地身亡 而后木齐神色凝重 一挥手将这些阴魂聚集在手 冷哼一声道 陷阱 随着一团黑雁 这些阴魂全都消失不见 而后 天地都为之一阵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从地下爬出来一样 左玉琪大惊失色 脚下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然后一团遮天蔽日的黑气升腾起来 一名顶天立地的鬼将 赫然出现在了场中 而等凡人 照我何事 巨大的声音 震撤山谷 木齐这时候 恭恭敬敬敬地跪下 鬼王大人 有人和我万鬼门作对 求您展现神力 将其诛杀 鬼王因侧侧的一笑 好说好说 不过你们万鬼门最近的供奉可不怎样 目前神情一景 赶紧说道 事成之后 我万鬼门定将供奉您十名厨子 鬼王这才满意的一笑 转头看向薛安 然后便愣住了 你你 鬼王的神情 逐渐惊恐起来 木齐这时候说道 鬼王大人 便是此人 说着 木齐还一脸得意地看着薛安 心说 这下你完蛋了 这位鬼王可是万鬼门经常祭拜的鬼界大能 可没想到 这位鬼王此刻 患上一副谄媚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 您怎么在这 大人 在场众人 全都一脸莫名其妙 尤其木齐 更是一脸不解 鬼王大人 这个家伙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鬼王已经不耐烦地一脚踩下 木齐连惨糊都没发出来 便被踩成了肉泥 然后这个鬼王满脸惶恐地说道 大人 我真不知是您驾临此处 求您原谅 薛安这时候淡然一笑 你认得我 鬼王打了个冷战 心中暗暗叫苦 大人 我曾随着鬼圣大人去过天剑 恰巧见过您一次 鬼王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这个级别的鬼王 怎么可能见过薛安 只是曾经 他有一次随着幽名界的大能 参加天界盛会 然后远远地看见过薛安一次 那时候的薛安 坐于主位之上 无数的天界大能 全都对其恭恭敬敬敬 这样的声势 让这位鬼王记忆犹新 同时带他来的那位幽名鬼圣告诫道 日后若是见到这位 有多远滚多远 千万不可招惹 鬼王便铭记在心 没想到这次居然在人间见到了薛安 此刻鬼王心都在颤抖 虽然薛安此刻气势不强 但他丝毫不敢有任何情势 毕竟那可是先尊啊 一旨便能生灭一届的大人物 自己和人家比起来 算个球啊 薛安点了点头 你倒是知确 鬼王若是会出汗的话 估计已经满头冷汗了 赶紧点头哈腰道 是是是 大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薛安淡然道 听说这个万鬼们经常给你陷阱 鬼王击凌凌打了个冷战 忙不迭地说道 大人容炳 我和这个万鬼们并无任何瓜葛 只是他们经常给鬼界陷阱 所以 偶尔都会 和我取得联系 薛安点了点头 是用生魂陷阱吗 鬼王都要哭了 心中恨死了这个万鬼们 妈的 惹谁不好 惹到这样的祖宗身上 真是嫌命长吗 薛安这时候挥了挥手 算了 这次便放过你 知道以后怎么做吗 鬼王一个劲地点头 拍着胸扑道 大人放心 我明白了 滚吧 鬼王如蒙大射 赶紧钻回来时的时空裂缝之中 妈的 以后人间的香火 看来还是得少吃 不然小命不饱啊 这时候 薛安看着地上木齐的尸身 微微一笑 手指一点 一团光点从木齐的身上浮现出来 落于薛安手中后 才变为木齐的模样 这便是木齐的魂魄 只是此刻的木齐 满脸惊恐 刚刚鬼王和薛安的谈话 他都听到了 连鬼王这样的大能 都对薛安毕恭毕敬 他到底什么来练 木齐不禁满心惊恐 都不敢脱体而出 只盼着薛安能放过自己 可惜他低估了薛安的记仇能力 我说过的 今日便收了你 薛安淡淡道 木齐的魂魄 在薛安的掌中不断叩拜 惊恐万分地说道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我有眼无珠 冲撞了大人 求您放过我 我放过你 可那些被你残害的生灵 你可曾放过呢 薛安说着 手掌中洁白的火焰 又一次升起 木齐惨呼一声 便被烧为了乌有 魂飞魄散 再无声息 全场一片死寂 翟老都目瞪口呆 轻声自语 小安 这四年来 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而冯朝愁和左玉齐等人 更是静若寒蝉 连头不敢抬了 尤其冯朝愁 此刻满心的惊慌 自己居然还想着收拾这个男子 真是不自量力啊 而左玉齐 此时就差跪下了 因为他明白 刚刚那个鬼王的恐怖 甚至可以说 那个鬼王一弹指 在场这些人 都将魂飞魄散 而就是这样恐怖的存在 都对薛安毕恭毕敬 薛安的来历 让左玉齐连想都不敢想 而此刻 天上的阴云逐渐稀薄 眼看就要散去 而薛安的神情也越发地痛楚 薛安抬头看了看 淡淡道 现在 我便祝你登天 说着他猛然一纵 便来到半空之中 一手指天 轻声喝道 万雷听令 一阵阵轰隆隆的声响 本来西伯的阴云 陡然浓厚起来 而正中间一团漩涡中 隐隐有雷光闪烁 薛安抬起头来 蛇目之中闪过一抹坚毅 这时薛安轻喝一声 落 一道足有半里地粗细的巨大雷光 直落而下 雷声大震 其量灼天 所有人都在这天地之微下 瑟瑟发抖 安晴以及跟着他来的这些护卫们 都满脸震惊 尤其安晴 喃喃自语 姐 姐夫好像成仙了 雷光直奔蛟龙而来 左遇其布置的那些小旗子 连挣扎都没有 便化为了灰烬 蛟龙聚吼一声 也从水潭之中升起 迎着那雷光便冲了过去 一声巨响 青芒山都为之颤抖 薛安在半空之中覆手而立 淡淡道 此雷 才叫龙登天 随着话音 一声响彻天地的龙吼声响起 蛟龙在这雷击之下 彻底退去了蟒皮 蟒凌去 龙凌陷 龙脚蒸容 腹下长出一对龙爪 自此 一条头四驼 脚四路 掩四兔 而四牛 像四蛇 腹四肾 零四里 找四鹰 掌四虎的巨龙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人都看傻了 左玉琪更是一脸呆滞地说道 居然是五爪龙 这是一步登天啊 巨龙在空中翻滚了一下 然后便飞到薛安脚下 直接拖起了薛安 这才是真正的彩龙升天 薛安一笑 然后说道 带我两个女儿过来吧 巨龙听话地落于地面 薛安冲着两个女儿一伸手 来 爸爸带你们去玩 薛想和薛念毫不害怕 直接走了过来 然后薛安又冲翟老道和安晴道 走 翟老道此刻浑身都在颤抖 这蛟龙本就是 他住在青芒山的意义所在 更是他已故师父的牵挂 此刻见到蛟龙升天 他自然高兴 等众人上了龙背之后 薛安道 走吧 巨龙吼了一声 便直升而去 很快便消失在了天空之上 左玉琪和冯朝愁呆立半赏 然后面面相去 左先生 左玉琪心灰意冷地挥挥手 冯绍 走吧 这个男子 不是我们可以招惹的存在 想到刚刚的场景 冯朝愁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次的青芒之行 不但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折损了几名精锐的手下 可谓损失惨重 估计回去后 自己也得受到家族的责罚 他莫非已经是仙人了吗 冯朝愁喃喃自语 左玉琪摇了摇头 应该还不是 但我看不透他 冯朝愁皱了皱眉 然后轻声道 那和省城谢家的 左玉琪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冯绍 此次回去 我便要离开这里 去游历天下了 您好自为之吧 冯朝愁看着左玉琪离去的背影 心情有些复杂 这位左先生 在省城也算一号人物 可现在却如同斗败的功绩一样 垂头丧气 这个薛安 果然那么厉害吗 难道他还能厉害得过谢家的人 要知道 谢家可是有怪物级的存在啊 飞龙落在青芒镇越来酒店的楼顶 宋义和薛兰出来迎接的时候 也都惊呆了 宋义一脸激动地说道 五爪金龙天啊 这个时代 不是已经不会有这等神物出世了吗 薛兰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龙啊 薛安等人下了龙呗 翟老道一脸虫目地守在龙边 这条龙似乎也认得翟老道 只是翟老道太弱了 所以懒得理会他 龙可是很骄傲的物种 除非让他折服 否则不会和你亲近的 小安哥 薛兰说道 薛兰点了点头 你跟我来下 嗯 薛兰跟着薛兰来到了房间之中 薛兰关上房门 屋里就他们两个人 薛兰的心砰砰直跳 低着头玩弄着衣角 你要修道吗 薛兰淡淡地问道 薛兰一愣 原来是问这个啊 但薛兰还是迅速地点了点头 但你要想清楚 修道之路艰难无比 可谓逆天行 一旦踏上便无回头之路 我明白 薛兰郑重点头道 那好 那我便交给你一套法诀 切记不可外宪 至于能修成什么样子 就看你的造化了 薛兰说着拍了拍薛兰的脑袋 一套完整的法诀便传给了薛兰 这是薛兰特意为薛兰挑选出的一套功法 叫做鬼水功法 乃是当年游历宇宙的时候 偶然从一个女修门派中得到的 最适合女子修炼 而且中正平和 不容易出差错 等打开门后 安晴站在走廊中 用玩味的目光看着薛兰 哟 这么快就出来了 薛兰苦笑一下 那是我妹 妹妹 亲妹妹还是干妹妹啊 安晴冷声道 她虽然暂时原谅了薛兰 可不代表就能允许薛兰随便在外面找女人 为了姐姐 她也要看好了薛兰 跟着你的那些人是军队里的吧 薛兰淡淡道 安晴点了点头 眼光倒是不错 他们属于军队里的一个秘密部队 而我 也是这支部队的一员 龙祖 薛兰有些好奇地说道 安晴晒然一笑 还狼牙呢 我们是特种作战部队 代号不固定 但一般的时候 人们都称呼我们为不死鸟 看着这个小小的 好像还未成年一般的小姨子 薛兰便觉得有些好笑 似乎察觉到了薛兰的不相信 安晴狠狠瞪了薛兰一眼 怎么 不相信吗 我告诉你 我的黑客技术 可是能排世界前三的 安晴说的 确实是真的 他虽然出身中多豪门安家 可并不像其他的那些豪门千金一样 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喝喝下午茶逛逛街什么的 他对这些都没兴趣 安晴最喜欢的是 跟洛打交道 在洛世界中 他是名副其实的王者 也被很多国外的高手称为 玉蝴蝶 其实他苦练黑客技术 也是想着能通过洛 找回自己的姐姐 但后来 因为名气越来越大 便被征召进了不死鸟 薛兰神色肃然起来 不管干什么 能做到在全世界前三 都不容易 自己这个小姨子 果然不是一般人 安晴有些得意地扬起头来 而这时 两个小丫头跑了进来 小姨 小姨 你看这是什么 两个小丫头线宝一样的 捧着一根细长的线 虽然相处了才一会的功夫 但安晴和这两个小丫头 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便笑着说道 你们两个小淘气 我看看 说着伸出手来 便想拿起来看看 可没想到 这看似轻飘飘的丝线一般的东西 居然十分沉重 咦 这是什么 薛兰在一旁 却一眼便看出是什么了 全是龙婿 两个小丫头得意地说道 这是我们在那条大泥丘嘴上拔下来的 厉害吧 安晴有些哑然 那可是龙啊 国人的图腾 只在神话传说中存在的东西 可到了薛兰这 好像成为了一只宠物似的 薛兰摸了摸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笑着说道 好厉害啊 走 咱们回家 等一出门 这条龙一看到薛响和薛念 便神色有些惊慌地往后退 没别的 实在是怕了这两位小祖宗了 薛兰有些好笑地拍了拍他 行了 好歹是条龙 有点稚气好不好 不就是跟龙虚吗 金龙不敢吭声 俯下了头 薛兰抱着两个小姑娘上来 安晴等人也都上来了 只有翟老道和薛兰等人留下 飞龙升天 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宋义感叹一声 果然先人手段 至此 他对薛兰算是死心塌地了 能降服五爪金龙 这得什么境界 莫非他已经是散仙了 宋义心中揣摩 如果是散仙的话 那在华夏 乃至世界都是排得上号的顶级大佬了 就宋义所知道的 中都有两位散仙 都被豪门大族供奉起来 轻易不露面 省城谢家 好像也有一位老祖在世 然后 便是岭南剑仙 以及军中的林大将 被传言有散仙坐镇了 金龙飞行的速度极快 开车还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不过几分钟便到了 薛安让飞龙 直接降落在了天子一号别墅前面 众人下来后 薛安指了指远处的云梦湖 以后你就在这湖里待着 明白吗 金龙点头 然后腾空而起 飞入了湖中 这云梦湖虽然不算太大 可承纳下它 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 薛安将这里改造过 所以 云梦湖中的灵气 比黑水潭还要浓郁 金龙欢心地在湖中打了个转 便沉入了湖底 薛安一笑 其实这条金龙 只是刚刚化形 很多神通还未掌握 等熟练后 便可以缩小身形了 甚至可化为其他生物 当然 若是想化为人形 那还得几十年的苦修才行 而当打开门后 唐轩穿着睡衣 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他也没想到 薛安会这么快就回来 可等安晴一见到唐轩 神情便越发地难看起来 这怎么回事 薛安神情淡然 朋友 朋友 薛安点点头 淡淡道 确切地说 是抚养薛想和薛念长大的恩人 安晴后面的话 被声声咽了回去 看唐轩的神情也变得柔和起来 你好 我叫安晴 是想想和念念的小姨 唐轩点点头 我是唐轩 至于跟着安晴来的 那几个黑衣男子 在青芒镇的时候 就先行离开了 安晴说得明白 他虽然加入了不死鸟 但属于外情人员 除非有应照 不然一般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去的 薛想和薛念这两个小姑娘 晚上非要跟着唐轩睡 等收拾完后 薛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这时候 安晴走了过来 坐到了薛安的旁边 混得不错呀 这套别墅 价值不菲啊 别人送的 薛安淡淡道 这四年来 你都去了哪里 为什么杳无音信 薛安默然半晌 微微叹了口气道 我说了你也不相信 但你可以放心一点 我绝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姐姐的事 安晴点点头 做了没做 都要凭你的良心 不过我决定了 这次来北江 我先不走了 哦 我得在这看着你 迟到我姐姐回来 安晴恶狠狠地说道 只是他容貌 好像个初中生 粉嘟嘟的脸蛋 不管做多凶恶的表情 都没有杀伤力 薛安一笑 好啊 与此同时 在一处荒僻无比的深山之中 一座黑色的祭坛下 跪拜着几十名老者 领头之人 手握一柄骷髅拐杖 眼中飘着两团鬼火 十分地害人 小琪死了 魂飞魄散 我万鬼们还未曾受过这等屈辱 所以这次我决定 万鬼们要重入人间 为其而报仇 老者怒声道 他便是万鬼们的门主 也是木齐的父亲 目前 是 底下众人轰然应目 献戒 目前一声令下 有人将几名少女推上祭坛 正准备割喉献戒的时候 一团黑雾从祭坛底下飘了上来 整个山洞也是一阵的摇晃 目前大喜 是鬼界大能垂帘我们万鬼们的近况 特来相助吗 说着领头跪下神情激动地磕头不止 这时候 一名鬼王通过祭坛出现在了山洞之中 正是黑水坛的那位 目前一件事鬼王 更是大喜过望 鬼王大人 居然是您驾铃人间 这次我们万鬼们出了大事 有人叫我的儿子直接杀死 连灵魂都给抹杀了 求鬼王大人出手相助 鬼王因侧侧地看着底下跪拜的万鬼门众人 冷声道 你便是万鬼门的门主吗 目前跪行几步 鬼王大人 我便是万鬼门的门主 平素给您献祭 都是我来主持 说着目前露出谄媚的笑容 鬼王点点头 猛然一巴掌扇了过去 一阵阴风刮过 目前被这一巴掌直接扇到了洞穴的墙壁之上 直接成为了肉泥 扣都扣不下来 这一幕让煽动众人都惊呆了 鬼王这时候才一脸恼怒地说道 你们这群不长眼的家伙 居然招惹先尊大人 还差点害死我 现在还想让我给你们报仇 嘿嘿 看来你们也没有留在人间的必要了 说着 鬼王一伸手 阴风阵阵恶鬼全出 整个洞穴中 惨忽连连 成为了修罗场 片刻之后 所有人都已经被杀 鲜血流了满臂 鬼王冷哼一声 一跺脚 这些尸手上便飘出了无数光点 其中以目前的光点最为强盛 目前的魂魄飘到鬼王的境前后 还在哭诉 鬼王大人 为何要对我们万鬼门下手 要知道我们万鬼门平时 可是经常给鬼界献祭的 闭嘴 鬼王怒喝一声 献祭这种事 是你们自愿的 而且 你们惹到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这就怨不得我了 走吧 都跟我去鬼界 人间已经容不得你们了 说着 一把抓住了这些光点 也不顾他们的惨忽 便直接返回了鬼界 一入鬼界 这些魂魄 便将成为下场极为凄惨的鬼奴 至于这座祭坛 在鬼王离开后 便四分五裂 成为了废物 至此 万鬼门 这座强盛一时的门派 彻底消失 M国唐人街 那天和雨林对坐喝茶的老者 沉默不语地坐在椅子上 过了两久 他才对身旁的人说道 查出底细了吗 身旁有人说道 回老爷子 只查出这个人 似乎和中都安家有些瓜葛 除此之外 便是个普通人 安家 老者喃喃自语 神情也逐渐凝重起来 他是M国唐门的弹主韩君 在M国 唐门是华人一大社团 而和雨林的结识 也是因为雨林当初也是唐门中的一员 只是后来的雨林 为了专心修武 才离开了唐门 可没想到 三十年之后的再次出山 居然死在了华夏 而且是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所杀 武道大会是严禁录像的 所以他也只看到了些零星的偷拍照片 但通过目击者的口述 也可以知道 这个薛安不是一般人 自己身在M国 想为有报仇也不可能了 难道就这么算了 韩君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派人去领南一趟吧 告诉领南瑜伽 杀死他们瑜伽子弟的人 便是五道大会上 崭露头角的这个薛安 是 河南的春风扑面而来 空气中都有一种躁动的春意 在这个春天的傍晚 在天子一号别墅前 一场家庭烧烤正在进行 崭新的烧烤架 一字排开 各色烤串排列齐上 薛安站在烤架前 不时地将各种佐料撒在上面 动作如行云流水 十分地流畅自然 一股浓郁的烧烤香气 逐渐开始散发开来 不远处的薛响和薛念 以及一条奇丑无比的金巴 全都蹲在地上 流着口水静静地等待着 安晴和唐轩 则在旁边帮着切肉 穿穿 本来安晴不想干这些的 可又抵挡不住烧烤的魅力 薛安说了 不干活 没资格吃饭 无奈之下 这位安家二小姐 只好硬着头皮 开始打下手 不时地 她还会偷偷看一眼烧烤架子上 那些被烤制的黄灯灯散发着迷人香气的烤串 她不是没有吃过烧烤 在中都的时候 如果她想 那么出不了十分钟 便会有世界顶级的烧烤大师 给她献上用最顶级食材制作出的烤串 可那些所谓的真羞美味 在薛安的烧烤面前 全都黯然失色 在第一次吃的时候 安晴就愣住了 她从未想过 世界上还能有这么美味的烧烤 因此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薛安只是用一些很普通的食材 便烤制出这样绝顶美味的烧烤了呢 她曾经问过薛安 当时薛安只是淡淡地道 那是因为他们的烧烤 没有灵魂 这个回答 让安晴一脸蒙比 什么叫没有灵魂 难道吃个烧烤 还得讲究灵魂吗 其实 薛安在烧烤的时候 用的火 都是由真元催生出来的 天下只此一号 别无两家 底炭更是以各种真锡木料制作而成 若是有懂行的炭道 估计会痛心疾首的大呼抱舔天物 最重要的是这些肉 在烧烤的时候 都被薛安用内力生生震散 这样可以让其烧烤的时候 更加入味 试问这样的条件 谁能达到 第一把烤串出炉 薛安先一脸宠密地 给了两个女儿 薛想和薛念吃的 小脸蛋上都是油子 金巴则眼巴巴地看着 就盼着能吃到些掉下来的肉末 薛安叹了口气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好歹也是条龙 瞧你这点出血 没错 这条奇丑无比的金巴 便是那条舞爪金龙所画 那条蛟龙 在云梦湖中没几天的光景 便化为了这条金巴 而且还很没有志气地 跟在薛想和薛念身后 就为了能吃到些好东西 爸爸 小沙很萌的 你不要这么说他 薛想说着 将吃剩的竹签扔给了他 小沙立马接住 然后开始贪婪地 铁士竹签上残存的肉末 并发出了无比享受的哼哼声 此刻这条金龙的心中在呐喊 在咆哮 五百年 五百年啊 老子在山中整整待了五百年 整天靠吃鱼为生 一直到今天 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为了能吃到烤串 以后自己也得做小主人的忠实宠物 果然 薛想这时候拍了拍巴掌 小沙 表演个道理给爸爸看 小沙嘴里叼着竹签 毫不犹豫地后腿力气 用前腿绕着薛想和薛念走了一圈 逗得两个小姑娘 咯咯直笑 薛安看着 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这算什么 唯一把烤串 出卖龙尊吗 这时 秦渝来了 等他一下车 闻到这股浓郁的香气后 眼前不禁也是一辆 好香啊 而后冲着正在烧烤的薛安笑道 薛先生 您还有这样的手艺啊 薛安微微一笑 递过去一串烤得滋滋冒油的鸡翅 尝尝 秦渝略有些迟疑 但还是接了过来 刚一入口 他的眼睛就瞪圆了 味道怎样 秦渝狼吞虎咽地将剩下的鸡翅全都吃下去 然后叹了口气 苦笑道 以后估计其他的烧烤都吃不下了 这时候 安晴有些不满 凭什么他不用干活就能吃串 再废话 小心剩下的也不让你吃 薛安淡淡道 安晴闭上了嘴巴 心里暗恨 你等我姐姐回来的 秦渝这时候一笑 然后也加入了进来 开始洗菜切肉 若是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估计眼睛都能瞪出来 堂堂的龙泰集团少董事 秦家的长女 居然在这里干起来打下手的工作 等烤制得差不多了 桌子摆上 几人团团围坐 开始吃烤串喝啤酒 薛先生 明天我们龙泰集团 在市里新开的广场开业 有时装秀场 还有各种活动 您可以带着女儿过去看看 安晴眼前一亮 时装秀场 那不就是说 会有很多漂亮衣服 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是喜欢逛街的 所以不等薛安说话 她便说道 好啊好啊 想想念念 明天小姨带你们出去玩啊 嗯嗯 两个小丫头 满嘴都是肉 含糊不清地应了两声 继续大吃特吃起来 哎呀 这条金巴长得好别致啊 秦渝看到了小沙 不禁惊讶到 小沙瞥了秦渝一眼 懒得理会她 继续埋头对付那堆竹签子 吃的是不亦乐乎 秦渝将手里的烤串放在了地上 来来 吃这个 小沙犹豫了片刻 在尊严和美味面前 她思考了一秒钟 然后毅然做出了决定 摇着尾巴走到跟前 开始大吃 秦渝有些好笑地摸着小沙的头 小东西长得真别致啊 知道小沙来历的安晴等人 不禁狂悍 这玩意能用别致来形容吗 可没想到 小沙居然甘之若疑地任由秦渝抚摸 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薛安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她甚至有些怀疑 自己救下的到底是条五爪金龙 还是个只知道吃的吃货金巴 她叫什么名字 嗯 秦阿姨 我们叫她小沙 薛祥说道 小沙呀 秦渝打量这条奇丑无比的金巴 然后点点头 还挺形象 小沙吃完烤串后 抬起头来 用一双水汪汪黑油油的眼睛 看着秦渝 怎么 秦阿姨 她给你要吃的呢 没听过吗 一只哈巴狗 坐在大门口 眼睛黑油油 想吃肉骨头 薛念嬉嬉笑道 秦渝恍然 又拿了一根烤串 拘个弓 小沙眼中闪过一抹怒气 自己可是灵兽之中 都至高无上的五爪金龙啊 这个女人 有些太放肆了 怎么 不想吃吗 秦渝摇晃着手里的烤串 而后 小沙在众人愕然的眼神中 站起前半身 拱手鞠躬起来 秦渝满意地 将烤串扔给了她 小沙雕在嘴里 冷漠地看了秦渝一眼 转身离开了 嗯 大人考得串 真香 龙泰广场 这是龙泰集团 在北江市中心 建立的一座全新商业广场 号称投资20个亿 商业形态最为完备 当次也最为高端的一座 大型购物娱乐广场 今天是他开业的日子 早上的时候 这里便热闹非凡 各路记者都来采访 很多市民也早早地便来了 因为龙泰广场 今日会有时装走秀 听说还有国外的名模 以及来自义呆利的 顶级设计师道场 这对于北江来说 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当薛安到了广场门前时 门口以及聚集了一大堆人 手里还都举着小旗子 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薛安领着两个小姑娘下了车 安晴和唐轩在一旁陪着 正要进去 就听后面有人欢呼 来了来了 人流拥挤 差点将薛响和薛念给推到在地 薛安一皱眉 一伸手将两个女儿抄在怀中 然后好似激流之中 窥然不动的石头 将这些迎面来的人流 都给推到了一旁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巴伯大师马上就来了 你挡什么路 有个穿着一条裤裆 都要脱地的裤子 染着黄头发的男子怒道 薛安一皱眉 你说我 当然是在说你 巴伯大师说的没错 你们华夏人素质就是不行 这个男子看着薛安 一身土里土气的装扮 不禁有些傲然道 你们华夏人 薛安重复了一句 然后淡淡一笑 那敢问你 又是什么人 我 我当然和你们不一样 巴伯大师可是说了 如果我的服装设计 能在这次的走秀上赢得好评 他就带我一命 这男子一脸的激动 薛安的面色阴沉下来 口口声声巴伯大师 还诋毁自己的同胞 这样的人 似乎没有存在于 这个世间的必要了 不过正在这时 一个留着精心裁剪的小黑胡 穿着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 西装的一呆利人走了过来 巴伯大师 您来了 这个男子十分的激动 用一口流利的一呆利语说道 巴伯傲慢地点点头 却将目光投向了 站在薛安身边的安晴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这位美丽的女士 您的装扮 真是我进入华夏这几天来 最为让我感到惊艳的 安晴今天穿着一件 在他看来很普通的衣服 不过因为都是 从中都带过来的 随便一件都是私人定制 价值不菲 所以才会这个巴伯有些感叹 巴伯大师说的没错 这些华夏人 整天只会穿着肮脏邋遢的衣服 真是让人恶心 男子一脸谄媚地说道 他这副嘴脸 让安晴都有些厌恶 故意问道 请问这位大设计师 叫什么名字 我的英名字叫卡曼 至于中名字不提也罢 这位卡曼道 这时候 巴伯已经按捺不住了 全然不顾一旁的薛安 直接凑上前来 试图对安晴施以稳手里 在他进入华夏之后的这几天里 这一招 几乎无往而不利 因为很多的华夏女子 都对他这个外国人感到了好奇 甚至还会主动攀谈 但那些女子加起来 都没有眼前这个姑娘漂亮 甚至在他身上 有一种只在欧洲皇室贵族身上 才能感受到的贵族气息 可他打错主意了 安晴在中都的时候 就见多了这种 靠着一副外国人的皮囊 就想着泡妞的所谓外国友人 因此 只是不动神色地往后一退 不好意思 我们华夏不信这一套 巴伯的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然后辩解道 这在我们一呆力 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礼节了 这位美丽的女士 您可能误会了 卡曼也接着说道 没错 华夏人真是太保守封建了 后面的话没说完 因为被薛安抱着的薛响 这时候说道 巴巴 这个人的裤子好奇怪啊 薛安点点头 当然道 对于这些连脸都不要的人来说 裤子掉了根本无所谓 这话让这位卡曼 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 巴伯也皱了皱眉头 他看了看薛安 发觉只是一个身材单薄的华夏男子 便有些傲然 原来华夏人的素养 就是这样 什么样 不愿意看的 你可以回你的一呆力 薛安面无表情地说道 巴伯一正 这还是他来华夏这几天 来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我不管你们什么巴伯什么卡曼的 既然在华夏的土地上 就要遵守华夏的规矩 不然就给我滚蛋 滚蛋这个词 你可明白 薛安语气冰冷地说道 巴伯的神情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而这时候 一行人迎了过来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 穿着一身职业套装 来到巴伯跟前后 一脸重目和尊敬的笑意 巴伯大师 您终于来了 时尚走秀 马上就要开始了 巴伯这时候脸色铁青 抱歉 我想我要重新考虑 和你们的合作了 女子一愣 然后急到 巴伯大师 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卦了呢 巴伯一指薛安 冷声道 你们这里的人太不友好 也太没有素质了 我要抗议 我要投诉 女子看了看薛安 然后一脸的恼怒 你谁啊 知道这件事 对我们龙太广场 有多重要吗 快给巴伯大师道歉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薛安一脸玩味地说道 女子怒道 就凭你侮辱了外国友人 耽误了我们的生意 快道歉 不然 现在就将你轰出去 薛安气急返笑 突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戴岳 是龙太集团下派到这里 主管市场运营的经理 戴岳傲然道 他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薛安穿着随意 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可巴伯大师 可是自己重金请来的 这要是出了差错 可怎么整 薛安点了点头 原来是戴岳 我还以为你叫牧羊犬呢 这话戴岳开始还没明白 等过了片刻知道什么意思后 不禁气地浑身发抖 巴伯和那位卡曼 这时候抱着肩膀 在一旁看笑话 巴伯笃定 这些华夏人 最终肯定是要屈服的 所以毫不担心 只是问一旁的卡曼 这个牧羊犬是什么意思 卡曼脸上的神情一僵 呃 就是骂这个女人不检点的意思 哦 巴伯想起 昨晚这位戴岳 去敲自己酒店房门的事情 不禁点点头 戴岳这时候咬着牙说道 去叫保安 这件事 一定要给巴伯大师一个交代 不必了 薛安淡淡道 然后从怀中 掏出了那张很久没用过的卡片 你现在被解雇了 我被解雇 你开什么玩笑 保安 把这几个人轰出去 这个戴岳一脸的嘲讽 看看这个吧 薛安将卡片扔了过去 戴岳不以为然地捡了起来 根本没在意 认为薛安不过是在故弄玄虚 可等看了一眼之后 便愣住了 因为这张卡片好像就是每个龙泰集团的人入职的时候都要记住的那张至尊卡 拥有这张卡的人就是龙泰集团最为尊贵的客人 别说解雇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运营经理 就是让这个龙泰广场现在关门歇业 只迎接他一个人都不在话下 戴岳面色一下子变得极为苍白 浑身都在发抖 薛安淡淡道 看清楚了吗 要不要打个电话查询一下 戴岳不敢吭声 因为他知道这绝对是真的 这个男子怎么会有龙泰集团的至尊VIP卡 他到底是谁 戴岳有些绝望了 薛安淡淡道 既然没有疑问 现在我请你立即滚蛋 说到最后 薛安的语气稍稍加重了些 虽然在旁人听来并无什么不同 可听到戴岳的耳中 却好似想起了一声惊雷 震得他整个人都为之站立 差点都妙了 而跟在戴岳身后的这些人 静若寒蝉 连头都不敢抬 这时候戴岳忽然大喊道 你开除了我 那我看你今天的时装秀怎么办 说着戴岳看向巴伯 一脸重目地说道 巴伯大师 您看到了 这些人简直太粗鲁 太没有素质了 我们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合作 巴伯面色也很阴沉 他没想到 这个男子会有这样的权利 举手投足间 便让一个经理离职了 不过这个女人说得没错 自己现在终止合作 看你这个开业时装秀怎么办 卡曼也推波助蓝道 华夏人的素质就是差 没有合同精神 巴伯大师 我觉得 一会他们就得给您赔礼道歉来了 巴伯一脸的傲然 可这时候 薛安却晒然一笑 谁说 没有你们 这个时装秀就办不下去了 巴伯一愣 莫非这个男子 还邀请了其他设计师 不 不会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戴岳也有些迟疑 不过很快 他就满脸嘲讽到 装得倒是挺沉稳 我看一会开业典礼举行了 你怎么办 薛安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低下头 对薛想和薛念叨 一会跟巴巴做个游戏好不好 好 两个小姑娘 一口同声道 薛安抱着两个女儿 来到了时装区 戴岳和巴伯等人互相看了看 然后也跟了过来 他们倒要看看 薛安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这时候 时装秀还有二十分钟 就要开始了 这里的负责人 急得团团转 见到薛安来了后 他一愣 你们 薛安也不废话 拿出那张卡片 现在这里有我接管 可 后面的话声声咽了回去 因为他也认出了这张至尊 VIP卡 现在还有二十分钟 就是上帝来 也就不了他了 巴伯冷笑道 薛安却一脸淡然 看了看这些琳琅满目的衣服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选了十几件 等放到设计台上后 顺手便抄起了旁边的剪刀 咔嚓咔嚓 开始了剪裁 众人的眼都瞪圆了 这是要临阵改变设计 天 现在还有十几分钟就开始了 怎么可能来得及 连安晴都觉得 薛安是在开玩笑 巴伯和卡曼 以及戴月三人 更是一脸的冷笑 薛安剪裁得极快 每一分钟 就将这些衣服剪完了 然后便开始拼接 旁边等候的 都是最顶级的裁缝 薛安弄好后 便给了他们 这些人也觉得 薛安是在胡闹 可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都缝制上了 薛安拿起两件 对薛想和薛念叨 这是你们的 然后又将剩下的 给了唐轩和安晴 这些是你们的 安晴瞪圆了眼睛 我们还得上去 是啊 我就是按照你们来设计的 薛安淡淡道 安晴和唐轩 也知道事情紧急 也不再废话 领着薛想和薛念 就进了更衣室 此刻 离着开场 还不到五分钟 巴伯这时候冷笑道 真是好笑 我在欧洲学设计 学了十几年 居然有人在十几分钟内 就想设计出一套全新的衣服来 薛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愣起穿衣服来 华夏人是 你们的祖宗 这话将巴伯队的面色铁青 但又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因为薛安说的 确实是事实 当华夏人已经穿上精致的丝绸时 欧洲人还在穿着粗重的皮草 或者粗烈的麻布 今天的时装大秀 吸引了很多的媒体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时尚达人 此刻他们都在替台下静静等待着 远处则是普通的民众 这些人此刻都在焦头接耳 哎 我说这时装秀 有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欧洲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 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模特 穿着一身塑料袋就出来了 什么玩意 哎 想我们华夏几千年的名 现在居然沦落到 让外邦叫我们穿衣服吗 有人不禁哀叹 终于 随着一阵鼓琴乐声响起 全场安静下来 往常都是用各种音歌曲做开场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有些人心中有些诧异 不过古典乐器的声音确实动听 让人听了不禁心旷神疑 灯光照射在了替台出口处 众人屏息凝神 准备看看 第一个出场的模特会是谁 然后就见两名穿着古典汉服的小姑娘 手牵手走了出来 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 眼中灿若繁星 眉目如画 在配上穿着的这身古典汉服 真好像画中走出来的小公主一般 底下一阵哗然 众多媒体们也是一脸愕然 不是说这次的设计师是欧洲的吗 怎么会出现汉服 不过这些媒体们反应极快 立即开始疯狂地拍照 这可是最好的素材 霹雳啪啦的闪光灯 让两个小姑娘似乎有些害怕 但两个小姑娘还是微微低着头 坚持走完了全程 等她们走回去后 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开始很微弱 但很快便如珊瑚海啸一般 远处的那些民众更是大声叫起好来 漂亮 这两个小丫头 简直太惹人疼了 天哪 要是能生一堆这样的女儿 简直幸福死了 开场便是这样两个灵气逼人的小姑娘 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呢 众人不禁满是期待地看着出口处 一只先先玉手 先撩起了帘子 众人不禁屏气凝神地看着 然后 一位穿着汉服如裙 神态端庄大气的女子 缓步走了出来 这个出场可谓燕金四座 很多摄影记者已经疯狂了 闪光灯打一开始就没停止过 第一个出场的人是安晴 因为她身高比较矮 所以薛安将宽大的如裙改小了些 这样穿在她身上后 显得精致而秀气 更主要的是 安晴见惯了各种大场面 所以毫不怯场 神态端庄大气 目不斜视地走完了替台 好美的小姐姐啊 有人感叹了一声 引来众多人点头 这时候 古琴的乐曲渐入高潮 一名身着黑红相见刘仙群的女子 漫步走入了替台之上 唐轩和安晴比起来稍显风雨 因此 薛安给她选择的是 黑红相见的配色 刘仙群则自带嫌弃 此刻 唐轩发现 台下这么多人 都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心里不禁有些害怕 薛安这时候 看出了台上唐轩的迟疑不定 眼睛微眯 一股神念便传了过去 她将仙界的那些仙女们 如何行走的画面传了过去 唐轩就觉得眼前一变 似乎来到了九天之上 身边的人都幻化为 美艳绝伦的天女 这些天女举手投足间 端庄大气 让人一见便为之心者 唐轩的心渐渐沉静下来 不由自主地 开始模仿这些天女们的姿态 于是在外人看来 这名女子刚出场的时候 稍显慌乱 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然后连不轻移 好似若柳浮风 姿态简直美不胜收 台下的摄像师都看呆了 甚至都忘记移动镜头 直到被身旁的人打了一巴掌 才算清醒过来 然后忙不迭地 将镜头对准了 这位如天女下凡的女子 此刻 背景乐曲逐渐激昂起来 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很多在远处围观的民众 都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因为台上女子所穿的 可是正统的汉家衣裳 原来汉家衣裳是这么的美 尤其穿在华夏女子身上后 将那种温婉而大气的仪态 表现得淋漓尽致 巴伯和卡曼 以及戴月等人 站在不远处 看得目瞪口呆 尤其是巴伯 作为资深的服装设计师 他自然能看得出 这些衣服的神奇所在 要知道 每一个人的身体姿态都不相同 这就要求设计师 要尽可能地展现模特美的一面 这很难 可薛安却只在几分钟的时间内 便做到了这一点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巴伯感觉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世界观 都彻底被颠覆了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 这对薛安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毕竟曾为先尊 经历了太多大场面 也见过太多的美景 所以他对美的把握和掌控 都是无人能及的 区区一个服装设计 根本就难不倒他 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 一场汉服之美的盛宴 震住了所有人 台下这些所谓的时尚达人们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曾经他们崇尚西方话 认为自己的国度 是没有时尚的 可这次 却被事实无情地抽中了脸蛋 原来 老祖宗留下的汉服 不是不美 而是自己的档次太低 根本就配不上 而巴伯 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薛安说得没错 论穿衣服 华夏人确实是西方人的祖宗 可这还没结束 异曲见先 替台上的灯光 也按了下来 结束了吗 很多人面面相去 心中还有些恋恋不舍 可就在这黑暗之中 一阵恢弘大气的乐曲 猛然响起 很多人猝不及防之下 都不禁浑身一震 自台口中 薛安穿着上黑下红的 汉带缅服 腰弦三尺汉剑 缓步而出 汉带缅服之上 绣着十二张纹 威严大气 汉剑八面 长约三尺 令人不敢直视 而薛安 则神情淡然 只有眼睛 好似一汪深不见底的潭水 深邃幽深 令人望而生畏 台上台下一片宿景 很多记者 甚至都忘记了拍照 一直到薛安走到台前了 才反应过来 赶紧举起了相机 汉服很适合女子穿着 也很容易穿出美感来 可对男子来说就很吃亏 若是稍微不注意 就容易显得很猥琐 可薛安只是 简简单单地往那一站 便真如帝王一般 气势惊人 有些女子看薛安的眼神都逐渐变得灼热起来 这个男的好帅啊 这时候 薛祥和薛念 以及唐薛安晴等人都分别上了台 薛安一手一个 牵着自己两个女儿的手 慢慢地走过替台 这一幕让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很多华夏人看着看着 不禁热泪盈眶 这就是汉服的魅力吗 原来 我们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 就在这时 薛安站在了替台中央 看着台下的人淡淡道 可能你们都在疑问 为什么一场本来是欧美设计师的时装秀 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声音不大 却传遍了全场每一个角落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平住呼吸 静静听着 这个男人的声音 有一种让人不敢轻视的魔力 那是因为 我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这位设计师 以及跟在他身前身后的几条牧羊犬 薛安的话 惹来一阵嘀嘀的笑声 显然大家都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 薛安接着说道 身为华夏人 却口口声声说什么 你们华夏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去舔那些洋人 这样的人 不是牧羊犬是什么 这些所谓的设计师 每年靠着修改一个扣子来混日子 还美其名曰时尚达人 可在我看来 薛安的目光扫视全场 论奢侈和时尚 华夏人不是说别的 而是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垃圾 这话让很多人全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薛安淡淡一笑 所以我希望 以后再有牧羊犬 记得不要说自己华夏人 因为你们不配 好 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叫好 不过几个记者还是忍不住发问道 请问先生 您是这次时装秀场的设计师吗 薛安点点头 台下一片哗然 虽然都有猜测 但没想到这个男子 居然真的是这次的设计师 巴伯的脸色铁青 可眼神中却有种恐惧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男人 自己惹不起 而薛安此刻 看向了巴伯等人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只是看到这个微笑 卡曼和戴跃等人 却如躲冰窖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完了 彻底完了 时装秀场结束了 薛安等人也下了台 可台下已记围观的人 却久久不愿意离开 至于那些记者们 此刻已经要疯了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时装秀 却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大新闻 不说别的 就凭这几个模特 360度无死角的美照 就足以在上掀起风浪了 更重要的是 最后出现的那个男子 到底是谁 还有 这次的时装秀 不是欧洲的设计师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幕 这些疑问 让这些记者们抓耳挠腮 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后面去采访 不过他们的希望 显然全都落空了 因为薛安此刻 正在龙泰广场的高层办公室中 秦宇也在 他是听到消息后 急急赶来的 也看到了时装秀最后一幕 他不是个轻易便能被感动的人 却被薛安的几句话 说得热泪盈眶 是啊 有些人就是太过吃里爬外了 所以他一来 便雷厉风行地 将戴月以及他的属下 全都开除 至于卡曼 这个所谓的设计师 已经在刚刚被下令封杀 也就是说 他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去招摇撞骗了 只有八博这个人比较难办 不过秦宇很快就下了命令 停止一切合作 立即让他滚出滑下 八博灰溜溜地走了 一切尘埃落定 秦宇有些歉意地说道 薛先生 没想到请您过来游玩 却出了这么一件事 薛安微微一笑 没事 举手之劳罢了 秦宇心里暗道 您这举手之劳 可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呀 刚刚秦宇已经收到了消息 现在服装区已经疯了 那些看完时装秀的人都没有离开 全都准备买几件汉服 队伍甚至都已经排到了商城大门外了 而且 这件事正在落上以恐怖的速度传播开来 这些记者们无法找到薛安采访 可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很快就通过龙泰广场那些员工的嘴 问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尤其一些目睹了经过的员工 更是将经过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遍 这些记者们听得眉飞色舞 觉得这次的时装秀 算是来对了 这可是足以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啊 因此 在这些记者的笔下 这次的事件迅速开始在落上传播 至于舆论 更是以恐怖的速度开始发酵 不过不同于以往的私逼 这次的友们出奇的团结 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薛安这边 除非极个别的 说几句损害外邦友谊之类的 不痛不痒的话外 剩下的 全是点赞 尤其当这次的照片和视频 被传播到上后 本来抱着吃瓜心态围观的群众 也都情不自禁地被迷住了 天啊 我喜欢这两个小姑娘 简直太可爱了 这是薛祥和薛念的忠实粉丝 为了公主殿下 我们愿意付出一切 这是安晴的粉丝 一切赞美在您的面前都没有意义 这是唐轩的粉丝 而后这些粉丝们 开始习惯性地撕逼和互对 比如 为了谁漂亮 安晴和唐轩的粉丝 已经折占了几百页的帖子 可这些粉丝们 在一个问题上 却出奇地保持了一致 那就是在薛安穿着汉石免服的照片下 几乎清一色的 都是一个评论 参见陛下 没错 薛安此刻在上 被无数人称之为陛下 不过收益最大的 还是本来小众的汉服 经过这一轮的曝光后 很多人第一次发现 原来自己的国家 是有民族服饰的 而且还这么地美 所以 销量陡然暴增 更重要的是 龙太广场在这次的事件中 可谓躺着也赚钱 很多人不远千里 就是为了来这里买汉服 而且指名点信要同款 而这一切的起源 都是来自于薛安 不过薛安即便知道了 也无非一笑了之 因为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 准备去做 比如 陪着自己的两个女儿逛街 女人不管年龄大小 都是喜欢逛街的 而男人就算是先尊 也讨厌逛街 可如果陪着的人 是自己的女儿 那就另当别论了 薛安此刻就甘之若疑地 跟在两个小丫头身后 当起了全职奶爸 小女孩的好奇心 总归是很重的 这里也要看看 那里也要瞧瞧 薛安就跟在屁股后面 不时地说道 喜欢吗 只要点头 那薛安便上前一步 结账走人 这样的宠溺 让跟在后面的安晴和唐萱 都有些触目惊心 不过薛安却觉得 这还不够 自己四年的时间 没有陪着两个小丫头 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 薛安恨不得将月亮都摘下来 给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女儿 自己不宠谁宠 这一天的时间 一行人就这样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地过来了 等到了傍晚 两个精力充沛的小姑娘 也终于有些累了 薛安干脆一手一个 抱在了怀中 想吃什么 烤串 薛念道 我想吃红烧又 薛想说道 薛安一笑 那好 那咱们回去就吃红烧 又喝烤串 好啊 八八万岁 两个小姑娘欢呼雀悦 薛安看着自己两个女儿的笑容 心中满是暖意 老婆 你等着 等我将你光明正大的接回来后 我们一定会是全世界 不 全宇宙最幸福的一家 这是省城的一家私密会所 能进出这里的 全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而此刻 这座会所中空无一人 因为今天 有人将这里包场了 虽然有很多来此消费的人颇有微词 可等听到包场之人是谁后 便全都沉默了 这个名字 在省城象征着至高的权势 没有人敢在这里触怒他 以及他的家族 谢天赐斜躺在沙发上 脑袋枕着一名绝色家人的大腿 正闭着眼 享受着家人的按摩 正在这时 有人恭恭敬敬地喊道 谢少 人来了 谢天赐睁开眼 略一点头 带进来吧 是 过了没一会 有脚步声传来 谢天赐并未起身 只是神色平静地看着 来的人是一名女子 奇色无双 跟这个女子比起来 正在给自己按摩的所谓家人 也变得平庸起来 谢天赐嘴角浮现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范小姐 请坐 范孟雪略有些迟疑 然后便坐在离谢天赐最远的角落里 谢天赐微微一笑 然后闭上眼 享受着家人给他掏耳朵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闷而压抑 范孟雪咬了咬牙 他之所以来这个地方 全是因为这个谢天赐 本来他正在省城 跟着史蒂芬拍摄电影 可就在昨天 史蒂芬一脸为难地叫住了他 范 有件事你需要知道 范孟雪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便微笑道 什么事 这么神秘 史蒂芬叹了口气 有人要见你一面 哦 谁 范孟雪本能地有了些警惕 史蒂芬苦笑道 在省城 还能有谁 范孟雪心里一沉 谢家 史蒂芬的神情也有些凝重 没错 就是谢家 而且是谢家的二公子 谢天赐 谢天赐 省城最为知名的豪门公子 无人敢惹的存在 范孟雪有些不明 所以自己跟谢天赐根本不认识 他要见自己干什么 谢家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大投资方 史蒂芬说道 谢天赐说得明白 他想和您吃顿便饭 否则 后续的投资便会终止 范孟雪悚然而惊 作为在圈内摸爬滚打了四五年的人 他怎么会不明白 这个谢天赐的险恶用心 可怎么办 现在电影已经拍了一半 剧组所有人都已经磨合得很默契了 自己也在史蒂芬这样 全球知名的大导演的指导下 渐入佳境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 史蒂芬看出了范孟雪的为难 不禁微微叹了口气 范 这件事 我已经剧里力争了很多次了 可谢天赐执意要见你 我也没办法 你自己考虑下吧 范孟雪勉强一笑 谢谢 我会考虑的 说完 范孟雪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等回到住处 知道消息后的韩瑶也赶来了 作为圈内顶级的金牌经纪人 他刚刚已经打了无数个电话 可中都的关系到不了省城 而省城的人 只要听到牵扯到了谢家 全都退避三社 无人敢管 韩瑶看着范孟雪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打算怎么办 范孟雪猛然抬起头 我打算去一次 韩瑶一愣 可如果 范孟雪摇摇头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去只是想看看 他到底要干什么 说这话时 范孟雪的眼中满是坚毅 和一丝不服输的执拗 韩瑶点点头 那好 我也跟你去 范孟雪知道 这是韩瑶不放心自己 不禁有些感激的点点头 韩姐 韩瑶一笑 好了 你我之间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出了名 我才好挣钱 这便是范孟雪来这里的缘由 过了不知道多久 谢天赐坐起身来 拍了拍旁边女子的腿 女子乖顺地起身离开了 屋中就剩下了谢天赐和范孟雪 范孟雪有些紧张 谢天赐却微微一笑 站起身来走到酒柜跟前 打开了一瓶红酒 倒了两杯 然后递给了范孟雪一杯 这是世界仅存的几瓶百年红酒了 范小姐可以尝尝 范孟雪端起来轻瘦一口 怎样 范孟雪点点头 果然不错 谢天赐黑黑一笑 眼神却一直没有离开范孟雪 从她这个角度看去 范孟雪要比电视上还要漂亮百倍 果然是个有物啊 谢天赐有些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范小姐果然天资国色 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很多呢 多谢 范孟雪礼节性地点点头 然后咬了咬牙说道 谢少 请问您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谢天赐一笑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然后淡淡道 很简单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人 这么直白的话 让范孟雪都有些梦了 谢天赐走到镜前 弯下腰看着范孟雪的绝美容颜 轻声道 只要你跟了我 那么什么都是你的 我甚至可以花钱 让你成为世界级的影后 范孟雪默然不语 谢天赐的心中有些悸动 忍不住伸出手来 准备抬起范孟雪那精致的下巴 可就在这时 范孟雪将手里的红酒杯 往前一泼 红酒撒了谢天赐满脸 谢天赐愣住了 范孟雪缓缓站起身 一字一顿道 谢少 很抱歉 这个提议 我不同意 谢天赐的眼角开始疯狂跳动 眼神也变得冰冷起来 范小姐 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这里可是省城 而我是谢家的二公子 范孟雪毫无惧色 神情淡然道 我知道 但我希望你也明白一件事 并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是贪图名利的 说完 范孟雪转身便走 谢天赐冷哼一声 范孟雪 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明天我就能把你封杀 你信吗 范孟雪停住身形 然后淡然道 我相信 可我还要告诉谢少 很多事并非是 你能一手遮天的 谢天赐冷笑一声 你可以试试 谢天赐并不认为 这个范孟雪 真敢冒着得罪谢家的风险 走出这道门去 可没想到 范孟雪毫不犹豫地 便离开了 谢天赐神情冰冷地 看着范孟雪离去的背影 逃出手机打来的电话 终止电影投资 女主角换人 同时封杀范孟雪 说完 她挂断电话 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在S城 谢家就是可以一手遮天 到时候 你会回来跪着求我的 谢天赐心里想着 范孟雪走出了会所 韩瑶赢了上来 怎么样 范孟雪一笑 没什么事 韩瑶心里有些不安 可也没多问 等回到了酒店 韩瑶便接到了史蒂芬的电话 在电话那头 史蒂芬很遗憾地说道 抱歉 现在投资方已经撤回了投资 要求更换女主角 韩瑶心中一紧 知道一切 终于还是不可挽回了 而后韩瑶打了很多电话 可这次 连肯接他电话的人都没有了 因为此刻圈内的人都知道了 范孟雪已经被谢家二少封杀 所有人都在冷眼旁观 准备看这位范孟雪 会坚持多久 才向谢少屈服 这是电影《诸神之战》的记者发布会 很多记者都早早地赶来了 因为嗅觉灵敏的他们 闻到了一丝大新闻的味道 果然 当《诸神之战》的全体演职人员入场之后 底下开始议论纷纷 怎么没有范孟雪 对啊 她可是绝对女主角 怎么可能缺席这么重要的发布会 咦 那不是最近圈内最火热的流量小花花如月吗 她怎么来了 在这些议论声中 史蒂芬面色阴沉地说道 因为个人缘故 范孟雪小姐退出《诸神之战》剧组 不再担任女主角 新任女主角由花如月担当 说完 史蒂芬转身离去 用这种行动表达了她无言的愤怒 全场一片哗然 这些记者们简直都要疯狂了 这可是震惊娱乐圈的大消息啊 《诸神之战》可是今年以来投资最大 期望也最高的一部电影 所以 关注度也最高 现在女主突然换人 不得不让人浮想连篇 花小姐 请问您对这次突然担任《诸神之战》 这样的大电影的女主 有什么看法 画如月精致的脸蛋上 绽放出一个城市化的笑容 淡淡到 并无什么看法 一切全凭实力说话 哄 台下更是要炸锅了 范梦雪好歹也是德国影后的人物 更是被称之为新生代演技最强的女演员 现在听画如月的意思 却是自己要强过她 不过这些记者们都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 有人赶紧问道 花小姐 您这话是不是在说 范梦雪没有实力 画如月道 我并没有这么说 但你可以这么理解 可范梦雪好歹也是您的前辈 而且听说当年您刚入行的时候 他还曾帮助过您 这时候 有看不下去的记者蹦出来说道 画如月冷笑一声 在娱乐圈 没有谁是谁的前辈 而且当初我也没求着他帮我 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现在他人气下降 被替换也是理所当然 我的话说完了 画如月站起身来 高傲地扬起脸 只高气扬地走了 而这个新闻 也以恐怖的速度 震撼了整个娱乐圈 很多家电视媒体 都第一时间 将这次的发布会公之于众 韩瑶坐在电视前 气得将遥控器都扔了过去 这个白眼狼 当初你那么帮他 现在他却落井下石 范梦雪却神情平静 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梦雪 要不咱们告诉薛先生一下 他神通广大 应该能解决这件事 韩瑶试探性地问道 范梦雪摇了摇头 他就算在神通广大又能怎样 对方可是谢家 韩瑶也叹了口气 谢家盘踞省城几十年 俨然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存在 虽然北疆的秦家 这十几年来一军突起 可跟谢家比起来 还是逊色不少 这一点从秦家 在省城 没有任何商业布局 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范梦雪才会这么地悲观 那怎么办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 那你的心路 就算彻底毁了 韩瑶交集万分 他这一天多来尝试了很多法子 可根本没用 而且还收到了来自 十几家代言商的退约函 都是范梦雪曾经代言过的 把韩瑶都气得破口大骂 认为这群人 纯粹就是在落井下石 范梦雪淡淡一笑 谢家二少就是想用这个法子 逼迫我就犯 可他想错了 我不会低头的 北疆 胖一刚送走了一波客人 正在埋头算账 电视机开着 里面演着乱七八糟的新闻 也没人挣进去看 谢晶晶则在收拾桌子碗筷 突然 一条消息插播进来 赫然便是今天在诸神之战 电影发布会上 发生的一切 谢晶晶本来也没在意 可等看了一半 便停住了手里的活计 妈 怎么了 你听好像是关于范小姐的 范小姐 哪个范小姐 就是您最喜欢的 那个范梦雪啊 谢晶晶急到 胖一一愣 也放下了手里的笔 转头仔细看去 等过了片刻 她也满脸的愕然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之间要换人 谢晶晶沉着脸说道 肯定有缘故 谢晶晶掏出了手机 开始搜索 越看越是触目惊心 很多的新闻 都赫然一行大字 范梦雪惨遭封杀 胖一一有些急了 这个范小姐 还跟着你安哥 来咱们这吃过饭 看样子 和你安哥关系不错呢 出了这件事怎么办 老谢这时候 从厨房走出来 怎么了呀 大呼小叫的 老谢你看 范小姐被封杀了 老谢愣了片刻 然后神情严肃起来 快 给小安打电话 薛安正在屋里 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搭积木 一看是老谢打来的 便接了 怎么了谢叔 小安 你看电视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范小姐 被封杀了 封杀 薛安的笑容 渐渐脸去 对 晶晶刚刚查了下 似乎是因为得罪了 省城什么大人物 现在已经被集体封杀了 电影也被换人 知道了谢叔 没事 有我在 没人敢对孟雪怎么样 薛安淡淡道 等挂断电话 薛安立即开始拨打范孟雪的电话 但却无人接听 薛安一皱眉 豁然起身 爸爸 怎么了呀 薛安低头冲两个女儿一笑 没事 对了 爸爸带你们去省城玩几天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薛响和薛念连连点头 安晴这时候走到客厅里 一听也不禁有些愣住了 去省城干什么 薛安简单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安晴面色凝重起来 得罪了省城的大人物 除了谢家之外 省城没人可以称得上大人物 然后安晴沉声道 薛安 这个谢家可不一般 甚至在中都都有他们的势力 秦家和他比起来也差得很远 所以你要想清楚了 薛安淡淡一笑 大人物 在我眼中 还没人配得上大人物这三个字 可 安晴还想说什么 薛安摆了摆手 但然道 这个范梦雪是我高中同学 我知道她的性格 有什么事从来不会对别人说的 可我承诺过她 如果有人敢欺负她 我会处理 所以这次的事 我管定了 安晴叹了口气 那好 我也去吧 好歹我也见过谢家的人几面 此刻 化如月正依偎在谢天赐的怀中 撒着交道 谢少 您可真厉害 一句话便让范梦雪 那个婊子 再也无法出头了 谢天赐淡淡一笑 一个戏子而已 我让他生变生 让他死变死 现在不过是给他点颜色瞧瞧而已 如果他还不识相 那就不要怪我落手脆花了 化如月看到谢天赐眼中 一闪而过的狠毒光芒 也不禁打了个寒颤 怎么 怕了 谢天赐看了化如月眼 化如月赶紧惨笑道 谢少 我 谢天赐已经从他身上发泄了一通 因此有些厌恶地说道 好了 滚吧 化如月不敢吭声了 起身穿好衣服 便走出了房间 不过他的心里丝毫没有难过 反而满是兴奋 诸神之战啊 那可是顶级大作 自己现在是里面的绝对女主角 这一下就能让自己的知名度 扩散到国外 至于些许尊严 能卖钱吗 而且化如月的眼中闪烁着狠毒的光芒 现在自己派去的人应该到酒店了吧 范蒙雪 这一次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而且你也不要怪我 怪之怪 你得罪了谢少 化如月冷笑着想到 当秦元知道薛安是要去省城 而且要跟谢家掰一掰手腕时 也有些震惊了 薛先生 并非我们秦家不信任您 可谢家不是一般的豪门 听说 其中还有酒不出事的老祖坐镇 十分的恐怖 您毕竟势单力薄 薛安淡淡一笑 多谢关心 不过省城我是去定了 秦元动了动嘴 最后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好 薛先生 我秦家 在省城没有什么产业 因为谢家这几十年来 将省城经营的铁桶一般 真差不尽 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 老黑 一直陪在秦元身边的 黑王走了过来 老爷子 你跟着薛先生一起去 务必要全力以赴地帮着薛先生 是 薛安本想拒绝 在他看来 什么所谓的豪门大人物 无非拳头下的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可看秦元这么制成 薛安也便点了点头 好 那现在就走 北疆离省城有四百多里路 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可以到 可就在车行驶在夜间的高速公路上时 薛安突然眉头一皱 神情肃然起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远方的一处联系 突然之间断开了 这联系便是他送给范梦雪的那枚戒指上 所携带的防身法阵 当时薛安只是顺手为之 而且一丝神念寄存其上 若是有了变动 自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没想到现在突然之间断开了 薛安对安晴道 你和老黑随后赶过去吧 我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安晴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薛安点点头 随手在睡熟中的 想想和念念身上 下了几十道护身法阵 这都是用薛安的本源力量 做加持的绝顶法阵 薛安自信 就算一枚核弹轰过 自己的两个女儿也会安然无恙 然后便打开了车门 在司机和安晴惊骇的眼神中 纵身跃下 一百多公里的车速 对薛安没有任何影响 直接落在地面后 薛安一仰头 整个人便直入云霄 转瞬之间便消失不见 此刻 在范梦雪所住的酒店之中 几个黑衣人互相使了个眼色 便猛地降门打开 此刻屋中就范梦雪一个人 他正准备洗澡睡觉 一群人的突然闯路 让他有些发猛 你们 领头的黑衣人宁笑一声 范小姐 你欠我们的钱该还了吧 欠你们的钱 我什么时候欠你们的钱了 范梦雪一愣 然后怒道 这时候 随后进来的黑衣人 直接降门反锁 范梦雪就知道不好 站起身来冷声道 你们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再不滚出去 我可报警了 报警 你报啊 领头的黑衣人笑得十分猥琐 然后身后的一个人 掏出了摄像机 开始录像 这黑衣人 是个形容猥琐的大胖子 凝笑着往范梦雪这走来 真是个我见油怜的美人哪 这要是拍出来 肯定都卖个好价钱 范梦雪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他见识过很多娱乐圈内的肮脏手段 比如 有一些桑进天良的公司 为了控制手下的艺人 就会故意命人去强暴 并拍下画面来做要挟 你们别过来 范梦雪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 退到了墙角 黑胖子毫不在乎 黑黑冷笑道 怪只怪你不长眼 得罪了谢少 所以也别恨搁几个辣手催花 你要是伺候好了 我们也少为难你 说着猛地冲了过去 范梦雪惊叫一声 可就在这时 一道光运从他所佩戴的戒指中扩散开来 正好形成了一个光剑 将范梦雪护在了里面 而这个黑胖子 则被这光运直接击碎了 没错 直接击成了 直径不超过五公分的碎块 这一幕让范梦雪都傻眼了 而这些剩下的黑衣人 则面面相去 然后有人掏出手枪来 对着范梦雪就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几枪过后 这个薛安随手刻画的护身法阵 便轰然破碎了 妈的 小剑人居然还有这样的医保 今晚弄不思念 另有一个黑衣人冷笑道 而后这些人便慢慢地围了过来 范梦雪抱着肩膀 浑身都在发抖 同时手里已经握紧了水果刀 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就是死 他也不愿意落入这些坏蛋的手里 薛安 这辈子无缘再见 下辈子 我一定会嫁给你 范梦雪心里想着 毅然决然地准备 将水果刀刺入心脏 可就在这时 一个淡然的声音突然响起 还没吃饭吧 一会想吃什么 这个声音 让这些黑衣人为之一愣 而范梦雪更是浑身一震 然后不敢置信地看向门口 这个声音 他太熟悉了 曾经无数次都会在梦中听到的声音 怎么会听错 而且 刚刚范梦雪在绝望之中还在想 如果现在他在 该有多好 可玄机又惨然一笑 认为自己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可没想到 转眼间 幻想便成为了现实 这个神色淡然 嘴角还挂着一抹 若有若无微笑的男子 不是薛安又是谁 范梦雪就觉得浑身一软 眼泪却止不住 巴达巴达掉落下来 就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妹妹 回家看到自己的哥哥一样 而这些黑衣人则 互相对视一眼 都有些狐疑 有个黑衣人冷声喝道 你谁啊 不知道我们黑衣帮做事 闲人物尽吗 赶紧滚 薛安微微一笑 黑衣帮 说实话 这个名字真是没有想象力 你他妈到底谁 有人怒骂一声 举拳便打 薛安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 直接一伸手便捏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对范梦雪一笑 闭上眼 范梦雪赶紧闭眼 而薛安这时候 手一用力 啪 这个黑衣人的脑袋 就像是一个烂西瓜 直接被薛安生生捏爆了 脑浆的腥味弥漫开来 让这剩下的几个黑衣人 全都腿肚子打颤 太狠了 举手投足间便杀了一个人 而且看那淡然的神情 好像杀了一只鸡一样 这时候 薛安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手感不错 现在该你们了 剩下的这些黑衣人 被吓得亡魂接冒 正准备逃跑 然后就觉得脚下一阵刺痒 低头一看 才发现从脚下 升起了一团洁白的火焰 这火焰毫无温度 却转瞬之间 便将这些黑衣人 给烧为了乌有 唯独剩下了最后一个黑衣人 薛安慢慢走了过去 这个黑衣人抖落筛康 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哭喊着道 饶命 饶命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薛安在他面前停住脚步 淡淡道 谁指使你来的 这个黑衣人浑身一颤 脸上显出迟疑的神色 薛安摇了摇头 算了 我自己看吧 说着手一抓 一道虚影 便从这个黑衣人的天灵盖 冒了出来 死狮子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这个黑衣人的魂魄弱的可怜 一阵风都能吹散 而且看着薛安的眼神 都是那种极度的恐惧 薛安随手一捏 关键的记忆便被取了出来 而看完之后 薛安也不经一皱眉 这个黑衣帮果然作恶多端 光祸害的女子就不下十几个 真是死有余辜 薛安一弹指 剩下的尸体便迅速被火焰稍微乌有 而后薛安道 好了 睁开眼吧 范梦雪慢慢睁开眼 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薛安的笑脸 一如十几年前 在课堂上 自己被人欺负时 那个挺身而出的少年一样 笑得那么好看 范梦雪忽然扑倒了薛安怀里 嚎啕大哭起来 这种事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确实太过可怕 如果薛安没来 那么范梦雪只有两个下场 一是被人凌辱 然后拍下录像 二是自杀身亡 甚至有可能死了后 这些黑衣人也不会放过自己 薛安此刻十分坦然 只是心里默念 老婆 你可别生气啊 我这是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来了 哭了一会 范梦雪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手 薛安这才揉了揉她的脑袋 微微一笑 你呀真是个爱哭鬼 走 先去吃饭 范梦雪住的是五星级酒店 楼下便有24小时营业的自住餐厅 这两天 范梦雪没有任何食欲 基本都不下来吃东西 可今天薛安来了 她突然胃口大开 吃得不亦乐乎 而就在这时 韩瑶急急忙忙地赶到了 她出去找熟人去了 想着能通过关系 将这件事摆平 可刚回来 就听说楼上出事了 似乎有打动的声音 她不禁大惊失色 知道不好 赶紧往楼上跑 屋里没人 韩瑶就慌了 幸好有服务生说 范小姐和一个男的下楼吃饭去了 韩瑶这才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等到了这里 一见到薛安 韩瑶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对薛安 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信任 好像天塌下来 这个男人都能撑起了一样 而薛安也看到了韩瑶 神情一缓 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 虽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弄得不太愉快 可对范孟雪 倒是真心不错 孟雪 你没事吧 韩瑶坐下后 关切地问道 范孟雪摇了摇头 没事 妈的 到底谁干的 韩瑶听完经过后 不禁怒道 派人对付孟雪的 是一个叫华如月的人 薛安道 华如月 韩瑶一惊 旋即满脸愤怒地说道 这个狼心狗妃的婊子 居然用出这么下作的手段来 真该千刀万剐 薛安一笑 然后看着范孟雪 淡淡道 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些人 范孟雪 莫然 她不是圣母 心里自然也生气 可对方可是谢家这样的庞然大物 她知道薛安厉害 可一个人怎么能是这样庞大势力的对手呢 薛安看出范孟雪的心思 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你若是想他们现在死 那我可以让谢家和华如月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语气平淡的 像是再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可韩瑶却忍不住头皮发麻 这样一件人头滚滚杀气腾腾的事 在薛安的口中 却轻描淡写的不值一提 但我觉得 就让他们这么死了 有些太无聊了 薛安接着道 那你的意思是 范孟雪道 薛安一笑 他们不是封杀你吗 那好 咱们就教这些所谓的豪门如何做人 他替换了你的电影 咱们就自己拍一部 然后看谁能笑到最后 拍电影 范孟雪和韩瑶都十分惊讶地脱口而出 是啊 可现在谁敢投资我 范孟雪道 薛安呵呵一笑 没人投资那就我来 五个亿够不够 薛安有这个自信 只要自己开口 秦家会毫不犹豫地掏钱 因为这次对付的 可是他们的死敌谢家 那导演什么的呢 范孟雪问道 薛安看向韩瑶 韩瑶咬了咬牙 猛地一吹桌子 薛先生说的没错 这些人欺人太甚了 咱们骗不信邪 自己拍一部电影 让他们看看 至于导演什么的 我来想办法 还有剧本怎么办 薛安一笑 剧本不用担心 而且这个电影 不光是让他们看看 而是告诉他们 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 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 就叫世神 这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让范孟雪瞬间有些失神 对方叫诸神之战 这边叫世神 明显是要对着干啊 而且看薛安的意思 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实际上 薛安确实这么想的 如果只是拍个电影 便放过对方 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而且 薛安在一进城的时候 便感知到了一股气息 虽然有些晦涩 但很明显 是来自一位散仙 怪不得如此嚣张 原来是因为背后有依仗啊 可薛安却只是淡然一笑 散仙 当年在我的仙宫 喂鸟的都得是真仙境 好的 薛先生 我明白了 我马上给您答复 秦渝神情凝重地挂断电话 薛先生怎么说 秦渊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沉声问道 他准备帮范孟雪拍摄一部电影 让我们做投资人 你怎么看 秦渊头也不回地问道 秦渝有些迟疑 出资这件事并不难 几个亿的资金 对咱们秦家来说 也不算什么 可如果这么做了 就算彻底站到了谢家的队里面 秦渊一笑 突然答非所问地说道 鱼儿 你看窗外这偌大的城市 何等璀璨啊 这间办公室 位于北江市最高的 一栋大厦的顶层 站在落地窗前 可谓一览众山小 似乎整个北江市 都被踩在脚下一样 秦渝有些不明所以 秦渊接着说道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和谢家井水不犯河水 看似和睦相处 可你认为 真的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友好吗 生意场就是战场 甚至比战场更加残酷 知道为什么 咱们龙泰集团在省城 没有一点产业吗 其实当初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你还小 我派了很多得力的手下 去省城开拓市场 其中就有你的父亲 可最后他们 却连命都搭上了 说到这里 秦渊的声音有些低沉 秦渝心里一紧 静静地听着 秦渊叹了口气 后来我年纪大了 心里也弱了 也就觉得复仇之心 可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薛先生 而且得他之手 我恢复了健康 现在 是该算一算当年的账了 秦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薛先生是个聪明人 甚至可以说 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 他这次去省城 我之所以派黑王同行 其实就是 再向他表明 我们秦家的心意 那就是不管何事 秦家都会是 薛先生的忠实后盾 这也是 他让我们出资的原因 他所图的诀 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已 那爷爷你的意思是 我在这里坐镇 你带着足够的资金 亲自去一趟省城 薛先生要五个亿 那你就带十个亿过去 秦渊眼中的光芒 越发锐利 秦渝神情肃然起来 点头道 是 尘归尘 土归土 有些事是该做个了结了 秦渊看着脚下繁华的都市 眼中似有火焰在燃烧 寒瑶的脸色极为难看 因为整整一个上午 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全是圈内比较有知名度的导演 可当一听到是给范梦雪的新电影做导演 便全都蜿蜒谢绝了 出师不利 让韩瑶和范梦雪的心都渐渐沉了下去 谢家在圈内的视力 显然比想象中还要庞大 只有薛安 一直表现得很淡然 甚至陪着自己的两个女儿玩了一上午的拼图 等到了中午 最后一个电话也无果后 连韩瑶都陷入了绝望 可就在这时 门铃响起 等黑王打开门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 等他摘去口罩 赫然是史蒂芬 史蒂芬先生 你这是 韩瑶和范梦雪都赶紧站起身 史蒂芬歉意地一笑 然后十分郑重地 对坐在椅子上的薛安一点头 薛先生 薛安点点头 坐 史蒂芬摇了摇头 我不坐了 剧组那边还有很多事 我来是想告诉您 如果您真打算拍电影 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谁 韩瑶眼前一亮 史蒂芬道 这个人是我当年的好友 导演的功力不次于我 只是因为 他不畏权贵 得罪了谢家 便被血藏了 而且听说他的爱人 后来生了重病 便就此沉沦 你说的难道是 韩瑶迟一片刻说道 史蒂芬点点头 没错 就是当初号称 鬼才导演的曹正 他也在省城 史蒂芬点点头 当年我曾邀请他去国外 被他谢绝了 现在很久没有联系 可我可以肯定 他一定还在省城 韩瑶激动起来 曹正可是当年演艺圈的一个神话 导演的作品 甚至在国外 都屡屡获奖 只是后来突然销声匿急 原来也是因为得罪了谢家 史蒂芬这时候苦笑一声道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等这部电影完结 我就离开华夏 再也不来了 毕竟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而且 史蒂芬 欲言又止 怎么了 谢安一挑眉 这次谢家显然动了真格 追加了很多的投资 谢天赐野心很大 甚至想用这部电影 征战海外的电影市场 史蒂芬话中的意思很明白 他是在劝告薛安 如果真想用电影的方式 来给谢家一个教训的话 很难 薛安淡淡一笑 野心很大事好事 只是如果没有相等的实力 那不过是吃人的妄想而已 史蒂芬将地址告诉了韩瑶 然后重新戴上口罩离开了 韩瑶十分激动 准备立马动身去邀请 薛安也站起身来说道 我陪你去吧 黑王在这里看守 黑王点头 明白 爸爸 我们也要去 薛安一笑 弯瑶抱起两个女儿 好啊 这是一座极为破旧的小区 因为没人管理 所以街道上到处是垃圾 住在这里的 基本都是些没有经济来源的 社会底层人员 韩瑶将车停在了一栋 得有四五十年历史的楼房面前 等下了车后 不禁皱了皱眉 这周围的环境 也太过恶劣了吧 曾经大名鼎鼎的鬼才导演曹正 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吗 等进了楼道 一股刺鼻的味道直冲鼻孔 黑漆漆的连个灯都没有 史蒂芬的地址上写着 是在五楼 等来到房门前 韩瑶刚想敲门 门却开了 然后一个衣着邋遢的男子 站在门前 用戒备的眼神 看着韩瑶和薛安 请问 这是曹正老师的家吗 韩瑶很客气地问道 不是 男子说完 猛地降门关上 韩瑶吃了一鼻子灰 气得直咬牙 但为了电影 他忍辱负重地 继续开始敲门 这次敲的时间更久 估计有五分钟 这个男子才不耐烦地打开门 韩瑶咬了咬牙 然后陪着笑脸道 请问 您是曹正老师的什么人 这个地址 是史蒂芬导演告诉我的 您 你烦不烦 都说了不是 男子又一次准备关门 可就在这时 薛安淡淡道 如果再不医治 最多三天 你老婆就得死 这话让男子愣住了 你你谁啊 男子有些生气 但更多的还是悲伤 薛安淡然一笑 我是谁不重要 但我可以治好你老婆的病 曹正呆立了片刻 脸上有些疑惑 而这时薛祥眨眨巴着眼睛 很认真地说道 叔叔 我巴巴可厉害了呢 曹正让开了路 声音低沉地说道 进来吧 我就是曹正 屋里光线很暗 但收拾得很干净 空气中 还飘着浓浓的中药味 而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 正双目无神地躺在床上 满脸的死气 薛安说得没错 如果再不就职 那么这个女人 最多撑不过三天 谁啊 女子微弱地说道 曹正只有在面对 这个女子的时候 才一脸的温柔和宠溺 几个朋友 而且这位是 过来给你看病的 女子摇了摇头 行了 我的病谁也看不了 你就不要再为了我花钱了 省下些钱 等我走后 你还能再找一个 曹正的眼里全是宠溺 说什么傻话呢 你肯定能好起来的 说着 曹正扭过头去 眼中现出了泪花 韩瑶本来想说明来意的 可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动容 怪不得曾经那般 声名显赫的大导演 会沦落至此 原来全是为了 自己心爱的女人 薛想和薛念这时候 拽了拽薛安的衣角 有些难过地说道 爸爸 你救救这个阿姨吧 他们好可怜啊 薛安一笑 果然 孩子的心 永远是最纯洁的 虽然修仙者 是需要断去烦情 可若是一味地杀戮 那只会落入魔道 只有秉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才能无往而不利 薛安上前几步 走到了女子床前 她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女人 已经接近游进灯库 能活到现在 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甚至可以说是全凭一口气 在撑着 而这口气是什么 从女子看向曹正那 无比眷恋和不舍的眼神 就能看出 薛安如磐石般坚定的心境 也不禁为之动容 所以她伸出手来 淡淡地喝道 宁 女子的魂魄已散 若是不先凝聚魂魄 那么什么灵丹妙药 都就不过来 可宁魂这种事 除了神仙 谁能做到 可恰好 薛安便是神仙 而且是先中至尊 随着一声令下 无数的光点逐渐凝结 这神奇的一幕 让曹正都看呆了 而女子的眼神 却逐渐清明 片刻之后 薛安退后半步 拿出一枚培元丹 这是当初 用剩下的药渣做成的 可对普通人来说 这已经是神药了 薛安扔给了曹正 这药服下 可严寿百岁 曹正接过丹药 毫不犹豫地 就上前准备喂给女子 这也是薛安故意为之 她想看看 在足以严寿百岁的神药面前 这个男人会如何抉择 结果 没有让她失望 女子此刻 虽然还是气息微弱 可神色好了很多 她也听到了薛安的话 知道这样的珍贵 曹正喂给她后 她在口中咬了一半 然后突然亲在曹正的嘴唇之上 这一幕 让韩瑶都愣住了 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 撒在两个人身上 给这两个普通的凡人 镀上了一层金边 曹正本来不想吃 女子却在她耳边轻声道 吃下去 不然我自己活那么久 没有你陪着 得多寂寞 曹正闻言 默默地咽下丹药 过了没一会 女子一皱眉 然后翻身坐了起来 曹正都傻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丹药居然会如此地神秀 扶我去洗手间 女子有些害羞 曹正赶紧上前 抱起女子 就冲进了卫生间 韩瑶这时候 有些羡慕地说道 真是让人感动的爱情 薛安默然不语 心里默默地想道 安言 你现在在哪里呢 还好吗 等我 等我突破了现有的境界 足以登顶这世界之巅时 我便接你回来 休先之路慢慢 可如果你在 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过了十几分钟 女子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 曹正在后面 小心翼翼地跟着 生怕她在摔倒 等走到薛安跟前后 曹正和女子 齐齐跪倒在地 曹正磕头都带着声响 砰砰几下 额头便都轻了 可曹正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女子这时候 有些爱恋地擦去曹正脸上的泪痕 曹正摇了摇头 然后正色道 先生 大恩不言谢 你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下来 我曹正就是死 也会给您半倒 薛安一笑 你们可是 浪费了我一颗丹药才救活的 现在又要死 曹正一愣 是啊 这等可以让冰死之人 转瞬便恢复如初的丹药 用脚丫 想也知道是极为珍贵的 薛安这时候淡淡道 我不要你死 只是让你拍个电影 拍电影 曹正苦笑了一下 现在谁敢让我拍电影 或者说 谁敢得罪谢家 提到谢家的时候 曹正的眼中闪烁着仇恨的光芒 他沦落成这么惨 绝大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谢家 薛安淡淡一笑 一般人不敢得罪谢家 可偏偏我就敢 等韩瑶将事情对曹正讲清楚后 曹正毫不犹豫地点头 可玄吉又有些迟疑地说道 但现在剧本怎么办 作为曾经的导演鬼才 他深知剧本的重要性 可以这么说 一部电影如果是一道菜的话 那么导演是大厨 而剧本则是实材 没有实材 就算你是顶级大厨 也只能瞪眼 韩瑶也有些担心这件事 虽然薛安说没事 可毕竟到现在了 还没有一点关于剧本的眉目 薛安一笑 然后掏出一张纸 这是他昨晚闲着没事随手写下的 你先看看这个 曹正接了过来 开始还没太在意 可等看了几眼之后 神情便逐渐严肃起来 等看完之后 曹正沉默片刻 最后叹了口气 绝顶构思 绝顶构思 这故事虽然只是一个梗概 可已然可以看出 其磅礴大气的气势来 曹正果然不愧是曾经的鬼才导演 一眼就看出 这个故事的无比精妙来 如果他知道 这只是薛安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写出来的 估计会更加惊讶 实际上 薛安这三千年 可不是白混的 辗转诸天 建设太多的人和事 一颗道心 被锤炼得圆容无比 同时也造就了薛安 无数精彩绝艳的才艺 比如写作这种事 对薛安来说 简直太简单了 所以他才会说 剧本根本不是个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 这个构思虽然无比精妙 但如果真要原样拍出来的话 会花费天量的资金 曹正一脸严肃地说道 他说的没错 薛安写的这个故事 乃是一个女子 为了寻回初心 而杀上九仲天的故事 其中 光各种大场景 便不在少数 这些要是拍出来 可都是钱啊 薛安一笑 说吧 要多少 曹正深吸一口气 皱着眉头想了 一片刻 然后伸出了两根手指 最低限度 也得两个亿 还没等薛安说完 一个清冷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我给你十个亿 曹正愣住了 随着声音 晴宇走了进来 他是连夜赶来的 等来到酒店后 却得知 薛安已经去请导演了 于是 他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这里来 正好在门外 听到曹正的报价 所以才脱口而出 晴宇走进来后 先冲薛安一点头 薛先生 薛安似乎早就预料到 他会来 因此只是淡淡一笑 晴宇又看向 目瞪口呆的曹正 正色道 十个亿 你的账号是多少 我现在就可以打过来 曹正有些蒙笔 现在拍电影的 都这么豪气吗 记得自己以前 拍电影的时候 经常拍着拍着 就没钱了 那时候 自己就得求爷爷 告奶奶的 去拉投资 现在可好 还没开拍呢 钱就要 打到自己账号里来 不过曹正的心 逐渐激动起来 在今天之前 他其实已经彻底绝望了 他甚至都打算好了 等自己的爱人一死 他就跟着跳楼 因为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但转眼之间 心爱的人康复如初 而自己又能做回 心爱的职业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 神色淡然的男子 在这一刻 曹正下了决心 是为之急者死 既然对方救了自己 那么自己就算肝脑涂地 也要将这部电影拍好 网稳健打开微博 习惯性地来到范梦雪的微博下看了看 这是他一年多来养成的习惯 网稳健是范梦雪的忠实粉丝 他喜欢范梦雪身上 那股淡雅的气质 和娱乐圈其他的妖艳见货不一样 范梦雪的身上 从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绯闻 可最近范梦雪出了事 听说是得罪了什么豪门大哨 所以被封杀了 连正在拍着的电影都被替换 这让网稳健愤怒不已 可他只是个普通人 根本做不了什么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自己建立的粉丝群中 替范梦雪说几句话罢了 没错 网稳健还是一个大群的管理员 这个群里的所有人 基本都是范梦雪的粉丝 这次的事一出来 这些平时默默无闻的粉丝 全都挺身而出 想为自己的偶像做点什么 可他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根本无济于事 今天网稳健来到范梦雪的微博下面 是想着给他留个言 虽然估计很难被看到 但网稳健还是想告诉范梦雪 他身后还是有很多粉丝 在默默支持他的 咦 本来沉寂已久的范梦雪微博上 突然多了条消息 看日期 是今天才发布的 网稳健心中一阵激动 立马点开 微博的内容很短 只有几个字 明日 发布会等你 发布会 什么发布会 网稳健的脑海中 出现了很多问号 而与此同时 范梦雪的这个微博 也如同一枚炸弹 炸得整个娱乐圈都翻了天 很多人看到后 都只有一个反应 范梦雪走投无路了 莫非是要在发布会上宣布退营 没准就是这样 比如 华如月在看到这个消息后 便是一阵得意的冷笑 虽然这两天 他心里也有些惶惶不安 毕竟派出去的黑衣人 一个都没回来 可看现在的样子 这范梦雪 估计是怂了 哼哼 等你退营了 我再找机会回了你 华如月满是愿毒地想到 他对范梦雪的疾恨已经深入骨髓 恨不得现在范梦雪就身败名裂 短短半天时间内 范梦雪的这个微博 已经被顶到了热搜榜第一的位置 无数人在下面留言 有质疑的 也有冷嘲热讽的 但更多的还是粉丝们的加油 而网稳健则第一时间在群里留言 明天梦雪的发布会 谁跟我去声援 群里立马炸开了锅 我 我也去 还有我 我去不了 但我可以出钱 我也是 网稳健看着这些留言 不禁热泪盈眶 不同于其他明星的粉丝 嚣张霸道 范梦雪的粉丝 永远都是温柔和善解人意的 可等真有什么事了 这些可爱的人 就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而那些记者们 更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般 蜂拥而至 这天虽然还很早 可发布会的现场 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 无数的记者们 架起长枪短炮 就等着范梦雪一会的到来 网稳健等人 则在外场举着横幅和标语 上面写着 风里雨里 梦雪 我们都会陪你 终于 人群一阵的骚动 就见范梦雪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服装 脸上带着一丝优雅的笑容 款步走到台前 台下的闪光灯闪成一片 无数的记者都想着 能冲到前面来 范小姐 有消息说 您这次是要退营了 是这样吗 范小姐 您的电影被华如月替换 而华如月则扬言 它是平实力将您赶走的 您有什么想说的 范小姐 无数的问题 似乎都要将范梦雪淹没了 而这时候 韩瑶走了过来 替范梦雪挡住了这些如狼似虎的记者 然后朗声道 大家安静一下 场中逐渐安静下来 范梦雪微笑地说道 多谢诸位能赶来 我这次发布会并不是要宣布退营 而是告诉大家 我准备拍摄一部新的电影 台下一阵短暂的沉默后 这些记者们都疯狂了 范梦雪又要拍电影 这怎么可能 谢家可是发话了 还有谁敢给他投资 这次韩瑶几次高声喊话 可都无法让这些记者们冷静下来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故意往前挤 一时间全场秩序大乱 正在这时 在后台看着的薛安 大步走到台前 冷声说道 安静 声音不大 却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而且薛安的声音 好像带着一股魔力似的 让所有人都为之一了 薛安这时候环视全场 视线过处 很多人便不自然地低下了头 薛安这时候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我就是这部新电影的投资人 台下又是一阵骚动 这个长得帅气逼人的男子 居然就是投资人 那他和范梦雪什么关系 薛安接着说道 我拍电影 无非就是听说 最近有一部电影正在拍摄 叫什么诸神之战 薛安顿了顿 嘴角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可我觉得 诸神也无非就是些强大些的生物而已 所以我不拍诸神的战争 我拍就拍人定胜天的故事 所以 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 是神者 是神者 台下先是近了片刻 而后一片哗然 谁不知道 范梦雪被替换的那部电影 叫做诸神之战 现在这边要拍一部是神者 这不是明摆着要对着干嘛 可这个男人 难道不知道诸神之战的投资方 是谢家吗 这样做 就不怕惹怒了谢家 很多人看薛安的眼神都变了 就好像在看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一样 而很多记者 则隐隐嗅到了一丝大新闻的气息 其中有个胆子 比较大的女记者 索性站起身来问道 请问这位先生 您既然打算帮范梦雪小姐拍电影 那么导演是谁 您又打算投资多少呢 这些问题都切中要害 薛安一笑 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了一句 你是哪个报社的 女记者被薛安的这一笑 弄得一愣 然后脸居然慢慢红了 我是娱乐周刊的 我叫陈霄逸 陈小姐 你问的问题很好 我现在就一个一个地告诉你 首先 导演已经有了 叫做曹正 曹正 底下的人面面相去 很多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只有一些老记者 脸色一变 陈霄逸也是眼前一亮 可是当初被称为 鬼才导演的那位曹正吗 薛安点点头 这时换了一身 正装的曹正走了上来 虽然面容显得沧桑 可很多人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果然是那位鬼才导演啊 这下有意思了 薛安接着说道 至于投资吗 薛安顿了顿 然后伸出了一根手指 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 这是多少 一个亿 我觉得不像 看这个男的 也不像是什么豪门公子 估计是某个地方的土财主 打算借着拍电影的名义 泡妞吧 我觉得最多一千万 拿一千万拍电影 那够什么 谁知道啊 估计随便敷衍应付一下 就行了呗 陈霄逸也有些好奇 请问这是多少 薛安一笑 暂定为十个亿吧 十个亿 这个数字 让刚刚还一脸不屑地说 最多一千万的那位人兄 神情僵住了 这几年 华夏的电影行业发展很快 大投资的电影 也并不罕见 可一般来说 超过三个亿 就算是大制作了 如果超过五个亿 那简直就是顶级大作 比如这次的诸神之战 外界就传言 谢家投了四个亿 而如果这个男人说的属实的话 这部电影 不但在国内都算是顶级大作 就是放到国际上 也得是最顶级的 很多人不禁微微色变 陈霄逸却越来越兴奋 那请问您跟范孟雪小姐 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这么帮她 这个问题一出 很多人都来了兴趣 范孟雪的神情 也变得紧张起来 薛安却淡然一笑 我只能说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回答很巧妙地避开了要害 让陈霄逸有些抓狂 正想再问些什么 这时候 安晴领着薛想和薛念上了台 两个小姑娘一出场 便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作为记者 他们见多了漂亮小孩 尤其一些明星的孩子 经常出现在媒体的面前 可那些孩子美则美矣 却都显得有些太成熟了 还显得稚嫩的脸上 往往挂着城市化的虚假笑容 虽然举止动作也很可爱 但都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 可这两个小姑娘 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是漂亮 如果颜值可以打分的话 这两个小姑娘 肯定是满分 那是一种 让铁石心肠的硬汉 都得变得柔软的漂亮 其次便是纯净 很多人从未见过 这般纯净的眼眸 就好像 是用最干净无瑕的宝石雕刻而成的一样 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 最后吗 自然就是可爱了 试想一下 两个极漂亮极纯净的小姑娘 杀伤力本来就是双份了 然后他们两个还手牵着手 蹦蹦跳跳地上了台 这谁顶得住 所以 很多人情不自禁地露出痴汗笑 而一些反应快的记者 则对准两个小姑娘 一个劲地拍照片 薛祥和薛念 走到了薛安静前 哪声哪气地喊道 巴巴 这声巴巴 让很多人当场实话 巴巴 这个男人 居然是这两个小姑娘的巴巴 薛安则患上一副宠密的笑 弯下腰 将两个小姑娘抱在怀中 然后对着台下的人说道 不好意思 我得带孩子去了 再见 说完转身便走 丝毫不理会背后的那些发问 对薛安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两个孩子更重要的 包括自己在内 在薛安的心中 孩子和老婆并列第一 自己们勉强排在第二 而她走了 其他的记者们 可是将目光都对准了韩瑶 毕竟她可是范梦雪的经纪人 而且还是圈内公认的金牌经纪 和这些记者们关系也都不错 韩姐 说说怎么回事吧 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啊 韩姐 这次电影开拍 范小姐重获机会 你有什么感想 韩姐 这些追问 让韩瑶都有些手忙脚乱 秦瑜站在后台 看着前面的热闹景象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薛先生果然厉害 当时自己和曹正等人回到酒店 然后就商量 第一步怎么办 薛安当时就说 既然要开拍 那就将声势搞大点 所以才有了范梦雪的那条微博 以及今天的这场发布会 此刻 陈笑意在纷乱的台下 有些生气地咬住了嘴唇 什么嘛 说了一半就不告而别 还有 这个男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之前根本没见过 这些疑问 都让陈笑意对薛安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咬了咬牙 转身出了发布会现场 等回到酒店后 便将今天准备好的素材 写成了一篇稿子 范梦雪心路受阻 新电影起死回生 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在章中 陈笑意情不自禁地偏袒 向了薛安这边 先是回顾了范梦雪 出道以来所有的成绩 最后还隐晦地指出 有些人的封杀 是蛮横不讲理的 写完之后 陈笑意觉得十分满意 然后发给了主编 本来他笃定 这次肯定能发 但没想到 过了没议会 主编回复回 为什么驳回 陈笑意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立马拨通了主编的电话 主编在电话那头 无奈地说道 小陈啊 不是你写的不好 而是刚收到了消息 这样的章不能发 为什么 陈笑意有些不服气 因为有人发话了呀 主编挂断了电话 陈笑意坐在原地 愣了好久 不用问 这肯定是谢家在捣鬼 可连自己这样的娱乐周刊 都能控制 可见谢家的势力之大 情不自禁地 陈笑意打了个寒战 眼前浮现出 今天台上那个 灰斥方球 气势惊人的男子来 虽然只见过今天的一面 可薛安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 不知道他能不能赢 就在发布会刚开始没多久 华如月就知道了消息 正在剧组拍戏的他 立马回到了休息室 掏出手机看了起来 等听到薛安准备出资十个亿来 帮着范梦雪拍电影的时候 他气得直接将手机都摔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范梦雪 总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 不过等他冷静下来后 又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这个男人十分的陌生 应该不是省城哪个豪门的人 十个亿可不是小数目 莫非是在吹牛 没准是这样 而且 这可是省城啊 谢少的地盘 他敢这么出风头 活得不耐烦了吗 华如月心里想着 赶紧给谢天赐打了个电话 谢天赐 其实知道得更早 不过他毫不在意这些 只是微微有些冷笑地 看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赫然是晴鱼来到省城的画面 晴家也来凑热闹了吗 谢天赐当然知道 十几年前晴家准备来省城扩展生意 结果全军覆没的事 没想到这次居然还敢来 而且还派来了狄青孙女 这个晴元是老糊涂了吗 而等接到华如月的电话后 谢天赐只是淡淡道 没事 他们不是想玩了吗 那我就陪着他们玩玩 说完挂断电话 然后看着照片上晴鱼那秀气的侧脸 眼神逐渐变得贪婪起来 晴家也算是个豪门了 这样的豪门千金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不过既然送上门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至于薛安的发言 以及什么发布会 谢天赐压根就没看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 无非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而已 可他注意到 发布会视频中 范孟雪看薛安的眼神 那是充满了爱慕和崇拜的眼神 这让谢天赐的神情 逐渐阴狠起来 想和我斗 好啊 那就让你知道 知道厉害 谢天赐拨通了一个电话 只说了一句话 控制舆论 果然 等到了第二天 所有的媒体的口径 都变得很一致 几乎全是对这部 是神者电影的冷嘲热讽 更有很多的专家侃侃而谈 但无外乎 是对这次发布会的各种嘲讽 甚至有人直接说薛安是骗子 毕竟那可是十个亿啊 媒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至于落之上 更是到处都是私逼 尤其在范梦雪那条微博之下 黑子和粉丝站得如火如荼 今天晚饭后 王稳健便打开了微博 大概浏览了一遍后 气得肺都要炸了 那些黑子们 简直都是捏造事实的好手 对范梦雪的诋毁 更是让王稳健怒不可遏 发布会他可是全程在场的 当时他听到薛安说 投资十个亿拍电影后 他和其他的粉丝们 都要乐疯了 可没想到 这些黑子们却说 薛安肯定是个骗子 王稳健深吸一口气 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 这场舆论大战 就此展开 开始的时候 落上的舆论对范梦雪 以及薛安等 都是极端不友好的 甚至是压倒性的态势 可渐渐的 很多的粉丝们 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 对这些水军的诋毁和抹黑 进行了坚决的阻击 形势居然开始 渐渐变得势均力敌起来 而众多的明星 全程冷眼旁观 并无一人站出来说句话 华如月每天都在密切关注落上的舆论 当他看到 一切都在可以掌控之中时 不禁有些得意起来 虽然范梦雪的粉丝很多 可他们也不可能翻天了 所以 他炫耀式地 拍了几张在剧组的照片传到了上 并配了一个好类的表情 过了没一会 各路明星便纷纷在下面点赞留言 哇 今天如月好漂亮啊 辛苦了 辛苦 驻诸神之战 票房大卖 几乎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到齐了 这跟范梦雪微薄下的冷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不禁让华如月月发的趾高气扬起来 并沉醉在圈内一姐的美梦之中 不可自拔 这也让他越发的膨胀起来 在剧组之中 除了史蒂芬 其他的剧组员工 他是非打即骂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 而在这时 范梦雪的电影 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 没有人出演 本来韩瑶已经说好了 这个角色可以用圈内一个心境的流量明星 顺带着也能给电影带来更多的曝光度 可没想到 这位男明星突然反悔 提出了很高的片酬和要求 韩瑶这时候挂断了电话 脸色极为难看 曹正问道 怎么样 韩瑶摇了摇头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个王八蛋 出而反而不说 现在还用这个来要挟 曹正叹了口气 他就知道 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 那现在怎么办 曹正问道 我刚刚已经和他谈好了 就先按照他的要求来 毕竟这个电影耽误不起 韩瑶说道 诸神之战拍摄已经过半 而这边还没开机 如果再耽搁 就彻底追不上了 曹正点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 碧云涛戴着墨镜和口罩 走出了机场 今天是韩瑶亲自来接机 见到他来了 赶紧迎了上去 碧云涛的助理 是个满脸横肉的女人 见到就韩瑶一个人 不禁冷笑道 怎么就一个人来见 而碧云涛则满脸冷漠 连正眼看都不看韩瑶一眼 韩瑶咬了咬牙 裴笑道 毕老师 现在剧组事情太多 所以我才自己来接 哼 先上车吧 这个胖助理冷声道 韩瑶开着车 将碧云涛拉回了剧组所在地 这是省城最大的一个影视城 秦渝才大气粗 直接将这里整个包了下来 只为这部电影服务 可就在一切都准备妥当 准备试机的时候 碧云涛这边又一次出了状况 碧云涛的助理 满脸冷漠地说道 为什么要我住在这影视城 我要住五星级酒店 你们怎么接待的 韩瑶本来也不是好脾气 可这次因为实在赶得太紧 没办法只好忍着气解释 因为拍摄进度很赶 所以全体的剧组成员 都住在影视城 我已经命人安排了 这影视城的住宿条件也不差的 合同里没写 所以要加钱 碧云涛突然发声道 韩瑶咬了咬牙 行 碧云涛心中满是得意 他其实并不是顶级流量小小鲜肉 可他知道这次范梦雪的处境 他可就指着这部电影翻身呢 所以他才敢这样要挟 毕竟除了自己 他们一时间也找不到 合适的男演员了 事迹终于开始了 这段剧情是范梦雪饰演的女主 被这个碧云涛饰演的天神 给抓了起来 然后用心折磨 停 曹正皱了皱眉 站起身来说道 这位男演员 你的表情太生硬了 而且台词怎么也说不清楚 碧云涛的面色阴沉下来 台词 我拍电影什么时候说过台词 不都是后期配音吗 曹正眼睛都瞪圆了 他还真没见过 不会说台词的演员 那不行 这次必须要现场收音 再来 本来范梦雪是被捆在柱子上 浸在水里的 重新再拍 就会又受一次罪 而这个碧云涛 显然也不高兴 他本以为这次来 就是随便拍一拍 然后就能拿钱走人了 可曹正才不管那些 要求得极为严格 而且说话也不客气 这让他十分地恼火 所以 后来 甚至故意开始说错台词 反正又不是我在水里抛着 碧云涛有些得意地想着 这时候虽然是初夏 可这里的水还是很凉的 范梦雪一遍遍地入水 穿着的衣服 也被泡得紧贴在身上 窈窕的曲线 让碧云涛也有些眼睛发直 这次 他本来应该说完台词 转身就走的 可他却故意上前 伸出手来 摸了摸范梦雪的肩头 范梦雪一愣 曹正更是暴跳如雷 怎么回事 碧云涛火气居然更大 我不是在拍吗 你嚷什么 信不信我现在就不干了 碧云涛是吃定了 现在韩瑶等人不敢得罪自己 所以说话的底气很足 曹正也有些哑活 碧云涛满是得意地 看了看在场所有人 冷笑道 再废话 我现在就走 看你们怎么办 而就在这时 一个淡然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走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走的了吗 随着话音 薛安走了过来 他今天领着两个女儿 在省城的游乐场玩了一天 所以现在才过来 而刚来到了影视城 就听到了 碧云涛正在大放厥词 而且刚刚的一幕 他也看到了 这时候 薛安先对范梦雪一笑 然后冲着韩瑶淡淡道 这就是你请来的 所谓男艺人 韩瑶不敢回话 低下了头 碧云涛有些狐疑地 看着薛安 而他的助理则 站了出来 满脸满横道 你谁啊 这是用什么语气 跟我们毕老师说话呢 薛安微微眯起眼睛 毕老师 你说他 这个女助理 一脸傲然道 当然 薛安一笑 那你说 我应该用什么语气 跟他说话 当然 是要用尊敬的语气 要知道我们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拍电影 你们 女助理喋喋不休地说着 薛安摆了摆手 笑得人畜无害的样子 你说得太快了 凑近些 不然我听不见 女助理一脸不明所以 但还是凑了过来 你干 薛安猛地一记耳光 扇了过去 虽然薛安已经刻意 控制力度了 可这一耳光 还是让这个胖乎乎的 女助理 直接飞了起来 然后空中转体720度 扑通一下 栽进水池中 这一记石破天惊般的耳光 震住了剧组所有人 薛安收回手来 淡淡地说道 什么东西 也敢自称老师 碧云涛这时候回过神来 脸上满是愤怒和惊惧 你你居然敢打人 你完了 我现在就报警 我要 后面的话没说完 因为薛安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走到了水池边 然后猛地往下一摁 碧云涛的脑袋 就被沉入了水里 那些愤怒的话 都化为了水泡 漂浮起来 而碧云涛的手脚 则一个劲地挣扎 可薛安的手 好似铁柱的一般 不动分毫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为之惊惧 因为薛安的神情太淡然了 就好像手下摁着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条狗似的 几十秒之后 碧云涛的挣扎逐渐变弱 薛安依然没有松手的意思 没人赶上前去劝解 有些胆子小的 甚至已经吓得腿都打颤了 过了将近一分多钟 薛安才猛然一抬手 碧云涛的脑袋出了水面 先是咳嗽着 将气管中的水喷出来 然后才像死狗一样 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 但只喘息了半口 薛安又一次 将脑袋摁了下去 又是一分钟 薛安抬起来 这次碧云涛的鼻涕 眼泪都流出来了 胯下也传出了尿骚味 显然是被生生地吓尿了 不过薛安神情平静 还没等碧云涛说话 便又摁了下去 如此三次 薛安这才松开手 而此刻 碧云涛已经像是一滩泥一般 瘫软在地 动弹不得了 没有人敢说话 那个胖助理 连上岸都不敢 就这么 站在水里瑟瑟发抖 薛安掏出纸巾 慢慢擦着手上的水渍 淡淡地问道 现在还报警吗 碧云涛浑身一颤 看薛安的眼神 就好像看魔鬼一样 牙齿都在打颤 大爷大爷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薛安一笑 那我刚刚听说 你好像住不惯这里 要住五星级酒店 不不不 我就住在这 没房子都行 合同 我立马改签 你要签什么样的都行 片酬我也可以不要 碧云涛都要哭了 他刚刚在水里 不止一次地认为自己死定了 可这个人好像能拿捏到自己的情况一样 每次都在自己濒临死亡的时候 将自己提出水面 然后又在自己刚刚呼吸了半口气的时候 又一次将自己摁进水里 那种感觉 碧云涛都不敢去回想 薛安这才一笑 然后点点头 这才怪 片酬我会给你 不过你得好好干活 否则我可是很喜欢给人洗脸的 洗脸他居然管 这个叫洗脸 碧云涛哭着想到 时镜初夏 天气开始逐渐炎热起来 而是神者电影的拍摄 也进入了尾声 曹正算是将他鬼才导演的功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到两个月 便将这部电影的主体部分拍摄完毕了 等样片出来后 碧云涛看着画面中的自己 也不禁看傻了 那个演的虽然不算太出彩 可也算合格的人 真的是自己吗 原来 自己也是可以演好一部电影的 碧云涛看着看着 不禁热泪盈眶 突然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碧云涛回头一看 发现是薛安 拍得不错 薛安微微一笑 碧云涛哭得更厉害了 不过这次是下得 他对薛安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心理阴影 别说看到 就是听到薛安的名字 都会浑身发抖 不不敢 碧云涛战战兢兢地说道 曹正这时候说道 薛先生 现在主体拍摄完毕了 不过后期的特效渲染 是最耗费时间的 我怕赶不上啊 曹正发愁的 也是这件事 这部试神者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但因为里面涉及了太多玄奇的画面 所以 特效方面才是重头戏 而且曹正听说 现在诸神之战 那部电影 已经杀青了 正在进行后期微调 这要是不抓紧时间 可能就真赶不上同一档期了 薛安点了点头 而这时候 韩瑶面色铁青地走了过来 我刚刚联系了几家 业内顶尖的特效公司 不是没时间 就是不敢见 曹正文言大吉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时间 也可以提高价钱来购买啊 韩瑶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已经将价钱提高到业内最高了 可还是没人肯接 曹正皱起眉头 这个现象显然很不正常 没有人会放着钱不去赚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有人在背后捣鬼 这时候 秦宇也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也联系了几家国外的公司 他们虽然肯接 但交付时间更长 这个难题 摆在了众人面前 很多演职人员的神情 也渐渐变得绝望起来 这可不同于没有演员 或者其他的困难 特效制作 是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总共就那么几家公司制作 如果他们都不肯接 那就真是一筹莫展了 谢家 肯定是谢家搞的鬼 韩瑶咬牙切齿地怒道 情于莫然 这并不是什么难猜的事 生意场本来就是这样 一旦成为仇敌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事 可路已经走了一半 却突然发现 前面出现了一座 难以逾越的大山 换成是谁 都会有些沮丧 可就在众人 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薛安淡淡道 什么特效最非功夫 曹正皱着眉头说道 其他的都好说 唯独其中几个神兽最难弄 尤其女主后期的 那条金龙座棋 出场最多 也是最耗费时间的 薛安一笑 那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曹正眼前一亮 薛安看了看远处 正跟自己两个女儿 玩得不亦乐乎的那条金巴 淡淡道 既然特效来不及 那就来条真的吧 夜晚的影视城 显得很冷清 而在最大的摄影棚内 曹正寒瑶 以及范梦学等人 看着面前 这条顶天立地般的巨龙 全都傻了眼 这这是什么最新科技吗 曹正满脸疑惑 和兴奋的神情 上前抚摸着金龙的鳞片 做得好逼真啊 曹正惊叹道 金龙不懈地瞥了曹正一眼 一个比虫子 抢不了多少的凡人而已 如果不是大人有令 自己怎么可能允许 这样的凡人接近 还会动啊 曹正像是 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一样 而薛想和薛念 却咯咯直乐 笨蛋曹叔叔 小沙是活的 当然会动啊 活的 曹正当时没反应过来 等明白什么意思后 神情逐渐实化 这这条龙 曹正结结巴巴地说道 薛安点点头 没错 这条龙是真的 这一下不但曹正 就连韩瑶和范梦雪 都赫然色变 那可是龙啊 华夏的图腾 神话传说中才有的生物 没想到居然真的存在 而且还能亲眼见到 不过韩瑶和范梦雪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在他们看来 薛安的身上出现再多的奇迹 都是正常的 哪怕下一秒 薛安掏出金箍棒说 自己是孙悟空 两个人都会相信 怎么样 比特效好用吗 薛安淡淡一笑问道 曹正连连点头 不住地惊叹道 再好的特效 也比不上实物 我相信 等这条龙出现在电影中后 一定会引起惊叹 不过拍电影会有很多要求 他他能听懂人话吗 曹正有些担心 这条巨龙的智商 还没等薛安说话 巨龙布满的腹下身 用一双巨大的龙幕盯着曹正 眼中满是恼怒和不屑 居然说尊贵的巨龙听不懂人话 真是愚蠢的虫子 曹正就觉得浑身冰冷 连连陪笑道 龙大人请息怒 我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没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拍 等一下 薛安说道 怎么了 曹正道 薛安一笑 你不是说还有很多的特效需要制作吗 索性都用实物表演吧 那怎么可能 那些特效有很多都是各路鬼神 后面的话没说完 因为在众人的注目之中 薛安双手捏出一个古怪的法印 轻贺道 万象犹新 无数的光点自薛安的手中散开 然后化作了一尊尊鬼神和灵兽 这些鬼神灵兽全都栩栩如生 而且举止动作都十分的自然 曹正彻底疯了 这年头拍电影还能这么拍吗 要拍巨龙 有真龙将士 要拍神仙 这一屋子的神仙随便你挑 这他妈是在拍电影 还是在修行啊 其实只有薛安知道 这些鬼神不过都是用法力凝结出的虚影罢了 以薛安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召唤这些鬼神 若是能恢复到之前实力的1% 那么随便一个法令 便能将这些鬼神的本尊全都拘来 不过这些虚影拍个电影什么的 还是很唬人的 至少甩特效十万条街 化如月满脸娇精地坐在椅子上 助理在身后给他摇着扇子 史蒂芬面色铁青 心中满是恼火 刚刚拍的是诸神之战最后一场戏 剧情很简单 就是化如月饰演的女主从水里游出来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场戏 却耽搁了很久 因为化如月说什么也不肯下水 最后无奈之下 史蒂芬勉强同意了 用替身将这段戏拍完 而这种让步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化如月进入剧组后 史蒂芬发现自己只能降低标准 否则根本就拍不了戏了 幸好一切都结束了 今天的戏拍完 这部诸神之战就算杀青了 史蒂芬甚至都不好意思 将自己的名字挂在这部戏前头 因为他知道 连女主都不肯好好拍戏的电影 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不过 那也和自己无关了 史蒂芬已经买好了机票 今晚就飞回欧洲 史蒂芬先生 今晚谢少备下了晚宴 给您庆功 您看 化如月满脸的虚情假笑 史蒂芬面色冷漠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今晚就回欧洲了 说完转身离开了 化如月站在原地 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最后一咬牙 恨恨道 现在戏都拍完了 装什么大导演 等到了晚上 化如月打扮的花枝招展 来见谢天赐 然后将史蒂芬不告而别的事 告诉了谢天赐 谢天赐听完微微冷笑 走了就走了吧 你以为我真看中他的什么导演攻脸 我看中的是他的名气 只要有名气 就是挑狗蹲在那拍 我也无所谓 化如月赶紧陪笑道 谢少说得对 不过听说范梦雪那边 请的导演有点本事 您看 谢天赐呵呵一笑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然后淡淡道 就是本事再大 又能怎样 我之所以默认他们拍电影 就是想和他们玩玩 现在他们的电影拍了一半 可后期制作 却没有公司敢接 之前的钱 不就算是打了水漂了吗 化如月听的眼前一亮 谢少果然厉害 秦家 竟然想蹚这趟浑水 那我就成全他们 不过想和我斗 哼 谢天赐冷笑一声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王稳健这段时间 每天都要去 范梦雪的微博下看一看 关于是神者这部电影的消息 在那场发布会后就销声匿迹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 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 还有这么一部电影了 只有忠实的粉丝还记着 与此形成对比的 则是诸神之战 那强大的宣传攻势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 各种小道消息花边新闻传出来 宣传片更是一步接着一步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对比 让很多人都不再看好 是神者的未来前景 尤其当诸神之战 杀青的消息传出来后 几乎整个娱乐圈的明星 都闻风而动 画如月的微博下留言祝福的 更是排成了长队 范梦雪这边则冷冷清清 王稳健叹了口气 估计今天又是一无所获吧 可等打开微博 赫然是一条新消息 王稳健一愣 是一个视频 莫非 王稳健心跳加速 赶紧点开视频 视频的开头是一片黑暗 而一个女生则在低声音唱着什么 一点光亮渐渐亮起 这时候才看清楚 画面中间是一座高山 而在山顶之上 站立着一名衣衫破旧 但眼神坚毅的女子 是范梦雪 王稳健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有一种响哭的冲动 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说范梦雪输了 甚至还有人恶意地猜测 说范梦雪估计是被人骗了 可王稳健等人选择地相信 终于 他们等来了这个视频 同时也是视神者的第一部宣传片 视频继续进行 高山之巅的女子慢慢抬起头 而在九天之上 是无数的天兵天将 她们站立于云端 高高在上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 凡人 你可知罪 女子淡淡道 我何罪之有 你逆天行 便是罪 声音带着一丝恼怒 女子却笑了 这一笑如万花绽放 美不胜收 原来在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灵眼中 凡人想活得自由一些 便是罪 威严的声音一阵冷笑 凡人终归是凡人 就应该在地面上劳作 而你却妄想登天 这难道不是罪吗 女子低下了头 似乎是屈服了 威严的声音有些得意 若你现在认罪 或可饶你不死 末地 女子抬起头来 眼中似乎有火焰在燃烧一样 你错了 嗯 声音带着一丝疑问 神病不是生来变高贵 人也不是生来就低贱 你们站在高处 肆意定夺其他人的公罪 可你们配吗 声音终于怒了 执迷不悟 让他形神俱灭 一声怒吼 无数箭矢破空而来 似乎将天都给撕裂了一样 女子却笑了 缓缓拔出手中箭 原来这就是神灵啊 她面向这无数的箭矢 丝毫没有退缩 而一声龙音之后 一条巨龙破空而来 将女子拖起 迎着那些箭矢 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灵冲去 视频结束 王稳健坐在椅子上 足足有五分钟 没有回过神来 虽然宣传片很短 可里面所蕴含的壮力 却让她为之震动 逆天形的女子 灰红壮丽的画面 还有最后那条栩栩如生的巨龙 这一切都让王稳健为之迷醉 忽然 她想起了什么 立马打开了粉丝群 无比激动地将视频转发了进去 没一会功夫 群里就刷屏了 天啊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真的 特效真棒 孟雪姐姐帅死了 越来越期待 这个是神者的上映了呢 而此刻微博上的评论 也开始指数级增长 陈潇义今天没上班 不过她还是习惯性地 在微博里浏览了一番 可除了诸神之战的消息外 没有任何关于是神者的消息 陈潇义不禁有些失望 难道说 那个男子真的是个骗子吗 突然 她看到了一条微博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攀升到了热门上 她心中一动 点开了视频 等她看完之后 也愣了好久 看惯了那些神仙鬼怪的争斗 第一次见到凡人的逆天形 陈潇义觉得 内心深处一块柔软的地方 似乎被触动了一样 那个傲然而力度 对满天神佛的女子 现实中又何尝不是一样呢 整个落都被这部宣传片给引爆了 习惯了那些神仙争斗 第一次见到 这样逆天形的主角 而且还是一个女主 很多人都被震动了 尤其最后 范梦雪那个独队漫天神佛的背影 让很多人看着看着 就湿了眼眶 不得不说 曹正的导演功底 确实够深厚 即便是这么一个简短的宣传片 也能让人看出她的用心来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这宣传片里的特效 很多人都被这里面的特效给震住了 毫不夸张地说 好莱坞那些顶级特效 在这部宣传片面前 就是个渣渣 那条巨龙的身姿 让人一见难忘 所以 根本就不用刻意地去宣传 很多人自发地 便开始宣传这个视频 所以 没过一天的功夫 这部宣传片就传遍了落 而是神者 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热搜榜 甚至还压过了诸神之战 成为了第一 这让华如月 陷入了极度的惊恐和极度之中 他找到谢天赐后 刚想说什么 然后他就发现 谢天赐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谢天赐当然也看到了 这部宣传片 当他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的特效时 气得直接将手机给摔碎了 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自己已经将后期制作这条路 给他们堵上了 他们却还是能够做出这样精美的特效来 谢天赐忽然感到了一丝恐惧 好像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有一双高高在上的眼睛在盯着一样 甚至闭上眼 谢天赐就能感受到 这双眼睛中的嘲弄 这让他惶恐不已 谢少现在怎么办 华如月恍然问道 谢天赐冷冷看了他一眼 然后掏出手机来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通知了各大影院 集体封杀这部电影 就算他们能做出来 我也能让他们上不了应 谢天赐终于动用了最后的杀手锏 华如月松了口气 不管怎样 就算他的电影拍得天花乱坠 可上不了应还不是一样完蛋 华如月心里满是得意和幸灾乐祸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哭的 王稳健等人翘首以盼 就等着是神者正式上映了 因为诸神之战已经定当 会在6月18号上映 那么 是神者 估计也快了吧 落上的舆论 此刻呈现势均力敌的态势 诸神的粉丝 和是神者的粉丝 互相骂战私逼 全等着上映的时候 一决胜负 而酒店之中 曹正正在加班加点地 做最后的精修 他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 所以 一点瑕疵都不允许出现 不过其他的倒还好说 范梦雪明白 曹正是为了自己好 所以 不管多苛刻的要求 他都甘之若移 碧云涛现在就是个乖宝宝 让他往东 他都不敢往西 只有拍摄特效戏份的时候 曹正总是不满意金龙的表现 往往一个镜头 要拍很多遍 有时候气得金龙 真恨不得一爪子 将这个讨厌的虫子给拍死 可他又不敢 因为薛安说过 让他配合 那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话 否则若是惹得大人生气 后果金龙都不敢去想 至于其他人 则忙着上映的事 今天 秦渝和韩瑶 准备去见一见 省城最大的连锁饮员公司的老板 只要和他谈成了 那么上映的事就好说了 可等到了这后 连面都没见到 就被一口回绝了 韩瑶气得脸都白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做什么事 咋都这么难呢 可不管他怎么闹 前台的小姐只会温柔地笑道 不好意思 我们董事长不在 而且说了 上映的事 要以后再谈 最后 韩瑶都要抱走了 还是秦渝冷静 将他拉走了 等回到酒店 韩瑶扑在床上 就不想起来了 他甚至想大哭一场 一切都做好了 若是上不了印 怎么办 薛安在知道消息后 也赶来了 听秦渝一说 他微微一皱眉 然后笑了 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 就在城里 好 我去一趟吧 薛安说完 转身便离开了酒店 连锁影院的公司老板 叫李小康 他其实一直都在 只是不想看到韩瑶而已 毕竟谢天赐亲自给他打的电话 而且许诺给了他很多的好处 他犯不上为了一部电影 得罪谢家 此刻 他正在办公室里 吞云吐雾 突然 窗户外有人在敲玻璃 他皱了皱眉 谁这么没礼貌 猛的 他愣住了 自己的这个办公室 可是在二十八楼啊 他浑身的肥肉都在颤抖 胆战心惊地看着窗户外 那个脸上 带着一丝笑意的男子 薛安手指一点 这刚化防弹玻璃 便轰然而碎 然后 薛安迈步走了进来 闲听信步的 好像是在花园散步一样 冲着李小康一笑 你就是李小康吗 李小康浑身都僵了 那可是防弹玻璃啊 可在这个男人的指头下 就跟一层纸一样 他面色苍白 颤声道 大仙饶命 大仙有什么吩咐 薛安自顾自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李小康 气氛诡异地沉默起来 李小康就觉得 面前这个男人的目光 好似尖刀 正在一点一点切割自己 听说 你不打算让一部电影上映 李小康浑身一颤 然后明白了什么事的 赶紧说道 您是说是神者吗 不是我不想上映 实在是有人打过招呼了 我又不敢惹人家 那你就敢惹我吗 薛安淡淡道 手指慢条丝里地 在桌子上滑动 随着滑动 这个石木的桌子 就像是黄油一般 被无声无息地切割开来 李小康面色惨白 宁宁 放心 我不杀你 你老老实实地上映 至于其他的 我会找他们算账 薛安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明白 李小康忙不迭地点头 薛安满意地拍了拍他肥胖的脸蛋 如果不听话的话 我觉得我能帮你减减肥 说完薛安走到破窗前 一抬脚 踏空而去 李小康站在原地 过了好半场才缓过神来 如果不是地上的碎玻璃 他还以为刚刚是一场梦一样 忽然 他打了一个冷战 赶紧拿起电话 喂 做好准备 准备上映试神者 有时候 暴力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永远是最快的 试神者终于要正式上映了 而跟他同一天上映的 还有诸神之战 这两部电影 犹如宿命中的仇敌 就连上映的日期 都选在了一起 洛尚关于这两部电影的争论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很多牛鬼蛇神都蹦了出来 无一例外地 站在了诸神之战这一边 尤其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们 也选择给诸神之战 站脚助威 这让诸神之战的名气暴涨 相比之下 是神者则要差很多 除了那部宣传片外 甚至连个推广都没有 全靠的是粉丝们自发的宣传 这自然让他在舆论上 落入了下风 不过也不是没有明星 站在范梦雪这边 比如碧云涛 他就在微博上 极力宣传是神者 并且一再承诺 自己在这部电影了 也贡献了不错的演技 但他的话 只引来了众多的冷嘲热讽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就你还有眼界 呵呵 你要是能有眼界 我把键盘吃了 没错 他要是能有眼界可言 我就把电脑吃了 我吃电脑桌 我吃 这些片吃片喝的微博 让碧云涛哭笑不得 无奈之下 只好又发了一条消息 到时候影院见 这些只是舆论大潮中的 一个小插曲 作为新闻焦点的范梦雪 却一直保持沉默 任由人们如何评说 都没有出来辩解过 因为范梦雪 相信薛安的那句话 一切凭实力说话 越是声嘶力竭 越是证明他心虚 在这种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上映的这天终于到来了 王稳健是和朋友一起去看的 不过他这位朋友 喜欢的是画如月 所以去看的诸神之战 当王稳健满脑袋惊叹号地 从电影院出来时 他的朋友也出来了 不过他这位朋友 满脸吃了个苍蝇一样的表情 怎么了 王稳健问道 太TM难看了 根本就对不起我这票钱啊 什么狗屁史蒂芬 什么狗屁画如月 演的是个球啊 王稳健的朋友 破口大骂 跟他一样的 还有众多看完诸神之战的观众 其实史蒂芬就算再敷衍 也不至于拍得那么难看 可因为后期制作的时候 史蒂芬已经回欧洲了 所以 剪辑大全就交给了画如月 画如月为了凸显自己 在电影中的戏份 硬生生将自己本来三十多分钟的戏份 剪成了五十分钟 戏份不够怎么办 那就慢镜头上 所以 很多人看到了这样一幕 画如月在电影中 喝个水都要来个慢镜头 这还不算什么 关键是 画如月的演技实在不怎么样 永远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演得像个傻子一样 这怎能让人不吐槽 骂了半天之后 王稳健的朋友问道 你看的电影怎样 王稳健微微叹了口气 我只能说今世之作 有那么夸张吗 不幸现在去看一遍 王稳健陪着朋友 又一次进了影院 等这次看完后 王稳健的朋友不说话了 怎么样 王稳健问道 牛逼 而与此同时 落上的舆论 也逐渐开始反转 因为诸神之战 实在太难看了 所以 一晚上的功夫 平分就跌到了三分 成为了大烂片 而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是神者 这部电影 在一开始不被所有人看好的情况下 一鸣惊人 等评分一出来 便震住了很多人 8.8分 这个评分 足以吊打大部分国产电影了 而且 下面的评论 更是清一色的窝草牛逼 随着口碑的逆转 是神者的观影人数 迅速攀升 影院当然不会有钱不赚 所以 是神者的牌片 也在迅速增加 第一天 是神者票房1.3亿 而诸神之战是1.4亿 诸神之战算是以微弱的优势 勉强领先 可在第二天 是神者的票房就攀升到了2.1亿 诸神之战则迅速回落到了8000万 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删在了之前所有不看好是神者的脸上 尤其那些屈炎腹式的明星们 简直脸都要被抽肿了 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是神者的票房 从这天开始 就一路飙升 短短五天的光景 就突破了20亿 至于诸神之战 现在连8个亿都没突破 而且估计永远也突破不了了 这个事实一出 上的那些黑子们 集体失声了 而在范梦雪的微博下 则多了很多道歉的评论 不过要说最热闹的 还是碧云涛的微博下 那些曾经放言 要吃键盘吃电脑的人都回来了 不过这次 他们是诚恳地向碧云涛道歉来的 因为正如碧云涛所说 他这次在电影里的表现不说惊艳 但也算得上可圈可点 这也让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大为改观 碧云涛看着评论里那些暖心的话 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看来演员还是得好好演戏啊 现在碧云涛甚至有些感激 虚案的那次暴打了 不这样 自己怎么能幡然醒悟呢 而舆论的今天大逆转 也让众多友们为之津津乐道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小说情节啊 不过华如月的微博 可遭了殃了 无数人开始在下面吐槽 原来所谓的流量小花 就是瞪圆了眼睛啊 这我也会 喝个水都要放慢镜头 你他妈怎么不去死 以后再也不会碍了 拜拜 刚刚了解了 一下你的初道 当初范小姐确实帮助了你很多 结果你却落井下石 垃圾 而到了这个时候 曾经轻轻热热的那些明星红们 全都不作声了 谁都看得出 话如月完了 名声这东西一旦臭了 那么以后就算彻底完了 这个时候 谁不是尽快切割 省得引火烧身 还有人愿意出来替话如月说话 甚至还有很多人 开始偷偷删除微博 更有些恬不知耻地 跑到了范孟雪的微博下面 开始大献殷勤 因为谁都看得出 范孟雪凭借这部电影 将会一飞冲天 甚至以后会走多远 谁都无法想象 但真正彻底埋葬了诸神之战 以及话如月等人的 则是陈潇义的一篇影评 我们每个人何曾不是神者 只是生活叫我们打回了凡人 这个影评一出 彻底引爆了落 陈潇义在章中写道 我们每个人 曾经都有过雄心壮志 可在生活的魔力之下 最终走向了平庸 有些人二十岁就死了 但到了八十岁才埋 你我皆凡人 这本无错 可错在将平庸当成资本 并且仇视那些 不甘于平凡的人 是神者这部电影 乍看起来 似乎是一部优秀的神魔电影 里面的特效和细节 都无可挑剔 曹正导演 又一次用他那 近乎鬼才一般的才华 震撼了所有人 但我看到的 不仅仅是这些 当范小姐站在高山之上 读对漫天神佛 慢慢说出那句台词的时候 我第一次热泪盈眶 是啊 凭什么你高高在上 就可以肆意定夺他人公罪 而当巨龙升天的时候 整个电影院一片惊呼 不仅仅是因为特效 更是因为他的浪漫 是啊 巨龙拖起英雄 去迎战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灵 这难道不浪漫吗 单凭这个利益 我不是说别的 而是在座的国产电影 都是垃圾 至于诸神之战 我也看了 华小姐在里面贡献出了 精湛的瞪眼派演技 至于其他的 我无话可说 因为这只是又一次 给帝王将相 立传的电影罢了 我喜欢是神者 因为他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 那个时候 我们白衣飘飘 骑着单车 走过城市的繁华 我们桀骜不驯 是大人们眼中的问题孩子 但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 最后 我特意注意了下编剧 编剧那一栏 写的是薛先生 很有趣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陈骁义的这篇章 以生动的笔触 写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因此 在上映一周之后 是神者的票房不降反增 而这次观影的 大多数是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他们可能为生活所困 庸庸碌碌 可等他们看完之后 眼中全都含着泪 是啊 谁不曾是少年呢 而这部电影的火热 也成为了一种 现象级的壮观景象 无数人为片中 范梦雪的精湛演技所折服 尤其 他在高山之上 独对众神的画面 成为了很多人抹不去的记忆 范梦雪 也被人亲切地称呼为 是神小姐姐 至此 是神者 以一种王者归来的姿态 近乎碾压般地 将诸神之战踩在脚底 同时将那些 曾经诋毁不屑的 所谓明星们 全都删中了 谢天赐面色铁青地 看着上了评论 突然 他一拳将屏幕打碎 然后开始在屋中 来回踱步 华如月 则哭哭啼啼地 坐在沙发上 他此刻的心中 满是怨恨 怨恨泛梦雪 怨恨史蒂芬 但唯独没有想过 自己有什么过错 秦家呵呵 下得一步好奇呀 谢天赐突然冷笑道 而且 安家的安情 居然也掺和进来了 怎么 觉得靠一部电影 就能将我谢家怎样 谢天赐脸上 逐渐恢复了 傲然的神色 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 他并没太在意 但这部电影的背后 有秦家和安家的影子 那他就要做好准备 不过谢天赐毫不担心 因为这可是省城 在自己的地盘上 谁敢造此 想到这里 谢天赐不禁有些释然 可就在这时 在范梦雪所住的酒店之中 有人也在经问薛安 薛先生 你这样做是认真的吗 那可是谢家的地盘啊 问话的人是曹正 其应则是 薛安准备举办一次庆功宴 这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是神者取得了 如此辉煌的成功 自然要举办一次庆功宴 可薛安选择的地方 居然是在省城的立珠大酒店 省城的人谁不知道 立珠大酒店是谢家二少的产业 薛安要去那举办庆功宴 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因此曹正才会这么问 薛安文言一笑 谢家的地盘 不 你说错了 很快就不是了 曹正还想说什么 却被韩瑶拉到了一旁 秦宇文言则是眼前一亮 薛先生这是要动手了吗 薛安当然不会 因为电影吊打了对方 就会放过谢家 杀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薛安如果想 那么谢天赐和华如月 早就死了很多次了 可杀人容易诛心难 薛安要的是 无死角地吊打对方 你不是替换女主吗 那好 我就自己拍一部电影 然后用铁一般的事实 狠狠扇撞你的脸 这才是报复的正确之道 不过现在目的达到了 那么 谢天赐等人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修仙修到最后 其实就是一句话 保护所爱的人 让对手去下地狱 所以 薛安不会抱有什么仁慈之心 对他而言 区区一个谢家而已 杀了就杀了 而且选择在荔珠酒店 举办庆功宴 也是因为薛安觉得 既然要打脸 那还有在对方的地盘 打脸更好的吗 薛安想到这里 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而正在和薛想 跟薛念玩耍的小莎 在看到薛安的神情后 忽然浑身一颤 然后惊惧地趴下了 在场的只有她 可以体会到 薛安笑容里的恐怖 只要大人这样一笑 那么肯定就会有人倒霉了 小莎心里想着 这次的庆功宴 薛安举办得很隆重 不光是剧组的人会来 还会邀请很多人 不过除了那些屈炎富士 一听有庆功宴 便自己前来的明星们外 范梦雪还特意发出了几封请帖 王稳健这段时间 几乎每天都泡在上 她是在和其他的影迷们 交流观影心得 现如今 世神者已经成为了 很多人心目中的神作 今天也不例外 可正在讨论的时候 门铃响起 她打开门后 发现是游递员 奇怪 现在还会有人写信吗 王稳健胡怡地打开信封 里面赫然是一封烫金的琴帖 她打开一看 然后就实话了 那是范梦雪 亲笔写下的琴帖 邀请她在明天 以粉丝代表的身份 参加庆功宴 王稳健浑身都在颤抖 其实她早就过了追星的年纪了 喜欢范梦雪 也只是因为喜欢她的淡雅气质 可这一刻 王稳健突然死心塌地了 有几个明星 能在取得这样娇人成绩后 还能惦记着当初的粉丝呢 陈潇义也是一样 因为她的这篇章的火爆 所以她成功地 被娱乐周刊给解雇了 因为说白了 这些老板们 还是不敢得罪谢家 而陈潇义也无所谓 她那天看完电影后 回到家中 觉得心中爹闷 打开电脑后 几乎没有停顿 就写完了这篇章 而等陈潇义接到请帖后 也是一愣 然后渐渐笑了 她的眼前浮现出 那天发布会上 那个神情淡然 眼神深邃的男子来 果然你没有骗人 当谢天赐听到酒店经理 给他送来的消息后 不禁也愣住了 这他妈是在开玩笑吗 或者 是在故意嘲讽我 经理战战兢兢地 看着谢少的脸 从白变黑 又从黑变白 最后 谢天赐按下心中的怒火 冷笑起来 好 知道了 你去安排吧 是谢少 经理赶紧退下 华如月这时候凑了过来 满脸愿毒地说道 谢少 这肯定是范梦雪 那个婊子搞的鬼 他是想嘲笑你 啪 谢天赐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 华如月愣住了 谢天赐冷声道 我还不用你来提醒我 是谢少 华如月捂着脸 瑟瑟发抖 谢天赐沉色片刻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谢大少 有什么吩咐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明天 你来酒店 怎么了 杀人 谢天赐杀气腾腾地说道 电话那头顿了顿 然后说道 好吧 明天我过去 挂断电话后 谢天赐满脸都是杀气 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受过这个气 居然有人敢这么折辱自己 那好 明天 我就要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还有范梦雪 不要认为自己拍了不卖座的电影就了不起了 戏子就是戏子 再厉害也得在豪门面前跪下 谢天赐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似乎看到了范梦雪跪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而此刻 在省城一栋豪华别墅中 一个女子问道 哥 是谁啊 男子淡淡一笑 谢大少发火了 让我帮他杀人 女子不屑地一笑 怎么 把咱们石家当成他的打手了吗 随着话音 女子走了过来 正是当初在武道大会上的那位石竹丽 而谢天赐打电话的这个男子 便是石浩 这兄妹二人都是省城石家的嫡系子弟 和谢天赐很熟悉 听到妹妹这么说 石浩一笑 谢家毕竟还算龙头老大 我就卖他这个面子 又有何妨 而且 自从武道大会后 我自觉功力又有突破 正想杀个人 世事威力 石竹丽面无表情 对他们这样的豪门来说 杀个人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事 那我明天也去看看热闹吧 看看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将谢少都给激怒了 曹正当然已经不住在以前的地方了 他花钱在省城最好的小区买了套房 然后将自己的老婆接了过来 只是拍电影的时候 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根本没时间回来住 今天他终于回到了家中 女人正蹲在地上擦地板 一见到他回来了 便站起身一笑 回来了 吃了吗 曹正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脸上不禁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不是让你找宝洁吗 这些活你就不要干了 再累到了怎么办 不累 这是咱们的新家 我才不要让别人碰呢 女人骄傲地笑道 女人下厨 给曹正做了几碟小菜 然后打开了一瓶酒 曹正喝着酒 看着忙碌的女人感到了满足 这一切是以前的曹正 连想都不敢想的 他知道 这都是因为薛先生 没有薛先生的出手相助 现在自己的女人 估计早死了 而自己估计也完了 明天 我们剧组要开一个庆功宴 好啊 这是大好事啊 女人一愣 然后惊喜地说道 是在立珠酒店 这个名字 似乎有一种魔力 让女人刹那间就愣住了 曹正看着女人 认真地说道 阿秀 明天 你也陪我去吧 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你是我曹正的女人 阿秀低下头 过了两久才颤声道 是薛先生的意思吗 曹正点点头 阿秀叹了口气 我们的命都是薛先生给的 他既然要去呢 我们自然也要跟着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曹正点了点头 嗯 阿秀转身进了厨房 忽然之间泪流满面 当年的他 就曾是立珠酒店的一名经理 可因为长得漂亮 就被谢天赐给看上了 在一次酒醉之后 谢天赐使徒无礼 他奋力挣扎 最后谢天赐恼羞成目 直接从四楼将他扔了下去 阿秀差点命丧当场 后来还是被急急赶来的 曹正给送进了医院 这也是后来曹正被封杀的原因 这些尘封的伤疤 再一次被解开 不禁让阿秀浑身都在颤抖 他到现在也忘不了 自己满身是血的躺在楼底下时 那些所谓的同事们 看自己的冰冷眼神 突然 曹正从后面抱住了阿秀 然后在他耳边轻声道 别哭了 薛先生是有大本事的人 他选在那 肯定有他的道理 嗯 酒店之中 秦渝挂断了电话 面色有些凝重 明日的庆功宴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 他给自己的爷爷打了个电话 将事情都说了一遍 秦渊听完之后 只是沉默片刻 然后沉声道 一切以薛先生为准 黑王 小姐 你觉得明天会怎样 秦渝站在窗户前 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 黑王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我相信薛先生会处理好一切 我也相信 但对方可是谢家 秦渝难难道 立珠酒店 今天整个被秦渝包下了 门前挂着客满的牌子 而停车场上 则停满了各式豪车 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 进进出出 脸上都带着思矜持的笑意 这些基本都是省城的名流 他们来得 居然十分的齐 并不是因为范孟雪的面子大 而是他们都想来看看热闹 谁不知道 范孟雪和谢家的过节 而这次电影大卖 已经让谢家十分难堪了 居然还将庆功宴 摆到了谢家眼皮子底下 这可是这些年来 破天荒的头一遭 所以很多人都是不请自来 为的就是看看热闹 而且 基本所有人都不对范孟雪 抱有什么希望 毕竟他电影卖得再好 也不过是个明星而已 谢家可是盘踞省城多少年的豪门 这其中的差距显而易见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明星也到了现场 这些人都是看是神者电影 如此火爆 想着能不能来蹭点热度 等陈潇逸和王稳健到的时候 大厅里已经是群星璀璨了 这些名流和明星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脸上带着自惊的笑容 没有人注意陈潇逸跟王稳健 两个人也觉得有些尴尬 可就在这时 一身盛装的范孟雪迎了上去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欢迎二位来参加今晚的宴会 王稳健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 这可是范孟雪啊 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啊 而这一幕也让很多围观的人微微诧异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居然能让范孟雪主动出鹰 薛先生没来吗 陈潇逸环视场中在寻觅薛安的影子 范孟雪一笑 他领着孩子们给晚点来 正说着 曹正夫妇来了 很多明星见到曹正后 眼前便是一亮 经过这部《试神者》之后 曹正鬼才导演的名气又重登巅峰 所以很多明星都想着滔滔近乎 比如很多女明星 此刻便摇曳生姿地走上前去 试图搭讪攀谈 可曹正目不斜视 并无任何表情 在她的心中只有一旁的阿秀 此刻的阿秀却有些色缩 因为她看着周围这陌生而熟悉的场景 便不由地想起以前那些事来 而这时 有个大唐女经理走上前来 脸上带着笑容 曹道 您来了 请往这边来 曹正点点头 女经理接着说道 这位想必就是曹夫人吧 突然 这位女经理瞪圆了双眼 阿秀则看着这个女经理 轻声道 茉莉 你还认得我吗 茉莉就像是见到鬼了一样 您念 茉莉满脸愕然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当初阿秀是立珠酒店的大唐经理 而自己在她手下 因为嫉妒阿秀的成就 所以 她故意找机会让阿秀 去给醉酒的谢少送水 最后 阿秀被扔下楼去 她就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来着 当时她觉得 这个女人不死也废了 可没想到 今天她居然回来了 而且还是最近正当红的曹正的夫人 阿秀冷冷地注视这个女人 茉莉咬了咬牙 索性心一横 就算是又能怎样 她可是知道的 今晚谢少肯定会来 到时候 你们这群人都好不了 因此她抢笑道 原来是阿秀妹妹 曹正察觉到了自己老婆的异样 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门外一阵的骚动 谢天赐和石浩 以及华如月等人走了进来 他们的出现 让很多人悚然一惊 有些人则兴奋起来 来了 这一下热闹了 谢天赐进门之后 环视全场 在她冰冷的眼神之下 很多人都色缩了 而后谢天赐的目光 在一身盛装的范梦雪身上停顿了下 眼神中 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这个女人果真是个角色啊 而后谢天赐注意到了曹正 以及她身旁那个 浑身都在发抖的阿秀 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冷笑 这时候 秦渔和黑王走了过来 谢少 秦渔点头致意 谢天赐看着秦渔 突然一笑 我很纳闷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梁勇齐吗 全场渐渐安静下来 石浩则饶有兴致地看着秦渔 心里想着 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 秦渔的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谢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来到我的地盘 拍了一部电影不说 还把庆功宴摆到我的家门口 你真觉得 省城是你们秦家的北疆吗 谢天赐冷声道 秦渔咬了咬牙 谢少 谢天赐摆了摆手 冷笑道 既然你敢这么做了 就要做好被报复回来的准备 十号 动手吧 十号宁笑一声 走上前来 小娘们 看你这细皮嫩肉的 我这一拳下去 估计你都得成肉泥 不如跪下给谢少道个歉 然后陪我一晚 就放你们走 如何 秦渔气得脸色都发青了 而这时 黑王不动神色地 将秦渔挡在了身后 看着十号道 你的对手是我 十号宁笑一声 那就去死吧 十号一拳击出 拳风之中 隐隐带着风雷之声 这是他最近才领悟的一招 黑王面色大变 没想到这个豪门大哨 居然这么厉害 仓促之下 只能勉强对上这一拳 哄 黑王直接被轰飞出了十几步远 砸碎了一张桌子 吐出一口鲜血 然后站不起来了 全场一片肃静 十号一脸得意地说道 还有谁 这时 华如月冷笑着冲犯孟雪道 新犯的 看到了吗 别以为自己拍了部电影就怎么样了 这里可是谢家的地盘 范孟雪却神情平静 并无畏惧之色 倒是王稳健此刻头脑一热 就想着上前保护自己的女神 但却被陈潇逸给拉住了 而后面色凝重地冲王稳健摇了摇头 王稳健只好作罢 这时候 十号宁笑着上前 一边走一边说道 谢少 这个女人归我 那个范孟雪就归你了 没人敢说话 毕竟谢家在省城这么多年了 鸡威甚深 谁也不敢招惹 而晴鱼慢慢往后退着 心里满是焦急 薛先生怎么还没来 谢天赐这时候一笑 不着急 夜还很长 慢慢玩 我先把这个曹正收拾了 说着 谢天赐转过头来 看着曹正和阿秀 微微一阵冷笑 曹大导演 你还真是不死心呢 可惜 你就是找谁来 也斗不过我 至于你老婆 当时没死 我还真是遗憾呢 阿秀浑身一阵 茉莉在一旁看得心中大爽 心说 这一下 你们算是完蛋了吧 而曹正的眼中 则蹦射出极端愤怒的光芒来 他恨不得 现在就吃了这个谢天赐 而就在这时 碧云涛猛然冲了过来 挡在了曹正面前 他的这个举动 让很多人为之哑然 你不能对付曹导 碧云涛虽然害怕 但还是努力保持着镇静 谢天赐微微一皱眉 滚 碧云涛硬着头皮 但就是不动地方 这时候 曹正一拨他的肩膀 然后走上前来沉生道 谢天赐 你不要觉得 你在省城 可以一手遮填 谢天赐得意地笑了 不好意思 但我就是能一手遮填 你能怎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淡然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一手遮填 那我就砍了你这只手 随着话音 薛安慢慢走了进来 他的出现 让秦渝 以及范梦学等人 如释重负 就连碧云涛都喊道 薛先生 薛安微笑着一点头 然后看着谢天赐 淡淡道 你就是谢天赐吗 谢天赐面色 阴狠地看着薛安 不过看薛安这样子 也不像是什么豪门子弟 所以并未太过在意 只是将目光 看向了薛安身后的安晴 安晴 你和秦家 混在一起来省城捣乱 就不怕你家的长辈知道后 将你禁足吗 谢天赐 阴测测地说道 安晴的脸色 也很不好看 他和谢天赐 并不是很熟悉 仅仅见过几面而已 但他也知道 这个谢天赐 在省城谢家中 也算得宠的了 而谢家的势力 就是中都安家 也不敢小事 所以他才觉得 薛安今天把庆功宴 摆在这 实在有些不妥 谢少 我们只是来举行一个宴会 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吧 安晴说道 举行一个宴会 呵呵 谢天赐嘴角 浮现出嘲弄的笑意 然后看向薛安 你刚刚好像跟我说 要砍了我这只手 说这话的时候 谢天赐身上的气势逼人 让安晴都微微色变 可这些东西 在薛安面前压根没用 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是说了 不过 我想更正一下 哦 更正什么 谢天赐以为薛安 要向他道歉了 不禁越发地傲慢 我觉得 你这样的人 活在世上 实在有些浪费 所以 薛安露出结巴好看的牙齿 森然一笑 你还是下地狱去吧 全场一片死寂 很多人都用看死人的眼神 看着薛安 全用这样的语气 跟谢少说话 这个家伙是在做死啊 谢天赐怒急返笑 点了点头道 很好 你成功激怒了我 我会将你全身的骨头 一点点敲碎 然后再杀了你 十号 谢天赐也不是傻瓜 明白薛安既然敢这么说 没准会点功夫 因此喊十号过来 他对十号很有信心 毕竟十号这次在武道大会上 可是取得了名次 杀入了一百强啊 可没有听到 预料之中的脚步声 谢天赐有些狐疑地转身 然后发现 十号正面色苍白地看着薛安 十号 把这个家伙弄废了 到时候 我就将你一直想要的那块地给你 十号终于动了 谢天赐有些兴奋 似乎已经看到 薛安浑身骨头 尽碎地采样了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就见十号颤颤巍巍地 走到薛安近前 突然扑通一下 跪在了地上 见见过薛先生 谢天赐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薛安这时候 则淡然一笑 没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 十号哭的心都有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谢天赐让他杀的人 居然会是薛安 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谢天赐跪下来求自己 他也不会来的 因为十号知道薛安的厉害 那天 薛安在武刀大会上 一拳轰杀指添老人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自己勉强算是 武刀大会的前一百强了 可跟人家比起来 连个小手指都比不上 所以 十号干脆利落地跪在了地上 期盼着薛安能放过自己 这时候 谢天赐有些惊异地说道 十号你怎么了 十号怒火中烧 冷声道 谢少 不好意思 薛先生我惹不起 你还是少说几句吧 谢天赐就觉得后背 冒出了冷汗 十号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他都说惹不起 那这个男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薛安冲十号一笑 别怕 我不打算杀你 不过你 刚刚对秦小姐说什么来着 十号一颤 喷喷喷 直磕响头 先生饶命 我实在是不知道 秦小姐是您的人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十号脸上现出极为惊恐的神色来 可却连动都不敢动 不过薛安倒没杀了他 只是在拍了几下后 十号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起来 而后整个人迅速萎靡下去 再也不负刚刚的精气神了 我费你修为 你可服气 薛安淡淡道 十号浑身贪软 但还是挣扎着说道 服气 薛安点点头 然后抬起眼眸来 冲着谢天赐一笑 现在该你了 谢天赐心中大害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着 嘴里还在说着 我可是谢家的二少 你要是敢碰我一根汗毛 谢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薛安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这些豪门公子 为什么临死前都是这一套呢 说着 薛安猛然一跺脚 整个大厅中便是一阵的摇晃 很多人站立不稳 摔倒在地 而谢天赐 更是四肢匍匐在地 根本动弹不得了 薛安慢慢走上前来 脚轻轻踩住谢天赐的脑袋 谢天赐这时候彻底崩溃了 饶命 薛先生饶命 我错了 我不该跟您做对 求您放过我 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一脸恶然的曹正和阿秀 微微一笑 看到了吗 害你们的恶人 原来也会害怕 所以以后不必再纠结这些事了 明白 阿秀浑身一震 眼中的惊慌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之色 薛安低下头 此刻谢天赐已经吓尿了 浓郁的尿骚未传来 让人作呕 你刚刚说的没错 谢家不会放过我 所以你死之后 我准备掀灭了你们谢家 说吧 薛安脚下一踩 碰 谢天赐的脑袋被声声踩爆 至此 这位谢家二少命丧当场 全场一片死寂 很多人吓得腿肚子都在打仗 薛安却神情淡然 甚至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然后环视全场 没人敢对视她的目光 这时候 薛安看到了呆若木鸡的华如月 然后冲她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 华如月浑身一颤 然后极为惊恐地往后退着 不不要 我什么也不知道 求你别杀我 什么也不知道吗 那对付范梦雪的黑衣帮 是谁派去的 华如月眼中极度地惊恐 这个男人是魔鬼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薛安猛地一伸手 一道虚影便从华如月的头顶飘出 而后华如月的尸体 轰然倒地 薛安随手一捏 便将华如月的生魂捏碎 至此 这个恶毒的女人再不复存在 从薛安进门开始 到现在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便费一人杀两人 这等雷霆手段 让所有人为之瞠目 茉莉这时候 浑身都在发抖 转身就想离开 阿秀却忽然一笑 对曹正说道 这个女人就是害得我跳楼的人 我不杀她 就也将她从四楼扔下去变好 曹正肃然地点点头 上前一把掐住了茉莉的脖子 直接拖到了窗前 茉莉极力挣扎 嘴里还发出了哀嚎 并且一个劲冲阿秀道歉 只是阿秀 毫不为之所动 这大厅就是位于四楼 曹正直接将其从窗户里扔了下去 碰 外面传来一声闷响 那是人体摔落地面的响声 这声闷响 也让在场所有人的心 都为之遗产 薛安这时候 走到了黑王跟前 怎么样 黑王咳嗽了一声 然后苦笑道 暂时死不了 薛安扔给黑王一枚丹药 吃了吧 黑王肃然地接过丹药来 他是亲眼见过 薛安仅凭一枚丹药 便让秦渊返老还童的 多谢薛先生 然后薛安冲 在场那些恶然的众人一笑 好了 雁慧继续 没人敢走 笑话 这个总是带着三分笑意的男子 下手如此狠辣 居然连谢二少都给杀了 谁敢得罪 不过很多人心里还是 有些惶恐 谢天赐死了 谢家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看样子 省城将不负往日的平静了呀 雁慧继续进行 不过很多人都离着薛安远远的 丝毫不敢靠近 薛安也不在意这些 她坐在沙发上 慢慢喝着红酒 两个女儿由范孟雪 带着去吃东西了 此刻的她 有了片刻闲暇 突然 一个女子坐在了薛安旁边 然后自顾自地 也倒了一杯红酒 薛安转头一看 认出是当初发布会上的 那个女记者 不禁一笑 陈潇义举起酒杯 冲薛安一点头 恭喜你兑现了 发布会上的承诺 薛安笑了笑 多谢 然后也喝了一口酒 你不怕我 薛安放下酒杯后 突然问了句 陈潇义摇了摇头 不怕 我可是杀了两个人的 谢天赐死有余辜 薛安淡然一笑 你好像很恨她 省城圈内的人 有几个不恨她的 陈潇义说道 薛安点点头 然后不再说话了 这个漂亮的女记者 这么主动 薛安当然知道什么意思 可惜 薛安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她这段时间 一直在努力提升修为 准备尽快找到安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对安岩的思念 也就越来越深厚 陈潇义暗自咬牙 她来敬酒 可是鼓足了勇气的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那天 在发布会上 见过一面后 她就经常想起薛安 想起那个 在发布会上 挥斥方球的男子 刚刚薛安出手很辣 让陈潇义暗自心惊 不过最终 她还是决定试一试 但结果让她有些失望 力珠酒店的 地下停车场里 石珠丽正搀扶着 去开车 看着往日精力充沛的哥哥 突然变得如此虚弱不堪 石竹丽的脸上 就满是怨愤之色 等上了车之后 石竹丽实在忍不住了 哥 这件事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石浩躺在座椅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然呢 石竹丽咬了咬牙 可我咽不下这口气 那个薛安凭什么 废了你的修为 石浩苦笑着摇了摇头 行了 傻妹子 你哥现在不知道有多庆幸 你知道当初 她看我的眼神有多冷漠吗 如果不是因为我见机得快 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修为这种东西 没了就没了 但如果命要是没了 那就彻底完蛋了 石竹丽若有所思 石浩这时候叹了口气 怪只怪我太过得意和嚣张了 怨不得旁人 那谢二少被杀的消息 我们要不要通知谢家 石竹丽迟疑片刻问道 石浩的脸上 献出一抹嘲讽的神色来 谢家 过了今晚后 有没有谢家还不知道呢 石竹丽悚然一惊 哥 你的意思是 你没听她说吗 杀了谢天赐后 就将谢家也给灭了 石竹丽满脸震惊 可这可能吗 要知道 谢家可是有一位老祖还在世的 石浩摆了摆手 你觉得不可能 但对于他来说就是可能的 至于谢家的那位老祖 石浩眼中闪过一抹金句的神色 这个男人 可能已经踏出了那一步 石竹丽心底直冒凉气 回去吧 以后这些事 我们石家不可再参与 尤其若是谢家被灭 那么秦家肯定会进入省城 到时候 我们变为 秦家马首是瞻 十号 陈生道 正如十号所说 薛安确实准备灭了谢家 因为他刚刚通过谢天赐的生魂 获取了很多的信息 谢家这些年来所做的呃呃 足够他们灭亡拾回了 此刻 宴会散去 陈霄义失落地离开了 至于其他人 也都各自散去 薛安领着两个女儿回到了酒店 等将他们哄睡之后 薛安走出了房间 安晴正在客厅中等着他 见到薛安后 安晴神色肃然道 薛安 你不该杀死谢天赐的 哦 为什么 谢家的实力 远不是表现得那么简单 他们背后 甚至还有世俗不可想象的实力 然后呢 然后 你杀了谢天赐 这个人虽然不是谢家的嫡长子 可也十分得宠 那谢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 你要不去中都吧 安晴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北疆的秦家保不住你 但你要是到了中都 靠我们安家的势力 谢家总得有些忌惮 薛安却笑着摇了摇头 安晴大吉 你好歹也是 有孩子的人了 做事 也得冷静些 我知道你不想去中都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薛安走到了窗前 外面风声溅起 多谢你的好业 但过了今晚 谢家就不复存在了 安晴浑身一震 失声惊呼 你难道真的打算灭了谢家 薛安点点头 怎么可能 谢家势力庞大 高手极多 甚至还传闻 有一位久不出世的老祖坐镇 你只有一个人 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 安晴难以置信地说道 薛安一笑 并未直接回答安晴的话 反而淡淡地说道 看 起疯了 起疯了又怎样 安晴有些不明所以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 薛安推开窗户 外面的狂风惯了进来 什么话 月黑风高杀人夜 薛安淡淡说道 脉步走入了虚空之中 一股惊人的气势 自薛安身上冲天起 天地似乎都未知变色 看好想想和念念 我去去就回 薛安说着 整个人逐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安晴失魂落魄地站在窗前 刚刚薛安的几句话 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原来 在自己眼中难以对付的豪门 在薛安看来 却不过是顺手便能灭掉的小菜而已 那在薛安的眼中 安家 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安晴陷入了沉思 谢家此刻灯火通明 谢天赐的父亲 也是谢家的现任家主 谢轩正面目阴沉地坐在沙发上 谢天赐的死讯 已经传了回来 谢轩当然为之震怒 对于自己的这个小儿子 谢轩还是十分偏爱的 可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在省城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将自己的儿子给杀掉 想到这 谢轩的心中便满是滔天杀气 此时 谢家平时供奉的诸多高手 也全都赶来了 大厅之中鸦雀无声 过了片刻 有人急匆匆地赶来 家主 查到了 杀人者 乃是北江秦家的人 叫做薛安 薛安 谢轩皱了皱眉头 看了看身后这些高手 这时 人群中一位年纪最大 身份也最高的人走上前来 家主 老夫纵横江湖几十年 并没听说过 有什么性虚的高手 谢轩对这个老者 还是比较尊敬的 见他说话 不禁点头致意 田大师 这个老者 便是在天榜排名第五的 田兵田大师 人称血手人徒 乃是当年犯下过 无数杀孽的魔头 后来惹下众目 最后便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居然在谢家 而且还成为了谢家的供奉 此刻 田兵沉声道 家主 我愿亲自带人 将这个薛安给抓回来 给二少爷报仇 谢轩点了点头 如此 便有劳田大师了 田兵正宁一笑 家主客气了 既然有人敢跟咱们谢家作对 那我这血手人徒的名头 可不是白叫的 可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个淡然的声音 不必去抓了 我自己来了 谁 就在众人悚然一惊之时 门窗轰然破碎 外面的狂风猛地灌进来 薛安慢慢走了进来 朝屋中众人森然一笑 我就是薛安 谢轩豁然站起 面目阴沉地盯着薛安 我儿子就是你杀的 薛安点了点头 确切地说 是被我一脚踩爆脑袋 杀了他 谢轩眼睛都红了 也不废话 直接冷声吩咐道 田兵早就按捺不住了 在他看来 这个男子看上去普普通通 自己正好能在家主面前表现一番 因此他宁笑一声 小子 你居然自投罗 道省得我费力气了 去死吧 说着田兵举起赤红色的双掌 直奔薛安而来 他之所以被称为血手人徒 就是因为他修炼的 乃是极为歹毒的血手功 炼之大成之时 一双手便如朱砂般赤红 双掌披下 带起一阵兴风 薛安没动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 田兵心中冷笑 自己在这双血手上 竟饮几十年 极为厉害 只要碰到一点 便非死即伤 可这个人居然不躲不闪 这是你自己找死 怨不得旁人 田兵眼中闪过一抹狠利之色 可就在双手即将接触到薛安的衣服时 薛安轻贺一声 滚 这一声在旁人听来 并无稀奇 可就是这轻描淡写的疑鹤 却好似一记重锤 直接让田兵倒飞出去 直到砸塌了一堵墙壁后 才落在地上 烟尘四季中 田兵的胸膛都扁了 张嘴吐出一大口鲜血后 便崛气身亡 这一下令屋中所有人都为之骇然 一击 甚至不能说一击 只能说一声轻贺 便让天榜排名第五的血手人徒命丧当场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深的失恋 谢轩的脸色越发阴沉起来 这时候薛安轻叹一声 看起来挺厉害 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而后薛安环视场中所有人 淡淡一笑 不过不用着急 今晚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谢轩面色十分难看 但还是冷哼一声 怪不得敢在省城和我谢家作对 果然有几分本事 可你也没打听打听 我们谢家是那么好惹的吗 薛安文言摇头倾笑 我知道 你们谢家不就是仗着有一名散线作证吗 此语一出 谢轩勃然色变 这可是谢家最核心的机密啊 虽然外界一直有传言说 谢家现在还有一名老祖在世 可谁也不知道老祖达到了什么境界 可这个男人却一语道破 他到底是谁 薛安微微一笑 不用那么惊讶 我想 此刻你家的那位老祖 应该也知道 我来了 说着 薛安身上的气势陡然俱增 强大到恐怖的威势 让在场众人奇奇色变 甚至有修为浅薄地 直接便跪在了地上 天地似乎都为之变色 狂风也低伏下来 轻声乌咽着 不敢靠近薛安 而薛安淡淡道 既然知道 我来了 还不肯出来吗 声音传出很远 话音刚落 在这栋依山傍水的别墅后 有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传来 果然英雄出少年 可惜你太嚣张了 听到这个声音 谢轩不禁大喜过望 是老祖 老祖出山了 此刻 一名须发揭白 面目威严的老者 缓缓自后山踏空而来 每走一步 他身上的气势 就强盛一分 等走到别墅前时 他身上的气势 也攀升至顶峰 甚至完全盖过了薛安 谢轩满脸激动地跪倒在地 孙儿见过老祖 没错 这个老者便是谢轩的祖父 叫做谢行 因为入散仙之后 寿源极大的增长 所以才显得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谢行点了点头 起来吧 谢轩起身退到一旁 满脸都是喜色 在他看来 只要老祖出山 那天下间 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 这时谢行看着薛安 冷笑一声道 年轻人 以你这个年纪 能有如此修为 确实不错 可你觉得 就凭你区区一个逍遥 便能奈何得了我谢氏一族吗 说到后面 谢行提高了音量 升震四野 整栋别墅都在微微颤抖 院中的花草树木 也在这一声鹤问之下 齐齐折断 谢家请来的这些高手 齐齐色变 散仙之威 居然恐怖如斯 虽然只是一声简单的鹤问 但气势 却如惊涛骇浪一般 可薛安却毫不在乎 就好似这惊人的气势 只是清风拂面一般 淡然一笑 能不能奈何得了 总得试试才知道 谢行傲然一笑 那老夫今日便成全你 说着 谢行猛然一抬手 一柄巨大的长刀 便逐渐显现出来 以气名刀 果然是仙人手段 众多高手看得目眩神窑 而谢行手中这柄长刀 已经彻底凝聚 足有十几米长的刀刃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看我谢家狂刀 谢行冷喝一声 举刀便劈落下来 刀锋过处 似乎连风都给斩断了一样 就在这惊天刀势之下 薛安却沉静如山 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太慢了 说着 薛安举拳 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 一拳动天地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谢行身形摇晃了几下 手中的长刀咔嚓一下 重新化为虚无 而他的面色 也渐渐凝重下来 他以散仙之力 居然没有奈何 得了这个逍遥境的男子 甚至还被他一拳打碎了刀势 此人 果然厉害 而这时 薛安举起拳头 只见本来洁白如玉的拳头上 赫然多了一条细细的伤痕 一滴鲜血慢慢渗出 而后滑落下来 他受伤了 本来正在惊骇的谢轩等人 不禁大喜 谢行也冷笑了一声 年轻人 念你修为不义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自费修为 然后将刚刚那一拳的心法告诉老夫 老夫便饶你不死 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这个男子 仅凭逍遥境的修为 便能硬抗自己一刀 肯定是靠着那神意的拳法 自己若是能得到 修为肯定能更进一步 可这时薛安却笑了 果然逍遥境还是不够吗 声音低沉 似是在自言自语 谢行宁笑一声 从古至今 入逍遥者中 成散仙者寡 你能靠逍遥境的修为 接我一刀 足可自傲了 现在交出拳法 我可饶你一面 薛安却摇了摇头 微微叹了口气 既然逍遥不够的话 那么 便入天人境吧 随着话音 薛安身上的气势 陡然开始急速地攀升 就好像揭开了一道封印一样 本来逍遥境的修为 却在眨眼间 步入了天人境 这神奇的一幕 让谢行都看得目瞪口呆 现在从逍遥步入天人 都这么简单了吗 记得当初 自己可是卡在逍遥境 二十余年才突破的啊 可他不知道的是 薛安这些日子来 一直在打磨修为 只差最后一丝 便可步入天人境 而薛安之所以杀上谢家 也是想借他 这散仙之手 来磨他这把刀 终于 在刚刚那一刀之下 薛安突破了 本来薛行的气势 占据着优势 可在薛安步入天人之后 形势倒转 薛安的气势节节攀升 很快便压制地 薛行后退两步 眼中也现出了一丝恍然 随后薛行一咬牙 就算进入天人境 又怎样 自己可是散险 差着一个境界 实力相差何止百倍 而且这个男子如此厉害 今日不除 日后必成大患 因此他冷笑一声 很好 你成功地 让我动了杀心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说着 薛行双手一合 一柄比刚才还大一倍的长刀 便凝聚了出来 给我去死 薛行怒吼一声 巨刀开天辟地一般 砍落下来 这等声势 让薛轩等人 起起兴奋起来 在他们看来 薛安死定了 可长刀砍到一半 便再无法存尽了 因为薛安用两根手指 便夹住了这柄巨刀 然后薛安在 泄行错愕的眼神中 森然一笑 我说过了 你太慢了 说着 薛安手指一用力 咔嚓一声 这柄气势惊人的长刀 轰然破碎 刚刚你砍了两刀 现在轮到我了 薛安淡淡地说着 抬起了拳头 一拳 分阴阳 杀神六世第二世 曾经薛安在逍遥的时候 用过 可等进入天人之后 这一拳的威力 何止增强了百倍 这一拳击出之后 周围的一切 瞬间都凝固了 方圆百米之内 树木粉碎 然后化为尘土 别墅迅速开始坍塌 然后悄无声息地成为积粉 而薛行则只觉得 一股浑然大力 将他整个人都束缚住了 他不经惊骇欲死 这个男人的厉害 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 无奈之下 薛行只好用出保命的绝招 他猛地一咬舌尖 噗 一口本命鲜血喷出 薛行整个人 便逐渐变淡起来 这乃是薛行当年 花中金球来的血盾之术 只是这么做 会损耗几十年的精气 但到了此刻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保命要紧 可就在他认为自己 可以逃出升天之时 薛安又一次举起了拳头 杀神六世第三世 隔生死 这一拳无声无息 甚至连拳风都没有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拳 却让快要逃跑的薛行 惨呼一声 而后他整个人迅速地衰老 转瞬之间 便垂垂牢矣 饶命 最后一个命子出口 薛行便气息断绝 而后迅速化为了窟窿 随风散去 至此 已入散仙的薛行 被薛安一拳打爆 谢轩等人呆若目击地 看着这一幕 老祖死了 谁能想到纵横无敌的 谢家老祖 居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 薛安转头看着他们 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你们谢家的这位老祖 好像不太抗揍啊 谢轩浑身一颤 眼中满是金句之色 至于那些所谓的高手们 更是齐齐到抽了一口冷气 有些见机快的 已经开始悄悄往后退 准备溜走了 不过薛安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我说过的 过了今晚 谢家将成为历史 希望你们下了地狱后 能好好地忏悔 不要 谢轩惊恐万分地喊道 先生 我们谢家和您之前并无过节 只是逆子得罪了您 现在逆子已死 老祖也身云 求您高抬贵手 饶过我们吧 说这话时 谢轩满脸的诚恳和恭敬 薛安只是静静地看着 等他说完了 才淡淡地道 这些话 下去和被你们谢家害死的那些人去说吧 说着薛安左手虚握 一柄长刀渐渐凝聚 赫然便是刚才谢行所用的招数 谢轩惊呼出声 还想说什么 薛安手腕一横 直接横扫过去 扑扑扑 好似催枯拉朽一般 谢轩以及那些所谓的高手们 全都被一刀横斩 死尸纷纷栽倒在地 谢轩有些不甘地挣扎着 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 这个男人根本不是自己的谢家 能惹得起的 可惜后悔已经晚了 哄 这栋富丽堂皇的别墅 在这一刀横斩之下 呻吟了一声 然后也轰然倒地 烟尘四起之下 谢家就此烟消云散 不过薛安显然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 既然做了 便要斩尽杀绝 愚蠢的人词 只会留下祸患 所以他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谢轩跟前 淡淡道 你是不是很庆幸 庆幸你的大儿子没在省城 谢轩喉咙里 发出咯咯的声响 满脸的惊恐 薛安一笑 我不想滥杀无辜 但你们谢家所做之事 足够你们死十遍了 所以 薛安蹲下身 手指沾了一滴谢轩的鲜血 一家人最重要的 就是整整齐齐 我送你们上路 说着 薛安手指掐绝 一股玄奥的气息 顺着这滴鲜血 直接通过凡人难以理解的途径 追杀了过去 血咒之朔 号称只要一滴鲜血 便能将整族之人咒杀的秘法 这是当年薛安游历诛天之时 从一尊骨膜那里得到的 现在 进入天人之境后 他勉强可以施展了 谢轩这时候急怒攻心 最终崛气身亡 他刚刚确实是抱着一丝侥幸的 至少自己的大儿子 没在省城 只要他还活着 那么谢家就不算负面 但现在 薛安将他最后的一丝希望都断绝了 此刻 在海外的一间奢华的酒吧之中 谢轩的大儿子谢宝正 沉迷于纸醉金迷之中 突然 一道血光闪过 谢宝神情将注 喉咙里发出几声咯咯的声响 然后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崛气身亡 至此 曾经盘踞省城几十年的谢家 彻底覆灭 薛安一谈指 这些死士身上都燃起熊熊火焰 转瞬间便将其稍微乌有 然后才转身离开 等回到酒店之后 安晴正在心神不宁地等着他 跟他一样 满脸担心的 还有范梦雪 以及秦宇等人 在薛安离开的这一个多小时中 这些人全都满心地焦虑 黑王几次准备去谢家 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黑王清楚 自己就是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不如在酒店中 好好保护众人 正等的忧心之时 薛安推门走了进来 众人一见他平安无恙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安晴更是拍了拍胸脯 然后叹了口气道 好了好了 回来就好 没灭掉谢家也没事 咱们以后从长记忆 在安晴看来 这么一个多小时 怎么可能灭掉了谢家 没准薛安是出去转了一圈 然后便回来了吧 可薛安微微一笑 谢家 已经不存在了 屋里安静下来 安晴难以置信地看着薛安 真的 薛安点点头 那谢家那位老祖 被我一拳打爆了 薛安淡淡道 安晴闭上了嘴巴 她忽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曾经她也有过埋怨 认为自己姐姐嫁给薛安 是一个错误 但等到了今天她才明白 那些自己所依仗的豪门势力 或者财富 在薛安面前 根本是个笑话 姐 姐夫终于有实力 让你扬眉吐气地回来了 安晴心里默默地想着 而此刻 秦渝则满脸激动地看着薛安 谢家一面 那么整个省城 就成为了真控地带 这可是亿万的财富啊 不过她很清楚 这一切都是薛安杀出来的 秦家在这件事上 并没有出过多少力 因此 她才欲言又止 薛安当然清楚秦渝的想法 她对这些世俗的财富 丝毫不感兴趣 但偌大一个省城 总得有人管理 因此她微微一笑 谢家没了 剩下的事 就交给你们秦家了 秦渝一阵 这可是天亮的财富啊 可薛安却毫不在乎地 交给了自己 秦渝愣了片刻 然后便郑重地站起身来 身识一礼 恭敬道 这些全是薛先生得来的 我们秦家就算接管 也是暂时为薛先生管理 日后薛先生想要 随时可以拿回去 薛安听了一笑 摆了摆手 然后打了她哈欠 回去睡觉了 明天还得给想想 跟念念做早饭呢 说着 她转身回屋了 秦渝激动地 拨通爷爷的电话 此刻秦渝 一直守在办公室里 等着孙女的消息 当电话一响起 她立马接通了 怎么样 秦渝顿了顿 然后颤声道 薛先生出去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谢家 就彻底覆灭了 秦渝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她已经尽可能地 将薛安的实力提高 可也觉得 单凭薛安一己之力 怎么可能灭得了谢家 但没想到的是 薛安居然真的做到了 秦渝这时候 又将自己对薛安说的话 告诉了秦渝 然后问道 爷爷 我这样说对吗 秦渝站起身来 有些欣慰地说道 鱼儿 你长大了 这件事做得好极了 对薛先生 这样的人中之龙 我们不能用世俗的利益 来衡量 就像你说的 我们只是暂时替薛先生保管 日后她若要 我们拱手奉上 当谢家被灭门的消息传来 整个省城的豪门 全都为之震惊 十号正躺在床上休养 石竹丽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 哥 石竹丽摆了摆手 不必说了 我都知道了 石竹丽失魂落魄地坐到一旁 昨天十号对她说 谢家过不了今晚时 她其实是有些不幸的 要知道 谢家在省城经营几十年 全市正式如日中天之时 就算薛安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人 便灭得了一个豪门大家呀 但当今天早上消息传来 石竹丽终于感到了深深的惶恐 那个长身玉丽 面色淡然的男子 居然真的翻手之间 便令谢家成为了历史 这等手段 怎能不令人震步 石昊却没有太过惊讶 父亲他们怎么说 石昊问道 石竹丽摇了摇头 父亲和叔叔他们 商量了一早上 决定先静观其变 糊涂 石昊勃然色变 现如今谢家亲父 秦家入主已成事实 还静观什么其变 石昊此刻心中满是恼怒 自己这些父亲们 有时候眼光就是太过短浅 他们还以为面对的 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吗 石昊很清楚 秀为到了薛安那般境界 世俗的权势 名利于他 不过过眼云烟 所以 此刻最紧要的就是 赶紧表明态度 石昊艰难地起身 哥 你要干什么 石竹丽赶紧过来搀扶 走 去哪 石竹丽疑惑道 当然是去酒店 我要当面向薛先生 向秦家表示庆贺 石昊咬着牙说道 可是 石竹丽还是有些犹豫 石昊摇了摇头 不必说了 事关石家日后的生死存亡 不得耽搁了 快走 而此刻 还有一场类似的争论在上演 省城冯家 曾经仅次于谢家的豪门 实力还在石家之上 今天的气氛有些凝重 因为谢家覆灭 让冯家的人 全都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冯奇坐于主位 看着两旁的冯家子弟 不禁沉声道 对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 众人面面相去 无人说话 正在这时 坐于末位的一名男子 站起身来 父亲 我觉得 现在最紧要的 就是赶紧向薛先生 表示我们的诚意 看到说话的人后 众人全都一愣 说话的 居然是冯家 最不起眼的大少爷 冯朝筹 要知道以前的时候 冯朝筹在家族中 地位就不高 虽然是嫡长子 但并不为 欺负冯奇所喜 尤其前段时间 他领人去了一次北疆 结果却损兵折将地回来了 这自然更是让他在家中的地位 下降许多 冯奇听完皱了皱眉头 表达诚意 表达什么诚意 自然是表达 我们愿意臣服的诚意 冯朝筹坚定地说道 实际上 当早上知道消息后 冯朝筹差点下尿了裤子 他开始的时候 还不知道是薛安干的 还以为是谢家招惹了什么仇敌 但等一了解 尤其当他看到薛安的照片后 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作为亲历者 他亲眼目睹了 那天薛安降服蛟龙的神迹 左玉琪先生说得明白 这个男人 是招惹不起的 现在他杀到省城 一出手 便让谢家烟消云散 冯朝筹怎能不害怕 所以他才鼓起勇气 在今天的会议上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只是他的话音刚落 有人吃笑一声 看来我这位大哥出去了一趟 已经被人吓破胆子了呀 说话之人面容秀气 只是一双眼睛中 满是音质 冯奇一见到他 脸色便舒缓了许多 这便是冯家的二嫂 同时也是最为受宠的小儿子 冯朝筹 冯朝筹面色有些难看 不禁沉声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冯朝筹站起身来 冷笑道 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 你未免太过胆小了 冯朝筹刚想说话 冯奇摆了摆手 然后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小儿子 招司啊 你怎么看 冯朝筹傲然一笑 我觉得 这个秦家固然是大 但强龙不压地投舌 我就不信 他们真的能将整个省城一口吞下 这话一出口 冯奇的神情便舒缓了许多 这也是他的看法 冯朝司接着说道 而且 我对这件事保持怀疑的态度 要知道 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 让一个豪门大足覆灭 所以肯定有势力在背后出手 众人纷纷点头 只有冯朝筹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 冯朝司不屑地说道 对于自己的这个大哥 冯朝司从未瞧得起过 没什么 只是笑某些人坐井观天 目光短浅 冯朝筹冷声道 冯朝司面色渐冷 冯奇这时候不耐烦地说道 你别说话 听你弟弟的 冯朝司不禁得意洋洋地说道 所以我认为 应该先保持沉默 然后找机会 给秦家施加压力 最次 这偌大的省城 也得给我们冯家一半 冯奇文言连连点头 而其他的冯家长者 也颇为赞许 只有冯朝筹 安静地退到一旁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明白 豪门的傲慢 不是轻易便能改过来的 只有见过写之后 他们才会屈服 当十号见到薛安和秦玉后 他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见过薛先生 秦小姐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你来干什么 十号的额头上 隐隐献出汉字 虽然薛安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但给人的压力 却是极为恐怖的 我来 是想代表实价 对薛先生和秦架 表示臣服 哦 臣服 薛安淡淡一笑 对 无条件地臣服 十号目光坚定地说道 十号目光坚定地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你倒是聪明人 十号苦笑一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阴谋诡计 都没有作用 唯有看清事实 才能活得更长久些 今天 你是第一个来的 薛安淡淡地说道 十号不敢抬头 低头听着 也是唯一一个 薛安顿了顿 接着说道 看来 其他的那些豪门 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 十号浑身都冒出了冷汗 一半是被薛安的气势所惊 一半则是庆幸 若是今日自己不来 那么石家的未来会是怎样 简直难以想象 薛安看向秦渝 淡淡一笑道 通知各方 就说今晚 立珠酒店 秦家将举行宴会 是 秦渝低头硬道 薛安看向窗外繁华的都市 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眼中却满是凛冽杀气 秦家要举办晚宴的消息 再一次轰动了整个省城 当冯家收到秦帖之后 又一次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 冯潮司得意地笑道 看到没 这秦家也知道 单凭自己是吃不下这么大一块蛋糕的 所以才召集我们这些本地豪门前去 因此 我提议 这次我们冯家要亮出自己的实力来 让这个秦家以及那个姓靴的 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冯潮司说道 众人点头 冯起老怀大唱 觉得自己这个小儿子果然有出息 只有冯潮愁 全程目光阴沉 一言不发 他相信 这次的宴会绝不会那么简单 那个男人 岂是凭你们这些土鸡娃狗 便能威胁得了的 类似的争论 几乎在每一个豪门中都在上演 此刻 石家的气氛很紧张 石浩的父亲 石家 现任家主石东 面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 还有几位石家的实权人物 也是面色不善 石浩面无表情地站在下方 好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 石浩 谁允许你私自代表石家 和那秦家沟通呢 这时石浩的一个叔叔率先发难 石浩有些疲倦地说道 没人允许 哼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石浩的这位叔叔冷笑道 石浩摇摇头 我知道 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这关乎到我们石家的生死存亡 少在这巧言狡辩 我就不信 这个秦家 还有那个什么薛先生能吃人 全是危言耸听 石浩的这位叔叔 满脸的愤怒 是啊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 对谢家留下的这块大蛋糕 垂涎三尺 现在可倒好 石家居然率先退出了 这自然让很多人为之不满 石浩这时候 面色也沉了下来 二叔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只能说 这位薛先生的厉害 你根本想象不到 石浩的二叔冷笑道 再厉害 还能有三头六臂吗 你少在这 这时 石东摆了摆手 好了 不要再说了 石浩的这位二叔 愤愤然退了下去 然后石东看着石浩道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 那好 今晚的宴会 我们石家便先保持中立 倒要看看这位薛先生 是何等人物 石浩低头 谢父亲 但若是不像你所说 我愿受处罚 石浩目光坚定地说道 从傍晚十分开始 立珠酒店门前的豪车 就没断过 省城各个豪门 几乎都到了 还有很多的豪门大哨 或者千金 也来凑热闹 这些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开心地交谈着 对他们来说 这算是一次难得的大聚会 至于谢家的消失 他们并不在乎 谁死了也一样 只要利益归我 那便什么都好说 而这些豪门的家主们 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议论今晚的宴会 大家说 这秦家将我们都邀请至此 所为何事啊 一个头发花白 衣着考究的老者说道 王老爷子 我估计这秦家 是准备笼络我们来了 毕竟他们算是外来者 不依靠我们这些人 他也别想 在省城安生待下去 有个中年男人说道 众人点头 要说这谢家几十年的基业 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 还真是出乎意料 这老者虚情假意地感叹道 不过一提到谢家留下来的产业 很多人的眼睛都红了 那可都是利益啊 而在这时 外面一阵的骚动 有人惊呼 是冯家 他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这次冯家来了 足有几十号人 而且冯家的家主 和诸多实权人物 全部到场了 这时候 就看出等级差异来了 很多的小家族 忙不迭地闪开道路 冯齐一马当先 走在最前面 后面则跟着满脸俱傲的冯朝思 还有便是冯家 请来的诸多大人物 只有冯朝愁在最后面跟着 现在的他已经沦为家族中的笑话了 没人乐意多看他一眼 等冯齐等人落座之后 大厅中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很多人开始窃窃私语 冯家这么大阵势 看起来来者不善 傻子也猜得出啊 这冯家可是仅次于谢家的豪门 这次谢家陨落 他们冯家怎么可能舍得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这下乐子大了 这秦家再厉害 也无非就是个过江龙而已 看起来这次肯定得大出血了 这些议论声中 冯齐不动神色的环视大厅中的人 咦 石家的人怎么还没到 正在疑惑的时候 石冬带着众人也赶到了 相比起冯家的大张旗鼓 石家低调许多 冯家和石家一向不对付 所以这一见面 两边的人也是怒目而视 石冬面无表情地带着人在远处坐下了 至此 整个省城的豪门权贵基本全部到齐了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着看秦家要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这时秦渝有些紧张地在楼上看着 这算是他第一次独挑大梁 他给秦渊打了电话 秦渊却说这件事交给他全权负责了 这让秦渝感到了肩头的压力 这时薛安却突然一笑 薛先生 你笑什么 秦渝问了一句 你说 若是现在把这些人都杀了 省城将会是什么局面 薛安淡淡道 这个提议让秦渝的心底直冒寒气 这么多人若是真的都死在这 那么可以肯定是 整个省城将会乱成一锅粥 薛安看到秦渝惊恶的表情 不禁微微一笑 开玩笑而已 我又不是杀人狂 可秦渝还是觉得有些心惊胆战 他清楚 在薛安的眼中 这些所谓的豪门权贵 不比猪狗强多少 去吧 接下来该你上场了 薛安淡淡道 秦渝咬了咬牙 恢复了平静 然后转身下了楼 当他出现在大厅中时 本来嘈杂的大厅渐渐安静下来 很多人都用审视的目光盯着秦渝 渐渐地 这些目光变得轻视起来 原来搞出这么大声势的秦家 只派来了这么一个小姑娘 而冯潮司这时候 则不屑地吃笑一声 然后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秦渝看 长得倒是不错啊 等这次商议好事情之后 得找个机会接触下 冯潮司心里盘算着 此刻 秦渝迅速恢复了平静 慢慢走到了主位之上 冲下面的众人一笑 想必大家都不认得我 我叫秦渝 来自北江秦家 这次请大家来 只有两件事 第一 认识一下 第二是告诉大家 以后谢家的地盘 归我们秦家了 这番霸气的话语 让大厅众人愣了片刻 然后轰然而动 秦小姐 你们北江秦家的手 是不是伸得太远了 有人冷笑道 没错 你们北江和我们省城 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这次突然发难 还灭了谢家 你们秦家什么意思 这些议论声 将秦渝差点淹没了 秦渝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还是咬着牙说道 童鼠滑下 什么叫我们的手伸得太远了 不行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下面的人开始锅躁 冯家的人一直没吭声 因为他们在等石家的反应 可没想到 石冬居然老神在在地喝着茶 根本不为所动 冯琦皱了皱眉 这个石冬打得什么算盘 这时冯朝思按捺不住了 他嬉皮笑脸地站起来 秦小姐 我觉得吧 像您这样美丽的姑娘 应该做的是 跟我吃吃饭喝喝酒 然后找个酒店住一宿 而不是掺和这种事 这话一出口 惹得大厅中的很多人为之一笑 秦渝的面色 渐渐沉了下来 请你放尊重些 冯朝思黑黑一笑 然后漫条思里地摆弄着手里的手串 要让我们冯家尊重你也行 谢家的产业 我们冯家要分一半 这个提议 让很多人面色难看起来 谁都在惦记 谢家留下的这块大蛋糕 现在冯家却提出 仙妾一半 相应的 其他人能分道的就少了 秦渝气急反笑 怎么 你们冯家 就能如此霸道吗 霸道不霸道的 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你说了算 但你秦家一出手 便灭了谢家 然后还如此强势地入主省城 难道你们 就没听过 强龙不压地投舌吗 冯朝思冷声道 随着他的话音 几十号人纷纷站起 只有冯琪 以及最后面的冯朝仇 依然坐着没动 气势为之一景 而此刻 石家这边 也有些按捺不住了 十号的二叔 凑到石东的耳边道 大哥 看这样子 这个秦家的小妞是个厨 被冯家步步紧逼 若是现在还不表态 到时候 咱们可就真站不到好处了 石东脸上现出迟疑之色 可就在这时 一个淡然的声音 从楼梯上传来 没错 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以要看什么龙 什么蛇 所有人转眼看去 就见一名衣着普通 但模样俊秀不凡 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的男子 慢慢走下楼梯 而他的出现 也让秦家 这位大小姐松了一口气 赶紧迎上前来 低头恭敬地喊了一声 薛先生 薛先生 他就是薛先生 众人全斗一阵 一直有传言说 这位薛先生 有神鬼莫测的大神通 谢家覆灭 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可现在看来 也没有什么出奇的 很多人心中有些不以为然 认为不过是传言夸大 而冯朝仇和石浩两人 则齐齐一阵 眼中现出极为惊恐的光芒来 只有他们两个 知道薛安的恐怖 冯朝思这时微微一阵冷笑 那请问 什么龙什么蛇呢 薛安神色平静 若是九天神龙 面对一条地头的草蛇 你说谁胜谁负呢 冯朝思的面色 变得极为难看 你说我们冯家是草蛇 薛安摇了摇头 不是那个意思 冯朝思这才神情舒缓了些 可这时薛安却淡淡地说道 于我而言 你们冯家连条草蛇都算不上 最多只能算是一条泥丘罢了 此语一出 满座皆经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薛先生肯定是疯了吧 石冬这时候 也微微一皱眉 他本以为这个薛先生 是一名先锋盗谷的老者 却没想到会是个年轻人 而且看现在说话的样子 还是个不知道审视夺视的年轻人 这样的人 有何可惧 石冬盈盈觉得有些后悔 而这时冯朝思则一阵冷笑 很好 这是你们自己找死 怨不得庞然 然后冯家带来的这些高手们 便纷纷离系而出 将薛安围在了当中 薛安这时候露出几颗好看的牙齿 冲冯朝思森然一笑 这句话其实更适合你 冯朝思冷喝一声 动手 这些人便一起冲了上去 这些人可都是冯家这些年来的心血 有很多都是冯家出大价钱聘请来的高手 这些人一起动手 声势显得极为害人 很多人都不禁为之色变 冯朝思更是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来 但很快 他这抹笑容便凝固住了 因为薛安就如同闲庭信部一般 慢慢地向前走着 每走一步 挡在他前面的高手便会无声无息地倒下 然后化为灰烬 就好似步步声帘一般 但却是用鲜血凝聚的谢怜 这诡异的一幕 让大厅中的所有人都惊骇欲绝 本来正在暗自后悔的时冬此刻 更是赫然色变 这是什么邪门的招数 而此刻 薛安已经走到了冯家众人进前 他一宫迈出了七步 七步之下 所有围攻他的高手 全部申誉 无意生还 这时薛安站在冯朝思面前 淡淡一笑 现在你可服气 冯朝思觉得一股凉气 从骨子里冒了出来 本来设想好的场景都没有出现 冯朝思本以为 这些高手即便打不败薛安 也能让他身负重伤 到那时自己再将其击败 那么谢家的大蛋糕 可能就是冯家独占了 但无论如何 他也没想到这个男人 连手指都未动一下 便让这些高手 全都灰飞烟灭了 冯朝思张口结实地 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冯奇站起身来 神态从巨傲变得恭敬起来 薛先生 小儿年少 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薛安头都没抬 直接一仰手 啪 一见耳光之后 冯奇的脑袋都被扇爆了 脑浆混杂着鲜血洒落一地 此时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我让你说话了吗 薛安淡淡地说道 很多人被这一幕 惊得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堂堂的冯家家主 居然就因为说话声音大了些 便被一耳光抽死了 这个男人好狠 全场一片死寂 冯朝思的眼皮疯狂跳动 浑身都在发抖 宁宁 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极度的恐惧 占据着他的内心 而此刻 石冬则豁然站起 眼中满是亥然和庆幸 幸好 自己听从了儿子十号的建议 否则现在躺在地上的人 很可能就是自己了 石家愿为薛先生 笑全马之劳 说着石冬恭恭敬敬地 弯下腰来 跟他一起恭恭敬敬 弯腰鞠躬的 还有石家所有人 其中也包括 十号的那位二叔 只是此刻 十号的这位二叔 弯着腰 浑身瑟瑟发抖 胯下一片尸痕 散发着浓郁的尿骚味 居然是被声声吓尿了 薛安用弹幕的眼神 看了石冬一眼 石冬就觉得 这个男子的眼神 好似利刃 将自己直接切割成碎块了一样 额头和后背 不禁全被冷汗尽透了 与此同时 冯朝思也如梦方醒 抢笑了一声 薛先生 我我们冯家以后 也愿为您效劳 薛安摇了摇头 石家可以 你们不可以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不禁赫然色变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敢当着众人的面 将我们冯家也灭掉不成 冯家有一位位高权重的老者 此刻不禁怒道 薛安看了他一眼 这老者还想说什么 但下一秒 他的脑袋 便如烟花般炸了开来 鲜血见了周围人一身 但没人敢有丝毫的动作 从你们基于谢家留下的产业时 你们冯家的命运 就已经被注定了 薛安淡淡地说道 冯家所有人 全都瑟瑟发抖 冯朝思此刻猛地站起身来 指着后排的冯朝仇道 都怪你 要不是你提议对付薛先生 我们怎么会这么做 冯朝思脸上满是怨毒 他想着 将责任全都推到冯朝仇身上去 好让自己活命 可此刻的冯朝仇 却叹息了一声 然后起身来到薛安身前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见过薛先生 薛安看着一脸绝望的冯朝仇 淡淡一笑 又见面了 冯朝思愣住了 薛安的话什么意思 莫非他认识自己的这个废物大哥 冯朝仇苦笑一下 薛先生 冯家悔在过于傲慢 我无话可说 您动手吧 冯朝思一颤 然后怒道 冯朝仇 你什么意思 薛安一皱眉 跪下 冯朝思就觉得一股大力袭来 扑通一下 便跪在了地上 膝盖骨都被生生击碎 冯朝思痛苦地身影一声 薛安这时候 则看着冯朝仇道 你倒是挺识趣 冯朝仇 此刻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因为他知道 冯家完了 冯朝思这时候 还不忘给自己的大哥泼脏水 薛先生 都是因为他的提议 薛安没搭理他 只是看着冯朝仇一笑 想不想接管冯家 冯朝仇愣住了 冯朝思也愣住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薛安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石东此刻心中微微一叹 他明白薛安这么做的用意 省城这么大 秦家就是再强势 也不可能全都接管在手 肯定会有其他的豪门存在 而若是冯家倒台 那么整个省城可以说 除了秦家外 就只有自己的石家 一家独大了 而现在薛安的意思 显然是留下冯家这位大少 为的就是日后制衡自己石家 想到这里 石东对薛安的畏惧不禁更深了 这个人修为神鬼莫测 同时还有如此的大智慧 他到底什么来头 冯朝思此刻满脸的痴呆 他还不明白 薛安是什么意思 而冯朝仇则激动地颤声道 薛先生 薛安一笑 如果愿意 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 冯朝仇立马站起身 从桌上拿起一柄水果刀 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弟弟走去 冯朝思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大哥 向他走来 他吓得声音都变了 大哥大哥 我错了 不要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 冯朝仇丝毫没有停顿 直接一刀刺下 噗 这一刀正插在冯朝思的胸膛之上 和你作对了 冯朝思吐出最后几个字 不甘倒地 崛气身亡 这一手震惊所有人 很多人此刻看薛安的眼神 简直微弱鬼神 这个男人揣摩人心的能力居然如此可怕 几句话便让豪门兄弟间互相残杀起来 而此刻冯朝仇的眼睛都红了 这些年来 他在冯家过得并不如意 可以说没人看得起他 不过现在 他走对了一步棋 那就是明白不能和薛安作对这个道理 所以他胜了 剩下的冯家长老们 他一个都没放过 全都一刀一个 直接杀光了 到最后他浑身都被鲜血浸透了 壮弱疯狂 薛安静静地看着 一直到冯朝仇杀完了 他才淡淡道 以后冯家是你的了 冯朝仇的刀子当弯落地 然后哭了起来 所有人都默默离他远了些 自灭满门 这得多么狠烈 薛安此刻也有些欣赏这个冯朝仇了 因为他知道 这是冯朝仇在向他宣誓忠心 他自灭满门之后 没人敢再容他了 他只有跟着薛安 跟着秦家 至于冯家这些人 薛安并不在乎 因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还有石家 薛安转眼看去 这时 石东的脑袋 恨不得扎到地缝里去 他自认为 自己见过世面 可当面对薛安的时候 他才明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一言而决人生死 这才是大人物 薛安走到他跟前 石东的腿直发抖 过了片刻后 薛安才淡淡地说道 你有一个好儿子 说着 薛安转身离开 石东如释重负 就觉得浑身上下 都被冷汗浸透了 这个男人自己以后 千万不可招惹 石东暗自立下誓言 薛安走上台 面色平静地 环视场下所有人 现在还有谁不服 没有人敢说话 甚至没人敢抬头看薛安一眼 最开始 那些叫嚣着 要瓜分利益的人 全都掩旗息鼓 不敢吭声了 薛安点点头 那好 日后的省城 便以秦家为首 秦渝这时候在台下 第一个低头恭敬道 秦家 怨奉薛先生为尊 似乎是提示一样 石家 冯朝丑等人 也不禁齐齐弯腰 怨奉薛先生为尊 到最后 也在钓鱼的薛念 一张小脸 却已经皱成了包子 为什么姐姐总能钓到鱼 我却钓不到呢 薛念闷闷不乐地说道 那是因为你笨呗 薛想毫不客气地说道 薛念的大眼睛里 渐渐泛起了泪花 薛安看得哭笑不得 自己这两个女儿 可谓是性格迥异 比如薛想 聪明伶俐得很 虽然才四岁的年纪 却像个小大人一样 经常教训薛念 薛念呢 则有时候憨憨地 除了看到好吃的外 平时不太爱说话 现在被自己的姐姐 训斥为小笨蛋 薛念自然委屈地不行 薛安心疼地 赶紧摸了摸薛念的小脑袋 好了好了 我们念念才不笨 我们念念最聪明了 薛念十分委屈地说道 爸爸 那我不笨 为什么去钓不到鱼呢 薛安一笑 可能是鱼儿还没发现 念念也在钓鱼吧 薛念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而薛安则不动神色地 将一丝神念探入海中 过了几秒钟之后 薛念手中的钓竿一尘 咦 薛念先是一愣 然后兴奋起来 爸爸 爸爸 我是不是钓到鱼了 薛安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也兴奋地过去 帮着薛念提起钓竿 哎呀 念念好厉害 居然钓到了这么大一条鱼 薛安夸张地大喊道 薛念的眼睛 都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形 薛想则有些狐疑地 看着自己的爸爸 这个小姑娘 可是聪明的景 总觉得刚刚薛安的动作 很可疑 在自己女儿审视的目光下 薛安有些不自然地 咳嗽了一声 嗨嗨 想想也是一样的厉害呢 只有在面对自己 这两个女儿的时候 薛安才没有半点的 先尊架子 没办法 谁让自己 有这么古灵精怪 又可爱到不行的 两个女儿呢 这时候 一轮红日渐渐西沉 整个海面被映照的 金光灿灿 景色美不胜收 爸爸 你看 好漂亮啊 薛想和薛念 兴奋地喊道 这时 范梦雪和唐轩走上甲板 看着这妇女三人 不禁也笑了 外面风这么大 快回来吧 唐轩担心两个小丫头 其实经过薛安 每日精心地 用各种灵药滋养 这两个小丫头的体质 已经纯净无瑕 根本不可能生病了 正在这时 就见远处的海面之上 一头海豚突然高高跃起 在空中划出一道 优美的弧线之后 重新落回海中 哇 是白海豚啊 好漂亮 薛想和薛念 这两个小姑娘 眼睛瞪得圆圆的 惊呼道 喜欢吗 薛安低头问两个女儿 好喜欢 而且 这是第一次见到真的海豚呢 薛想说道 嗯嗯 就是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啊 薛念又开始纠结味道的问题 薛安淡然一笑 那闭上眼睛 爸爸给你们个惊喜 两个小姑娘立马闭上了眼睛 薛安站在船头之上 脚轻轻一跺甲板 方圆石里的海面似乎都微微一震 而后薛安轻笑道 好了 睁开眼吧 两个小姑娘 缓缓睁开眼睛 呈现在她们面前的 是一幅梦幻般的画面 就见就在不远处 几头海豚纷纷跃出了海面 犹如表演杂技一般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后 扑通一下落入海里 溅起的浪花 都沾湿了两个小姑娘的脸颊 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眨眼间 再次跃出水面的海豚 已经达到了几十头 它们在空中 划出优美的弧线 然后落回水面 两个小姑娘 看得目瞪口呆 而在这时 这些海豚则全都浮出水面 游到了游艇跟前 领头的是一个 极为漂亮的白海豚 冲着薛祥和薛念 似乎在点头一样 爸爸 他他要干什么 薛祥问道 薛安一笑 他是让你们摸摸他呢 薛祥有些迟疑 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 伸出手来 摸了摸白海豚的鼻子 薛念也忍不住伸出手来 摸了摸白海豚的嘴巴 白海豚十分可爱地 冲他俩眨了眨眼 似乎很享受 两个小女孩的抚摸 发出了阵阵婴儿般的叫声 这一幕 好像童话世界中的场景 让唐轩和范梦雪 都不禁有些看吃了 过了片刻后 这只白海豚 率领着众多海豚 又一次跃出水面 只是这次 它们是从游艇上方跃过去的 在夕阳的照耀下 这些海豚 好像在海面上 撑起了一道道龙门 而游艇 则在其中缓缓驶过 两个小丫头 兴奋地又蹦又跳 高兴极了 薛安站在一旁看着 嘴角也浮现出一丝笑意 心却飘到了远方 老婆 咱们的女儿 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而且越来越可爱 越来越漂亮 你自己一个人 肯定很寂寞吧 你等着 我一定会将你找回来 哪怕上穷九天 下落黄泉 我都不会放弃 傍晚时分 薛想和薛念 站在船头 恋恋不舍地 冲这些白海豚 远去的背弃白手 再见 白海豚 再见 薛安站在一旁 感受着这些海豚 通过神念 传回来的感激之心 她刚刚是通过神念 吩咐附近 所有的海豚赶来的 其中 这头领头的海豚 已经见开神志 薛安便告诉这头海豚 要她领着这些海豚们 给自己的两个女儿表演 白海豚丝毫不敢违抗 因为薛安虽然并未强迫 可她身上的气息 却如这大海一般 深不可测 不过薛安也不会为难 这群海中的精灵 在他们临走的时候 薛安给了这些海豚一些好处 虽然不是很珍贵 但对这些海豚来说 已经弥足珍贵了 这次薛安带着女儿出海 是因为谢家在一处海岛之上 建立了一座度假村 投资十分大 而且已经彻底完工了 所以 秦家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接手之后 收拾了收拾 便准备正式开业了 薛安便带着两个女儿 准备一起去看看热闹 这处海岛离着岸边并不算近 游艇的话 也得行驶两天才能到 此刻 游艇依旧行驶在大海之上 再美的景色看多了也会腻的 尤其是这无垠的大海 很容易便会让人看得疲倦 比如现在 两个小姑娘便窝在船舱里 去看动画片了 薛安则站在船头之上 眺望着海面 范孟雪和唐轩则在一旁陪着 唐轩是医院休假 然后来的省城 薛安便带着她一起出来散散心 至于范孟雪 现如今 她的名气比以前大了何止一倍 广告邀约商业代言什么的 简直多如牛毛 这里则要提一下 当初范孟雪被谢家封杀的时候 那些急不可耐要退约的商家 现在哭死的心都有了 不过对于这些 范孟雪都不在乎 在知道薛安准备出海游玩之后 范孟雪立马就将所有的工作都推了 至于安晴 似乎是她所在的不死鸟部队有任务 将她叫走了 这片海域还是很繁华的 不时可以看到有轮船驶过 三人正在闲谈 一艘奢华的游艇缓缓驶了过来 一名男子立于船头之上 正在大声呐喊 孟雪 是孟雪吗 范孟雪听着声音有些熟悉 不禁抬眼望去 就见站在船头之上的男子 穿着一身白西装 虽然离着有些远 看不清楚面容 但看举止动作 自己似乎是见过 范孟雪皱了皱眉头 薛安泽微微一笑 你认识 好像是吧 不过也没太多的印象 说着话的时候 对面这艘游艇 缓缓靠近了 孟雪 居然能在这大海之上见到你 真是奇妙的缘分啊 男子刺着满口洁白牙齿 笑呵呵地说道 范孟雪这时候 才认出来人是谁 原来是同围演艺圈的一位男明星 叫做萧楚 当初范孟雪 曾经和他合作过一部广告 然后算是认识了 但也只能说是 点头之交罢了 范孟雪略略点头 原来是萧老师啊 萧楚笑道 叫什么老师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叫哥哥就行了 你稍等一下 我过去 说着也不等回话 便十分自来熟的命人 将软梯搭好 然后走了过来 等走到近前 看见唐轩之后 萧楚眼前又是一亮 刚刚他的注意力 全在范孟雪身上了 根本没注意到在一旁 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居然能在大海上 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萧楚自觉笑得很帅气 只是他这些作态 对唐轩根本没用 唐轩面无表情 转身便回了船舱 这位也不觉得尴尬 转眼便用炽热的目光 看着范孟雪 孟雪 听说你最近主演的 一部电影大卖 恭喜你啊 范孟雪文言 心中微微有些不屑 当初自己被封杀的时候 整个圈内的人都知道了 他当时不吭声 后来电影宣传片出来的时候 他也不吭声 甚至在舆论对范孟雪 极为不利的时候 这位仁兄躲得远远的 现在风头过去 自己的电影正在火热的时候 这个人无比热情地恭贺来了 可见其人品如何了 心里想着 范孟雪脸上 不禁带着一丝不耐烦的神情 点了点头道 多谢 萧楚看得很清楚 眼中不禁闪过一抹阴沉 不过他演示得极好 脸上还是挂着热情洋溢的笑容 这位仕 萧楚看到一旁站着的薛安 不禁问道 同时 他的眼神还带着丝阴痕 呵呵 号称娱乐圈 最冰清玉洁的范孟雪 也会偷偷跟富二代出海游玩吗 这个消息要是爆出去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萧楚心里盘算着 薛安则微微一皱眉 这个男人 不怀好意啊 但旋即 他淡淡一笑道 我是这条游艇的船长 哦 萧楚听了 不以为然地应了一声 而后连看都不看薛安一眼了 既然不是什么豪门大哨 那也不错 这茫茫大海之上 跟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一起 岂不是更好 想到这 萧楚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孟雪 你这是去哪啊 范孟雪很厌烦这个人的自来熟 自己跟你关系有那么好吗 你一口一个孟雪的 正想发作 薛安却冲他挤了几眼睛 范孟雪一愣 是什么意思 萧楚却没注意到这些 满脸得意地说道 我这次是受邀请 到省城秦家新开发的一个海岛度假村 参加开业典礼 说到省城秦家的时候 小楚更是炫耀式的 说得很大声 孟雪 不如你也跟我一去去吧 正好看看热闹 范孟雪还没吭声 薛安这时却淡淡道 可以啊 咱们正好可以去开开眼界呢 萧楚瞥了薛安一眼 心说 这个人倒是会说话 范孟雪不知道薛安要干什么 只好点了点头 萧楚不禁兴奋起来 嘿嘿 若是能趁这个机会 将这位娱乐圈出了名的玉女拿下 那对自己以后的发展 可是大有好处的 这时 已经摇摇地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岛了 孟雪 你知道这个省城秦家不 范孟雪摇了摇头 不知道 嘿嘿 你也是 都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现在谁不知道 省城当初的霸主谢家倒台了 而幕后操纵者 就是这个秦家 要说这秦家也是厉害 从北江沙到省城 居然还十分顺利地接管了 嘖嘖 萧楚感叹了几声 然后压低了声音 而且你听说没有 有个叫薛先生的大人物 在帮秦家呢 不然的话 也不会这么顺利 范孟雪憋着笑 然后摇了摇头 我还真不知道 而薛安此刻也笑道 你说的这位薛先生 有那么厉害吗 你懂什么 萧楚冲薛安冷笑几声 告诉你 我可是认识 这位薛先生的 哦 是吗 薛安淡淡一笑 那这位薛先生 长得什么样子 哼 这人身高两米多 一拳头能将一堵墙击塔 一顿饭 更是能吃十个人的饭菜 萧楚洋洋自得地说道 这么厉害 薛安眨了眨眼睛 当然这么厉害 若是不这样 你认为省城那么多豪门 会这么老老实实地听话吗 我可是听说 这位薛先生一人 便振服了省城所有的豪门 萧楚说道 薛安微微一笑 这么说来 还真是挺厉害啊 萧楚继续道 本来我有很多的事 要忙 可这次邀请我的 可是秦家大小姐 所以我便推了所有的工作 专程赶来了 而后萧楚冲翻梦雪一笑 到时候 我替你引剑引剑 能认识秦家大小姐 对你以后的发展 有莫大的好处 范梦雪无奈地点点头 那多谢了 咦 你怎么还站在这 快去开船啊 萧楚朝薛安一瞪眼 他对这些服务人员 可是向来都没有好脸色的 不过薛安并没有生气 反而微微一笑 不避开了 因为已经到了 果然 此刻海岛已经遥遥在望 已经能看到 这座风光秀丽的海岛之上 矗立着十几栋造型优美的建筑 而且 码头之上还张灯结彩 似乎准备迎接什么重要人物一样 萧楚得意地说道 这秦家大小姐 真是太客气了 还准备了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而后冲范梦雪一笑 看到没 这就是秦家的度假村了 这么大规模 这得投资多少钱啊 可见这秦家实力何等雄厚 范梦雪不动神色 游艇缓缓靠近了码头 这时候便能看到 码头之上站着很多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省城各个豪门的人 最前面的是秦鱼 而在他身后站着的便是冯潮仇和石浩两人 这样的阵容 让萧楚不禁有些得意忘形 看起来自己的名气还是挺大嘛 至少能让这么多豪门权贵 老老实实地在码头迎接自己 等游艇靠岸 萧楚意气风发地走下廊桥 冲这些人一挥手 大家辛苦了 我来了 没人吭声 甚至没人看一眼萧楚 就好像他是空气一般 这样的场景让萧楚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 莫非没听到 这位想必就是秦小姐吧 真是太客气了 在码头等了半天了吧 走 咱们回去吧 萧楚满脸笑容地冲秦鱼说道 秦鱼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视线则朝他后面看去 萧楚有些纳闷 后面能有什么 一边想着 萧楚一边转身看去 就见此时薛安在前 范梦雪和唐萱 领着两个小丫头在后 慢慢走下了廊桥 而与此同时 这些本来如木雕泥塑一般的众人 齐齐前行几步 然后躬身失礼 而后齐声喊道 见过薛先生 生震四眼 萧楚愣住了 见过什么 薛先生 哪个是薛先生 正在这时 秦鱼紧走几步 满脸笑意地说道 薛先生 本来我们要派直升飞机 接铃过来的 可听说你已经坐船出海了 所以这两日 我便带着众人 一直在码头上等着 薛安淡淡一笑 我是想领着 想想和念念出海游玩的 明白 薛先生 请 秦鱼恭敬地闪开道路 不光是他 其他所有人 全都齐齐闪开了道路 而后微微弯腰 态度极为恭敬 这一幕 让萧楚彻底看傻了 大脑甚至都处于当机状态 这个人就是薛先生 此刻 薛安转头看向萧楚 微微一笑 你不是说认识薛先生吗 我就是 萧楚浑身都在发抖 牙齿咯咯直响 自己在船上自吹自雷 却没想到 真正的薛先生 就在眼前啊 不过 我可没身高两年 同时一顿饭 也吃不了十个人的饭量 但有一点你 倒是没说错 薛安森然一笑 我一拳确实能砸他墙壁 萧楚浑身一颤 就觉得一股尿意袭来 差点就被声声吓尿了 然后强笑道 薛薛先生 我实在不知道是您 如有得罪之处我 这时候 晴鱼察觉到了异样 上前几步道 薛先生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在路上遇到了这位 然后他上了我的船 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话 薛安淡淡说完 然后便带着众人离开了 对薛安来说 这样一个人 他连对付的欲望都没有 而晴鱼则一皱眉 上前几步 盯着萧楚道 谁让你来的 萧楚瑟瑟发抖 是是 这时候黑王走了出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大小姐 我和这个人见过几面 他知道消息后 一个劲求我 我才让他来的 晴鱼冷漠地点点头 那就让他滚 说完头也不回地 转身去追薛安等人了 萧楚此刻欲哭无泪 他本是想借这个机会 认识几个有权有势之人的 如果能结识秦家的话 那就更好不过了 可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嘴贱 得罪了自己根本惹不起的大人物 这时候黑王沉着脸上前道 赶紧离开这里 而且我奉劝你一句 省城镇你也不要再呆了 萧楚浑身一颤 然后不敢吭声 赶紧灰溜溜地离开了 此时薛安在众人的陪同下 来到了度假村外 这地方风景秀丽 而且气候宜人 这度假村更是建设的美轮美奂 果然是一块宝地 但薛安却在看到这个度假村后 不为人察觉地 微微皱了皱眉头 等走到里面后 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别出心裁的装饰和设计 可见当初谢家对这个度假村 是费了心思的 但薛安却面沉似水 一直没有吭声 他这样 后面跟着的人也不敢说话了 等走到度假村的中心地带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正垂手站立在路旁 见到薛安等人来后 便迎了上来 薛先生 这位便是度假村的设计者 同时也是海港明家的传人 明媛明大师 秦渝着重介绍了一下 海港明家 听到这个名字 薛安的眼神略微一动 然后又恢复了正常 天下间的风水之术数不胜数 高手也是层出不穷 但要说其中的宗师是谁 那肯定得首推海港明家 自诵开始 这个家族就一直在钻研风水数数 而且绵延上千年 一直没有断绝 所以在华夏 尤其是海港闽南一带 只要是重大工程 必定会有明家之人勘测风水 而这个度假村 居然也是出自明家手笔 可见当初的谢家对这度假村 也是十分看重 此刻 这位明媛明大师 冲秦渝一笑 秦小姐谬赞了 我不过是明家一个 行将旧木的老头子罢了 而且看这位公子气度不凡 想必就是文明已久的薛先生了 这位明大师说话皱皱的 但气度和应对都无可挑剔 竟显大家风范 薛安神情淡然地看了明媛一眼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不愧是文明天下的明家子弟 果然好手段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 不禁让秦渝心中有些惊疑不定 而跟在后面的十号 和冯朝仇二人 也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低头不说话了 倒是明媛神色丝毫没变 微微一笑道 薛先生谬赞了 现如今谁不知薛先生力压群雄 登顶省城至尊的消息 果然英雄处于少年 老朽佩服 薛安不置可否的一点头 然后一直远处最高的那栋建筑 此处是什么 薛先生 这便是度假村最高的所在 叫做关海台 诸位可跟老朽前往一关 明媛笑道 薛安淡淡一笑 好啊 那就去瞧瞧 众人跟在明媛身后 登上了这座关海台 此处地处海岛中心地带 也是整个海岛的制高点 站在上面 周围的美景尽收眼底 配合上远处的海天一色 果然美不胜收 果然 不愧是明家手笔 这景色可真美啊 有人嘖嘖赞叹 明媛颇为自得的一笑 这关海台 乃是整个度假村的核心所在 而且 日后要是有什么高档宴会 都可再次举行 说着 便有服务生拿着酒水 和各色食物走了上来 片刻之后 这关海台 便布置成了一处高档会所 这些豪门被请来此处海岛后 心里本来都有些别扭 谁也不知道 秦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尤其这位薛先生 出手很辣无比 若是将自己这些人叫来 然后一打劲怎么办 但看现在这形势 似乎担心得有些多余了 比如薛安 现在正端着一杯红酒 站在关海台旁 似乎是在眺望远处的海面 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美景 海风 这些组合在一起 让这些豪门大少们 逐渐放松下来 然后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谈笑 薛薛先生 我敬您一杯 这时 一个怯声声的声音 在薛安背后响起 薛安转身一看 是一名十八九岁的少女 长得倒是不错 而且看装束 应该也是哪个豪门的千金 不过在面对薛安的时候 这个少女结结巴巴的 说话都不利索了 薛安一笑 微微扬起了下酒杯 然后轻磋一口 女孩激动地一饮而尽 然后兴奋地跑开了 过了片刻 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女孩们的笑声 秦渝轻笑道 薛先生 看来你现在很受欢迎啊 正如秦渝所说 现如今 薛安在省城的豪门圈子中 名气极大 不过男人们一听到薛安的名字 全是又惧又怕 而女孩们 尤其是这些豪门千金们 却都对薛安这个人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一个年轻男子 以一己之力 力压一城豪门 这本身就足够传奇了 而当今天这些豪门千金们 看到薛安后 全都震惊了 没想到这位薛先生 居然还这么的年轻帅气 这不禁让很多女孩 为之怦然心动 但想归想 没人敢贸然上前搭讪 于是 这些女孩们便开始打赌 输了的 就去敬酒 最终这位女孩输了 这才鼓起勇气 上前敬了薛安一杯 没想到薛安很温和 而且还回敬了一杯 这让这名女孩回去后 受到了同伴们的咽险 薛安对此 只是淡淡一笑 并没当回事 她现在每天都在疯狂地提升修为 为的就是 尽快找回自己的老婆 至于其他的 薛安没有想过 此时 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明媛走到中间的高台之上 微笑着说道 今日省城的豪门齐聚至此 而且都是见多识广之人 正好老朽只有件宝贝 可让大家看一看 说着 明媛从随身携带的包中 拿出了一串项链 这是一串珍珠项链 在月光下 这些珍珠散发着清冷的光辉 美的让人都不敢高声呼吸 全场安静下来 尤其是女子们全都看得吃了 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了珠宝的诱惑 秦渝则微微一震 然后失声道 是冬珠吗 明媛一笑 秦小姐果然见识广博 这便是西式罕见的冬珠 冬珠 一种珍惜至极的珠宝 只产于这片海域 但因为后来的烂彩 已经绝迹很多年了 随便一颗冬珠 都价值连城 更何况这样一串珍珠项链 明媛此刻对台下众人微笑道 这珍珠今日我便卖了它 谁要 一雨落地 众人便沸腾了 我出一千万 两千万 两千五百万 这些人都对这串冬珠项链 势在必得 能进入这里的人 随便一个都是身价上亿 所以价钱迅速开始飙升 明媛的眼中带着一丝得意 而就在价格已经到了九千多万时 薛安突然淡淡地说道 我出一块钱 此雨一出 全场一片安静 很多人微微一皱眉 以为薛安是要以示压人 强夺这串项链了 明媛却面不改色 只是轻笑道 薛先生可是喝多了吗 这冬珠项链随便一颗都是宝物 一块钱 薛安放下手中的酒杯 神情淡然地向台上走去 众人纷纷闪开道路 明媛的脸色则渐渐沉了下来 等到了台上 薛安漫不经心地将这串项链拿在手里 把玩片刻后 不禁一笑 果然是天下奇真 明媛笑了 但下一秒 她的笑容便凝固了 只是可惜 来路却不正 这话一出口 很多人赫然色辨 来路不正 什么意思啊 莫非这项链 是这个明媛偷巧来的 明媛冷笑一声 薛先生 你说这话可得有证据 随随便便就说 别人的东西来路不正 可是很犯忌讳的 很多人暗暗点头 有些人本来就有些不服气薛安 此刻心中不经一动 海港明家 可是天下豪门 若是这位明媛要当众对薛安发难 估计这个薛安的威势 就得受损了 正在台下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薛安淡淡一笑 手指一用力 啪的一声 一颗冬珠阴声粉碎 这一下 全场未知震动 而薛安则冷声道 怎么得来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比如 这观海台下 被你用风水镇压着什么 还用我说吗 明大师 明媛勃然色变 眼中满是惊骇 您念 我怎么知道的是吧 薛安淡然一笑 而后伸手一指前方的海域 这海岛风水不错 但此处 却是风水绝地 不要说你们明家 就算是随便一个帝师 也不可能将观海台建在这 可唯独你却这么做了 因此 这观海台下 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吧 让我猜猜 比如海眼 薛安冷声道 薛安的这席话 让明媛的脸色 接连数遍 众人更是惊疑不定 过了片刻后 明媛长叹一声 没想到薛先生小小年纪 除了修为通神以外 对风水数数 还如此地精通 薛安面无表情地听着 你说的没错 这观海台下 确实是海眼 明媛淡淡地说着 脸上却浮现出一丝 讥讽的笑容 本来没想着拿你们怎样的 毕竟我 还得依靠这座度假村来做掩护 可现在 既然被你揭穿了 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 但你们 明媛眼中闪过一抹阴痕 今天一个都走不了 随着话音 黑色的水雾从地上升起 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明媛宁笑道 本来不想做得这么绝的 但现在 你们知道了 我的秘密 那就不要怪我了 全都做我的傀儡吧 说着 地下隐隐传来一阵低沉的女声音唱 开始的声音很小 但逐渐地 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很多人的眼神 逐渐变得呆滞起来 明媛得意地狂笑道 薛安 我承认 以你的年纪 能取得如此修为 确实不错 可这不是靠五道修为 就能抵抗的了 这可是 海妖之歌而已 我以为多了不起的东西呢 薛安淡淡地说道 明媛一愣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知道海妖 你到底是谁 薛安抬起手来 微微一笑 我 我就是薛安 随着话音 薛安的手心中 出现了一团洁白的火焰 这团火焰一出现 这些黑雾 就好像冰雪 见到阳光一般 迅速地消融了 黑雾一去 众人立马恢复了清醒 秦渝怒吓一声 好你个老贼 明家如此行事 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不光秦渝震怒 此刻所有在场的人 都出奇地愤怒 这个明媛 居然想将所有人 都变成傀儡 这对于这些 平时高高在上的 豪门子弟来说 是最难以接受的 还有很多 则暗自庆幸地 看向薛安 要不是薛先生 及时出手 现在所有人 都难以幸免 明媛面色瞬息畸变 最终渐渐阴沉下来 是我小看你了 可以为这就完了吗 知道为什么 我要选在今天 让你们登上观海台吗 明媛抬头望天 冷笑道 因为今日 可是月圆之夜啊 众人纷纷抬头看去 果然 一轮皎洁的明月 挂在中天 月色好似银沙一般 将天地万物 都笼罩其中 风水蜜藏 切 明媛轻贺一声 一条条银线 赫然出现在观海台之上 而且结成了复杂的花纹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里面 与此同时 一个绝美的倩影 渐渐浮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倩影上半身是人身 下半身则是鱼 可即便这样 也无法损害 这个女子的丝毫美貌 明媛看着这条美人鱼 冷笑起来 杀光他们 美人鱼脸上 现出一丝挣扎之色 但最终 还是无奈地低下了头 一阵虚幻般的吟唱 渐渐响起 这次的声音格外清晰 而且 不管你是堵着耳朵 还是怎样 都无法阻隔 这个声音的入脑 众人正在惊骇的时候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你果然该死 语气淡然 却好似梵音一般 瞬间就将这海妖的吟唱 给压了下去 明媛终于色变 薛安迈出一步 以风水害人 你坏了第一条规矩 包藏祸心 借用世俗权力 来满足私欲 你坏了第二条规矩 薛安走出第二步 靠风水秘术 将与世无争的海妖囚禁起来 为你牟利 这是你坏的第三条规矩 薛安站于场中 覆手而立 语气淡然道 三条规矩皆反 明媛 你可知罪 明媛得意地狂笑道 薛安 说那些废话没用 这风水秘阵 可是我偶然得到的上古传承 当时无人可解 没有破解法子的话 就是大罗金仙 也得困死在这里 你和这些人 都死定了 所有人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有些人不信邪 想着走出去 却根本无法触碰到 那些银色的丝线 明媛呵呵一笑 在他眼中 薛安等人已经是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 薛安一笑 我说过我要破解了吗 然后薛安抬起眼眸 看着明媛道 任何的技巧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是笑话 这个道理 原来你不懂 说着 薛安猛然一跺脚 这座观海台 这个海岛 甚至整片汪洋大海 都在这一角之下 轰然而动 而这些用银丝结成的 风水密阵 更是瞬间便崩解开来 明媛满脸骇然和绝望 不 这不可能 这可是上古 后面的话 没机会说下去了 因为法阵被迫的反噬之力 已经吞噬了它 转瞬之间 这位明家风水师 便从白发苍苍的老者 急速衰老 很快 便成为了一具骷髅 随风散去 众人全都如是重负般 尝出了一口气 而一阵哭泣声 则将目光都吸引过来 只见这只美人鱼 正在哭泣 而流下的泪水 居然便是一颗颗硕大的冬珠 众人这才明白 明媛售卖的冬珠 是从何而来了 这也让很多人为之震惊 这只海妖流下的眼泪 都是冬珠 那简直就是一架印钞机呀 怪不得明媛费尽心机 也要镇压它 这时候 薛祥和薛念凑了过来 刚刚争斗的时候 薛安用秘法将两个人都屏蔽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 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爸爸 这是美人鱼姐姐吗 薛安点头轻笑 是啊 那美人鱼姐姐 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她想家了呀 薛安淡淡说道 美人鱼浑身一震 抬起一双美目看着薛安 而后嘴唇倾起 先人救我 而此时 薛念这个小姑娘 已经好奇地凑了上去 然后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冬珠 这是什么啊 能吃吗 好不好吃 薛念问道 这可是专属于薛念的三连问 薛安不禁哑然失笑 傻念 那是美人鱼的眼泪啊 薛念愣了愣 然后将地上的冬珠都捡了起来 走到美人鱼近前 美人鱼姐姐 这是你的眼泪 以后不要再哭鼻子了哦 这只海妖浑身一颤 绝美的脸颊上 浮现出极为复杂的神情来 从古至今 他们海妖一族 就被人类的修者所追杀 为的就是获得他们的眼泪 就像明远所做的这些一样 每个人见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战友 唯独这个小姑娘 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海妖的双手 是正常人的模样 因此 伸出手来接过冬珠 颤声道 谢谢你 薛念眨了眨黑漆漆的大眼睛 姐姐 这有什么好些的 这本来就是你的呀 这句话 让很多人为之一阵 说实话 若不是因为薛安在此 早就有人按捺不住 上前去降服这只海妖了 因为这可是一栋的小金库啊 但薛念却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不禁让很多人 为之自残行贿 爸爸 美人鱼姐姐好可怜呐 你就帮帮她吧 薛想这时候也说到 薛安淡然一笑 好啊 那今日 我就送她回家 说吧 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这只海妖 沉声道 今日救你 只是因为你未曾伤害过人 若以后兴风作浪 你可明白后果 海妖一颤 然后恭恭敬敬地低头道 先师放心 小妖明白 多下去吧 薛安吩咐道 众人纷纷下了观海台 躲到远处看着 薛安立于观海台旁 抬头看了看月色 然后猛地一拳击出 这座建造的极为牢固的观海台 先是发出了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 然后便在这一拳之下 无声无息地崩解粉碎了 海风吹过 刚刚还微额耸立的高台 就此消失无踪 就好像这里根本没有出现过这座高台一样 很多人看得瞠目结舌 此刻 观海台的下面 赫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海眼 散发着阴冷至极的气息 而几道锁链 捆着一条伤痕累累的人鱼 正掉在海眼上方 薛安眼神一冷 他知道 这便是海妖的真身了 刚刚出现在高台之上的 不过是海妖以精神力换化出的虚像罢了 这鸣员好狠的心思啊 借用海眼之力来镇压这只海妖 如果不是薛安发现 那么这只海妖将永世不得翻身 而且现在薛安没办法直接将锁链掰断 因为这锁链锁链的便是这海眼 汪洋大海的海眼之力 可不是说着玩的 似乎是知道事情很难 这只海妖逐渐睁开眼睛 有些虚弱地冲薛安点了点头 仙师 若不能救我出去 那便杀了我吧 说着话的时候 这只海妖的脸颊上 还在往下掉落血肉 显然受伤极重 薛想和薛念这两个小姑娘 心疼得都要哭了 更多人则是微微一叹 他们都觉得 薛先生已经尽力了 可这并不是尽力就能办到的呀 仙师 您能杀了那个恶人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若是困难的话 就不要冒险了 小妖甘愿一死 以求解脱 海妖的声音越发虚弱 这是海眼之力 正在侵蚀她的本源 薛想和薛念 焦急地看向自己的爸爸 所有人的目光 也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薛安低垂眼眸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海妖居然被海所困 薛安说着 抬起头来 看着这只濒临死亡的海妖 今日我便救你出来 山海不渡你 我来逗 说着 薛安轻贺一声 借亿万星光一用 无数星光 自苍穹之上投射下来 开始在薛安的手心凝聚 渐渐地 一团似乎阴晕着 无数星辰的光滑 出现在薛安的手中 这一幕奇景 让远处的所有人都看傻了 薛先生莫非真是神仙吗 很多人的心中 突然浮现出这个念头 此刻 薛安猛然将手中的光团扔下 一道耀眼的星光闪过 无尽的星辰之力 将这座海眼彻底粉碎了 滔天巨浪升起 薛安冷笑一声 区区一片海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说着 薛安一弹指 这滔天巨浪 便好像看到了什么 极为可怕的东西一样 迅速地消失了 海面重新恢复了平静 而那只海妖 则已经被救上了岸边 但因为被镇压得太久了 所以虚弱的意识不能站起 只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薛安 轻声说道 多谢先师救我 薛安看着这只海妖 然后扔过去一枚丹药 吃了吧 海妖恭恭敬敬地接过来 然后吞服下去 片刻之后 海妖身上的伤势 开始急速痊愈 眨眼间 那些累累伤痕 便恢复如初 而此刻 这只海妖还幻化出了双腿 身披青纱 好似遗落世间的仙女一般 美的让人挪不开眼睛 海妖女冲薛安盈盈下拜 小妖将梅儿见过先师 先师大恩大德 梅儿莫齿难忘 薛安微微一点头 并没说什么 自己确实救了她 所以她跪下致谢 也是理所应当 而且看这个海妖的装扮 似乎不像是一般的海妖啊 最重要的是 还有姓氏 妖族的姓氏 可是极为珍贵的 一般的小妖 根本不可能有 这时 薛想和薛念凑了上去 姐姐 你的尾巴呢 薛想好奇地问道 海妖女灿然一笑 我的尾巴收起来了呀 好神奇啊 还能收起来啊 薛念惊讶地说道 是啊 诺 姐姐送你们样东西吧 说着海妖女郑重地掏出三颗散发着红色光运的珠子 这跟眼泪化作的东珠不同 乃是海妖以自身精血所化 异常珍贵 但两个小姑娘不懂这些 只是觉得好漂亮啊 爸爸 好看吗 两个小姑娘将珠子拿回来 兴奋地问道 嗯 好漂亮 薛安看到这三枚雪珠 心中也不经移动 一只海妖一生中也不过凝聚三五个雪珠 现在这只女妖居然一送就是三枚 好大的手笔啊 而就在此刻 本来平静下来的海面又一次掀起了惊涛海浪 很多人惊恐地往后退去 江门却奄然一笑 大家不要怕 这是我的族人来接我了 果然 就见在远处的浪头之上 站立着几只海妖 不过这些海妖全都满脸戒备 并没有靠近岸边 这时 江门来到薛安进前 躬身失礼 先师大人 救命之恩 小妖不敢忘 日后定要报答 薛安不置可否的一笑 他做这些事 并未想过要什么回报 但江门却神色正重 并且上前几步 凑到薛安跟前 低声说了一段古傲晦色的话 薛安微微一正 然后笑了 自己好像针究了一个大人物 居然还有真名 所谓真名 乃是妖魔中的贵族 才会拥有的东西 来源于他们的血脉传承 血脉越尊贵 真名就会越显赫 而且每个妖族的真名 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知道了他们的真名 便等于掌握了他们的命门 因此 每个妖族都将自己的真名 视为最重要的秘密 绝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现如今 这只海妖 却将自己的真名 告诉了薛安 可见他确实 十分感激薛安的搭救 江门重新幻化为 半人半渔的模样 进入海中之后 那些迎接他的海妖 便全都簇拥了过来 江门立于潮头之上 冲薛安最后身失一礼 然后沉入海中 消失不见了 风平浪静 一切结束 很多人却依然在回味 刚刚发生的一切 从一开始 明媛的暗藏火星 到后面薛安的出手 救下众人 一直到最后 薛安将被困起来的海妖救出 这些犹如电影中的情节故事 是很多人到现在 还觉得如在梦中 不过经此一事 薛安的声望和威势 达到了顶峰 省城这些豪门 再无人敢挑战薛安的威势 哪怕是在心里 都不敢 在海岛之上 薛安等人又逗留了两日 那三枚雪珠 其中两枚被薛安炼制为了项链 然后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 薛安则收藏起来 留着给安岩 就在薛安带着女儿 在海岛上游玩的时候 一艘船缓缓开到了海岛 谭东和谭小雨 风风火火地下了船 便直奔度假村而来 等见到薛安后 谭东神色凝重 第一句话就是 薛先生 出事了 出事 什么事 谭东从怀中掏出了一柄精致的小剑 但展开之后 才发现原来是一张造型别致的帖子 薛安接过来之后 就件上面写着 于家弃子于庆被你所杀 虽为弃子 亦是于家血脉 因此十日之后 清风江畔 我将斜剑前来 剑斩北江 最后写着 于家于阳 薛安微微一皱眉 这是什么 战书 谭东苦笑一声道 薛先生 这便是领南于家闻名天下的 士剑符 士剑符 对 传为于家这四十年来 传过七次士剑符 无一例外 都是给当时明造一时的高手的 其因也往往都是这些人 得罪了他们于家 而这七次之中 无人在于家的剑下生还 谭东面色凝重地说道 这也是他一收到士剑符后 便急匆匆赶来的缘故 领南于家 那可是天下武者心目中的圣地啊 四十年前领南剑仙于阳一以一人一剑 灭了海外十大高手 自此奠定了其不是之功 四十年中 无人敢招惹于家子弟 而这次 薛安杀了于家一个弃子 却引来了于家的是剑符 谭东心中自然满是担心 谭小语也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薛安 他现在已经接手了其父亲的武管 经过这些日子 来的历练 整个人成熟了很多 不过 当他听到于家传下是剑符 要对付薛安后 还是抛开一切 跟着谭东赶来了 可薛安脸上 却没有任何惊惧的神情 反而淡淡一笑 剑斩北疆 好大的口气啊 说着 薛安手指微一用力 这时剑符便遂为积粉 随风飘散了 薛先生 并非我不信任您 可这岭南于家 现在确实不好惹 尤其那位剑仙于元一 自从四十年前 一剑惊天下后 便再无声息 有人传言 他一直在闭关 现如今到了什么境界 谁也不清楚 谭东担心地说道 是啊 薛先生 好汉不吃眼前亏 要不您先去H国躲一下 谭小语也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道 多谢 不过 我倒想看看瑜伽的剑 到底有多锋利 说话的时候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丝凛冽杀气 谭东和谭小语 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齐齐叹了口气 其实他们也知道 这些劝说 肯定不会奏效 真正的舞者 是永远不会退缩的 而此刻 瑜伽再次传下 是剑符的消息 也开始轰传天下 武道论坛 今日的武道论坛上 没有了往日的私逼和水贴 几乎每一个帖子 都在讨论瑜伽这次传下的事剑符 瑜伽机威四十年 无人感面积锋芒 我觉得 这次也是一样 是啊 这位薛先生 虽然最近有了些鸣切 而且杀了指天老人 可对瑜伽 这样的武道大家族来说 还是差得很远啊 这次派下的瑜伽 也是极为厉害的人物 听说 当初一出山 便剑斩新加坡的 一位剑道大师 听闻此人练得乃是杀剑 最为伶俐 哼 我觉得 这次这个姓薛的事 凶多吉少了 如果我要是这个薛安 就早早地跑路 绝不会回北江了 没错 哼 楼上的董个屁啊 如果这个薛安走了 那么日后他的武道修为 就别想有进步了 畏惧可是修武最大的障碍 没进步就没进步呗 总比被人杀了强啊 这些讨论遮天蔽日 而北江 此刻也都传遍了这个消息 有人震惊 有人惋惜 有人幸灾乐祸 也有人满是兴奋 龙太大厦 秦元站在办公室中 已经沉默了好久 老爷子 刚刚谭师傅打来电话 劝说无效 秦元似乎早就知道结果 微微点了点头 知道了 黑王没有离开 依然站在一旁 老黑啊 你说这次薛先生能胜吗 虽然秦元对薛安 一直充满了信心 而薛安也一直没有 让他失望过 但这次 对方可是于家啊 战力滑下南方 四十年屹立不倒都捂到大家啊 黑王低下头 沉声道 我相信 薛先生必胜 秦元眼前一亮 哦 为什么这么说 黑王漠然片刻 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秦元点点头 眼神逐渐坚毅起来 以往都是薛先生在前面 为我秦家扫去障碍 这次 我秦家便无条件地 站在薛先生身后 谢晶晶放学回到家后 感觉今天的气氛 有些异样 老谢没在厨房炒菜 而是坐在椅子上 长须短炭 自己的母亲 胖姨 则不时地抹一把眼泪 怎么了 这是 谢晶晶疑惑地问道 胖姨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然后叹气道 你爸今天去买菜 然后听说了一个消息 是关于你小安哥的 小安哥怎么了 谢晶晶大惊失色 我也是听人传言 据说是小安得罪了什么极为厉害的大人物 现在人家来报复了 并且就定在十天之后的清风江畔 老谢愁眉苦脸地说道 谢晶晶面色苍白 颓然地坐到椅子上 心乱如麻 怎么办 怎么办 小安哥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谢晶晶低着头 眼泪却巴达巴达地直往下掉 屋里的气氛 压抑得要命 墨地 老谢一拍桌子 豁然站起 胖一被吓了一跳 不禁埋怨道 你干什么呀 一惊一乍的 老谢的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严肃 我决定了 十天之后 我也要去清风江畔 虽然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 但小安对晶晶 对咱们家有恩 我老谢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所以就算搭上我这条命 我也要去帮小安一把 谢晶晶和胖一惊讶地看着老谢 而老谢的眼中 则闪烁着他们从未见过的神采 胖一神情也激动起来 点头道 说得好 果然不愧是我的男人 到时候我也去 老谢一皱眉 男人的是 女人瞎掺和什么 胖一文言大怒 老谢 我告诉你 要真动起手来 三个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老谢被说得有些尴尬 哎呀 当着孩子呢 你瞎说什么呀 我瞎说什么了 这本来就是事实 看着这一幕 谢晶晶流着眼泪笑了 他心里也浮现出一个念头 小安哥 不管怎样 我都要去看看 如果你败了 那我就为你报仇 哪怕搭上我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 吴家 吴卫东坐在椅子上 兴奋地难以平静 他的那位满脸横落的老婆 也是高兴地眉开眼笑 这下好了 只要这个薛安一死 那么我们儿子的仇 就算是报了 吴卫东笑着说道 哼 没那么容易 薛安死了后 我要把害死儿子的那个小贱人 给千刀万剐了 这个女人发狠道 当初他的儿子吴泽峰 将谢晶晶强行带到了KTV 如果不是薛安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也是因为吴泽峰用心歹毒 所以薛安便杀了他 后来吴卫东想报复 可全北江城有些门道的人 一听说要对付薛安 头摇的都跟波浪鼓一样 无奈之下 吴卫东只好作罢 可当这次于家传下是剑服 要对付薛安的消息传来 吴家简直是欢欣鼓舞 呵呵 到时候我们便去看看热闹 看害死泽峰的这个人 是如何被人给灭掉的 吴泽峰一脸阴狠地说道 华氏国医馆 今天一整天 华婷婷都有些心不在焉 等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后 华行宇叹了口气 婷儿 你怎么了 华婷婷默然扮赏 然后说道 爷爷 这瑜伽 真有传言中所说的那么厉害吗 华行宇面色肃然地点点头 很厉害 而且是非常厉害 华婷婷的脸上 担忧之色更浓 那你说薛先生这次 华行宇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这也不是我 这个层次的人可以看透的 不过婷婷 华行宇顿了顿 接着说道 你要记得 薛先生那样的人 乃是九天之上的神龙 你 华行宇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但华婷婷明白爷爷的意思 他心中有些黯然 可他也明白 爷爷是好意 罢了 等十天之后 咱们也去清水江畔 看一看这五道界 十年来最为辉煌的一次比斗 同时也算为薛先生站脚助威了 华行宇说道 华婷婷眼前一亮 是 就在外面 因为于家的是剑服 而闹得沸沸扬扬之时 领南于家 一如往常般的平静 于阳穿过式剑庭 来到了后院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同时也是于家现任的家主 于朗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于朗坐在椅子上 头都没抬 淡淡地道 七天之后动身 北江离岭南不过两千里 两天可到 于阳攻身说道 于朗点点头 这次派你做事件行走 可知道为什么吗 于朗浑身一颤 眼中闪过一抹狂喜 但还是低头道 不知道 于朗轻笑一声 你啊 就是因为机心太重 所以才在剑道之上 一直没有你大哥那般精进 这薛安 也算是个人才了 当初在五道大会上 能一拳杀了于灵 可见有几分真本事 你要小心对待 不可堕了我于家的名望 若是做得好老祖出关时 可让你服事左右 于朗浑身俱颤 惊喜到 老祖要出关了 于朗面色肃然地点头 这个消息不可外传 但前几日 你大哥传信出来说 剑炉之外的剑气 一日强过一日 应该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了 孩儿明白 于朗暗大下心中的狂喜 缓缓退了出去 对每一个于家子弟而言 老祖于元一 就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神仙 若是真能服事左右 那对自己的剑道修为 简直大有必义 于扬出了后院 来到事件亭后 一名俏丽无双的少女 正在事件亭中闲坐 见到于扬过来了 少女不禁一笑 三哥今日这么高兴啊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于扬一笑 小妹 你又偷偷溜出来了 小心父亲知道后责罚 这少女便是于朗最小 同时也是唯一的女儿 于然 呵呵 父亲才不会呢 听说三哥 你被派为这次的事件行走了 于扬点点头 于然兴奋起来 而且我听人说 这次的对手 可是天榜排名前几的高手呢 三哥可要小心 天榜 于扬的嘴角 浮现出一丝轻烈的笑 一群连真正的修者都没见过 甚至连个散仙都没有 这样的榜单 就是排名第一 又有何用 于我而言 不过土鸡娃狗而言 于扬的自信 是有缘故的 在普通的舞者看来 天榜似乎高不可攀 但对于家这样顶尖的舞道士家而言 区区一个天榜 实在算不了什么 此次事件归来 若是真能服侍老祖左右 让自己的剑道修为更进一步 那等到三个月之后的先门大会之时 自己便有把握杀入御榜 而这 才是于扬的追求 因为御榜之上 都是各个修仙门派的顶尖高手 所谓修仙门派 便是那些隐世不出 甚至让很多人以为 已经消失了的各大宗门 御榜上的高手 可谓天人遍地走 逍遥多如狗 甚至还有半不散仙 这样的恐怖存在 能位列其上 才可以说明 具有真正的实力 至于天榜 在于扬这样的人看来 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罢了 这也是于扬并未将这次事件 太当回事的缘故 也就只有自己那个 因为修炼外道 而被逐出家门的废物哥哥 才会死在这样的人手下 在一架飞往北江的飞机之上 此刻 在头等舱中 一名男子正频频看向不远处的唐轩 过了片刻后 他终于按捺不住 轻咳了一声 然后微笑着说道 这位美丽的女士 请问 你是医生吗 唐轩将目光从书籍中移开 抬头看了一眼说话的男子 这是一名衣着考究 面容俊朗的男子 年纪大概在三十岁左右 看举止 像是一名职场精英 出于礼貌 唐轩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这个笑容 让张明科觉得自己的心跳 都跳快了三排 从一上飞机 张明科便注意到了 这名绝色美女 这些年在职场打拼 张明科见过的美女 也不在少数 但那些被各种珠宝 和精致妆容所包裹的女人 怎么跟这样一名 立志天成的少女相比 而且从上飞机开始 这名女子就 张明科偷瞄了急 这不禁让张明科 更加为之心动 现在见到唐轩冲 自己笑了一下 张明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不禁微笑道 你好 我叫张明科 可以认识一下吗 说着 张明科伸出手去 似乎是想握手 同时也将手腕上 那块限量版的僵尸 单顿给显露了出来 可预想中的交谈 并没有出现 唐轩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低下头 继续看起书来 张明科就这样 被晾在了一边 这不禁让他有些恼怒 自己好歹也是 年薪百万的职场精英 追求自己的女子也不在少数 却从没见过 这么不给面子的女人 而且他注意到 坐在唐轩一旁的薛安 在他看来 薛安全身上下的衣服 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块钱 甚至连自己的一个领带家都买不了 所以他不觉得这个男人 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家人在侧 张明科实在不舍地放弃 因此目光闪烁 心里则在盘算着什么 神情也渐渐阴狠起来 薛安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男人 不过在薛安的眼中 这个男人和蝼蚁无异 一根手指就能摁死的东西 不值得薛安浪费注意力 等飞机缓缓降落 众人走过廊桥 来到机场大厅后 张明科又凑了过来 举止尽可能优雅地说道 这位小姐 我们一路同行 也算有缘了 可否认识一下呢 唐轩面无表情 甚至都没看他一眼 便从他身边静止走了过去 张明科暗自一咬牙 还想说什么 薛安从他身边经过 然后停住了脚步 露出了几颗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道 我也和你一路同行了 是不是也很有缘 说吧 薛安笑着离开了 张明科的面色 变得极为难看 恼怒地瞪了薛安的背影一眼 然后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喂 刘哥吗 你现在还在机场吗 对 你现在带几个兄弟过来 我这边有点事 张明科挂断电话 阴侧侧地看着薛安等人离去的背影 心中一阵的冷笑 他刚刚可是给在机场盘踞多年的地头蛇刘老大打的电话 等着刘老大缠住这一行人后 自己再上去解围 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这个女子了吗 想到这 张明科心中一团火热 然后也跟了出去 这刘老大就在机场附近 周围的出租车都归他管理 因此 张明科一个电话 他就带着几个人赶到了 小张 怎么回事 刘老大问道 张明科将事情讲了一遍 刘老大看着远处薛安等人的背影 点了点头 放心 这都不教室 走 跟各位一起过去 张明科大喜 一起跟着走出了机场大厅 然后张明科愣住了 那位刘老大也愣住了 甚至所有出站的人都愣住了 因为当薛安走出北江机场的时候 秦源率领着龙泰集团的高层 正在路边攻进等候着 等薛安一出来 秦源紧走几步 攻身失礼 龙泰集团 攻迎薛先生回家 他说了一声之后 身后跟着的那些龙泰集团高层们 也齐齐弯下腰 大声喊道 龙泰集团 攻迎薛先生回家 这等声势 让所有人都为之发傻 只有薛安 面色淡然 略一点头 走吧 我女儿饿了 要吃饭 是 秦源点头 然后亲自打开劳斯莱斯的车门 就好像一个门童般 服侍薛安上车 薛安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然后便抱着女儿上了车 而唐轩 也被安排到了另外一辆车上 等车队扬长而去后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惊恶 刚刚那个中年男人 貌似是龙泰集团的董事 秦老爷子啊 怎么可能 秦老爷子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给一个年轻人开车门 可我觉得不可能 可那就是秦老爷子啊 而且跟着的那些人 都是龙泰集团的高管们啊 这些争论声中 张明科只觉得全身冰凉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刚刚那个人 确实是龙泰集团的董事长秦源 跟着的人 也确实都是龙泰的高层 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他就在龙泰集团上班 曾几何时 他曾在年会上 遥遥见过秦源一面 那次给张明科的印象很深刻 但没想到 这位高高在上的龙泰董事长 居然会在今天 如此恭敬地对待那名男子 他到底是谁 想到这里 张明科不禁打了个冷战 而此刻 那位刘老大的表现 则更加不堪 只见他面色惨白 浑身都在瑟瑟发抖 刘哥 你怎么 张明科关切地问道 话音刚落 这位刘老大 一记耳光 就扇了过去 啪 张明科都被打懵了 捂着脸看着刘老大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见刘老大浑身直打哆嗦 姓张的 你他妈活腻歪了 别带上 我行不行 刘哥 到底怎么回事 张明科带着哭腔问道 刘老大冷笑道 你知道刚刚那个人是谁不 谁 那他妈可是全北疆的道上人 都知道不能招惹的薛先生 你他妈居然让我去对付他 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啊 刘老大说着又是两记耳光 张明科被打得鼻血直流 然后一咧嘴 哭了 四月初时 今日洗神正北 财神东南 一祭祀沐浴行丧安葬 即祈福嫁娶 出门前 老谢特意看了一眼黄历 今日便是传闻中的日子 老谢昨日便关了饭店 然后洗澡理发 整理完后 在厨房里 磨了整整一叶的刀 他其实很清楚 自己这点实力 可能什么忙也帮不上 可毕竟 自己是个男人 能愿分明这点 他还是做得到的 薛安对自己 对金金有恩 那么为了报恩 即便搭上这条性命 又有何妨 胖姨则在出门前 神色正重地 跪在菩萨向前 喃喃自语 往常的时候 谢金金一定会暗自嘲笑 可今天 他也面色肃然地跪在一旁 双手合十 心里默默祷告 求满天神佛保佑 保佑我的小安哥 平安无事 收拾完后 一家子锁上门 然后往清风江帕尔去 清风江位于北江的西南 大概七八十里路 老谢准备打车过去 可没想到今天一出门才发现 路上冷冷清清 连行人都稀少了很多 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 车价也是平常的三倍 但老谢现在也顾不得那些了 这出租车师傅十分健谈 开车的时候还问道 是去清风江畔 看热闹的吧 呵呵 你们现在去有点晚了 等下了车 老谢等人才明白 出租车司机的意思 就见往常人烟稀少的 清风江畔 已经是人山人海 无数看热闹的人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然 在核心地带的那座小山周围 还是有一大片空地的 不过离着好几里地远 怎么也挤不过去 老谢有些着急 这要是挤不过去怎么办 正在焦躁的时候 就看人群后方一阵的骚动 然后有十几辆车 缓缓驶了过来 人群分开道路 等着十几辆车开进去后 才开始议论纷纷 是秦家的车 秦家来了 嗯 我还看见后面那辆车上坐着的 好像是秦家大小间 这一下热闹了 谢晶晶翘手已望 发现从这些车上下来的人中 没看到有薛安 心里不禁松了口气 他是不希望薛安来的 又是几辆豪车驶过 这次从车上下来的是 北江的其他豪门 总之没一会的功夫 清风江畔便聚集了北江 几乎所有的世家豪门 其中自然也包括吴卫东 他此刻正志得意满地 看着远处的秦家 尤其他发现 秦宇等人的面色都十分凝重 心中不免一阵地冷笑 秦家现如今如日中天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薛安 如果薛安今日败了 那么 秦家必将是衰 到时候 这北江还信不信秦 还不知道呢 正在思量 就听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巨大的惊呼 吴卫东赶紧抬头看去 就见从远处的江面之上 一个副手立的年轻人 正急速飞来 没错 就是飞来 这一幕 自然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 为之震动 而谭东等人则面色凝重无比 片刻功夫 此人便飞来此处 这时候人们才看清 他脚下踩着的 居然是一柄剑 遇见飞行 莫不是剑仙 很多老百姓一阵的骚动 还以为今天 遇到了真正的剑仙了 可谭东和谭小宇 互相对视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这并不是什么剑仙 但也相当可怕了 当年传说达摩东渡之时 一尾渡江 现如今 这个瑜伽之子鱼羊用的显然就是一样的神通 鱼羊面无表情 双手背负于后 一见渡江而来 至于其他人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只见他缓缓开口道 我乃瑜伽此次的 事件行走鱼羊 薛安何在 声音不大 可传出了很远 没人吭声 过了片刻后 底下开始议论纷纷 这个薛安莫非不敢来了 我估计是 对方可是瑜伽之人啊 傻子也不会来啊 泽泽 没想到号称不败的薛先生居然跑了 这些议论声中 很多人看秦家的眼色都不对了 秦瑜更是面色凝重无比 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此时 鱼羊微微一皱眉 然后环视场中所有人 薛安何在 依然没有答复 鱼羊脚尖点地 整个人飞上小山包 然后缓缓道 我今日挟劲而来 为的便是会薛安 现在我在等他一炷香时间 到时候还没来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说罢鱼羊盘膝打坐 长剑则横于膝前 然后点燃了一根香 插在了自己面前 众多人在下面议论纷纷 吴卫东这时候 忍不着冷笑起来 嘿嘿 都说这位薛先生修为通神 原来也是个欺软趴硬之辈啊 见到瑜伽 吓得都不敢来了吗 这时候 谢晶晶等人已经挤到了里面 听到吴卫东的话后 谢晶晶忍不住怒道 你给我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小安哥 小安哥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斥责我 吴卫东一见是个普通少女 不禁大怒 而这时她的那位胖夫人 眼前一亮 然后冷笑起来 原来是你啊 你这个小贱人 害得我儿子为你而死 怎么 怕那个杀人凶手 薛安吃亏 我告诉你 你还有你那个薛安 今天都好不了 这个女人用怨毒的声音说道 吴卫东这才明白 这个女孩就是害死自己儿子的那个谢晶晶 不禁也是一脸的怨毒 这对夫妇的话 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 谢晶晶咬了咬牙 然后毫不示弱地抬起头来 看着那个满脸横肉的女人 你少胡说八道 我害死你儿子 那天要不是小安哥及时赶来 我就差点被你儿子给害了 你现在居然血口喷人 胖女人做梦也没想到 谢晶晶赶还嘴 先是一愣 然后满脸怒气地冲了过来 小贱人 我现在就先教训教训你 说着 伸出手就要抓谢晶晶的头发 谢晶晶只是个才上高中的女孩 哪里见过这个阵势 正在一愣的功夫 她的母亲 胖姨及时赶到 一见有人居然想打自己的女儿 当时就火冒三丈 然后瞅准时机 一巴掌正扇在吴泽峰母亲的脸上 胖姨平时在饭店忙活 没气惯什么的 都是她扛进扛出 手劲极大 这一巴掌扇的 她是眼貌惊心 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吴卫东见到自己夫人被打 岂能善罢甘休 正准备过来的时候 老谢已经红了眼睛 她刚刚听到对话 知道这些人 就是那天差点把自己女儿 清白断送的那个小混蛋的家人 自己还没去找他们算账 他们倒好 居然还恶人先告状了 因此 老谢脑袋一热 一伸手 将别在后腰的菜刀拎了出来 这菜刀 她磨了一晚上 光可照人 我看谁敢过来 吴卫东夫妇一剑菜刀 胆气就先怂了 退后几步后 嘴里嘟囔道 你们等着 不就是仗着薛安吗 等今天薛安败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你放屁 小安哥才不会败 谢晶晶被气的 都说了脏话了 吴卫东冷笑一声 还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 一名面若寒霜的少女走了过来 一巴掌就将吴卫东 整个人扇飞起来 等吴卫东重重落地之后 少女冷声道 再敢废话 杀 躺在地上的吴卫东 浑身一颤 不敢吭声了 而少女转过头来 看向谢晶晶 谢晶晶有些害怕地后退一步 少女一笑 你好 我是薛兰 薛兰 那小安哥是 我堂哥 薛兰笑了笑 眼中却满是忧心忡忡 她在青芒镇知道消息后 立马就赶了过来 因为宋义说得明白 这瑜伽可不是好惹的 等到了后 看到鱼羊一见渡江而来 薛兰的心就不禁沉了下去 这个男人 绝对是个大敌 现如今 薛兰的修为也算出窥门禁 这个进度让宋义都为之震惊 因此 薛兰也能看得出这个鱼羊的厉害 而吴卫东的叫嚣 则让薛兰心烦意乱 这才出手教训了她一顿 谢晶晶眼前一亮 那小安哥 薛兰摇了摇头 我也没见到她 说着 薛兰扭头看向小山之上闭目打坐的鱼羊 心情有些复杂 她既希望薛兰来 又怕她来 希望薛兰来 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所有质疑的声音消失 怕她来 则是怕 如果薛兰不是这个鱼羊的对手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正在迟疑不定的时候 鱼羊缓缓睁开了双眼 此刻 她面前的香 马上就要烧完了 鱼羊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懈的笑意 果然 这个薛兰 还是不敢来了吗 不过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 毕竟她就算来了 也会死在自己的剑下 鱼羊抬起头来 张开嘴 刚想说话 就在此刻 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上 一人正缓步而来 虽然步伐缓慢 可一步之下 便飞纵几十丈 因此片刻之后 便来到了清风江畔 是薛兰 薛先生来了 底下的人一阵骚动 来的自然是薛兰 他今天来晚了的缘故说出来 估计很多人都不信 因为薛想和薛念早上赖床 起得有些晚了 等薛兰给两个宝贝女儿做完早饭 并等他们吃完后 就已经不早了 这便是薛兰来得这么晚的缘故 秦宇等人一见到薛兰 神情都激动起来 而吴卫东等人 则面色难看至极 谁也没想到 薛兰居然会这个时候赶来 而鱼羊则用玩味的目光 看着薛兰 踏空而来 倒是有几分真本事 不过越是这样 鱼羊就越兴奋 只有这样的对手 才能让自己的剑刀更加精进 这时候 薛兰从众人的头顶一步跨过 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小山顶上 落于地面后 薛兰看着鱼羊 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好像来晚了 鱼羊不置可否 缓缓起身 然后盯着薛兰道 事件符已经说得明白 你杀我鱼家子弟 今日我便代表鱼家 取你性命 你可有疑问 薛兰摇了摇头 淡淡道 没什么疑问 鱼竞是我杀的 是剑符我也收到了 不过 你要想取我性命 薛兰顿了顿 森然一笑道 那得看看你是否有这个本事 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下面观看的众人 纷纷后退几步 脸上全都有些骇人 还没动手 光气势就已经这般骇人了吗 而谢晶晶 则眼含热泪 心里一个劲地祷告 菩萨保佑小安哥获胜吧 这时鱼羊点了点头 你说得没错 不过鱼家的剑下 从来没有不服气的冤魂 你也是一样 说着 鱼羊缓缓拔剑 长剑出鞘 一阵龙鹰之声后 一道寒光闪过 小山之上的树木 尽阶折断 谭东失声惊呼 是剑气 谭小语问道 父亲 什么是剑气 谭东面色凝重道 剑气便是一个人的剑道修为 高到一定程度后 所产生的能力 无比锋利 十分的厉害 谭小语的神情 也变得担心起来 可就在这凛冽的剑气之中 薛安却神情平静 甚至嘴角还浮上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此剑 名为龙衣 你能死在此剑之下 也是你的造化了 鱼羊傲然道 薛安摇了摇头 剑势不错 可惜持剑者太差 鱼羊目光一寒 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领教领教 你有什么资格说 这般大话吧 说着 鱼羊一剑刺出 这一剑之快 甚至让很多人都生出了一个错觉 好像鱼羊这一剑 将空间都给刺穿了似的 剑柄还在鱼羊手中 而剑剑已经穿越了这十几步的距离 直接从薛安的面前出现 这奇快无比的一剑 让很多关心薛安的人为之惊呼 谢晶晶甚至吓得一闭眼 心砰砰直跳 鱼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一剑简直太完美了 甚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一剑 就算你是半步伞仙 也不可能躲开我这石破天惊的一剑 鱼羊心里想着 但下一刻 他的笑容便凝固了 因为薛安在肩部融发的瞬间 抬起手来 轻轻一弹 啪 手指正弹在了剑尖之上 鱼羊就感觉一股距离袭来 手腕瞬间便被震得麻木 然后手中的龙鹰剑 当当一下便落在了地上 山下一片死寂 很多人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声势如此惊人的一剑 结果却被薛安随手一直给弹飞了 而鱼羊更是面色大变 直接往后击退 薛安也没追 反而抱着肩膀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鱼羊一直退出去二三十不远 然后才面色凝重地站定 你你这是什么招 薛安微微一笑 露出了几颗好看的牙齿 摇了摇头道 对付你 我还不用使什么招数 鱼羊听闻此言 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好 我承认 刚刚我是小瞧你了 但你真以为这便是鱼家敌传的全部实力了吗 鱼羊冷声说着 双手虚握 而后一股磅礴的剑气 渐渐在手中成形 很多人神情大变 谭东更是喃喃自语道 无形剑气 这位鱼羊的剑道修为 居然已经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 今日 我便让你看看我鱼家杀剑的威力 说着 鱼羊双手高高举起 一柄足有几十米长的巨剑赫然成形 然后猛地披落下来 声势之大 甚至让薛安身后的清水浆都为之一顿 而后浆面之上出现了一道断痕 一剑断疆 鱼家杀剑之威 果然厉害 可就在这好似天崩地裂般的剑威之下 薛安却神情淡然 甚至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鱼羊心中冷笑 死到临头了 还敢这么拖打 就在这时 薛安淡淡地说道 连这一剑算起来 你已经砍了我两次了 所以 这一次轮到我了 说着 薛安抬手 出拳 这一拳 在这汪洋剑尸面前 显得那么的不起眼 而且全无声势 甚至连个女孩子打情骂靠时 打出的拳头都不如 很多人看得心中不屑 传言中那么厉害的薛先生 结果就这么点本事吗 鱼羊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甚至他都已经看到 薛安被自己一剑 砍为两半的景象了 但这轻描淡写的一拳 却犹如一根无间不摧的针 正好刺在了 这磅礴剑尸中 最为薄弱的地方 噗 好像气球被扎破了一样 这偌大的气势 陡然而显 鱼羊更是难受的 想要吐血 就如同自己用尽全力 结果却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一样 那么的难受 同时 鱼羊惊骇地往后击退 这个男人 果然厉害 就凭着看似不起眼的一拳 结果却将自己这一剑的气眼 给破掉 便能看出 他的实力绝对恐怖 而这只是个开始 薛安神情淡然道 现在才想跑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说着 薛安又是一拳轰出 这一拳一出 整座小山便如同地震了一般 地动山摇 而鱼羊更是站立不稳 直接摔在了地面 而后就觉得浑身的骨节都酥软了 一时间居然难以起身了 薛安这时候 慢慢朝他走去 鱼羊脸上满是惊骇欲绝之色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一次事件 结果却出了这么多意外 而且看现在的情况 自己好像要输了 眼见薛安就要走到跟前了 鱼羊一咬牙 然后干脆利落地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喷出后 鱼羊冷笑道 薛安 我承认你厉害 可你还是得死 说着话 鱼羊整个人的气机便消失了 同时 他便跟这座小山乃至深厚的青丰江 连为了一体 鱼羊身上的气势陡然暴增 而且最重要的是 薛安在攻击他的话 就相当于在攻击这座小山 以及这条青丰江了 无形中 就相当于将薛安的权势给削弱了 此刻 鱼羊洋洋得意地腾空而立 薛安 你确实不错 可你现在能奈我何 这是鱼羊这些年来苦心钻研的一招 自认为无懈可击 可薛安只是站在原地 抬头看了看漂浮在半空中的鱼羊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你错了 鱼羊一愣 什么错了 薛安淡淡道 我是说 你的剑到修错了 鱼羊就相当于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哈哈大笑起来 笑吧 鱼羊盯着薛安 你居然说 我们鱼家的剑修错了 你们鱼家的 其他人我不知道 可你错了 薛安慢条思理地说着 哦 哪里错了 鱼羊一脸冷笑地问道 薛安微微一笑 所谓剑修者 修的 不过是胸中一口剑气 一口一往无前的气势 我所见过的剑修 无意不是如此 当年薛安游历诸天 曾经见过不止一位的剑帝 这些剑帝 虽然修为弱于薛安 但论起杀伤历来 却不遑多让 而且这些人往往没有任何的法宝 全凭一口剑气 却能纵横诸天 薛安就曾亲眼见过 一名剑帝一剑 将一个星辰长为两半 那才是真正的无上剑修 相比起来 鱼羊这个 就像是一个孩童 举着一根树枝在叫嚣一样 鱼羊的面色渐渐铁青 因为他隐隐觉得 薛安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薛安接着说道 而你现在靠着一些奇迹引巧 来和我争斗 这本身就已经落入了下城 鱼羊冷笑起来 说得这么热闹 好像你真的懂剑一样 薛安点了点头 谈不上懂 但当时之中 应该没人比我更明白了 薛安说的是实话 除了那些有数的几位剑帝之外 薛安的剑道修为 也可谓独不诸天 真是笑话 薛安刚想出言嘲笑 薛安这时候淡淡地说道 既然不信 那今日 我便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 说着 本跌落余地的龙鹰剑 猛然飞起 然后围绕薛安转了几圈 发出一阵臣服般的低鸣 薛安看得目瞪口呆 这龙鹰剑 可是他父亲赐下来的 听说乃是上古鸣剑 可在薛安看来 不过是一把比较锋利的剑罢了 没想到今日他才发现 这龙鹰剑 居然还有如此的灵性 薛安这时轻抚龙鹰剑的剑身 淡淡一笑道 这些年 委屈你了 龙鹰剑发出一阵长笑 似乎极为兴奋 而后薛安直剑在手 一股浩然剑气 冲天起 余阳浑身一颤 然后难以置信地看向薛安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剑气 余阳失声惊呼 薛安森然一笑 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是因为你们太弱了 说着薛安一剑斩出 没有语言能形容这一剑 似乎时间都在这一剑之下停止了似的 甚至连那流淌着的清风浆 都为之停顿 余阳脸上满是惊恐至极的神色 而后一切都轰然破碎 包括后面的清风浆 脚下的小山都在这一剑之下 支离破碎 余阳则连挣扎都没有 便被这无上剑气给轰为积粉 不过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他当时还未弃绝 好好剑法 说完 余阳整个人便随风而散 山下所有人都静默下来 当初余家发下是剑符 要剑斩北疆 而今日 薛安则用真正的剑道昭告天下 他 才是不可战胜的 谭小雨看着那位仗劲力的男子 眼眶不禁湿润了 华婷婷和华星宇 则站在远处看着 看到最后 华婷婷低下头 泪流满面 华星宇长叹一声 拍了拍自己孙女的肩头 好了 自此之后 天下谁人不识君 薛先生 已经化龙了 至于谢晶晶等人 更是喜极而起 只有吴卫东 和他那个胖老婆 互相看了一眼 看到彼此眼中的惊恐之后 转身响溜 可两道微不可查的剑气 直接掠过 两人呆立片刻 然后头颅便如同被封落了一样 直接滚落下来 鲜血冲天起 死尸栽倒于地 没人敢说话 薛安已经用吴上 修为告诉了所有人 和他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可此刻 薛安却没有动地方 反而依然站在原地 脸上的神情也变得很奇怪 众人正在惊疑不定之时 就见这座小山 似乎不堪重负一般 在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后 便轰然而塌了 薛安则站立于半空之中 满脸的凛冽杀气 七日之后 我将杀相领南 见斩于家 这句话 让所有人先是一愣 然后全都满脸震惊地看着薛安 他是在说笑吗 还是说他觉得 杀了一个鱼羊 便能将瑜伽怎样了 要知道 瑜伽可是有那位剑仙老祖存在的 众人惊疑不定 不知道薛安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只有薛安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 自己一剑将鱼羊斩于剑下 鱼羊残缺的生魂 也随之飘荡出来 薛安当时并未在意 随手将生魂握在手中 准备提取些记忆来看看 可没想到 当他检索这个鱼羊生前的记忆时 突然在鱼羊的记忆深处 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倩影 虽然很模糊 但薛安还是掩认出了 那是谁 安岩 那是安岩的背影 可他怎么会出现在鱼羊的记忆中 薛安立马开始疯狂地搜索鱼羊的记忆 可无奈 剩下的这些记忆中 根本没有任何的线索 可不管怎样 这已经给了薛安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安岩的失踪 很可能和这个鱼羊有关系 想到这里 薛安不禁杀心大吃 这才说出 七日之后 见斩鱼羊的话来 而晴鱼等人 此刻也是面面相去 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因为他们也不清楚 为什么薛安会突然如此震怒 众人渐渐散去 薛安面色冰冷地走下来 晴鱼欲言又止 因为薛安现在的神情太可怕了 甚至晴鱼等人 从未见薛安这般愤怒过 不过薛安在深吸一口气后 杀气渐渐散去 然后整个人恢复了平静 薛薛先生 晴鱼战战兢兢地说道 虽然他知道 薛安平时脾气很温和 可刚刚薛安满脸杀气的样子 实在太吓人 让他现在还觉得有些心惊肉条 薛安微微一笑 怎么了 您没事吧 没事啊 那您为什么要灭掉瑜伽呢 晴鱼鼓足勇气问道 这可不是说普通的一场比斗 这可是对一个武道施加宣战啊 晴鱼甚至可以想象 等这个消息传开后 会引起多大的惊涛骇浪来 薛安淡淡地说道 无他 看着不顺眼罢了 晴鱼突然觉得 这句话有些耳熟 似乎什么时候听过一样 而这时候 老谢一家赶了过来 薛兰和宋义 也都来到了薛安身边 谢晶晶觉得自己心中有千言万语 可等见到薛安后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尤其当薛安冲他一笑 说了句 晶晶也来了 谢晶晶就觉得鼻子一酸 有想哭的冲动 而这时 宋义则面色凝重地问道 薛先生 我虽然不知道 您为什么突然对瑜伽宣战 可您这么做 实在有些鲁莽了 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 可薛安却淡然一笑 这个我自有分寸 宋义还想说什么 可看到薛安脸上 那淡然而坚毅的神情后 便住了嘴 而这时候 老谢则拍着胸脯道 小安子 你谢叔我没服过人 你是第一个 不但将那个挺嚣张的小子给打败了 还敢直接杀上他们老巢 就凭这点 谢叔就敬佩你是条汉子 到时候 谢叔跟你一起去 要知道 你谢叔 我这把菜刀 也不是吃干饭的 说着 老谢又将那柄菜刀拽了出来 满脸的嚣张 可还没等老谢比划完 胖姨已经一巴掌拍在了他脑袋上 行了 就你那点底屑 也好跟小安子面前吹牛 你连我都打不过 老谢被打得脸一红 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说金金他妈 当着这么多人呢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呸 你还有面子吗 胖姨呵斥道 薛安不禁哑然失笑 自己这个谢说啊 怕老婆这一点 这辈子是改不过来了 这时候 秦渝凑过来说道 薛先生 我和爷爷已经准备好了晚宴 大家都一起参加吧 算是为您庆功 薛安点了点头 那好 就在众人返回北江 准备晚上的宴会之时 薛安见斩于扬于清风江畔 并放言 要在七日之后 见陵陵南的消息 犹如炸弹一般 将整个武道界炸翻了天 武道论坛上此刻 已经彻底疯狂了 无数的帖子 不停地刷新着 天哪 渝家居然败了 败给了一个 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是啊 这可是让渝家四十年来 第一次传下是剑符 结果却失败了的人 我就说 这位薛先生不会输 你们当时还喷我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可他是疯了吗 选要和渝家宣战 是啊 我也觉得 这位薛先生是疯了 要不就是太过自大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要跟渝家 这样的顶级武道设家作对啊 则则 这几十年来 武道界就如一潭死水 太过平静了 没想到这位薛安的出现 却让一切都变得精彩起来 但我还是觉得 这个获胜的希望极为渺茫 因为我听我二叔家邻居的三一的堂职说过 那位岭南剑仙 似乎快要出关了 楼上说的 可是真的吗 同问 无数的询问 瞬间 将这位给淹没了 一直到过了半天 这位仁兄才回复道 我刚刚又打电话确认了一下 我这个拐着弯的亲戚 可是在瑜伽做了很多年的仆人的 听他说 最近瑜伽正在大张旗鼓的翻新庭院 似乎是准备迎接什么大喜事一样 死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 四十年前 这位剑仙便一见惊天下 没想到这次一出关 又能碰到一位后起之秀 可我还是觉得 这位薛安是在找死 他就是再厉害 还能厉害地过领南剑仙吗 而且 这次他杀了事件行走于阳 于家 也不会放过他的 晚宴就在龙太集团的总部大厦举行 秦家这次并没有邀请太多人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请自道了 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想来巴结巴结秦家 现在就是傻子 也能看得出来 秦家的地位固若金汤 已经成为北疆 乃至整个省城的顶级豪门 此外还有很多人是奔着薛安来的 可薛安只在宴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下 后面便一直没露面 这不禁让很多想着套套近乎的人为之失望 而薛安此刻 则正站在秦苑那间办公室的阳台上 默默地喝着酒 唐轩有些担忧地在一旁看着他 今日之战 唐轩没去 而是在家里照顾薛想和薛念来着 范梦雪在省城忙活下一部电影的事 陪在薛安身边的 就只有他了 本来唐轩并无太多的担心 在他看来 消失四年后的薛安 已经变了太多 好像天底下 就没有什么事 是能难得到他一样 可没想到薛安一战 而胜后居然对于家下了战书 这是让很多人为之震惊和不解的一件事 而且回来后 薛安就一直沉着脸没说话 这种气氛 让唐轩的心都为之究竟 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要对付于家吗 薛安突然说道 唐轩低头不语 因为他知道 如果薛安想说 那他就一定会说 如果不想 问也是白问 薛安端起酒杯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然后语气消索地说道 今日 我从鱼羊的魂魄中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 唐轩浑身一震 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薛安点点头 没错 就是安言的背影 虽然很模糊 可我还是一眼 就能认出来 说到这 薛安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的悲伤 他的背影很孤独 似乎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一样 让我看了觉得 很想杀人 薛安说着 方圆百米之内 无风自动 而放在桌上的酒杯 则无声无息地化为积粉 那是薛安的怒火 唐轩则眼神复杂地看着薛安 你要去找他吗 薛安坚定地点点头 当然要去 不管对方是谁 我也要去找他 唐轩沉默不语 只是静静地 看着薛安的背影 目光不禁有些吃了 爸爸爸爸 你怎么在这里啊 薛想和薛念信 冲冲地跑了进来 今天他们两个玩得开心极了 因为秦渝紧急下令 买来了一整套的游乐园设备 然后腾出了整整一层的大厦 单独给两个小姑娘 设置了一座专属游乐园 所以 他们一直玩到现在 才来找薛安 薛安神色恢复正常 蹲下身抱起两个女儿 然后笑着说道 爸爸在跟你们的薛儿阿姨说话 爸爸 你喝酒来吗 薛想笑嘻嘻地问道 薛安点点头 然后说道 过两天 爸爸带你们去找妈妈好不好 两个小姑娘先是一正 然后惊喜地喊道 好啊好啊 我们要去找妈妈 薛想说着 一双大眼睛里 升起了一层雾气 有些委屈地说道 爸爸 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啊 怎么会 妈妈最喜欢你们两个了 那为什么一直没来找过我们呢 那是因为 妈妈一直在忙啊 现在这不是有时间了吗 爸爸就带你们去找她 好啊好啊 薛想和薛念欢呼雀跃 然后转头看向唐薛 薛阿姨 我们一起去找妈妈吧 唐薛略了略耳边的秀发 微微一笑 不了 阿姨还得上班呢 我就在家里 等你们回来哦 嗯嗯 薛阿姨 妈妈回来后 你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薛阿姨了 薛想和薛念突然说了一句 这话让唐薛的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然后转过头去 不想当着两个小姑娘的面哭出来 其实论感情 唐薛一直照顾两个小姑娘到大 其中的心酸和劳累 只有唐薛自己知道 而两个小姑娘对她也是最为亲密 甚至曾经都是喊她妈妈的 后来还是唐薛几次纠正 这才改口叫薛阿姨 薛安看着肩膀微微耸动的唐薛 目光渐渐变得温柔起来 她欠这个女孩太多了 以后定要补报回来 领男于家 于阳被薛安一件斩杀的消息传了回来 于阳的父亲于朗豁然站起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你说她一剑便将清风浆给断开了 是 而且于三公子也是在这一剑之下化为了积粉 同时她还说 七日之后将杀上领男 剑斩于家 来人说道 好了 你下去吧 于朗眼中闪烁着寒芒 沉声说道 等来人退下后 于朗的神情中并无多少悲痛之色 身为武道世家子弟 比斗生死这种事也不稀奇 事后报复回来就行了 但让于朗未知震动的 则是薛安最后那句好似宣战般的话 七日之后 杀上领男 剑斩于家 好大的口气啊 于朗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真以为杀死于家一个嫡传子弟 便能怎样了吗 要知道 于阳不过是于朗几个儿子中 最为不争气的一个 这时 知道消息后的于然 匆匆赶了过来 一进门 于然就有些悲愤地喊道 父亲 我三哥他 于朗摆了摆手 既不如人 死了也怨不得旁人 然后 于朗用宠密的眼神看着于然 过几日 就是咱们领男的雨神节了 你怎么没出去玩啊 于然此时还是有些悲伤 虽然于阳平时并不讨父亲喜欢 但对自己还是宠爱的 没想到 这看似平安的一次事件 居然要了于阳的命 回父亲 我刚从外面回来 今年的雨神节怎样 盛况空前 各地来的游客 都比往年要多 于然顿了顿 然后又说道 父亲 我听说 这个薛安七日之后 要来领男 于朗冷笑一声道 就凭他 如果他敢来 那领男便是他的葬身之地 接着于朗又说道 这几日不要跑得太远 劳足可能就在这几天 便要出关了 于然一震 低头乘势 然后缓缓退出了房间 心里还弥漫着悲伤的于然 也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 这次渔阳被杀 咱们于家还没去找他 这个薛安居然赶来领男 找死吗 谁说不是 还想见斩于家 真是好笑 与此同时 这个消息 也在整个领男流传开来 但无一例外 没有人相信 对领男的土著民众来说 于家就是镇守当地的活神仙 神仙怎么会败呢 领男 地处华夏最南端 风俗景色都跟北疆迥异 薛安一下飞机 就发现 这里似乎在准备什么盛大的节日 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 龙泰集团在这里 也有一个办事处 因此 早就有人在机场外等候 上了车后 这名经理笑着说道 薛先生 您这次可算是来对了 这几天正好是领男一年中 最盛大的节日 女神节 可热闹了 薛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倒是薛想和薛念 看着车窗外 不时发出惊呼 爸爸 你看 外面的树好高啊 薛念则看得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爸爸 那树上面是什么啊 薛安看了一眼 不禁笑了 那上面是椰子啊 能吃吗 开车的经理这时候笑着说道 小姑娘 这椰子当然能吃啊 不光能吃椰肉 椰汁还能喝呢 但过不了三天 让你吃你都不吃了 薛念有些不服气地碎碎念叨 我不信 还没有什么东西 能让我吃三天 就不想吃了呢 薛安哈哈一笑 揉乱了女儿的头发 你呀 就是个小吃货 看到这一幕 跟着一起来的黑王 也不禁哑然失笑 谁能想到 秀为通神出手狠辣的薛先生 被地里居然是个宠女狂魔呢 这次本来秦渝也要跟着一起来的 但被薛安拒绝了 他是想着单挑瑜伽的 跟着一大群闲杂人的话 只会分散精力 最后 秦渝只得同意 但还是执意 让黑王跟着 薛安也就没说什么 毕竟这黑王虽然秀为不怎么样 可为人激紧 而且十分的忠心 带着的话就当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保姆了 如果黑王知道薛安的想法后 不知道会不会泪流满面 堂堂黑王当初北疆的全坛王者 居然沦落到给小姑娘当保姆 此时车缓缓停在了位于岭南市里的办事处门前 虽然在岭南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业务 但对于不差钱的龙泰集团而言 这办事处还是弄得十分大气 三层楼房处立在闹市区中 但又不显得过分喧闹 周围全市各种树木 显得分外幽静 等到了晚上 街上传来了阵阵嬉闹欢笑之声 薛先生 外面正在玩泼水呢 要不要去看看热闹 这位叫做马诚的经理 十分热情地问道 秦渝可是直接给他打的电话 并且电话里说得清楚 这位薛先生乃是荣泰集团的顶级贵宾 不可有一点怠慢 马诚当然诚惶诚恐 毕竟以他的身份 以前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秦渝 现在秦家大小姐都亲自下令了 马诚当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好啊好啊 爸爸 我们出去玩吧 薛想和薛念一听 有好玩的 眼睛都亮了 好吧 面对女儿的央求 薛安是有求必应的 换了身衣服后 妇女三人走在前面 黑王以及马诚跟着 一行人来到了外面的街道之上 就见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水枪和水盆 在互相泼水的人群 还没等走出几步 有个姑娘笑呵呵地端着一盆水 就泼了过来 薛安微微一侧身躲开了 不过两个小丫头却被兜头泼了一身水 但在这炎热的岭南 反而更显得清凉 路边就是卖水枪的 马诚买了几把 给了两个小姑娘 这一下薛想和薛念 可算得到了宝贝 见人就开枪 两个小姑娘脸上的欢笑 让很多人看了 都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不知不觉 便走到了岭南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 马诚介绍道 薛先生 这里就是岭南的酒吧小吃一条街了 每晚这里都是全岭南最热闹的 而挨着马路 全都是各种海鲜大排档 香气让两个小丫头都走不动路了 薛安见了一笑 挑了一家比较干净的摊位坐下 想吃什么 薛安问道 嗯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薛念流着口水 开始点菜 薛安最后索性一盒菜单 照着这个来一本吧 海鲜开始如流水般上来 两个小姑娘吃了几口后 却有些吃不下去了 毕竟吃惯了薛安做的饭 再吃这些普通的饭菜 根本没有啥滋味 看着两个小姑娘失望的眼神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一摞袖子 站起身来对摊主道 让开 我来烤吧 你 你行吗 摊主睁大了眼睛 薛安一笑 试试就知道了 说着接过东西 开始翻烤 片刻之后 一股一香便飘了出来 这股香气不同于一般烧烤用香料催发出的香味 而是一种食材本身的香气 让人闻了就觉得沁人心脾 烧烤摊主眼睛逐渐瞪圆了 因为他发现薛安烧烤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而香气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在这摊位前纷纷驻足 天啊 好帅的烧烤师傅 不知道味道怎样 但闻起来好香啊 这时薛安烤好了一部分 递给了自己那桌 两个小姑娘一双大眼睛都笑弯了 拿起烤串来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吃 马东和黑王也拿起一串来尝了尝 然后纷纷瞪圆了双眼 妈呀 这烧烤也太好吃了吧 走 进去尝尝吧 人越聚越多 烧烤摊主此刻语气变得十分恭敬 这位老师 您看这么多人都是冲着您的香气来的 您 薛安看了一下 就见诸多时刻都在用期盼的眼光看着自己 薛安微微一笑 算了 就当帮你个忙吧 哎 好嘞 老师您放心 这顿饭我请了 而且 您要是来旅游的话 花费我都包了 这个摊主大喜过望 薛安烧烤的速度极快 各种食材一经他手 转眼间就成为黄灯灯香喷喷的烤串了 而等这些游客们一吃 全都惊住了 天呐 我发誓 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烧烤 赶紧打电话 今天发现饱了 消息开始逐渐扩散开去 夜色渐深 但这家烧烤大排档前 却排起了长龙 众多的游客 翘首以盼 而正好路过这里的于然 也发现了这一幕 不禁有些好奇地停住脚步 小姐 怎么了 于家的管事赶紧上前 那边怎么回事 管事上前问了一下 然后回来说道 小姐 刚问了一下 是这家新来了一位烧烤师傅 据说烤制的东西味道绝佳 哦 于然眼前一亮 去尝尝 于然今天心情不好 自己的三哥被杀 父亲却要求所有人都不要动 一切以老祖出关为重 而杀死自己三哥的人 居然还扬言要在这几天来领难 真是气死人了 都说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想吃东西 于然也不例外 不过 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罢了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可当他坐下 吃到虚安烤制的第一把串后 眼睛就逐渐瞪圆了 烤串带着浓郁的香气 一口咬下 香味便在口腔中爆炸开来 炸得他的味蕾猝不及防 不知不觉 于然就吃上瘾了 不只是他 其余的食客们也全都跟着了魔一样 吃个不停 可就在于然吃得不易乐乎之时 一群面目阴狠的大汉 走到了烧烤摊跟前 一见到这群人 这位烧烤摊主 脸色不由的大便 然后赶紧迎了上去 宝哥 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领头的是个三角眼的中年男人 光着上身 前胸闻着一条面目猙獰的恶龙 听到烧烤摊主的话后 这位宝哥冷笑几声 听说你这请了个烧烤师傅 手艺不错呀 引来了这么多人 烧烤摊主脸色一苦 刚想说什么 这位宝哥便领着人来到了薛安跟前 小子 哪条道上的 不知道在这条街上摆摊 都得经过我同意吗 宝哥冷声道 薛安抬起头来 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再跟我说话 哎呀我擦 不跟你说话 难道跟着龙虾说话 宝哥一阵的凝笑 薛安一阳眉 眼神渐冷 可就在这时 约然放下烤串 眉头一皱 对旁边伺候的管师道 去看看 是 管师的昂首走了过来 还没等宝哥反应过来 一阳手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记耳光 把宝哥都给扇猛了 刚想发怒 可等仔细一看 打自己的人 不禁浑身一颤 然后面色苍白如指 额头上都见了冷汗 大总管 您您怎么在这 宝哥刚刚的嚣张 荡然无存 就跟个三孙子一样 点头哈腰地说道 小姐在这吃饭 再敢惹事 小心你们的脑袋 这位管师冷声道 是是是 我们该死 居然惊扰了小姐 这位宝哥 牙齿都在打仗 显然惊惧至极 滚吧 管师之人冷喝道 宝哥等人如蒙大赦 转身就跑 甚至连回头看一眼都不敢 风波平息 薛安转头看去 就见一名美丽的少女 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旁 见到自己的视线后 少女冲自己微微一笑 然后扬起了酒杯 薛安心中一动 而这时 那位管家又走了过来 彬彬有礼道 这位师父 我们小姐请您过去 薛安嘴角浮现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微笑 然后信步 走到了少女桌前 虽然此刻也在打量薛安 她一开始并未太过注意 等现在仔细一看 眼前就是一亮 好一个仪式独立般的翩翩公子 模样清秀 气质淡雅 最重要的是 那双眸子 好似两眼深谈一般 深邃无比 打量片刻后 于然一指面前的椅子 请坐 薛安也没推辞 直接坐到了于然的对面 两人就这么沉默了片刻 然后于然先笑了 本以为能考出这般美味的人 肯定是位大富翩翩的厨师 没想到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小哥 薛安淡淡一笑 你也不错 刚刚那几个家伙 似乎很怕你 于然一乐 觉得本来阴郁的心情 突然好了很多 然后郑重地伸出手来 认识一下 我叫于然 薛安看了一眼于然 那只鲜鲜玉手 似乎在思考什么 过了片刻后 才慢慢伸出 手来亲握了一下 我叫薛安 薛安 于然一皱眉 这个名字可不太好 正好跟那个杀了自己三哥 同时要在几天 后来于家找事的讨厌家伙 是一个幸事 不过天下同性的人多了 所以于然也只是微微一正 然后便恢复了正常 薛先生是来旅游的吗 于然饶有兴致地问道 薛安点了点头 算是吧 同时打算找个朋友 于然笑道 找朋友 那你可以说来听听 只要他在领南 那我就能帮他上忙 薛安看着于然 然后淡淡道 他叫安岩 你认识吗 安岩 于然皱了皱眉 然后仔细想了想 没有印象 有照片吗 薛安掏出随身带着的照片 递给了于然 他当然看得出 这个于然 应该也是于家的人 所以他想提前问问 这个安岩是不是在于家 可等于然看完之后 坚定地摇了摇头 没见过 他应该不再领南 你确定 薛安一皱眉 当然确定 于然很有自信 然后好奇地问道 这个朋友是你什么人 哦 我老婆 薛安收回照片 起身便打算离开 虽然这个女人说不知道 但薛安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于然的记忆 是做不得假的 他们安家肯定知道安岩的下落 不过薛安这样干脆利落地起身离开 却让于然有些错愕 从小到大 谁见了自己不得好生哄着 尤其那些男孩子 见到自己后全都恨不得 将其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 只为能在于然眼中留下一个好印象 可没想到 这个男人居然这般冷漠 甚至连话都不愿多说一样 自己刚刚好歹也算救了你一次啊 想到这于然不禁有些恼火 似乎是察觉到了自己家小姐的不满 这位大管事上前半步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薛安站住脚步 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漠的笑意 怎么 你想拦我 小姐还没说完话 你不能离开 大管事冷声道 正在这时 薛想和薛念 蹦蹦跳跳地赶来了 爸爸爸爸 我们吃饱了 咱们回去吧 两个小姑娘的童鹰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于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心中便是一动 他居然都当爸爸了 薛安一笑 一手牵一个 就要走 大管事还想阻拦 薛安深深看了他一眼 这位大管家就觉得这个男人的眼神 似乎冰冷无比 虽然只是看了自己一眼 却让自己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再也动弹不得 退下 于然的声音传来 这位管家如释重负 赶紧退到一旁 而后于然走了过来 看着薛安 喂 好歹我刚刚救了你一次 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薛安一扬眉 救了我一次 是啊 要不是我 那些地痞无赖 会轻易地走吗 薛安脸上浮现出一丝玩味的笑意 那你说我该怎么谢你 于然被问得一愣 他之所以拦住薛安 是因为觉得薛安这个人很神秘 而且他的烧烤手艺 简直让于然惊为天人 至于怎么谢 于然一低头 看到了粉雕玉镯般的薛响跟薛念 眼前不惊一亮 好漂亮的小姑娘 这样吧 明天就是雨神出行的日子了 正好还缺两个花仙子 让这两个小姑娘 做一下花仙子吧 西安一皱眉 花仙子 雨神出游 那是什么东西 这时 跟着一起来的马城 在旁边轻声解释道 薛先生 明天就是雨神节正式开始的日子了 到时候会从雨神庙请出神像 然后绕城游行 这是岭南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 而花仙子则是指 跟着雨神像一起出行的各类小神仙 都是小孩子装扮成 在岭南 能做这个的小孩子都是非富即贵 因为传言 小孩子做了这个 可以多福多寿 薛安点了点头 还没说话 于然已经蹲下身 笑眯眯地说道 真是一对漂亮的姐妹 姐姐明天带你们去玩 而且还能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好不好啊 小孩子的天性 就是爱玩的 所以听到于然的话后 两个小姑娘 便用西级的目光看着薛安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无奈地点了点头 也罢 反正离这七日之期 还有三天 就当陪着孩子游玩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雨神妙 不见不散哦 于然开心地笑道 等薛安离开后 那位大管家 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 小姐 此人绝非一般人 要不要告诉家主 于然皱了皱眉 不耐烦地说道 无非是个烧烤手艺不错 最多还会点功夫的普通人罢了 这也要告诉我父亲吗 可是 于然摆了摆手 况且 他还带着两个女儿 难道说 还有带着女儿 来执行任务的杀手刺客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于然顿了顿 然后淡淡地看了大管室一眼 明白 大管室悚然一惊 然后赶紧低下了头 明白 在于家乃至再领男 都没人敢惹这位于大小姐 因为当今于家家主于朗 就只有他这一个女儿自然爱若明珠 宠得上天 这位大管室深知这一点 所以老老实实不敢说话了 这时 于然拿起桌衫最后一只烤串 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哼 从小到大 还没人敢这么无视我 你是头一个 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 于家大小姐的厉害不可 薛安回到住所后 马成说道 薛先生 今天那个女子 很可能就是于家的人 薛安点点头 猜得出来 那您 薛安淡淡一笑 我要对付的是于家见仙 又不是他 而且说了是七日之期 现在还有三天 三天之后 我便登门拜访 看一看这雄巨岭南几十年的于家 到底有多了不起 薛安说着 眼中闪过一抹凛冽杀气 第二日 雨神节正式开始的日子 当薛安带着女儿来到雨神庙前时 这里已经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坟香祭拜的信众 薛安走进大殿之中 就见烟雾缭绕 一尊女子面容的塑像高高在上 接受着万民祭拜 传说宋朝时候 岭南大汉三年 生灵涂炭 就是这名女子 毅然以血祭天 最终求下雨来 救民于水火 后来 人们便自发地给她塑像建庙 香火绵延至今 不过当薛安一抬头 整个大殿忽然微微一震 薛安一笑 冲那尊塑像 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知道 万民千年来的祭拜 已经让这雨神有了灵性 自己一来 便引得 这雨神惊恐不已 刚出来 于然就满脸笑意地迎了过来 正准备找你呢 小姑娘们 一会 你们就穿这样的衣服 好看吗 于然手里拿着的 是两身崭新的服装 做工极为精湛 薛响和薛念很开心 好看 好看 那就换上吧 一会就要出游了 于然笑眯眯地说道 他对这两个小姑娘 也十分地喜爱 领着他们 来到一间近市 换好了衣服 等走出来后 很多人都看傻了 好像真的小仙女一般 几个神婆此刻 也一脸震惊 然后兴奋地说道 真是两个灵秀的小姑娘 于然这时候对薛安道 怎么样 热闹吧 这可是领南最热闹的日子了 薛安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地说道 还行吧 于然气得暗自咬牙 自己上赶着说话 居然还对自己爱答不理 一会 咱们也去花车上 跟着神像游城 于然有些兴奋地说道 虽然每年一度的雨神节 他都会参与 可今年 他觉得分外地开心 但就在这时 有个惊喜的声音传来 于然妹妹 你也在啊 随着话音 一名男子快步走了过来 一见到他 于然便皱了皱眉 满脸的冷漠 张秀伦 我说过多少次了 别叫我妹妹 张秀伦呵呵一笑 论年纪论关系 你本来就是 我妹妹啊 要知道 咱们两家可是试交呢 咦 这位是 张秀伦注意到了一旁的薛安 眼中的惊讶 一闪而过 薛安还没说话 于然已经抢先道 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朋友 张秀伦看薛安的眼神 渐渐阴沉下来 在岭南 于家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而除此之外 就属他们张家了 张秀伦乃是张家 年纪最小的嫡子 和这于然算是同龄 从小时候开始 张家就希望张秀伦 能迎娶于然 而张秀伦 也是同样的心思 可无奈 于然压根就没看得上他 今日张秀伦知道 于然肯定会来语神庙 所以也早早赶来 就是想着能多接触接触 结果却多了个薛安 这让张秀伦心中十分不爽